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撞鞋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叶配音组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七十九章 直到在车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唐小宝都没有问出诡异老太 这辆兰博金仪超跑到底是怎么来的 但这车坐着实在是太舒服了 当后座传来小胖子的憨声之时 唐小宝心里还在嘲笑他 坐在超跑上司机还是个鬼 前往的目的地那更是急凶未卜 这样也能睡着 这小胖子不是心大 而是压根就没心呢 但当他自己也终于敌不过困意 上下眼皮打架的时候 才明白真香的道理啊 睡前他看了诡异老太一眼 又看了兰博基尼线条流畅硬朗 深具科幻美感的仪表盘一眼 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呢 但困意实在太浓 现在又是在夜里 车速虽高 但噪音却很低 行驶非常的顺滑 一点颠簸都没有 已经开到了郊外的路段了 这行人车辆都没有 这样安静 这样舒适 唐小宝觉得 要是不睡一觉 都对不起自己啊 哎呀 白天实在太累了 两场硬仗 外加爬楼爬坡路 那么在午夜决战 加椰子二代之前 在他派来接人的车上 小睡一会儿 也不为过吧 于是就这么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唐小宝悠悠转醒 小胖子还没醒 在后座睡的是东倒西歪 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诡异老太还在目不斜视地开着车 唐小宝把动作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撑了个懒腰 朝车窗外边看去 窗外夜色深浓 仍旧是郊外的双车道马路 马路两侧是农田 在暗夜之中看不清楚 隔得老远才有一杆路灯 亮着昏黄的光 但奇怪的是啊 只能照亮周围小小的一圈范围 而且在这样夏季的夜晚 路灯周围就连一只飞虫都没有 唐小宝微微皱着眉 但他觉得是车速太快了 外边又暗 所以也许啊 只是自己的错觉罢了 也许路灯旁边像平常一样 依旧飞舞着各种各样的昆虫呢 他转过头 撞死随意地问着诡异老太 嗯 那啥 阿婆 我睡了多久啊 快到了吧 诡异老太慢吞吞地扭过头来 看了他一眼 唐小宝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老太太脖子转动时 那喀巴喀巴的声音 你睡了车内时间大约一小时五十分钟左右 再行驶车内时间大约一小时 外界时间十一点四十左右 就能到了 哦 唐小宝点了点头 下意识应了一声 而后忽然反应过来 猛然回过头来 紧紧盯着诡异老太 嗯 你 你你你你 你他们怎么说话不结巴了 也许是因为唐小宝说这话的语调过于夸张 导致后座的小胖子的憨声都消停了一秒 而后才继续哄响 诡异老太实实然的看了唐大仙一眼 而后悠然的转过目光继续开车 也不急着回答他 因为他知道 这货的问题还没有问完 果然 唐小宝的目光又火速转向跑车仪表盘的里程表上 眼睛瞪的一下 瞪得好似杠铃一般 还有 还有你这里程 你这里程又怎么回事啊 我睡之前看的时候就是九万三千公里 怎么睡得将近两个点 还是九万三 零头都没变的 诡异老太继续淡定开车 好像没有听见唐大仙的吐槽家质问 因为他知道 这货还有得大惊小怪的呢 果然 唐大仙扒住车窗 往窗外使劲地看 一边看一边还大呼小叫 诶 这窗户也不对啊 咱开了得有三个小时了吧 我睡之前你就开到郊外了 怎么现在还在郊外 这路都一模一样 后座的小胖子吭斥了几声 继续打呼 诡异老太继续开车 视唐大仙入无误 唐小宝果然还没有吐槽完 他打开手机 整个人只一个鲤鱼打铁 哭叉一下就跳了起来 结果脑袋狠狠撞在 兰博基尼低爱的顶棚上 哼他惨叫了一声 是呲牙咧嘴 这声惨叫 直接把小胖子杀物镜也给震行了 整个人也尖叫的一声 坐了起来 但是动作幅度太大 也同样撞到了车顶棚 于是唐大仙和他小胖子跟班 动作整齐划一 一起抱着脑袋哼哼了起来 而诡异老太惨白目燃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 微不可查的笑意来 似乎是终于被这这活宝给逗乐了 小胖子眼屎都没擦干净 就一叠声地问了起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唐哥 出啥事了 沙师弟 大事不妙啊 唐小宝是连哭带说 连说带比划 背劲巴拉地转过身子 把自己的手机屏幕亮给小胖子看 你看 你看 这是百度地图 现在显示的是咱们的定位 咕苏火车站 卧槽 咕苏火车站 咱这都开出去多久了 怎么还在咕苏火车站呢 是啊 而且你醒得晚你没发现 这郊外的路完全一模一样 一点都不带变的 路边的路灯 看见没 就那路灯 现在可是夏天的晚上啊 你仔细看 路灯下面一个虫子都没有 卧槽 唐哥 咱们现在咋办呢 小胖子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他站着晶晶地看了窗外一眼 也不敢细看 用快哭了的声音 看向唐小宝 问他 唐小宝猛然一指驾驶座 这两双眼睛就气势汹汹地 一起瞪向诡异老态 这到底怎么回事 快从事招来 不老实的话 爷爷一砖头 帮你哼回十八层地狱 唐小宝瑟立那人 一边说 一边用眼神示意 小胖子赶紧地 把他的黑板砖 啊不对 那个悬院印 赶紧给拿出来 然而小胖子 跟他一点默契都没有 只知道哆嗦 整个人都吓成一朵傻逼了 诡异老态惨白的脸上 笑意更浓 但他本来就是满脸皱纹 那副尊容啊 真的谈不上有多好看 这一笑就更加恐怖了 唐小宝一阵不适 奈何他贪图超跑的逼格 直接坐在了副驾驶上 早知道这车这鬼这么诡异 就坐后座了好吗 他只是得往车门那边一臂再臂 盯着头皮紧盯着诡异老态 已经开始默默准备新学的法术 心灵怒吼了 没办法呀 小胖子完全靠不住 根本不知道给他唐哥把板砖拿出来 其实这个距离啊 实在是太适合进战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诶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八十章 唐小宝心里吐槽了一万遍 觉得自己真是流年不利呀 遇到远程法系怪的时候 自己还没有学会远程法术 只能抄着板砖来硬夯 等到和鬼怪差不多贴身了 可一直用板砖KO对方的时候 板砖却偏偏不在手边 只能用远程法术 哎呀 也不知道 若真的用出心灵怒吼的话 会不会敌我不分 把自己人也给震晕呢 而且 这个诡异老太看起来 身藏不露的样子 家耶子二代薛雪小姐姐 就够厉害的了 直接把她打得毫无怀手之力 这个诡异老太明显是被她 派过来接她个小胖子的 作为家耶子二代小姐姐的手下 这诡异老太明显就不会很弱呀 从她上次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城中村无声无息 消失就能看得出来 感觉上来说的话 甚至恐怕都不会比 那个地妇灵幻宁弱呀 唐小宝心里看似冷静 实则胡乱地分析着 无比紧张地看着诡异老太 生怕她一个不高兴 就抱起发难 不过 诡异老太却平静得很 并且说出了一番 让唐小宝和小胖子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话 唐先生少安勿躁 你和你朋友的这些疑问呢 老身都可以一意为你们解答的 这诡异老太语气悠闲 几乎是带着微笑地说出这句话呢 啊 对了 忘记自我介绍了 老身夫家姓主妇 唐先生 唤我一声主妇婆便好 唐小宝迷迷糊糊地听着 心说主妇这个姓 他知道 但也就知道一个人 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上中学的时候也知道 唐武帝是业那个名臣 主妇妍 一边想 一边偷描着主妇婆 心说 这老太太长相够老 说话用词也是文邹邹的 也许是古代人 说不定死了又几百几千年了 难不成真是主妇妍 他老婆成精 不对 诈尸了 眼见着主妇婆又要开口 说话 唐小宝连忙收敛心神 不再胡思乱想 而是正今危坐 端正听讲 唐先生和朋友 今日都劳累了一天了 这连番恶寨 上车之后安顿下来 难免疲累交加 老身看你二人睡得酣沉 也不忍呐 也不忍呐将您二位唤醒 倒叫您二位醒来之后 受惊了 倒是老身的不是了 老身这下 给您二位 给您二位赔礼了 一边说着 一边还用左手把这方向盘 右手横放于腹部之前 微微欠身 行了个礼 高速行舍兰波基尼超跑 十分炫酷的车厢内搭 深具现代化科技感的仪表盘 和各类指示灯 再加上主妇婆文雅的言辞 和古人味十足的行李动作 怎么看怎么违和的搭配 唐小宝却硬生生的 看出几分滑稽又诡异的和谐来 不不不敢不敢 老人家不必多礼 唐小宝也跟着文艺了一把 从那小胖子直翻他白眼 主妇婆惨白的脸上 又诡异的笑了一下 其实人家只想表达一下友好 却总能够笑出 阴森恐怖的感觉来 其实啊 不瞒唐先生您说 如今我们这车 的确没有行使在现实世界的孤苏 而是行使在时间流里的孤苏 我们如今的目的地 乃是三十年前的孤苏市 据目的地呀 还差九年左右 唐小宝和小胖子听得是一脸的痴呆 一副弱智加二百五十的样子 对视了一眼 都感觉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自己的知识盲区了 唐小宝努力的消化了主妇婆 简单几句话带来的爆炸性信息 艰难地问道 您您是说我们现在在这车里穿越时空 这蓝波基尼其实是个时光穿梭机 主妇婆眉毛挑动了一下 把整个面部表情弄得更加恐怖 用你们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讲 这么理解啊 也差不多 我之前处于正常的时空之中 与你们对话 由于我是石门之下的鬼物 自带时空流速的异常状态 所以在正常时空之中 说话速度就会变得极慢 你们听着呀 就像戒巴一样 现在又回到这石流之中 我的语速 当然就恢复正常了 唐小宝感到自己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小胖子也感到自己震惊全尸门啊 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主妇婆没有理会他们的震惊 用慢悠悠 就可以称上是慵懒的语气 继续说道 相信唐先生心中肯定有很多疑问 关于您背上的大日黑天文 关于烂尾楼林一级的连环自杀案 还有关于鬼曼童事件 关于二百年后全球被妖魔占领 以及关于模拟国灭国者 熟人国主摸合加罗的唐玉 与您的关系 还有 说到这里 主妇婆忽然诡异地停顿了一下 扭过头来 冲唐小宝露出了一个森然的笑容 叫唐小宝浑身发毛 而后 她就听主妇婆说出了一句 让她毛骨悚然的话 一句关系到目前最大秘密的话 还有 您身上附着的那个 奉天太玄俭的秘密 是吗 啊 主妇婆黑黑地笑着 这笑声就好像一只破旧老蜂香 小胖子一脸懵逼 迷惑地看向自家唐哥 不明白这老太太到底在说什么 唐小宝却紧紧地盯着主妇婆 眼睛一眨不眨 与其说是震惊害怕 倒不如说是她吻了下来 心中一颗石头终于落了地的感觉 甚至有种微微欣喜的感觉 这是她从第二个人 啊不对 是第二个鬼的口中 听到奉天太玄俭这五个字了 之前是帝妇灵 幻宁那里听到的 但很明显 幻宁是敌非有 几次想要袭杀于她 所以 从幻宁嘴里听到 奉天太玄俭的名字 那并不意味着是什么好事 而眼前这个主妇婆 以及她背后的嘉耶子二代薛雪小姐姐 虽然此时看起来并不像是朋友 但最起码也不是纯粹的敌人 既然不是纯粹的敌人 没有到一见面就要喊打喊杀的地步 那就意味着还有得谈呢 既然可以谈 那就证明了 她手里是有筹码的 至少 嘉耶子二代薛雪和主妇婆 是有能用着她的地方的 既然她对薛雪和主妇婆来说有用 那么这趟孤租十八中旧旨之行 说不定就可以全身而退呢 是的 对于现在唐小宝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弄清系统 也就是奉天太玄俭的秘密 而首先要保证自己个小胖子 能够活下去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八十一章 唐小宝盯着主妇婆 心中虽然慌得一痞 但表面上却稳如老狗 淡定地说道 呃 我的确是有这些疑问 但如果请您解答 又需要我付出什么代价呢 主妇婆又笑了一声 话说这老太婆呀 本来之前一直是面无表情来着 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回到了时间流里 也就是她作为一个石流之鬼最常待的地方 所以变得很轻松自如 也就常常笑了 主妇婆笑道 老身三千年来一直随着我主行事 我主的命令就是老身的意愿 故而老身自己是没什么意愿的 既无意愿 那么只要我能够为唐先生解答的疑惑 就都不需要代价 但是有些疑问 连我也不知道 只有我主才知道 而请我主解答疑惑 才是需要代价的 唐小宝听得在心里直翻白眼 什么我主啊 你信教啊你啊 你主是耶稣基督吗 虽然心里这么想着 但是从心的唐大仙啊 并不敢把实话给说出来 而是问道 那你主人是谁啊 那个家椰子 不不不 是薛雪小姐姐 没想到此言一出 主夫婆一直阴森笑着脸 却板了起来 什么小姐姐 不许对我主使用如此不尽的称呼 我主今年已六千八百余岁 年龄更是老身的两倍 我劝唐先生 还是放尊重一些为好 娘哎 六千八 薛雪小姐姐 死了六千八百多年了吗 六千八百年 已经超越了本国有史记载的朝代 一千八百多年了呀 看来这薛雪啊 真的是上古时期的人物了 哎 不过 那么久远的年代 人不都是原始社会群居动物吗 那时候就有薛这个姓了 还起了一个薛雪 这样极具现代感的名字 唐小宝想着想着 就发现自己啊 又开始发散思维了 于是急忙扯回心神 恭恭敬敬地问道 那不知主夫婆您 能为我解答什么问题呢 老身 一般老身能说的 全都告诉两位了 两位身处石流之中 正在回溯三十年的时光 去寻觅三十年前的 姑苏十八中旧址 这姑苏火车站 就建在当年的旧址之上 所以你们无论如何打听 也打听不到的 这也是唐先生 你的导航为何一直 一动不动的原因 唐小宝心动 这闹了半天 您啥事都解答不了啊 那还抛那么多棺子来卖 无良商家吗 这不是 而主妇婆也并听不到 唐小宝内心的吐槽 只看了一眼车内时间 距离目的地 还有五年左右的时光了 算来大约车内时间 半小时左右 两位 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啊 唐小宝和小胖子 一起摇头 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主妇婆 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继续开着超级跑车 在狂飙 一边还开启了车内音响 狂暴的音乐奔涌而出 竟然还是现代一支 极富盛名的 欧洲重金属乐队的成名作 卧槽 这老太婆可以啊 妈妈 我好害怕 看来之前 这老太婆没有放音乐 真的是体谅他们 想让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啊 经历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重金属音乐的洗礼 主妇婆 终于关掉了音响 停下了跑车 宣布目的地 已经到了 唐小宝和小胖子 朝车外看去 这车外啊 还是一片夜色如墨 天空没有星星 也没有月亮 只有公路两侧 几盏惨的路灯 映出不远处 一座铁门 上面挂了几个大字 姑苏市第十八中学 这门里门外 都是寂静一片 没有一辆车 没有一个人 只有在灯泡下边 缭绕不去的各种 飞蛾蚊虫 草丛间下虫的鸣叫 以及偶尔吹来的微风 浮动地上 长着杂草 校门口传达室里 也没有人 就一盏昏黄的灯泡 悬挂在那里 时不时的 嘶啦嘶啦响一下 灯光明明灭灭 更将这校门 衬托得孤冷淒清 卧槽 好有古早日系校园 恐怖片的气氛呢 小胖子喃喃说了一句 唐小宝斜了他一眼 咋 你天天和你师父 在山上清修 还经常看恐怖片 小胖子黑黑一笑 诶 唐哥 这你就不懂了 我们修是修 但可一点都不轻啊 不止恐怖片 科幻片 灾难片 爆米花片 还有不少爱情动作片呢 嘿嘿嘿嘿 哎呦 卧槽 记忆不说话 眼见两人越说越跑题 主妇婆猛地 清了一声嗓子 这唐大仙和沙石地 这才反应了过来 一起定了定神 战战兢兢地把手 放到车门把手上 运了好一阵气 才小心翼翼地 把车门打开 就好像门外 站着什么厉鬼一样 当然了 厉鬼没有 只有一阵微风扶过 将三十年前 工上的尘土 飞卷到两个 未来来客的脸上 站在车外 能看得更清楚 校门里面 样是古旧的校室 校门外 路旁已经关门的供销室 剃头馆和电影院 一些老旧居民楼前面 还停放着一批自行车 仔细一看 全都是那种风格 非常怀旧复古的 大梁型自行车 甚至不远处 还有一处 公交公司的停车场 里边停放了几辆公交车 全部都是双挡风玻璃 圆鼓鼓的铁皮外壳 一些建筑物外边 还用白色油漆 齐刷了大字 写着五讲四美三热爱 之类的标语 只是站在这里 即便是在万籁聚集的夜间 本国九十年代的 城乡气息 也是扑面而来 唐小宝和小胖子 站在原地 都愣住了 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只有惊讶 震撼 怀念 甚至还带了一些 感慨和惆怅 唯独再没有恐惧之感 主妇婆淡淡地看着他们 摇头笑了笑 任由他们平掉 怀骨了一会儿 才杀下了嗓音说道 到了 快进去吧 我主在的 主妇婆说话又开始 唐小宝一愣 就明白了各种原因了 主妇婆是石流之鬼 也就是说 石尖流即是石尖隧道 才是她最熟悉的生长环境 才是她老巢 她的身体和一切 都只有在石流之中 才能表现正常 而这里是真实的三十年前 本国的九十年代 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之中 这主妇婆当然就变得不再正常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这说话呀 又开始结巴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八十二章 夜色深沉 露灯昏暗 在夏虫微弱的鸣叫声中 主妇婆带着唐小宝和小胖子 来到了老十八中的校门前面 校门当然是紧闭着的 从门上栅栏处可以看到 职业班的门卫 在传达室里边亮着一盏小灯 手里捧着一本影印的盗版武侠小书 全神贯注地读着 唐小宝就小声地对主妇婆说道 阿婆 是 咱怎么进去啊 这深更半夜的 咱也没啥正当理由 门卫不会让咱进校门的吧 他们穿的呀 还是白天的衣服 都是成年人着装 根本就没有十八中的校服 长得也都是成年人的样貌和身高 绝不是九十年代 营养不良的小初中生 可以长出来的样子 所以 谎称自己是学生 也是做不到的呀 小胖子也点头小声道 对啊 要不咱们别走大门了 直接翻墙进去吧 而主妇婆 轻飘飘地看了他们一眼 什么都没说 只是大啦啦的 直接朝校门走了过去 哎 哎 阿婆 你回来 你走那个地方会被门卫看到的 我操 唐小宝刚想出言阻止主妇婆 就见到老太太步履稳健 大不留心地朝校门走去 而后直接穿过了校门 就仿佛那一根根高大的铁栅栏 是空气一般 主妇婆有点不耐烦地 冲他们招了招手 我 进来 唐小宝和悟静面面相觑 看着助力在眼前高大的铁门 很担心自己就这么撞上去 会不会撞傻了 俩人都在犹豫 主妇婆 惨淡着一张老脸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抬起左手 右手指着左手腕 好像她戴了一块手表一样 晚上 十 二 点 了 主妇婆 慢吞吞地说着 唐小宝浑身一机灵 掏出手机低头看去 虽然身处鬼的三十年前 但手机时间依然在走着 手机屏幕放出白灿灿的光芒 上面的电子时钟显示正是 二十三点五十九分五十三秒 卧槽 还有七秒钟就到午夜零点了 这零点之前 如果还没有进入十八钟就职的范围之内的话 就会原地暴毙啊 一看这个时间点 唐小宝也不敢再犹豫了 眼一闭心一横 以百米冲刺速度 就往那看似非常惊的笑门 炸了那边就撞了上去 妈的 可算是体会到了哈利波特当年 第一次找到九又四分之三 站台是个什么心情了 然而 她并没有感觉到任何被阻拦 或者说是 撞什么东西的疼痛感 就好像在普通大路上跑步一样 她埋着头 向前冲了好几步 站着晶晶地睁眼一看 自己竟然已经跑到了校园里边 站在传达室旁边的一棵大梧桐树下边 站定的距离 比主妇婆所在的位置还要远一些 小胖子还站在校门外边 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而这个时候 时钟也恰好到了午夜零点 唐小宝同样一脸懵逼地问主妇婆 这 这咋回事啊 我们卫生能穿墙了 主妇婆慢吞吞地开口 因为石流 你 并 不是 真正 她说一句话 太费功夫了 但好在唐小宝对此情形 早就有所猜测 所以听到主妇婆开头的几个字 就明白了个大概 哦 我明白了 虽然这里是真实了三十年前的世界 但我们 是在你石流之鬼的法力加持下 在穿越时空过来的 现在 其实相当于我们的实体 仍然身处石流之中 只是意识被投影到了三十年前的此地 对吗 唐小宝兴奋地说完 看向主妇婆 喝点小学生回答完问题 看上班主任的样子 主妇婆在她开口的时候 就闭上了嘴 此时听她说完 缓缓点了点头 甚至啊 还竖起了大拇指 唐小宝得意洋洋 嘿嘿 小胖子也喊了一句 唐哥牛逼 不过唐小宝瞬间 又有了一个疑惑 她看向主妇婆 狐疑地问道 可是 也不对啊 既然我们只是意识投影到此 实体仍然处于石流之中 那为什么阿婆你说话又开始结巴了 如果在石流之中的话 你说话的速度 应该是正常的吧 主妇婆看了唐小宝一眼 沉默了几秒钟 忽然开口道 居然被砍穿了 真是没意思啊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听到这话 唐小宝顿时直接在风中凌乱了 这他喵的有个鸡儿的幽默感呢 现在是想幽默感的时候吗 一点都不好笑好吗 好好说话他不香吗 另外 谁能来告诉他一下 为什么这个看上去 法力很高强老太太鬼魂 居然这么爱讲冷笑话啊 唐小宝深吸了几口气 才忍住自己把脑内草 真正吐到口外的冲动 送给了主妇婆一个礼貌的微笑 胖 愣着干啥 赶紧进来啊 唐小宝招呼小胖子 看到主妇婆唐小宝都轻松地穿门而过 小胖子当然在没什么不放心的 直接大踏步地走向校门 英姿撒闯地准备穿门而过 然后整个人就光的一声 直接撞到栅栏门上 弄得高大的校门一阵摇晃 小胖子嗷的一声 后退了几步 捂住鼻子就开始盈盈盈 他脸上还留着两道清晰的栅栏印 唐小宝又是惊疑 又是忍不住好笑 刚想询问 却看到一旁的传达室里边一阵响动 那个一直在看武侠小出的门位 这根木棍子就出来了 气势汹汹地喊道 谁 谁要 大半夜的 唐小宝顿时是一动不敢动 门外的小胖子也吓呆了 然而门外提着棍子转了好几圈 明明唐小宝三人就在他眼前 他却愣是什么都没看到一般嘟嘟囊囊的 没人呢 难道是野猫 还是风太大了 一边嘟囊 门外一边就回了传达室 关紧了小门 继续看他的武侠小说去了 唐小宝当然明了 就是因为他们三人的实体 都处于石流之中 目前只亦是投影 所以身为凡人的门卫 肯定无法看到他们 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小胖子又为何会撞在校门上呢 小胖子此时也是一脸懵逼 并且顶着三道栅栏印的一脸懵逼 简直令人又好笑又心疼 这又是咋回事啊 主妇婆扫了小胖子一眼 轻描淡写道 他身上没有我主的刻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八十三章 啥 主妇婆用看之障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这座校园 这座校园是我主最近一次轮回埋谷之地 被她天生强大的灵力所庇护 老身是我主最信任的下谱 自是可以随意出入这一片校园 而外人若是想要进入 则必须 则必须与我主亲手打上的刻印才行 哦 就是我身上的那个蜗牛 不 大日黑天图腾 唐先生的同伴没有刻印 所以来了也是白来 他虽然也是一时投影 不会被这个时代的人所看到 但是依旧无法进入这片校园呢 不过这其他地方 却是可随意穿墙进入的 来也是白来 那你怎么不早说 唐小宝都得无力吐槽了 主妇婆做了一个很不符合她人设的动作 总的总监 你有没问 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转头对小胖子说的 那要不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吧 或者回兰博基尼上面再睡一觉 阿婆 可以把车门打开 让她去车里等吗 主妇婆点了点头 伸手一指 停在不远处的跑车门 就缓缓向上开启了 然而小胖子一脸兴奋 他显然在车上已经睡够了 此时又知道自己可以随意地出入 除了十八钟以外的任何地方 所以更加兴奋 我 我不想去车上等 好不容易穿越时空一次 来到三十年之前 我好想到处去逛逛啊 那啥 阿婆 我在这附近逛逛 会有危险吗 主妇婆面无表情 你现在呀 是意识漫游状态 本体正在石榴之中沉睡 据我所知 只有同样 以意识心态存在于这时空的灵魂 才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不过 据我所知 目前的这片距离 并没有类似的存在 什么意识啊 时空啊 时流的 这小胖子并没有听得很懂 但是他知道了一点 那就是自己啊 不会受到伤害 那行 堂哥 阿婆 你们放心的去吧 我就在附近逛逛 不会走远的 小胖子话音未落 人已经跑远了 变成了意识体的存在之后 他感觉身子轻了很多 连移动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唐小宝担忧地看着小胖子 跑到远处消失 他心里啊 还有点不放心 但既然嘱咐婆 没有出言阻止 他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但还是免不了多问了一句 阿婆 那个啥 我这朋友就这样自己出去逛 他不会有事吧 我主是最强大的存在 无论他走出去多远 我主都能找到 只是找到而已吗 如果受伤呢 你主人也能生死人肉白骨不成 唐小宝在心中负匪 但也并没有出言询问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再问的话 主妇婆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是对薛雪 也就是对他主上不敬了 而且小胖子只性格跳脱 吊儿郎当 有时候会比较迷糊而已 但其实也是个成年人了 应该有分辨危险和安全的能力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主妇婆说道 好了 唐先生请尽快跟我走 我主已经等了很久了 唐小宝点了点头 跟上了主妇婆的脚步 两人在这座九十年代的中学校园中漫游着 走过长车林阴道 穿过两栋教学楼 越过宽大的操场和篮球场 最终来到了一座三层楼的建筑跟前 大门上面挂着三个金属大字 图书馆 唐小宝挑了挑眉目 记得他上高中那会儿 这中学并没有单独的图书馆大楼 而只是在教学楼里边 开辟了几层用作图书室 拥有单独一栋楼作为图书室的 至少都应该是大学校园了 没想到这座九十年代的中学 还挺阔气 主妇婆带着唐小宝 走进了图书馆烟的大厅里 顺着楼梯往上走 是一点灯光都没有 只有楼道里边的窗户 透出一点隐隐约约的昏暖天光 行走在深夜 幽静了圣人的校园之中 有一只女鬼带路 唐小宝眨了眨眼睛 并没有什么感觉 看来 这段时间的驱鬼生活 的确把自己的胆子给炼大了呀 一路沉默 主妇婆带着唐小宝 来到了顶层 也就是三楼 最东端尽头的一间阅读室里 与其他阅览室不同的是 这间房间 唐小宝从门外就可以看到 里面透出了淡淡的昏黄色灯光 房门虚掩着 但主妇婆学并没有直接推开门 而是站在门外两步之处 微微弯下腰 右手扶左胸行了一个礼 毕恭毕敬地说道 主上 唐小宝唐先生已经到了 是否现在进去见您呢 门内一阵沉默 不知为何 唐小宝的心 开始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沉默过后 门内传来一个空灵飘渺 但又十分娇媚悦耳的声音 阿晴 带她进来吧 阿晴 这肯定就是主妇婆的闺名 但唐小宝丝毫也没有理会 主妇婆叫什么名字 她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恍惚之间 竟觉得有些莫名的熟悉 这和那天晚上 初遇家耶死二代 她那难听的有如指甲 划过黑板的声音 截然不同 简直云泥之别呀 光从这声音的悦耳交柔 唐小宝几乎就能想象 这声音的主人该是怎样一位 厌绝人魂的大美人 但是 她不该觉得熟悉啊 她明明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呢 这分明就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呢 但是那种熟悉 却好像是发自肺腑 来自灵魂的熟悉 要不是唐小宝自己很清楚 自己没有精神分裂的话 她几乎要觉得 自己体内还藏着另外一个人格 而觉得这声音熟悉的 就是那个莫须有的陌生人格 一阵微风吹过 房门自动敞开了 主妇婆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前来让唐小宝先进去 唐小宝定了定神 努力压下 因为觉得这声音莫名熟悉 而产生一丝惶恐的感觉 深吸了一口气 大踏步走进了这间 诡异的阅览室 就好像迈着正步走路 就能把恐怖片变成 健康巷上的正能量主旋律片一样 不过几步的距离 唐小宝就走进了这间阅览室 阅览室不大 大概能坐六七十个人的样子 屋子里边并没有亮灯 而是在中间靠后的位置 叠了几根白色蜡烛 想来在门外看到的昏黄光线 就是来自于这几根蜡烛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诶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清醒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八十四章 在烛光之间 一张客桌上 背对着他们 斜坐着一个人 背影千细 身材婀娜 一头乌黑如云的绣发 披散在背部 发尾松松地 用发带竖起 绣发蓬松 身材窈窕 光看背影 就能够想象出 这位姑娘的容貌 到底有多美了 不知为何 一向大的咧咧 见到美女都完全不感冒 无动于衷 钢铁直男一般的唐小宝 光是看到这个背影 听到那个声音 整个人就开始 局促得不得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 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是毫不得体 手脚都不知道 该往哪放了 可恶啊 唐小宝 你给我出息一点 又不是没见过美女 只是个背影而已 至于吗你 虽然不断在心中 吐槽自己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 她依然感到 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 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位姑娘 轻盈地离开了客桌 站在了地上 转过身来 望向她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庞啊 白皙的翘脸 秀鼻樱唇 眉寒远山 双目横波 那双眼睛 仿佛永远寒拢着 缭绕着淡淡的雾气 上条的眼尾 勾勒出 获人的妩媚 看人的时候 不是直接看过去 而是慢回娇眼 浅浅地 将人给含住 令人浑身是如醉如素啊 这姑娘整个人 如月又如雪 燕之中含着 一世独立的圣洁之意 神舟仿佛 缭绕着淡淡的烟霞 孤高清冷 似乎随时都能 羽化登仙 随风而去 唐小宝愣愣地 那张脸 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她整个人都呆了 僵硬地立在那里 完全做不出任何反应 其实这姑娘啊 的确是好看 但也没有美艳斗 让人看一眼 就迈不动 步子的地步啊 毕竟 这是现代世界 经过众多帅哥 美女大明星的 视觉洗礼 已经很难再有什么 惊艳如天人的美貌了 能令人一看 就观之妄俗 唐小宝之所以 整个人都愣住 完全是因为 自己心中 那越来越浓的 莫名其妙的熟悉之感 我擦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美女我不可能见过 不可能见过呀 可又为什么 感觉这么熟悉 好像在哪见过的样子 而且 曾经是极其亲密的关系 不应该 哎呀 哎呀 拜托了 唐小宝 不要这么想好不好 这泡妹台词也太老套了吧 多少年前就没人用了呀 唐小宝在心中疯狂吐槽自己 但就是无法抑制那种 越来越浓的熟悉感 那姑娘 妙目流波 轻轻浅浅地 看着唐小宝 她目光如水 流露出几许怀念 你来了 唐小宝愣愣地看着她 下意识说道 啊 我来了 然而这几个字一说出口来 唐小宝就猛然清醒了过来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刚才 就好像被人控制住了一样 完全不经大脑就说出那句话来了 什么你来了我来了 这是什么三流小言轻电视剧剧情啊 然而那个姑娘 听到唐小宝这样说 反应却有点大 她身子轻轻一颤 眉尖若醋 定定地看着唐小宝 眼中似有千言万语 但最终却什么都没有说 而是化作一声 轻轻地叹息 唐小宝定了定神 努力将自己从那难以名中的熟悉感中 拔了出来 那个 呃 你 那啥 你就是 加椰子啊 不是 那个 不对 你就是 薛雪小姐姐 那姑娘又看了她一眼 眼中充满复杂的神色 停顿了几秒 点了点头 但她迟疑了一会儿 忽然又说道 薛雪 只是我最近一世轮回中用的名字 或许 你也曾听过我的本名 我本名叫做 宇诗灵 这三个字轻飘飘落下 却让唐小宝猛然一惊 她抬起头 紧紧盯住薛雪 或者说是 宇诗灵 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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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上古时期 摩尼国的那个 呃 那个 唐小宝 唐小宝开始 结巴了起来 宇诗灵 抬起脸 娇美的面容 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而这丝笑容 也仿佛点亮她的整张脸庞 比旁边的烛光 都更加夺目 你果然听过 只可惜 唉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宇诗灵 轻轻一叹 眉心露出了一抹忧愁 意志稍微不坚定一点的人 恐怕就能为了抹平的这些许忧愁 而上刀山下火海了 但唐小宝却是一个 对美女没啥感觉的奇葩 虽然心跳依旧很快 也对着宇诗灵 有莫名的熟悉感和亲近感 但唐大侠的意志 还是很坚定的 她努力压制住 想用手指抚平姑娘 眉心褶褶冲动 宇 宇诗姑娘 你看起来和那日我们初见 可一点都不一样啊 是因为石流的缘故吗 不错 我在石流之中 能保持最初的原貌 那日你看到的 不过是我最近一世轮回的死相罢了 唐小宝点了点头 私存了一会儿 自真俱拙 谨慎地问道 你竟然是上古摩尼国灭国起义军中的那位大巫 难怪 难怪你能够如此自如地使用大日黑天的图腾 那你约我今日在这里见面 到底是为什么 你身份尊贵 是上古时期流传至今的大人物 我可不信我这种小人物身上 能有什么值得你注意的地方啊 听到唐小宝这样说 宇诗玲又轻轻笑了一声 似在嘲讽 又似在自嘲 值得我注意的地方 他滴滴地重复了一遍唐小宝的话 语气无比复杂 但他又绝口不再提这句话了 只抬眼看着唐小宝 星空般的眸子里 倒映着这个青年的身影 宇诗玲收敛神色 又变成了那个高高在上 不是人间烟火的圣女 你已知我是模拟国巫女 但我还有另一种身份 就是石流之主 我身具操控石流 回溯时光的能力 却一朝不慎 被二百年后的妖魔之王 恶难舍主控制 迫不得已成为他的手下 恶 恶难舍主 唐小宝瞪大了眼睛 不就是被他秒杀那位 倒霉妖王老大吗 怎么最近这位反派boss 总是被Q啊 宇诗玲继续说道 我的身体被恶难舍主 打下了烙印 我说话 做事 一举一动 都被他的三千舍母 这眼监视着 唯有躲入石流之中 将意识超脱出本体 才能获得短时间的喘息机会 可以躲过他的监视 所以 时间宝贵 我接下来说的话 每一个字 你都要仔细记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定列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八十五章 唐小宝出神地看着 宇诗玲蒙着雾气的美丽眼睛 只看到那双形状美好的唇瓣 在上下开合 好像说了一些什么 但他却完全没有听到脑子里去 没办法 他有一边压制心中那股 蠢蠢欲动的熟悉感 一边忍不住的 为宇诗玲绝美的脸庞 和身姿而昔 这是雄性的本能啊 他再如何大大咧咧 再钢铁直男 也是无法克制的 所以直到宇诗玲又重复了一遍 他勉强听清 定了定神 勉强回答道 啊 啊 好的 好 我会记牢的 一边回答 一边的心里疯狂吐槽 唉 小姐姐 要记牢你说的每一个字 可是有点难啊 你的颜值 太让我分心了 这样想着 唐小宝索性直接闭上了眼睛 随着那魅惑人心的美貌 在眼前消失 他脑子立刻就清明了起来 虽然知道 给了自己强烈熟悉感的 漂亮姑娘就在身边 但没有了直接的视觉刺激 一点熟悉感 他还是能够克服的 好了 雨狮姑娘请说吧 然而雨狮林却并没有直接说正题 他只是惊讶地睁大了一双美目 看着唐小宝紧闭的双眼 唐先生 你为何要闭上眼睛 唐小宝大得咧咧惯了 看不到美女的脸 也就没那么拘束了 他笑了一下 不在意地说的 还不都是因为雨狮姑娘 你长得太让人分心了 所以我必须得闭上眼睛 不然根本注意不到 你在说什么呀 唐小宝说完这话 就很想睁开眼睛 看看雨狮林的反应 不过他还是没有睁开 因为他听到雨狮林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轻轻笑了一声 那一声轻笑声如碎冰落玉盘 极其悦耳动听 又似乎隐含着开怀 轻松以及无比怀念的意味 听到他发出这样的笑声 莫名地唐小宝嘴角 也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好像知道他开心 自己也就会开心了一样 就听见雨狮林的淡淡怀念的语气 慢慢地说道 以前你 我是说 以前也有个人 会像你一样逗我开心 在他身边 我就从来没有难过的时候 唐小宝沉默了一会儿 是唐玉前辈吗 嗯 雨狮林轻轻回应了一声 见他缅怀故人 唐小宝也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 在那场灭国之战中 他明明是先死的那个 却一直带着记忆和法力 轮回了数十万年 而曾经的爱人 却已经渺渺无踪 再也寻不到踪迹了 茫茫人海 从此商涌两格 只是他一个人带着回忆 孤独地轮回下去 这该是多么痛苦的经历啊 唐小宝沉默着 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但雨狮林显然是一个 很务实的性格 很快就从怀念中 挣脱了出来 清了清嗓子 用严肃的声音说道 唐先生是否曾用 凤天太玄俭 赠予的往生精连 去往二百年后的世界 亲手击杀恶难舍主 唐小宝愣愣点了点头 心中涌出了 无数个问题来 比如 凤天太玄俭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寄生在 他的身上 往生精连 又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激活往生精连的条件 到底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是 他还是没有打断 雨狮林 雨狮林好像看穿 他在想些什么一样 我知道你现在 心里有很多疑问 不过 凤天太玄俭 是上古神物 其诞生历史 甚至比摩尼国 还要久远 所以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为何会附着在你身上 又有什么其他效用 我也并不知晓 我唯一知晓的 是 网生精连的用法 而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也与网生精连 息息相关 你一定要仔细听 唐小宝有点紧张 郑重点了点头 其实 你在二百年后的魔都 并没有真正杀死恶难舌主 你只是击溃他的肉身 和两魂四魄而已 在你放出雷阀的一瞬间 恶难舌主 就联络了在石榴中徘徊的我 而我 也是他最终的保命绝技 他在你招来的九天雷阀之下 拼死逃出一魂三魄 并让我将这一魂三魄 送入石榴之中躲藏 同时 休养生息 唐小宝眉头微皱 就很想开口问问 为何与诗灵非得对 恶难舌主言听计从不可 而又一次的 与诗灵就像能够看出 那心中所想一般 解释道 在模拟国灭国之战中 我之所以能够灵魂不朽 带着记忆一世世轮回 其实 是受了恶难舌主的帮助 不过 他助我 却也没安什么好心 他是看上了我操控时间的能力 我当时的灵魂 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 为了活下去 为了能寻找唐玉的转世 我只能答应恶难舌主的要求 与他签订了主仆纪约 他为我治愈伤势 赐予我神奇的能力 可以 以带着记忆的生魂身份 行走在世间 并且 不被天庭地府发现 而我 我的灵魂 必须与他绑定 在他遇险时 我必须毫无保留地救他 我操控时间的能力 也将为他所用 否则 他死了 我也会死 唐小宝 会瞬间痊愈 被杀死的二魂四破 也会全部复生 他就又可以回归力量巅峰了 穿越时空来截杀 必定要杀死自己的宿敌 这样也可以的吗 作弊啊 简直就是 说到这里 与诗灵美好的声音之中 似乎带上了一丝歉意 初见你的时候 我实体存在于石榴之外 灵魂受到恶难蛇蜀的全方位监控 所以 才对你那样凶残 还对你造成了一些伤害 真是 对不住 哎 哎 小姐姐 你这说啥呢 这有啥可道歉呢 这不是当时迫不得已吗 我在你背后 打下了大人黑天图腾烙印 其实并无害处 相反 还会在你遇到邪灵攻击的时候 提供一定的帮助 并且 也能提供破除魅术和警报的功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八十六章 唐小宝点了点头 蜗牛图腾的这些功效 他的确是体验到了 唐小宝试探着问道 所以 即便我今晚不来赴约 我也不会死 宇试灵沉默了一会儿 低声说道 是 抱歉 唐小宝挑了挑眉目 算了算了 毕竟是个美女 而且她说的事情貌似 也很重要 就不跟她计较了 没事没事 不用道歉 小姐姐 你继续说 宇试灵嗡了一声 继续说道 恶难舍主 是天地间怨念 恶念的化身 寿命悠长 几乎 与你的奉天太玄俭 同时诞生 她也是二百年后 地球 被妖魔占领的元凶魁首 所以 所以我们必须要除药她 不错 但她的一魂三魄 正在石榴中疗伤 目前已经恢复了许多 很快就能生出第二魂了 只要三魂聚齐 以她的法力和位格 直接就能催生出 剩余的四魄 到那时 她就会重归力量巅峰 而且 雨时灵顿了顿 一向波澜不惊的语气里 也印流露出了一丝恐惧 到那时 她肯定会彻底将我吞噬 也会将我对石榴的操控能力 具为己有 唐小宝听出 雨时灵语气里 隐含的恐惧了 顿时 一腔豪气充满胸膛 即便她现在 还只是个小菜鸡 力量恐怕连 雨时灵的一个小指头 都比不上 但她还是对 这个上古时期的大美人 兴起了保护的念头 没办法呀 这男人保护女人 是天经地义 更何况是这样漂亮的 一个绝世大美女呢 放心 雨时小姐姐 包在我身上 我绝不会让这条老臭蛇 动你一根汗毛的 需要我做什么 你就吩咐吧 我上刀山下火海 也在所不辞 雨时灵悠悠地看着她 目光清澈如水 却又似乎包含着浓烈的感情 好像下一秒 就要一满出来一样 可惜 唐小宝闭着眼睛 根本看不到 她眼中的神情 雨时灵 深吸了一口气 压抑住心里的感情 说道 想要彻底除掉恶难舍主 首先 就要削弱她这一魂三魄的强度 并且 得在她第二魂复生之前 将其强度削弱到一定程度 如此一来 我才能有机会 使用法力强行轰击恶难舍主的灵体 进行灵魂层面的攻击 只要攻击成功 我就可以脱离主仆祭约 彻底不再受恶难舍主的控制 听到这话 唐小宝也兴奋了起来 到那时 本来就少了二魂四魄 而且也虚弱无比的恶难舍主 肯定就不是小姐姐你的对手了 就能直接被你一击毙杀了 对吧 听到唐小宝乐点点的语气 雨时灵给忍俊不禁 露出了一丝笑容 也对 对不起 真到了那时 亲手借我恶难舍主的 必须是唐先生你 如此才符合石流法则 才能确保恶难舍主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胜 哦 懂了懂了懂了 所以 小姐姐你到底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的灵魂与恶难舍主绑定在一起 所以 我十分清楚她目前的恢复情况 大约还有一年左右 也就是到了明年夏天 恶难舍主的第二魂就能复生 我们必须在那之前 彻底削弱她才行 恶难舍主老奸巨华 在上古时期控制住我之后 就借用我的能力 在石流中的众多历史节点里 埋下独属于自己的魂标 并且在每个魂标里 注入自己的些微灵魂之力 现在 恶难舍主 对自己的灵魂进行疗伤 靠的就是这些 散布在石流之中的魂标中 所蕴含的灵魂之力 但魂标并不好埋 即使几十万年过去 恶难舍主 也不过埋下了数千个魂标而已 她目前已经吸收了 大约一半魂标的力量 而你要做的 就是进入石流 在一年之内 摧毁所有剩下的 恶难舍主魂标 唐小宝听的是云里雾里 自懂非懂 这魂标是啥呀 长啥样啊 是实体还是灵体啊 怎样才算摧毁呢 是用板砖直接揍扁就行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途径呢 但问题太多 她一时间又不知道该问哪个 但是雨时灵马上为她解答这些问题 恶难舍主的魂标 与她自己一样 都是充满了戾气和怨念的邪恶存在 进入石流中的历史节点之后 肯定会在当时当地 生成力量强大的恶鬼 邪灵之类 为祸一方 所以 唐先生你的任务 就是根据往生连的指引 进入石流中的某一个历史节点 将其中生成的历鬼除去即可 一定要确认其魂飞魄散 这个魂标 才算彻底被摧毁 雨时灵这样一解释 唐小宝就得明白过来了 哦 那 意思就是 其实 要我不断穿越时空 解决各种灵异事件 并借此机会摧毁魂标 对吗 雨时灵的声音里含了一丝笑意 你如果这么理解 那也没错 可是 就目前为止 我所有的往生经年 都是戏 不是 都是那什么 奉天太玄俭发给我的 而且 第一次 我稀里糊涂就穿越了 从那次之后 那些往生经年就再也没有被激活过 而且往生经年是奉天太玄俭生成的 但只有雨时小姐姐 你才知道那些魂标的具体位置 你又如何才能将这些具体位置 放到往生经年里面 从而 指引我呢 你一向都是个急性子 我还没说完呢 你就问了一大堆问题 当你第一次 接触往生经年 会在几小时之后 直接进行穿越 但之后 若再想穿越 就必须使用特殊法门 来手动开启往生经年 更何况 更何况 我是石流之主 即使现在被恶难蛇主所控制 但石流 还是由我来掌控的 往生经年 不过是我的法力 三余石流中 催生出来的时光之花而已 只要我一年一动 就可将指引 灌入这个位面 所有的往生经年之内 哇哦 玉石小姐姐也太厉害了吧 这样看来 我的凤天太玄简 竟然以你的石之花 作为奖励 哎 这是不是说明 这上古神物 也和小姐姐 你有冥冥之中的联系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八十七章 听到唐小宝这么问 与世林的声音出现了一丝疑惑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凤天太玄简 年代太过古早 相传 是盘古开天地时 就诞生的上古神物 只听说过 他生而有灵 会自己选择宿主 至于如何选择 选择过几位宿主 就不得而知了 唐小宝敏锐地问道 那 小姐姐 你又为何会知道 凤天太玄简的本代宿主 就是我呀 与世林一顿 含着雾气的目光 从浓密牵扯的睫毛后面 探了出来 直直看到唐小宝脸上 然而他仍旧闭着双眼 与世林垂下眼睛 不再看他 这你不必管 我就是知道 很罕见的 与世林的语气里 竟带上了一丝 淡淡的腹气和不甘之感 唐小宝当然感觉到了 但他又觉得 这位小姐姐 好像莫名其妙地 有点生气 于是 就不敢再说话 招惹他了 哎哟 不管多么像 女神的小姐姐 这脾气都还是很大的呀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沉默在一旁的 主妇婆忽然开口了 主上 时间不多了 与世林猛然警醒 点了点头 他继续说的 唐先生 该说的 我都和你说了 奉天太玄俭的事情 我支支甚少 其中秘密 只能等你日后强大起来 自己去探索 至于 网生金莲的使用方法 我待会会送你一样东西 启动网生金莲的法术 就在其中 你自行阅读即可 启动网生金莲的法术 一经启用 会有72小时的冷却期 也就是说 唐先生最快可以 每三天穿一次时空 进入石榴之后 现实的时间是停滞的 也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穿越 就会在什么时候回来 不会耽误 你在现实世界里的事情 唐先生 摧毁魂标的事情 您一定要上心 恶难舍主一旦卷土重来 第一个要取的 必然是你的性命 且他部下不少 多为厉鬼邪灵 法力不下于我的 至少有五六个 我是他最信任的部下 所以 他才会将刺杀你的任务 交给我第一个去办 但我肯定不会伤害你 所以 只能在恶难舍主那里 不断推脱 可我 并不能拖延太久的时间 如果迟迟无法完成任务 他肯定也会交代 给别的厉害的妖魔 来杀你 总之 一日不出去 恶难舍主 唐先生 你就会一直处于危险之中 唐小宝文言 郑重点头 嗯 雨时小姐姐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你 就绝对不会反悔 除非我病得起不来 或者有极特殊的事情 否则 我肯定会按照 三天一次的频率 尽快去解决魂标的事情 听到唐小宝如此一说 雨时灵 悄悄松了一口气 唐小宝仍旧闭着眼睛 也正是因为他一直闭着眼睛 雨时灵才敢肆无忌惮地将目光贪婪地流连在他的身上 饱含着深刻的感情和浓郁的眷恋 主上 您得快点儿了 主妇婆再次催促道 雨时灵轻轻踏了一口气 袖子一挥 一道金光缓缓融入唐小宝的身体之中 而后 这位美丽的巫女 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子 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也没有再看唐小宝一眼 向虚空中踏了一步 随着她的脚步 空间似乎都扭曲了起来 荡起水波一般的涟漪 而雨时灵的身影 也消失在了时空波纹之中 屋内只剩下明明明明的烛火 以及苍白惨淡的老玉 主妇婆了 唐小宝还在感受那道金光 所带来的信息 金光中包含着一道法术的所有信息 直接钻入唐小宝的脑海之中 刻在她的记忆里面 正如雨时灵所说的 法术名为石之花 只要奉天太玄俭中 还有网生金连留存 她就可以使用这项法术 将法力灌入石海之中 就可以自动启动一枚网生金连 而金光中还包含着 另外一样 令唐小宝十分惊喜的东西 驱灵术 愣眼睛下卷残篇 妈蛋的 看那么久的上卷 还不知道去哪找下卷呢 却想不到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上卷驱鞋 主要是记载了摄令术 一系列的驱轨法术 下卷御灵 却又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这系统的讲解 该如何修炼 如何提升灵力的法门吗 想到这儿 唐小宝心仰得不行 几乎想立刻翻开了 仔细阅读一下 不过她还是察觉到了 与石灵小姐姐 似乎很久都没有说话了 这个不太寻常啊 于是她将眼睛悄悄 睁开了一条缝 却只见眼前阅览室 空空如也 只剩一地烛火 与石灵却早已消失 方宗遥遥 依人已去了 卧槽 这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吗 好无情啊 唐小宝难难地念叨着 心中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惆怅和失落来 然而还没等她继续失落下去 眼前就出现了一张 面无表情的老太太脸来 正是主妇婆 我 阿婆 你不要突然出现好不好 会吓出人命的呀 唐小宝被吓了一跳 往后倒退了三步 阿婆 你咋没和你主子一起走啊 主妇婆音策策地说道 我要是走了 你和你朋友怎么回去啊 哦 也是啊 唐先生 不是还有事情 要在这十八钟就职调查吗 现在 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 还有几个小时 这天就要亮了 到时候人多起来 虽然我们不会被人看到 但调查鬼满桶之事 恐怕 也不会太方便了 哦 对哦 还有鬼满桶的事还没查呢 差点就给忘了 唐小宝一拍大腿 事不宜迟 这就开始调查吧 他转身就往阅览室外边走 主妇婆跟在他身后 而阅览室里那一地昏黄的蜡烛 也渐渐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唐小宝一边走 一边问道 阿婆 你要不先去找找小胖子 别让他到处乱跑了 让他回车里等着吧 我自己调查一下 调查完了就去校门口和你们会合 知道了 我们等你到天亮 天亮时 若你还不出现 那我们就自己走了 没问题 我肯定天亮之前就调查完 唐小宝说这话的时候 两人刚好下楼走出了图书馆 主妇婆点了点头 转身往校门口处走了过去 唐小宝则转身 往篮球场的方向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定月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八十八章 不知是不是由于石榴之主 宇世玲的离开 这片三十年之前的夜空 逐渐就恢复了清澈 浓云渐渐散去 露出了云朵背后的月亮 现在似乎正是农历望月的晚上 一轮圆月将明镜的月光洒向大地 树影在夜风中轻轻浮动 发出沙沙的声响 下虫不断鸣叫 偶尔也会传来野猫的叫声 即便是夜晚 人间也是这样生机勃勃 在这样的校园夜景之下 唐小宝变清了方位 很快找到了学校的南边 在这里果然有一个篮球场 仅靠着一堵砖石砌成的墙壁 不过这段墙壁并不是单纯的墙壁 它仅挨着一个小土丘 这丘上稀稀拉拉长了一些树木 这丘顶还有一个小小的亭子 站在亭子里面 可以俯瞰大部分校园的景象 与其说是墙壁 倒不如说是用砖石将裸露的山体 给包裹了起来 唐小宝眯着眼睛观察了一下地形 这段墙依山势而建 整体成一个较大的坡度 他忍不住心想 这家伙气得 感觉这下雨天很为发生山体滑坡呀 再回头看看这座篮球场 面积也并不大 只有一左一右两个篮球架子 你的经历过那座大的篮球场 要小了不少 但这里盛在僻静 这下课之后 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打打球 还是很不错的 唐小宝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快要凌晨三点了 调查马白腾的事情啊 还不知道需要多久 还是尽快开始吧 唐小宝想着就开启了阴阳眼 黑白世界瞬间降临 这附近竟然有不少心思的死魂在游荡着 仔细看去 他们的死状大多都是脑壳破裂 鲜血和脑浆糊满了一连 有的胳膊头也都断了 搭了在一边 随着死魂们飘来荡去的动作甩来甩去 一看就是被重物给压死的呀 原来这里还真的经常发生山体滑坡啊 唐小宝吐槽了一句 而后也让墙体走动 一边让阴阳眼仔细探视墙体和山体的内部 清心觉进入到第七层之后 他的阴阳眼似乎也发生了质变 不只能够看到鬼魂 似乎还具备了透视的效果 当然了 这透视的效果呀 并不是强制开启的 而是只要唐小宝心念一动 才会在他想要透视的目标物上开启透视 清心觉惊天白天 才刚刚进入到第七层 唐小宝也是坐火车来咕嗦的时候无聊 偶尔开了一下阴阳眼 才发现这个新功能的 刚发现透视功能的时候 身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他还暗磋磋地盯着好几个漂亮妹子 看了个爽 但是现在啊 每当他一动这种歪念头的时候 这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雨时玲的眼睛来 那双仿佛永远含拢着雾气 却又像星空一般璀璨明亮的双眼 一想到雨时玲 唐小宝就自然而然地 对自己的心里的歪念头 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仿佛干了什么 对不起雨时玲的事情一样 哎呦我擦 唐小宝你怎么这么舔狗的吗 他只见了人家雨时小姐姐一面 你就要主动放弃 身为男人的福利了 唐小宝在心里骂了自己恩惠 奈何呀 这种舔狗心理 仿佛在他心里生了根 还发了芽 他现在甚至觉得看看小电影 手冲一下 那都是罪过了 唐小宝摇了摇头 把脑海里这些不合时宜的想法 全部驱除 仔仔细细地继续查看 这堵南墙的情况 然而 他走了好几个来回 都没有在这堵墙里边 发现任何异状 没有徘徊不去的怨魂 没有执念身中的厉鬼 也没有邪恶恐怖的地腹灵 整座山体里边都是干干净净 这不是什么校园鬼坛里的场景 也不是什么建在乱葬岗上闹鬼学校 除了因为山体滑坡 意外死亡这几个死魂之外 什么异常都没有 就是一座干干净净 十分正常的中学校园 唐小宝就点纳闷了 不应该啊 如果这里完全正常 那马白腾又怎么可能梦到这里呢 而且还是平凡地梦到 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 唐小宝糟心地沿着墙体 又走了好几个来回 甚至还用十三太宝 横练第五层富裕特的绝佳身手 直接踩着墙登上了土丘 去那座亭子里边还看了看 都没有任何异状发现 折腾了好一会儿 这眼看就快四点了 唐小宝还是一无所乎 现在是夏天 天亮到早 再过四十分钟 到了四点半 天哪就该蒙蒙亮了 他就得结束调查 去和主妇婆还有小胖子会合了 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觉得心好累啊 索性一屁股 坐在亭子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俯瞰着校园 那几个死魂 依然在墙体附近游荡着 面目呆滞 唐小宝就点奇怪 怎么地府老哥们 还不来收了这几个死魂呢 难道是姑苏这一块的 地府公务员待遇不好 一个个都特别消极待工 这想了一小会儿 唐小宝又觉得自己想明白了 这里毕竟是三十年前的十八宗啊 这些死魂也都是死于三十年前的 自己现在只意识投影 这些死魂说不定也是死魂的意识投影 而真正死魂本体恐怕早就已经被鬼差们带走了 唐小宝煞又借着点了点头 觉得自己的推理应该是没有错的 但是忽然之间 他身体猛得一僵 脑子里仿佛电光火石般地滑过了什么东西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妈蛋的 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居然一直没有反应过来 唐小宝忍不住拍自己脑壳一下 暗骂自己傻逼啊 这里是三十年前的姑苏 而小猩猩却死于三十年后 现在这个时候 只怕小猩猩还出于他的上一世 都没有轮回转世呢呀 而在县世 老十八宗就职已经消失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记下这段南前的精确经纬度 而后回到三十年之后 再找到那个经纬度所指示的地点 重新开始调查 那就没错了呀 一想到这儿啊 唐小宝一阵兴奋 一轮轮坐了起来 登登登地跑下山丘 跳南墙底下 掏出手机 点开常用的地图APP 记录下了这里精确经纬度数值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呀 唐小宝得意洋洋地收起了手机 就打算往校门口那边走 去两位同伴会合 然而他刚迈出一步就忽然僵住了 似乎看到了极为可怖的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八十九章 唐小宝僵硬地站在那里 眼睛直愣愣地盯着 不远处漂浮了一个死魂 那个死魂 也是被山体滑坡 砸烂了半个脑袋 左手和右腿也都断了 搭拉着一晃一晃的 但这个死魂 只是左半边脑袋被砸烂了而已 右半边脑袋还算完好 可以看得出头上扎了一个麻花辫 身上也穿着一条 那个时代流行的花布连衣裙 是一个年轻的少女 生前应该就是老十八中的学生 但所有这些都很普通啊 并不足以震惊到唐小宝 真正令她震惊的 是这个少女死魂的样貌 从她生下右半边脸来看 这少女细眉大眼 鼻子直挺 嘴巴小小 形状美好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可是 她右眼角下边 有一颗明显的肋质 更为这张脸增添了几分风情质感 可是她的五官 虽然很有些不同 但唐小宝依旧能够看得出来 这女孩长得很像那个鬼曼童小星星 换句话说 如果小星星长到这个少女的年岁 就算不是完全一样 但至少也会和这个少女死魂 有七八分相似 唐小宝整个人都有点不好了 她全速运转起自己被众多小说电视剧熏陶过的脑洞 努力地思考着 童年时期 在世玄道长那里受过的玄学基础教育告诉她 人在转世轮回的过程当中 但凡没有落入畜生道 草木道 只要转生投胎还是人的话 由于灵魂始终不变的缘故 转生的人的容貌 多多少少都会与上一世有些类似 好吧 不是有些 而至少会有七八分的相似 而有些时候 甚至会有全然一模一样的转世 当然了 这得投胎成一个性别才可以 那么再把目光转到面前这个死魂的身上 诚然 世间不同灵魂的人 这相貌相似者也有千千万万 更几乎完全一样 可是偏偏 马白藤梦到的是这里 而唐小宝又在马白藤梦中梦到的地方 遇到了和马白藤洋女鬼曼童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少女死魂 这会是个巧合吗 会不会刚好是一个陌生的死魂 灵魂完全不是小星星 而只是相貌和小星星极为相似呢 当然了 也不无这个可能 但是唐小宝认为 这种可能的概率极低 低到趋近于零 可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唐大仙想到头吐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唯一能确定的一点就是 这个少女死魂 绝对是鬼曼童小星星的上一辈子 小星星上一次 恰好死在老十八中的山体滑坡之下 这辈子又成了马白藤的养女 而马白藤也刚好在三十年前 在老十八中读的书 要说马白藤不认识小星星的上一事 打死唐小宝都不信 妈的 看来这位马首富 恐怕是还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本大仙啊 唐小宝眯起了眼睛 缓缓点头 他现在已经完全对这些鬼魂啥的 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了 所以他信不走进那个少女死魂 仔细查看她的身上 如果她真的是因为山体滑坡而死 那还则罢了 可如果她死于其他原因 而后凶手为了掩人耳目 就将她的尸体带到了 即将发生山体滑坡的南墙之下的话 那样的话 这少女死魂身上 绝对会有其他的致命痕迹的呀 唐小宝到死魂走了好几圈 用阴阳眼自带的透视功能 检查了好几遍 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这死魂的身体和脑袋 都被砸了了一小半 但在她还算完好的另一半身体上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致命伤啊 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毕竟自己不是法医专业的 只能是粗略地看一下而已 如果是一位法医在此的话 或许能够看出更多的线索来 而且这毕竟只是一个灵魂而已 而且还是意识投影状态的死魂 唐小宝作为一个活人 即便也是意识投影状态 却依然无法碰到死魂 她的身体会直接从魂魄里穿过去 所以就更加无法仔细地研究 这魂魄体表的细微伤痕了 唐小宝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啊 恨输到用时方恨少啊 而此时时间已经逼近四点半了 天空已经不再是深成了藏蓝色 而开始变成蓝宝石般的深蓝色了 天即将大亮 唐小宝又看了一眼少女死魂 觉得此地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研究的了 就迈开大步 朝校门的方向直奔而去 十三太宝横练进入第五层之后 唐小宝的移动速度啊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她感觉自一直轻轻迈动双腿 普通的不服而已啊 却已经能够跑出小汽车的速度了 至少也得是二三十公里每小时那种了 而她现在的身体强度 也足以帮她抵挡因高速移动而带来的风阻 憋闷与其他不适感 总之 她觉得自己是一切正常 就好像在慢跑一样 但实际上已经是汽车的速度了 这校园也不大 不到一分钟 唐小宝就跑到了校门口 传达社灯已经灭掉了 里边的门卫正在直门这小床上打着呼噜 看到一半的武侠小说 倒扣在窗前的桌子上 唐小宝直接穿过了高大的铁栈蓝校门 主妇婆和小胖子已经坐在兰博基尼里面 见唐小宝跑了出来 主妇婆还按了一下喇叭 示意了一下 刺耳的鸣笛声立刻响了起来 唐小宝就是一机灵 下意识看下传达社里的门卫 门卫还在熟睡 对啊 包括这个超跑 他们所有发出的声音 这里的一切生物都听不到 也感知不到 唐小宝打开车门 这回啊 他没有选副驾驶 而和小胖子一起坐在了后座上 主妇婆没有多说什么 直默默发动了跑车 淡淡地说道 我们要在石流之中 向后穿梭三十年 车内时间 大约是三个小时左右 你们可以再休息一会儿 唐小宝撇了一眼 看到主妇婆那只干枯苍老的右手 好像要伸向音响按钮 顿时一个机灵连忙陪笑的 那 那啥 阿婆 咱回去的路上就别放音乐了行吗 我刚调查出一些事 我想和我朋友商量一下呢 主妇婆抬起眼睛 在后视镜里边 阴测测地看了他一眼 不过到底还是收回了手 没再播放那要人命的重金属音乐了 唐小宝常常松了一口气 小胖子暗暗给他比了一个大拇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九十章 兰博基尼跑车 轻弱无误地 在公路上飞速地滑动了起来 车窗外的景物飞逝 然而天空却始终 维持着萌萌亮的状态 没有任何变化 也许是因为 他们已经驶落石榴之中的缘故吧 小胖子虽然在姑苏城里 逛了大半个晚上 但神采奕奕 一点疲惫的感觉都没有 明显是兴奋的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 之前在车上 就已经睡足了 诶 唐哥 唐哥 快跟我说说 你都发现啥了呀 唐小宝 看物竞那屁颠屁颠的样子 就很是不顺眼 在他脑门上 轻轻弹了一个脑崩 这才说到 兴奋什么 坐好了 老实听我说 小胖子连忙正金危坐 唐小宝就把自己 在篮球场南墙下边 发现了东西 定位了精确的精纬度数值 以及发现了少女死魂 都跟小胖子说了一遍 当然了 他并没有放低音量 也是比较信任主妇婆 所以主妇婆 也从头到尾跟着听了一遍 物竞同学听得满脸严肃 皱着小胖脸 仿佛在苦思冥想 唐小宝 颇点期待地看着他 在唐小宝看来 这小胖子 虽然法力低微 但毕竟是通灵黑客气的大佬 学计算机的 那肯定智商上 是没啥问题的 不仅没问题 还属于高智商的一拨人 所以 他一无一时地 把刚才的情况 都跟小胖子说了一遍 也许小胖子 能有什么新的见解呢 然而 小胖子皱着胖脸憋了一会儿 憋出了一句话来 呃 唐哥呀 那啥 那小姐姐 长得好看吗 嘿嘿 滚 哎呀 唐哥 你看你老苦这一张脸 我这不是想活跃活跃气氛吗 活跃你妹呀 活跃 你脑僵子搅和了这么久 哦 就想出来个这 那怎么可能呢 我也是想了一些 有介绍性的问题好吧 嗯 比如呢 呃 唐哥 你想过没有 咱们都并不清楚鬼曼瞳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在被人炼制成鬼曼瞳之后 这灵魂还有没有 自己的意识 就算有意识 那能否有自主行为能力呢 也是个未知数啊 马首富做那些个梦 梦到那堵墙 真的就是鬼曼瞳给他拖的梦吗 如果是炼制鬼曼瞳的人 自然入梦类法术 制造陷阱 那该怎么办呢 唐小宝一条眉毛 倒是有点惊讶了 小胖子问的这个问题啊 还真是很有建设性的 毕竟唐小宝自己 也曾想过这个问题 可惜这两天事情太多了 刚才和雨师小姐姐 对话的时间太紧 他也没来急问 小姐姐是否知道 鬼曼瞳的情况 至于城隍老哥那边 他倒在通灵号上 留言询问了 但也许了城隍太忙了 还没有回复他 嗯 这看来有机会啊 他得尝试一下 添加更多神仙好友了 想到这儿 唐小宝忽然看向主妇婆 问道 阿婆 请问您知道 鬼曼瞳的情况吗 主妇婆在后视镜里 看了他一眼 知道 唐小宝一喜 他又问 那 您可以告诉我们吗 主妇婆又在后视镜里 又翻了他一眼 沉默了半晌 就在唐小宝以为 他要拒绝的时候 主妇婆终于开口了 你们 应当知道 东南亚一带流行的古曼童 是以十岁以下身故的孩童骨灰为主料 在附云七个不同地方的坟头土 以及七个不同地方的乙穴土 在炼制上七七四十九天而成的小鬼 是为善鬼 可以保佑家宅 招财尽宝 只要主人前程 一心向善 那古曼童 可保护主人一生一世 唐小宝和小胖子连连点头 古曼童这属于玄学的基础知识 他们当然都是知道的 然而主妇婆却忽然挑起唇角笑了笑 本就惨白苍老的脸 这么一笑啊 更显诡异阴森 其实 这鬼曼童和古曼童相差并不多 所不同之处在于 古曼童用的只不过是寻常意外深谷的 孩童骨灰 而这鬼曼童用的嘛 则必须是尚一世横死 且这一世 又被下了降头的女童骨灰 他这句话说得阴森无比 加上 他说这句话的可不内容 唐小宝和小胖子对视了一眼 都感到了一丝寒意 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啊 上一世横死 那错不了的 看来我的推测没错 那个南墙下徘徊的少女死魂 果然就是小惺惺的前世 而且 她是被山体滑坡砸死的 也符合横死这一条件 唐哥盛名 唐哥威武 小胖子一如既往的 狂吹彩虹屁 然而主妇婆却冷笑了一声 又在后视镜里边 悠悠地看了唐小宝一眼 唐先生果然聪慧 不过 你还是料错了一点 你们说的那个女孩啊 上一世 绝不可能是因为山体滑坡 这种意外而死的 哈 阿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也曾怀疑过那死魂是被人所害 但我在她身上并没有找到可疑的伤处啊 或者 你是说 她是中毒而死 而且被山体滑坡砸死 这怎么就不是横死了呢 横死和横死 也是有区别的 我并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女童上辈子是如何死的 但我知道 这鬼满童一旦练成 回去纠缠的 只有上辈子 杀死她的凶手 一人而已 她此言一出 车内顿时一片寂静 鸦雀无声 唐小宝和小胖子全部都呆住了 患赏 缓缓对视里 两人都仿佛听到对方脖子传来的喀巴喀巴的声响 小猩猩化作的鬼满童 纠缠的正是 疼爱呵护她如掌上明珠的养父 马白藤啊 难道是马白藤害死了上一世的小猩猩 这 这其中 肯定有误会吧 会不会是 鬼满童受到恋化她的人控制 所以改变了纠缠对象 唐小宝勉强解释道 她对马首夫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主妇婆在后世的境里 用那双阴森浑浊的老眼看着她 冷笑了一声 这鬼满童虽手之于人 但纠缠害死自己上辈子的凶手 那是其本能哪 不会为任何力量所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九十一章 唐小宝和小胖子面面相去 都非常震惊 唐小宝似乎还想抢救一下 奇奇哀哀地问道 那 那也有可能是无心之过 比如凶手并没有故意想要杀他 只是 不小心碰了他一下 然后 没注意 刚好把他撞到一块大石头下面 山体滑坡 把石头冲了下来 就阴差阳错地把他砸死了呢 唐小宝这番话说完 主妇婆还没有搭枪 小胖子就先用诡异的眼神看他了 唐哥 你对这个马首妇还真是真爱啊 这么费劲给他开脱呀 滚 唐小宝百忙之中骂了他一句 而后又立刻眼巴巴地 从后视镜里边 看着主妇婆的眼睛 主妇婆似乎也感到了他的交集 竟然破天荒 没有用阴阳怪弃的嘲讽语气 直微微叹息了一声 从后视镜里看着唐小宝 缓缓开口 唐先生 老身在这儿 也不与你打哑谜了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 归根结底 也是意外之词 并不能算作是凶手有心害人 而据我所知呢 这鬼满桶 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的 他们的上辈子 全都是被有心人谋害之死 下辈子 下辈子变成鬼满桶之后 就会依寻本能 前去纠缠上辈子 害死他们的凶手 不死不休啊 唐小宝 半张着嘴 表情是暮暮呆呆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显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不得不说 一直以来 他都十分敬佩 马白腾白手起家 打下了这么一片 商业帝国的本事和能力 在与马白腾本人成为朋友之后 他就更是为马白腾 凭一切人的态度而心折 再加上马白腾虽然富可敌国 但是依旧对自己的妻子 忠贞不渝 对和自己一点血缘关系 都没有的养女 也是呵护被治 视如己出 这样一个男人 就可以称之为完人了 其实 别看唐小宝现在这样 但是他内心深处啊 一直想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想成为一个这样成功 而且近乎没有缺点的男人 一直是他深切且卑微的希望 他对谁都没有提起过 连他的母亲和士玄道长 也没有说起过 他害怕一说出来 别人会嘲笑他 就你这样 连高中都没读完的社会下酒流 还妄想成为全国首富 所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马白腾算是唐小宝的人生偶像 还是那种白臂无瑕 浑身都是闪光点的偶像 而这种前一世里的粉丝心态 在和马白腾有了私下朋友关系之后 就更加加重了 而这也是为什么 刚才唐小宝拼了命的 为马白腾想理由开脱 而在发现实在无法开脱的时候 又遗落千丈 如此失落 心态都要崩了的原因呢 小胖子没有理睬 失魂落魄的堂格 还在跟主妇婆咨询 有关鬼曼童的问题 要我说呀 这鬼曼童也太奇怪了 小胖子不知道从哪摸出了一块 皱巴巴的巧克力 一边啃一边说道 嗯 这鬼曼童都是年龄十岁以下的孩子 而且还必须是生前被下了降头的 那简直横子里的战斗死啊 这死法凶得不能再凶了 结果成了鬼之后 反倒不去追杀杀自己这辈子的凶手 反而去追杀上辈子的凶手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主妇婆在后视镜里 送他一记阴瑟瑟的眼刀 沙先生 你这可就想得不对了 鬼曼童之所以会成为鬼曼童 不正是因为他生前下降头的降头师的炼化吗 这降头师既然有意炼化鬼曼童 又怎会做萤火烧身之事 那肯定是降头师 那肯定是降头师与杀死鬼曼童上辈子的凶手 有仇啊 但是又无力亲自去寻仇 所以才会特意炼化鬼曼童 前去害死仇家的 说到底呀 这鬼曼童 也是人为炼化 并非是天然星成 而所有人为之事 都是有目的的 小胖子听得似动非动 半张的嘴点了点头 巧克力肯得乱七八糟 满嘴都是褐色 宛如吃了香一样 而另一边 唐小宝总算是回过了神来 虽然心情还是很低落 但是已经从负面情绪中拔了出来 他深深叹了一口气 打算还是回去之后联系马白藤 见个面 亲自询问他一下 不过 无论是客观上要完成任务 还是主观上他自己的感受 他都必须要着马首富问清楚 哎 妈的 就好像我是个被马首富 使乱中期的怨妇一样 唐小宝带着苦笑 在内心自嘲了一下 车内恢复了安静 小胖没什么新事 只知道吃零食 然后继续像看西洋井一样 到处把这超跑的各种炫酷内饰来研究 而唐小宝和主富婆 则是各怀心事 再也没有说话了 小胖子渐渐又睡了过去 余下的二人都始终没有继续交谈 在一路沉默和物件的呼噜声里 兰博基尼风驰电掣 回到了三十年后的姑苏火车站 下车之前 主富婆回头看了唐小宝一眼 浑浊的眼中闪烁着阴森的光芒 唐先生 不要忘记我主交代的事 那也是关系到你自己的身家性命的 唐小宝是真的有些累了 再加上心情有些波动 就有点烦 他当然肯定不会违背 对宇诗玲小姐的诺言呢 那可是宇诗玲小姐姐呀 但也没必要这样一遍又一遍的提醒吧 就好像他长得像一个撒谎精一样 但他还是努力的把情绪往下按了按 沉生的 阿婆 不用担心 也无需一遍遍嘱咐 我唐小宝虽然落魄 但还是很看重性欲的 主富婆看了他一眼 也不置可否 只点了点头 下一秒 兰博基尼就凭空消失了 而唐小宝和小胖子还保持了坐姿 然而屁股下边的座椅直接消失了 这兄弟俩直接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 幸好这里还是他们之前上车的地点 在停车场边缘 较为僻静的角落 倒是没有人看到他们这样凭空出现 也没人看到他们摔了个屁股蹲 是的 就如同宇世林所说的 当他们进入石流之后 现实世界的时间是停滞的 他们上车的时候还不到晚上九点 而他们现在回来了 也依旧是他们上车的时间点 不远说站台和购票大厅 还是灯火通明 人来人往 一众的黑车司机在四处懒活 毕竟对于姑苏这样一个 还算大型城市来说 晚上九点并不是一个多么晚的时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九十二章 唐哥 接下来咋办呢 还咋办咋办 唐小宝语气消索 有点异性阑珊的感觉 啊 唐哥 你刚才在三十年前的南枪根底下 不是记了一个经纬度位置吗 咱们现在赶紧去那个位置 看看能不能挖开 兴许就能找到鬼满腾的尸骨了呢 早解决早了事了呀 唐小宝撇了撇嘴 看了他一眼 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 洗什么 离这个任务的截止日期还有八天多呢 放几天 马白糖也死不了 唐小宝有点破罐子破摔了 小胖子就不敢说什么了 小心翼翼的瞅了他一眼 大着胆子问道 唐哥 你 你还纠结马首富 涉嫌杀人那件事的 你咋对他这么上心呢 你该不会是 说着小胖子就伸出了一根手指 然后比了一个弯曲的姿势 滚犊子 老子如假包换的太和精直男好吧 唐小宝气急败坏 一巴上拍在小胖子脑袋上 把孩子拍了一个裂去 唐哥 你别当真 我这不是看你不开心 想活跃一下气氛吗 咱们今天也知道他差不多了 去吃顿好的 早点回去休息 天要是塌下来 也明天再说吧 唐小宝点了点头 望了一眼灯火炫烂的车站 低声说道 也好 而且据我目测 那个位置应该是在 购票大厅内部 正是人最多的地方 现在那里肯定人挤人 人挨人 去了咱们也没办法做什么 小胖子闻言就是一愣 啊 那咋办呢 唐哥 那购票大厅可是24小时都有人呢 而且还有监控 就算他能凿开大理石地面 也躲不开监控啊 唐小宝没什么表情 一边往外走 一边说的 管他呢 反正今晚啊 咱好好睡一觉 明天白天再说吧 大不了用障眼法 正打光明的进去调查咯 对啊 我都忘了唐哥你是障眼法高手了 俩人就这样有一搭没搭的闲聊着 走出了停车场 去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前往南都的车票 连夜赶回了南都 抵达南都火车站之后 俩人又叫了一辆网约车回去城中村 毕竟已经快要到午夜零点了 公交地铁都停运了 就算网约车再贵 也只能硬着头皮坐了呀 俩人早上离开这间窝居 晚上将近凌晨再回到这里 看似好像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经过加班的一天 但实际上这俩人 尤其是唐小宝 却经历了无数次闲死还生啊 险些把命给丢掉 又离奇地来了一场穿越时空之旅 去三十年前旅行了一趟 对于现在俩人来说呀 整个人就好像过了好几天那样累 回到家里 两人草草刷了牙 洗漱了一番 就上床开始呼呼大睡 意识模糊之前 唐小宝阴沉了一张脸 想着 明天呢 一定要去杂货店 买一面新的洗脸镜 现在这面被换你那 分身的黑气给搞碎了 实在是太难看 也太晦气了呀 一夜无画 这到底是年轻人 再加上十三太宝 横练和清音爵的辅助 唐小宝的体力恢复得很快 又急夜湿湿的睡饱了一觉 早上醒来之时 只感觉神清气爽 神蛮气足啊 就是鸡肠碌碌 感觉自己饿得可以摔一头牛去 唐小宝看着手机 才刚到凌晨七点 小胖子的憨声从外界不断地传了过来 唐小宝就走去卫生间提脸刷牙 从衣柜里边取出了一件新的大T恤和大裤衩 穿在了身上 就出门去买早餐了 唉 这小胖子可老有福了 来之后也没出太大的力 就在我这里蹭吃蹭喝蹭住的 不行 等以后见到世玄那老头子 一定要加倍把食宿费给讨回来才行 唐小宝嘀咕着下了楼 走出城中村 去熟悉早餐铺子 买了肉包子和热豆浆 又去了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 买了一面洗脸镜 外加一些日用品 懒懒散散地往回走 就在他快要走到城中村入口的时候 他的脚步忽然顿住了 他愣愣地看向前方 前方是一位姑娘正在散步 长长的黑发垂直腰际 尾端被一条雪白的发带轻松竖起 穿着一袭白裙 轻轻悄悄地行走着 这远远看去 身上仿佛缠绕着烟霞 雨 雨失灵小姐姐 唐小宝一阵激动 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激动 但还是感到心头一片火热 身体直接不受大脑控制 快步地走了过去 同时还伸手拍来拍人家姑娘的肩膀 雨 雨失小姐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随着他的动作 人家姑娘回过头来 一双大眼睛 莫名其妙地瞪向唐小宝 你谁啊 拍我干什么 啊 对不起啊 认错人了 当然又是喜闻乐见的认错人剧情啊 那姑娘长得也是俏丽灵动 单论相貌美丽程度 和雨失灵也差不了多少 但在戴了八十六米厚滤镜的唐小宝的眼睛里 这姑娘的样貌 仅是给雨失灵提携都不配 她失望地放开手 草草道了一声欠 掉头就走 毫不留恋 然而 她却没有留意到 那个身材和雨失灵极为相向的姑娘 目送了她的背影 眼里闪过了一道诡异的光芒 唐小宝回到住处 叫醒了小胖子 把那份早餐丢到她身上 没好气地说道 喂喂喂 赶紧起来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今天还有正事要干呢 小胖子被早餐的香味给刺激醒了 眼睛都没睁开 就开始抱着包子啃了起来 一边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嗯 今天又干啥事 唐哥 去魂战用障眼法 调查情况嘛 唐小宝嘿嘿笑了一声 从自己卧室里边 拿出了一个木盒子 马白腾的事情先缓一缓 今天我可是有重要任务交给你的 啊 啥任务啊 唐哥 唐小宝挑了挑眉 拍了拍盒子 哥哥我要功力大劲了 你当然得负责 给我护法肩打下手了 小胖子也注意到这个盒子 啃着包子就凑了过 过来 这是啥呀 唐哥 唐小宝嫌弃地看了脸小胖子 游乎的嘴巴 把它轰远 去 你先去收拾一下厨房 把那个铁锅放到燃气灶上 然后再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九十三章 唐小宝一边哒啦啦地吩咐他 一边还赶鸭子一样地挥了挥手 小胖子老大不情愿 嘟囔着进了厨房 唐小宝则有些兴奋地打开了盒子 自从城隍老哥把这礼物交给他之后 他还一次都没有打开过呢 随着盒盖掀开 里边的东西也呈现在唐小宝面前 盒子内部分为三个区域 共有三个小小的透明水晶瓶 最左边的瓶子里边是某种溶液 溶液里有一双黑色的眼睛 在那不明成分的溶液之中 这对眼睛似乎还保持着活性 当唐小宝盯着他们看的时候 几乎会有他们在冲他眨洞的错觉 这应该就是那一对一年生的攻击眼睛 中间的小瓶子里边则是一种泛着银色金属光芒的黑色粉末 这黑色粉末却泛着银色金属光芒 这本身就是很难想象的一种奇怪颜色搭配 但是在唐小宝的眼睛里却显得无比和谐 那银色金属光芒 更是有一种月华的璀璨之感 看来这应该就是二两月文贝贝壳磨成的粉末了 最右侧的小瓶子里边也是装了大半瓶液体 这瓶液体看起来泛着淡淡的粉色 样子平平无奇 倒是三样东西里边看起来最普通的物品了 应该就是三两个根枝了 不过唐小宝却皱起了眉头 这三个水晶瓶都是一样大小 一样容量 不过和他的食指一边长 大约有女人用的口红管那么粗 这三样东西加起来 哪怕把用来浸泡攻击眼睛的容液一起倒进锅里 怕也不过只能占据锅底的一小块地方而已啊 就这点东西要煮整整一个小时 分分钟煮开好吗 别说煮开 甚至很可能分分钟煮干蒸发呀 这真的不用再加点水吗 城隍老哥 然而现在再联系城隍老哥也没用了 唐小宝啪了一口气 虽说服用魂珠提升实力 似乎并不急于一时 但经过昨晚回到三十年前这件事情 又间接了解到马白腾曾是一名杀人凶手 他心中啊 就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鬼漫童事件 恐怕在难度和危险性上 都要高于地腹灵 幻宁主导的烂尾楼连环自杀事件呢 毕竟 对于解决烂尾楼自杀事件 系统只给了七天时间 但解决鬼漫童事件 系统却整整给了十天时间 这当然也是因为 这两个任务在时间上有所重叠 但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 鬼漫童事件比地腹灵事件更加危险 唉 不知道解决了鬼漫童事件 系统会不会再奖励给我一枚 网生金莲呢 唐小宝现在已经累积了四枚 网生金莲了 原本以为这玩意比较没用 一直都用不到 居然就累积了起来 但现在看来 这个玩意竟然还是稀缺货呀 嗯 为了完成 与诗林小姐姐的心愿 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小命 更是为了彻底除掉恶难舍主 拯救二百年后的地球 以后可得注意 多收集网生金莲了 唉 记得与诗小姐姐说过哈 这网生金莲是他的法力 遗落在石流之中 催生出来的石之花 那也许 网生金莲 也有除了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之外的 获取渠道啊 唐小宝有一搭没一搭的发散思维 想着 冷布房杀物性的大脑袋 一下子凑了过来 瞪着盒子 惊讶地说道 卧槽 这是啥东西啊 唐哥 怎么还有一对眼睛啊 好恶心啊 唐小宝没好劲地拍了他大头一下 这就是哥哥我待会儿要吃的东西 吃了之后呢 我就要飞升成仙了 你可得好好给你哥哥我护法 知道吗 那感情好 唐哥你飞升了之后 也别忘了带着我这鸡犬一起升天呐 狗富贵 无相望 唐小宝原本沉重的心情 到底啊 被这火宝给逗笑了 拍了他脑袋一把 笑骂道 行了行了行了 我待会儿要服药 不知道会不会对外界有什么影响 你先拿着钥匙啊 躲到楼外边去 等个十分钟 看没什么动静再回来就行 小胖子就是一愣 刚想拒绝 唐小宝却立刻说道 赶紧去 这药我是非吃不可的 要是真有什么危险 你在外边察觉到了 也能赶回来救我 可若是你也在我旁边 被波及到 那咱俩 就真的要交代在这了 小胖子嘴巴一扁 却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反驳理由 只好拿着钥匙 擦了脚步 走出了房门 唐小宝一直站在窗边 盯着楼下 看着小胖子 真的离开这座山层小楼 才点了点头 回到厨房里边 开始熬摇 他在脑海里说道 系统 立刻取出魂珠 昨天 地府天团离开之后 他就已经把魂珠 重新存入了 系统保险箱内了 魂珠已从系统保险箱取出 请查收 下一秒 唐小宝手中就多了一颗 鸽子蛋大小 温润圆滑 保光熠熠的半透明珠子 煤气灶上放了一口 小小的牛奶锅 唐小宝打开燃气 点着了小火 又看了一眼盒子里边 少得可怜巴巴的那点东西 到底还是叹了口气 硬着头皮 把那攻击眼睛 月纹被粉末 割根汁 连带着浸泡攻击眼那点液体 一股脑子都倒进了锅里 果然 即便是很小的牛奶锅 这些东西 也只不过占据了锅底的一小部分而已 唐小宝摇着头 把那枚浑珠也放进了锅里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浑珠一入锅 一接触到那三样药材组成的液体 几乎是瞬间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融化 变成了乳白色的闪烁着流光的液体 这容量也十分可观 几乎充满了大半个牛奶锅 与此同时 在浑珠完全融化之后 牛奶锅里 竟然渐渐飘出了一种 十分浓郁的 难以名状的 阴魂不散的臭气 卧槽 啊 他妈的 这是什么玩意儿 洗脚水还是化粪池 臭豆腐也没那么臭吧 哇 这邻居文件 我怕不是要以为我死在家里一个月了 尸体都烂了才能出来这味道吧 啊 唐小宝破口大骂 捂着鼻子就逃出了厨房 当然 跑出去之前 他也没忘记把牛奶锅的锅盖 给扣了上去 那股令人作呕的臭味 总算是淡了一些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九十四章 唐小宝拿了个小板凳 坐在厨房外边 望着架在火上牛奶锅 闻着淡淡的臭脚鸭子味 在思考人生 妈的 啊 陈皇的老小子 该不会是给了我假货吧 从来没听说过天才地宝 熬出来的神药会这么臭的呀 那对公鸡眼睛 该不会已经变质腐烂了吧 看起来也不像啊 陈皇老哥想要害他 那有的是机会啊 还用着偷偷摸摸的 在药里给摘什么假货 过期货吧 要不就是 泡公鸡眼睛的一小瓶溶液 或许不能倒进一袭灼 可是公鸡眼睛就泡在里边 就算是用筷子把眼珠子夹出来 再用清水冲洗 这上面多少 也还是会有一些残留溶液啊 难道说 只有一点残留溶液是没事的 但是一瓶子倒进去就会出问题 不对 肯定不对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步骤可谓是十分的重要 稍有不慎就会出人命的 成黄老哥是不可能不提醒他的呀 唐小宝思考人生思考了半天 也考不出任何头绪来 只得暂时作罢 罢了罢了 待会儿熬好了药 问问系统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真货就行了呀 如果系统不搭理他 他就念口诀 请地府哪位老哥过来 答疑解惑 说不定还能趁机和新上阵的南都辖区城隍 认识认识呢 一想到这儿啊 唐小宝就觉得自己十分的机智 但那转眼油看到旁边的墓盒 几个小水晶瓶已经被倒空了 正躺在盒子里 唐小宝一阵沉默 Oh shit 啊 又犯傻了 我直接拿那个装公鸡的眼睛的水晶瓶 问问系统不就行了吗 里面肯定还有点溶液残留啊 系统应该能够检测到的 不知为何 他感觉系统这次休眠醒过来之后 虽然还和以前一样 依旧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工智障 但似乎回答他的时候增多了 他在脑海中试探着问出的问题 基本上都能得到系统的答复 不像以前 在脑海里喊破喉咙 系统也从不搭理他 于是 唐小宝拿起那个装着攻击眼睛的水晶瓶 在脑海里问道 系统 你能检测到我手上这瓶子里的液体吗 告诉我 它的主要成分和用途 以及是否对人体有害 果然 系统这次依旧没让他失望 在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系统终止的播报声就响了起来 检测到宿主手中水晶瓶内含有武灵液残留物 武灵液 以金木水火土属性五种灵物萃取精华炼制而成 其成分为魔黄赤金 黄灵木 穷华江 深岩火种 猎天翡翠五种灵物 武灵液用途多为浸泡类容器 防腐防干 可保持物品生物活性 以弑魂恶煞精华魂珠融合后 会产生强烈恶臭 但于人体无害 武灵液对人体有益 可固本培缘 补精氧气 更可助人对抗阴邪之力 保护府藏不受协力损害 得 这算是破案了 城隍老哥果然是不会坑他的 但这几样材料听起来怎么一个比一个来头大 听名字就好贵 逼格也好高的样子呀 这城隍老哥到底在想什么呀 我身上到底哪里值得他这样大手笔投资了 以及武灵液又是什么鬼啊 起名的人也太随便了 真的不是武良液喝多了吗 唐小宝在心中疯狂吐槽了一阵子 脸上面无表情 掏出手机给小胖子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可以回来了 小胖子就在楼下 接到唐哥电话之后 很快就回了家 这一脚刚踏进屋门 就差点没原路逃出去 小胖子大嗓门直接尖叫出声 卧槽唐哥 你这是趁我不在这几分钟里 杀了个人吗 在家里头臭成这样了呀 唐小宝一阵头疼 把人给拖进门来 又把门给关上 他骂道 瞎让啥呢 再吵吵我先把你给活活了 小胖子翻了个白眼 但依旧捂着口鼻 含含糊糊的说道 这不是尸臭那是啥呀 唐哥 你不抓鬼了 改行卖臭豆腐了 唐小宝沧桑的看了他一眼 你确定 臭豆腐比这香多了好吗 那是我熬的药的味道 大概还有四十来分钟才能熬好吧 现在这点味儿算什么 我都已经把厨房门都关上了 你是没闻见 刚才刚开锅的时候那味儿 好家伙 那才叫销魂呢 小胖子想象了一下 打了个寒碜 又看了眼自家唐哥那魂若无事的样子 算也是知道了什么叫做 九处鲍鱼之寺而不闻其臭了 小胖子就叫同情的唐哥了 一只手捂着鼻子 另一只手拍拍唐小宝的肩膀 唐哥 一想到你一会儿就要把这个化石水 不不不 是把这个臭豆腐汤喝下去 小弟就由衷地佩服啊 唐小宝动作一致 想到待会儿就要把这这么臭的东西全部给喝下去 顿时眼前一黑 但又想强撑面子就没好气儿地说道 嘿不啥啊 别看这玩意儿臭 可是真的大补啊 吃了绝对功力大净 哎 怎么样 哥待会儿分你点 这样你也就不用每天捧着台电脑混日子了 小胖子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呃 别了别了 大可不必 本通灵黑客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唐小宝哼了一声 看到小胖子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就手痒 忍不住又伸手拍了一下 哎呀 别打了别打了 再打人就傻了 行了 别捂着鼻子了 闻一会儿就习惯了 交代给你个任务 小胖子依旧捂着鼻子 眼巴巴瞅了唐小宝 唐哥 又有啥任务啊 唐小宝看了小胖子一眼 整色头 鬼蛮童这个案子目前还是疑点重重 有很多迹象表明 三十年前的马白腾很有可能是个杀人犯 你现在就去用电脑在网上查一下 三十年前的姑苏老十八中死人的情况 死者应该就是那个右眼下有泪滞的姑娘 时间嘛 就是三十年前 马白腾读初中的那三年 看到唐小宝这么严肃 这小胖子当然也不再耍饱了 而是郑重点了点头 哒哒哒地跑到外间去开电脑去了 当然了 这手啊 还是捂着鼻子的 唐小宝 啪了一口气 只得把家里的所有窗户都打了开来 通风散味 好在这个窝居啊 也就两间房 这散味还是散得比较快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野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九十五章 姑苏老十八中的信息 目前在互联网上留存极少 毕竟之前 他们连个准确地址都查不到啊 而这种情况 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也是极为少见的 毕竟 即便是再古老的单位 机构 只要没有彻底消失在历史之中 但凡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肯定都经过无数轮整改和重建 接入互联网也是必然的事情啊 这不 姑苏市的新十八中的官方网站 在百度上直接能搜到 和其他同类型的中学网站 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奇怪的是 新十八中官网 对于学校的前身 老十八中却是讳莫如深 公开发布的信息极少 只简短提了一下 始建于哪一年 后来又牵纸到了哪里而已 这连篇累读更多介绍的 还是新十八中的现状 这些都是唐小宝自己 能够在网络上查到的 所以 他想了解的更多 关于老十八中的信息啊 就必须得让小胖子来帮忙才行 但说实在的 唐小宝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正所谓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如果老十八中的一切信息 真的为某种力量所掩盖 抹杀 删除了的话 那就意味着 现在整个互联网 都不再会有老十八中的 任何一定点信息了 通灵黑客再厉害 那也得是网上有信息 才能够查得到啊 如果一样东西 在这世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在互联网上 一丝踪迹都没有 那通灵黑客上天 估计也查不出来啊 这一点唐小宝曾经跟小胖子 表达过自己的忧虑 不过小胖子也说了 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 不可能有什么东西 在网上一点踪迹都没有的 更何况 老十八中值三十年前的 一所学校而已 又不是三千年前 就算留下信息再少 也不可能一丝都没有 这是小胖子的原话 不过 这次查信息也着实是久了一些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浑珠十全大补汤 还有十几分钟就能熬好了 唐小宝去小胖那边看了一眼 发现电脑屏幕 正以极快的速度 闪烁着无数的信息 如果不用灵力加持到双眼的话 单纯用肉眼去看 唐小宝根本看不清 屏幕上出现的是什么 而小胖子端端正正 坐在电脑前面 睁睁地盯着电脑屏幕 眼睛里闪烁着快速流动的数据 如同散发着淡淡白光 杀尸地明显还处于工作状态 唐小宝探头看了一眼 也没打扰他 悄悄退了出去 他戴上了口罩 用塑料袋掏两个洞 套在脑袋上 好像就是什么生化武器肆虐现场一样 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厨房的门 燃气灶上还点着小火 唐小宝轻轻地掀开锅盖 牛奶锅里的药液正咕嘟咕嘟地冒着小气泡 液体总量看起来比刚入锅的时候要少了一些 唐小宝不怕死地吸了吸鼻子 发现好像空中那股臭味已经消失了 他想了想 继续汗不畏死地摘下了塑料袋和口罩 而后凑近锅子闻了闻 果然 那股令人作呕的臭气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仔细那么一闻呢 似乎还有着一股淡淡的香甜的奶味 让人闻着就感觉舒服 为了确认自己不是因为习惯了臭气而出现的错觉 唐小宝还特意跑到户外去待了五分钟 但回到家里之后 依然没有闻到任何臭气 锅里淡淡的奶香也依然还在 唐小宝不敢大意 在脑海中问道 西董啊 这武灵液和魂珠融合在一起的臭气 怎么一下没了呢 还有股奶香味是咋回事 武灵液 格根粉 月纹被粉末 及试魂恶煞精华魂珠融合在一起煮沸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杂质吸出并蒸发 恶臭会逐渐变淡直至消失 同时逐渐散发出乳品类香气 此时药品已即将熬制完成 名为炼魂大骨汤 熬制完成后 即可服用 可令功力大尽 具体能增进几何 以个人体质而已 啊 还真叫啥啥大骨汤啊 真可惜 不叫石泉大骨汤 不过没臭味了 这倒是不错 良心卖药的 唐小宝看看手机上的时间 大概还五六分钟 药就能熬好了 他有点百无聊赖的 已在厨房窗前往下看去 想想还有点习感 别人都是站在摩天大楼落地窗前 俯瞰城市的繁华景色 而他却站在自己的三层出租 屋的脏乱小厨房里 俯瞰着城中村的繁华景色 唐小宝耸了耸肩 无聊拿出手机 准备找点沙雕视频看看 消磨一下时间 很快五分钟就过去了 唐小宝把火关掉 把牛奶锅拿在手里 在脑海里问道 西同啊 这锅里的石泉呢 不是 那啥 炼魂大骨汤 做好了吗 宿主手中的炼魂大骨汤 成分齐全新鲜 熬制方法步骤正确 以成功炼成 悟性加实 丹药系统开启 啥 又开启了一个系统 还有这好事 唐小宝不禁想起了自己 完成烂尾楼连环自杀任务之后 用奖励的一次免费升级机会 兑换了系统的提前休眠结束 如果他没有兑换 那么等过几天系统自然会休眠结束 再升了急 或许是不是就真能够出现那种玄幻小说里边经常出现的全息操作面板啊 透明UI之类的东西来了 说不定啊 系统还会变成一个美乍天的人工智障小姐姐来给他服务呢 唐小宝想的口水横流 冷不防 这脑海里忽然滑过了雨时玲的脸庞 他整个人顿时一机灵 瞬间 什么美女系统全部消失无踪了 哎呀 我这是 这是怎么了呀我 就只见了一面而已 难道还真喜欢上他了 唐小宝皱着眉头 一边将牛奶锅里的乳白色液体倒入一个瓷碗里 一边陷入了沉思 不过很快 他就暂时把雨时玲小姐姐的身影赶出了脑海之中 他稍微等了几分钟 等到练魂大补汤冷却了一会儿 大概能够入口的时候 就拿起了碗 缓缓将药液送入口中 说实话 唐小宝的心里啊 也不是不忐忑 虽然进入这个玄学世界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但是他大多数时间 都是依靠着系统形式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诶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九十六章 在系统的指挥下 唐小宝一直有惊无险地 降着腰 除着魔 过着紧张刺激的生活 依应能力的提升 也都是靠系统自动提升的 至于这个玄学世界里那些 一听着就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是从来没有亲口 往自己肚子里咽过的 但是这次不一样啊 他马上要去解决 鬼曼童事件了 显而易见 鬼曼童事件的危险程度 是远比地妇灵幻宁要高的 更何况 现在这事还出了岔子 马白腾不知道 到底隐瞒了什么 如果他真的在三十年前 杀过人的话 那又为何会在三十年后 收养一个曾经被他杀死 那个少女长得如此 相似的女童呢 这难道每天晚上 不会做噩梦吗 唐小宝思来想去 总觉得这里说不通 而且 马白腾说起自己的噩梦的时候 也是很坦率的 就直接指出了 那堵墙势 姑苏老十八中的男墙 完全没有半点掩盖的意思呀 他就不怕自己 前往姑苏老十八中调查 然后将他三十年前 杀人犯的老底儿给揪出来 自从昨晚知道 马白腾可能有所隐瞒之后 唐小宝除了沮丧失望之外 还一直有着隐隐这样的恐惧 如果马白腾对一切都知情呢 如果马白腾是故意引他前去姑苏 故意引诱他去调查三十年前的事情呢 马白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自己会不会已经成为 马白腾的一枚棋子了呢 马白腾这位马首富 他真的只是一个凡人吗 想到这儿 唐小宝心中更加忧虑了 他怀疑自己要对付的 恐怕不止鬼漫童 还有鬼漫童背后那个降头师 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个 高深莫测的马白腾啊 所以这提升实力 是箭在悬上不得不发呀 他的所有能力 都是通过系统的任务 以打鬼捉鬼来提升的 可现在迫在眉睫 唯一能够大幅度提升功力的 也只有吃一些玄学世界的这种药剂 或者天才地宝了 唐小宝端起碗来 这里边的药液 跟普通的牛奶一般 但如果仔细看去 又似乎蕴含着一点点银色的星光 和普通牛奶并不完全一样 妈的 扭扭捏捏跟个娘妈似的 老子亲手熬出来的药 已经经过系统ISO9001质量检验了 还怕有毒不成了 干了 一口门 唐小宝给自己打了一番气 深吸了一口气 一闭眼睛 一口喝下了这碗练魂大补汤 很奇异的 虽然这碗药刚出锅不久 明明应该是比较热的状态 但入口却是凉冰冰的感觉 略微粘稠 淡淡的清甜 隐隐的有一丝腥气 这喝起来大概就像是 没有经过加工的鲜牛奶 倒是并不难喝 唐小宝喝完了之后 咋吧咋吧嘴 咋吧咋吧眼睛 等了十秒钟 他四处看看 在低头看自己的手脚四肢 没有传说中的什么冰火交汇 没有小书里写的经脉爆炸 更没有什么内视能力开启 经脉拓宽十倍 剧烈疼痛之后 是扑而厚利的崭新境界之类的 这一切全都没有 就真像是喝了一碗牛奶一样 啥事都没啊 假活 过期了 被忽悠了 这提升程度因人而异 所以它是一个废柴 完全没有半点提升 唐小宝愣了几秒钟 忽然猛然举起了空碗 举过头顶 脸上呲牙咧嘴做了一通乱七八糟的表情 做事就欲砸碗 但随即他脸色一变 做面无表情状 深吸了几口气 对自己说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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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哥 不生气 不生气 生气 伤身 杀人犯法 碗砸了还要花钱买 唐小宝深吸了一口气 把碗重重地搁在了桌上 打算忍命了 但紧接着 系统响起了一连串的播报 差点没把他下尿裤子 练魂大补汤已消化完毕 各类属性提升已结算完毕 坚韧加1835点 敏锐加1890点 力量加2037点 抗性加1667点 悟性加835点 十三太宝横练进入第十层 习得法术不动金身 身轻如燕 踢云纵 清心诀进入第十二层 习得高级太极浮鬼术 高级障眼法 心灵怒吼第五级 精神突刺第五级 障眼法进入高级境界 开启问心术系统 我操 惊起来得太突然 他完全不知所措呀 这破系统原来刚才那么久没音 是又去结算统计了呀 这个破系统运行速度这么慢吗 那必须得马上升级呀 这要是下次啊 再有免费升级的机会 给个皇帝他也不换呢 一下得到了这么大的提升 唐小宝简直狂喜乱舞 根本来不及让系统调出 各类新技能去查看详情 直接狠狠跳了一下 想宣泽一下心里的喜悦 然而 唐小宝现实演绎了一下 字面意思的一蹦三尺高啊 就好像脚下有弹簧一样 他一下就蹦到天花板上 而且这个势头还没有止住 达到石森太宝横练第十层的天灵盖 那是何等坚硬啊 直接顶破了天花板和墙底的混凝土 脑袋就扎了上去 唐小宝哇哇乱叫 那股冲劲啊 总算是止住了 但是尴尬的是 他脑袋虽然顶破了天花板 却卡在了那里 整个人呈一种上吊的姿势 这幸好三楼就是顶层了 上面没有别的住户了 要不然呢 那么唐小宝这一下给吓死 上面就是天台了 唐小宝一个脑袋 落在天台的地面上 风吹过来 冷冷地拍在他的脸上 系统播报也适时地响起 轻弓踢云纵成功施展 熟练度加一 What 我顶你个废爷坑逼系统 这破轻弓就直接能用出来了吗 都没有个二十四确认对话框的吗 那我以后还敢不敢再瞎蹦倒了呀 唐小宝无力地蹬了蹬腿 整个人如一条死鱼一般 挂自家屋顶的天花板上 承受着天台冷风的吹拂 陷入了沉思 小胖子进入自家唐哥房间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卧槽 唐哥 唐哥 你咋的了呀 你别想不开呀 有什么事 再好好说 好好商量 肯定能解决的呀 你这咋一声不吭的 就寻短见了呀 小胖子 小炮弹一样地冲了过来 直接抱住唐小宝的腿 就给他使劲地往下拽 唐小宝从善如流地 被他扯了下来 整个人瘫在地上 脸上蹭马了天花板上的尘土 一副生无可恋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九十七章 唐小宝被小胖子解救了下来 是灰头土脸 一脸木然 别的不说呀 单看这表情 就像极了自杀未遂的自闭少年 小胖子都在唐哥身边 痛心疾首 哎 妈呀 唐哥 你到底是咋的了呀 这也太突然了吧 有啥事咱能好好商量 你取啥短见的你啊 唐小宝掀起眼皮 看着下蹲姿势十分标准 生情并茂 就差连说待哭 但就这不肯扶自己 把的小胖子 内心是平静的 小胖子还在说 哎呀妈呀 唐哥 你这该不会是 被你熬那啥玩意 给臭傻了吧 都臭到生无可恋了吧 哎 话说 那股的臭味咋没了呢 哎呦 我的老天爷呀 唐哥 你该不会是 把那臭小鸭子水 给喝下去了吧 哎呦 难怪一想寻短见呢 滚 闭嘴 唐小宝终于有了一点反应 他好容易撑着一条老命坐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 白了小胖子一眼 那玩意煮熟了就不臭了 还挺香的 有股奶味 我早喝完了 哎呀唐哥 你就别骗我了 撑啥强啊 喝了就是喝了 喝到想自杀 咱这做兄弟的也不嘲笑你 毕竟那玩意儿实在是太臭了 行了行了行了 还来劲了你 唐小宝没好气的骂了一句 去卫生间简单清洗了一下 又换了一件衣服 刚才啊 他在厨房里喝的药 所以那个大洞 也位于厨房天花板上 哎呀 看来换房子租 是迫在眉睫了呀 唐小宝苦笑了一声 这洞啊 他也来不及补了 与其兴时动众地找人来修 不如直接跟房租退租 多给点钱就是了 唐小宝想着 就对小胖子说道 收拾收拾东西吧 最迟明后天就不住这里了 小胖子 望着厨房天花板上那个大洞 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好了 汇报一下你都查到了什么吧 我刚才去看了一眼 你可查了不少时间呢 一说起正事 小胖子表情就严肃了许多 老十八中的信息 在网上的确很少 这学校没什么名头 唯一出过的知名校友 就只有马白腾一个人 新十八中的学校官网上 对马白腾介绍的很详细 但对老十八中却只是一笔再过 感觉像是刻意避之不提的样子 有点诡异 唐小宝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 也许是因为老十八中属于违规建筑 又或者是当初新建的时候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采取地质勘探人员的建议 非要把一座好好的学校 盖在容易山体滑坡的地方 导致死了许多人 校方讳莫如深 所以在新校园牵纸落成之后 大家都绝口不提老十八中了 小胖子点头如捣钻 眼睛是闪闪发亮 唐哥英明 真是英雄所见略童啊 我连暗网都找了一个遍 甚至还搜了马白腾的一些信息 都是一无所获 说起来 这马白腾马首富啊 简直就像是一个 远离电脑的原始人一样 都四十几岁了 竟然在网上 一丝一毫的私人痕迹都没有留下 更别提什么微博博客空间 私密日记的了 唐小宝文言愣了一下 微微皱起了眉头 一丝一毫私人痕迹都没有 可马白腾明明操作电脑很娴熟啊 甚至打字速度也很快啊 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中年男人来说 想学会基础电脑操作 还是不难的 但是打字速度 却并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够练到很快的 想要达到相对较快的打字速度 首先就得记住键盘上常用的按键键位 并且规范手指按键 每根手指都有相对应的键位 并通过不断的练习 以及常年累月的积累 才能够达到比较快的打字速度 也更别提什么盲打了 盲打比单纯提升速度 还要更难一些了 但若想达到真正高速打字 盲打又是必须具备的技能 就看马白腾在微信上聊天的时候打字速度 除非是他从别处复制了一段信息再发给他 否则那就已经是极快的速度了 非盲打无法达到 这样的人会在网上留不下丝毫信息吗 他开始创建白马公司之后 每天都很忙碌 远离了电脑和网络 而需要接触电脑及网络的工作 也都由部下被他办理 而他创建白马公司之前 那个时候 本国经济发展也得刚刚起步 连万维网都没有接入国境之内 那时候的马白腾最多是用纸笔写日记 写书信啥的 用电脑那更是不可能 他家境又不是很好 不可能在他发达之前 就给他买电脑这样的奢侈品的 所以乍看之下 他在网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似乎又挺合理的 但是唐小宝却皱紧了眉头 始终对马白腾打字速度过快 这个小小的疑点 感到耿耿于怀 但是小胖子 没和马白腾直接接触过 所以并不了解这些细节 也并不感到奇怪了 他继续说道 我当时真的是感觉没招了 但是我准您一想 唐哥 你说咱们怀疑马白腾是杀人犯 而那个女孩又是死在一场 山体滑坡事故里 所以啊 我灵机一动 唐小宝也立刻明白了过来 你就去查了马白腾初中三年 顾苏十八中附近发生的 山体滑坡新闻 是不是 那可不 我又不傻 这回的确是不那么傻了 继续保持啊 即便唐小宝对小胖子很是不错 但也很少这样口头表扬过 小胖子倒是被他弄了个大红脸 不好意思地笑了几声 又恢复了严肃神色 带着唐小宝走电脑前面 拉出了一张复杂的数据表来 一边指表格里的数据 给唐小宝解说 我直接黑进了 古苏市气象局的内部数据库 调出马首富读初中前后十年的山体滑坡数据 发现马首富初二那一年 老十八中那一代的山体滑坡事故 发生是最为频繁的 而那年里的暴雨季 老十八中因山体滑坡而死的人数也是最多的 足足有六十八个学生和三位老师 都在那年的山体滑坡里了 唐小宝表情非常严肃 点了点头 哦 继续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九十八章 小胖子手里握着鼠标 在屏幕上又滑动了几下 点开了几个页面 唐哥 你看 我把这六十八个 被山地滑坡 祸害死的学生名单 都给整理出来了 还有他妈生前的照片 能找都找到了 我自己也初步看了一下 并没有右眼下面 有类质的学生啊 别说女生了 男生也没有啊 小胖子一边说 一边让开了电脑 让唐小宝过去看看 唐小宝直接就皱起了眉头 一边坐下 开始操作电脑 一边说道 不可能啊 我看得清清楚楚 绝对不会有错 那个女生左半边脸被砸烂了 右半边脸眼睛下面 绝对有一个类质 唐小宝一边说 一边往下滑动鼠标 下拉着小胖子 整理出来的表格 仔仔细细地查看着 每一个学生的照片 连男生也没有放过 毕竟他当时 没可能掀开人的魂魄的衣服 检查性别 也许那是一个体格瘦弱 留着长发 并且喜爱穿裙子男生呢 结果看到一半啊 唐小宝就气不打一处来 指着屏幕上一个 留着半长发的女生照片 没好气地说的 你个死小胖 长着眼睛干啥用呢 这不是吗 右眼下面有类质的女生 你别说啊 这长得还挺好看的 唐小宝一边说 一边把图片放大去观察 毕竟是三十年前的照片了 像素很低 清晰度有限 但也能看得出来 这其实长得跟小猩猩 并不是那么相似的 唐小宝就又开始皱眉了 记得他看那个女鬼 和小猩猩的相似度很高啊 基本上 就是小猩猩长大之后的模样 他确信自己 那个时候神志清醒 记忆也很清晰 并没有出现幻觉的样子呀 而且 以他当时清晰觉 第七层的功力 也没什么寻常幻术 能控制住他了呀 然而 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 小胖子就开口了 小胖子用看智障的眼神 看着他摇摇头 语重心长 唐哥呀 我一时竟分辨不出 你是真傻 还是装傻 说实话 你逗兄弟玩了是不是啊 我有病 我这时候逗你 逗你我有啥好处啊 你能变成个美女 给我逗吗 卧槽 完了 我唐哥是真傻的呀 小胖子摇头 叹了一口气 宛如看到了前途大好 却走上歪落的少年犯一样 他指着电脑屏幕 沉痛的 对唐阳宝说道 唐哥 镜面效应 你懂吧 这照片照出来 那是左右颠倒的呀 我走 妈的 出丑了 妈的 在小弟面前出丑了 空气中一阵尴尬的沉默 两人对视了半晌 唐小宝面无表情 淡定转头 继续操作鼠标 仔细查看照片 中途又看到了好几个 右眼下边有志的 唐小宝的目不斜视的 就滑了过去 这小胖突然感觉 吸引好累是怎么回事啊 终于 这一批68位学生死者的照片 全部都看完了 唐小宝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学生 两人面面相觑 都有一点一筹莫展的感觉 难道 那个女生 不是在马白腾初二这一年死的 没用的 唐哥 你想到他 我也都查过了 马首富初一和初三这两年 山体滑坡出现的都很少 的确也死了人 但初一那年 才死了九个 初三那年 才死了四个 这十三个 我也都查过了 也没有符合条件的 唐小宝这一下 是真没辙了 他有点烦乱的 上下滑动鼠标 了无希望的 看下了一个个 人民划过眼前 如果死者 不在这些死亡的学生当中 难道说 他思路有问题 可除此之外 还能有什么 其他的思路呢 死在老十八中 因山体滑坡而死 马白腾是杀人嫌疑犯 而马白腾又只有 初中三年 是在老十八中 待过的 如果死者 不是老十八中的学生 那又能是谁呢 等等 仿佛电光石火一般 一缕光 猛然照亮了 唐小宝的脑海 不是老十八中的学生 但也可以是 老十八中的 别的什么人呢 比如 在马白腾上 初二那年的 除了六十八名 死者学生之外 其他的三个死者 想通了这一劫啊 唐小宝 惊动到不行 妈的 刚才被思维定势 给困死住了 只感觉 马白腾当时 才上初二 和他交往的 当然应该 只是学生而已 但其实 还有老师啊 很好 芒僧 你发现滑点了呀 唐小宝精神大振 大手一挥 吩咐小胖的说道 小胖 快 把马首夫 出人那年死去的 三个老师的信息 调出来给我看 小胖子顿时一呆 而后猛然一拍大腿 哎呀 妈呀 说聪明 还是唐哥聪明 我早就没想到呢 光顾着看学生了 竟然把三老师 给忘了 一边说 小胖子一边凑了过来 也不坐下 只要把外机键盘 抱在怀里 一通噼里啪啦的操作 这电脑屏幕随之变换 很快出现了 三个人的资料来 三位老师的图文资料 在电脑屏幕上 一字排开 两边各是两位 其貌不扬的男老师 而中间那位 正是一位 扎扎马尾辫 样貌清丽秀美的 年轻女老师 而她左眼下边 根据照片镜面效应原理 其实就是右眼下边 有着一颗 小小秀丽的黑色泪质 给这张清丽的脸庞 平添了几分妩媚 对对对对 就是她没错 就是她没跑了 我看见的死魂 绝对是她 唐小宝激动了 大喊大叫 没想到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功夫啊 在学生堆里找了那么久 却没想到 这和马白腾息息相关的 竟然不是一名学生 而是一个老师啊 哎呀 唐哥唯我 唐哥你也太帅了吧 这逻辑推理能力 绝了呀 小胖子不要钱一般的 往来吹着彩虹屁 唐小宝老是不客气的 把这些彩虹屁 照单全收 而后 开始仔仔细细地 查看这位女老师的信息了 原来 这位女老师 名叫吕小宏 是姑苏师范大学 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 一毕业 就被分配到了 姑苏老十八中来工作 负责当时的 初二四班的语文教学 而那一年 吕小宏刚刚大学毕业 才满二十三周岁 正是花朵一般的年纪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九十九章 那年马白腾初二 这个师范大学毕业的妹子 刚二十三岁 接手的第一个班机 就是马白腾所在的初二四班 网上搜索的信息也并不全 而且啊 也不太连贯 毕竟小胖子 从各个网站深挖出来汇总的 所以唐小宝看的也有些吃力 但最终总算是总结出 大概的情况了 这个吕小红妹子 长相轻力漂亮 性格单纯善良 对爱情抱有着美好的期望和憧憬 但又涉事未深 性格又天真的一面 所以啊 很容易被人引诱 做下不利于自己的事情 但又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所以就让错误一再加深了 简单点来说 吕小红妹子和自己的一个学生 谈恋爱了 这些信息都是陈年旧闻 但并不是什么新秘 当年的报纸上都有报道过 但所幸的是 并没有披露出那个学生的名字 只用寥寥数语道出吕小红妹子 引诱未成年学生谈恋爱 思得有亏 有辱失德 被学校直接解除劳动合同 而从那之后 也没有其他学校 愿意聘请吕小红做老师的了 吕小红出身简单的工人家庭 父亲和母亲 都在当时姑苏第一房子厂上班 也都是厂房车间内的小领导 颇为体面的工作 家境也算是小康了 所以才能供得起闺女 读师里的师范大学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 所以才最要面子 最忌讳外人的闲言碎语 这吕氏夫妇老两口 在纺织厂里干了大半辈子 结果到头来 自己的掌上明珠宝贝闺女 犯了这档子事了 顿时 流言飞语 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 连厂长和书记 都让吕氏夫妻谈过话 撤掉了他们车间小领导的职位 变成了普通工人 受计了厂里的其他工人的嘲笑和冷眼 而少了那份车间领导的收入 吕家家境也是每况愈下 吕氏夫妻再老实敦厚的性格 也耐不住这样的日子呀 但他们还是疼爱自己的女儿的 所以并不曾过于苛责自己的女儿 但吕小红却能够看出父母的痛苦 她自己也更为痛苦 并且深深自责着 其实这一段啊 并不是媒体和报纸披露出来的 媒体只简单描述了一下 吕小红的家庭情况 其他的都是看过太多的小说 和电视剧的唐小宝 自行脑补出来的 再后来就是吕小红的死讯 她被解雇不久 似乎是要回老十八中的教学宿舍 学自己的行李 但是那天刚好是暴雨 她途经校园南边篮球场 经过南墙下的时候 被身体滑坡砸中头部而死 这个可怜的姑娘 终于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看完吕小红的信息之后 唐小宝和小胖子都是沉默不语 半赏 唐小宝深沉地说道 唉 她只是犯了天下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误啊 小胖子也很是气愤 就是啊 那大姐姐喜欢小鲜肉 有什么错呀 我就不信 初中男生什么都不懂 如果不是她自己愿意 根本不可能被你俩自己那么多的女人给引诱到 哼 谈恋爱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 一旦妹子被学校查处了 就立刻当起了缩头乌龟 哼 渣男 我呸 唐小宝横了小胖子一眼 小胖子才继续安静如鸡 那并不代表小胖子说的没有道理 唐小宝继续沉思着 会不会马白腾就是那个出问题的学生 然后在学校查出来的时候 马白腾狠心抛弃了吕小宝老师 强行结束了这一段失声恋 导致吕小宝老师伤心欲绝 直接为情所伤 然后故意在暴雨夜 等在那堵南墙之下 从而被山体滑坡砸死 那又如何解释被害死这一说啊 鬼曼童会纠缠害死自己上一辈子的凶手 这可是本能啊 如果是自杀的话 甚至根本不会成为鬼曼童吧 唐小宝强行解释 被害死的定义这块 不要卡这么死啊兄弟 也许吕小红老师认为 自己是被学校和马白腾逼死的 所以即便是自杀 他下意识化作的鬼曼童 还是会去纠缠自己主观上认定的杀手啊 小胖子眉头紧皱 有点没话讲 迟疑着说道 我总觉得应该严谨一点 听那个主妇婆说的 似乎的确必须是客观上 害死鬼曼童的凶手 才会被鬼曼童给纠缠 而不是主观认定就能够解决的 唐小宝又看了一会儿 啪了口气 唉 真的只能搜集到这么多了 没有别的信息了 真没有了呀 我的亲哥 你要是还要有点新的信息 那我只能发挥一下 我写小说的天分了 给你编出一出 含冤似尽女鬼 重生大女主 复仇爽闻给你看了呀 滚 唐小宝淡定的骂了一句 站起身 让开了电脑 接下来你的任务 是查一下吕小红父母的信息 最好能联系到他们 咱们好登门了解一下信息 好吧 小胖子突然长一人回答 踏了着脚步坐电脑前面 就不能去问马白腾自己了 唐小宝又是一记铁沙掌 看小胖子脑壳上 你傻不傻 你就这么大啦啦地去问 人家马首富能跟你说实话 还不如先掌握了决定性的证据 到时候直接扔到他面前 他肯定就什么都招了 哟 唐哥牛逼啊 小胖子一边操作电脑 一边拎起着眼睛看唐小宝 现在是急着让偶像受到法律制裁了 不给他开脱了呀 要你管啊 唐小宝无精打采地回了他一句 坐在旁边掏出手机来 你安心查信息吧 马上中午了 我交个外卖 你想吃什么 等了半晌却没听到小胖子的回答 唐小宝抬头一看 原来啊 人家老是孩子 已经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双眼闪烁了淡淡的数据光芒 电脑屏幕飞速变换 完全无法听到外界的声音了 唐小宝不由笑了一下 摸了摸小胖子的脑袋 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然而刚一出房间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唐小宝低头一看 挑了挑眉毛 竟然是马白腾发来的信息 小宝 你还在故宿吗 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一百章 唐小宝低头看着手机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马白腾了 他当然想直接质问马白腾事情的真相 问他三十年前 到底是不是真的杀死过那个年轻的女教师 在问之前 他当然会先与马首富讲明 这是与他生死攸关的问题 只有马首富说实话 说真话 唐大厦才能帮他度过死劫 但是人心难测呀 唐小宝现在甚至都不太确定 这马白腾到底是不是个凡人 这位全国首富到底是不是 要通过此事而获利的 如果马白腾有些道行在身上的话 他就很有可能会说假话 因为如果他不是凡人的话 即便向唐小宝撒谎了 也有可能在鬼门童的诅咒中活下来 而这对于唐小宝来说 就很难了 他的任务会直接宣告失败 他将会受到随意向技能境界倒退的惩罚 好不容易就连到如今的地步 唐小宝可是一点都不想玩什么经验值损失啊 想了想 还是掌握了决定性证据 再去马白腾那里对峙比较好 唐小宝定了心思 就想打字回复马白腾 然而 没等他手指挨上屏幕呢 就见马白腾又发过了一条 小宝 如果你回了南都 就跟我说一声 我们约个时间见面 有些关于姑苏十八中的往事 我想说给你听听 也许对你有帮助 但这件往事啊 并不适合在电话里或者打字说 所以你回到南都后 请务必联系我 唐小宝眉头就挑了起来 马首富这是要干啥呀 难道要主动向自己坦白三年前的罪行 他说的会是真话吗 唐小宝眯起了眼睛 他现在对马首富的信任度已经降到了最低 除非这个案件出现反转 最后证明老马无辜 否则 他是不想得相信这个人的一个字了 还是先自己调查一下再去见马白腾吧 这样想着 唐小宝故意又等了几分钟 才回复马白腾 马总 我已经回到南都了 但目前还有些紧急的事情要调查 等我忙完这些事情再和你约时间见面 然而这句话刚发出去没多久 马首富竟然把电话给拨了过来 看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持续亮着 唐小宝简直毁清了肠子 卧槽 早知道就直接不回复他了呀 但毕竟是马首富的电话 唐小宝想了想 还是把电话给接了起来 看看他到底要说什么 马白腾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有力 小宝 抱歉突然给你来电话 只是我想告诉你的事情也很重要 是和我梦的那堵墙息息相关的 我相信我想到的这件事情 肯定对你继续调查有着极大的帮助 而我明天上午就要坐飞机 前往旧金山谈生意了 腿脱不掉 所以我才想 能否今天下午就和你见个面呢 啥 旧金山 你要去美国谈生意啊 是的 关系到白银马对美国一家公司的重要并购案 我必须出面 不能改息 那 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马白腾声音里罕见的出现了一丝焦躁 至少也得三天 躲走五天 小宝 你之前不是说要在十天之内解决我的事情吗 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 如果我再在美国耽搁五天 我怕会来不及 唐小宝也是眉头大皱啊 他想了想 这才说的 呃 马总 这样 为了您的事呢 我请了一位同行过来一起帮忙解决 我先和同行一起商量一下 十分钟内给您回电 马白腾虽然不太情愿 但到底这件事情上 唐小宝是站在绝对的主导位置上的 首富先生也只能先答应下来 而后挂到了电话 交接等待唐大仙回电 另外一边 唐小宝火速去查看了一下物净的房间 发现小胖子依旧的眼冒白光的查着信息 他悄悄退出房间 没有打扰小胖子 而是去到外间掏出手机 拨通了士玄道长的电话 听筒里传来士玄道长熟悉的和蔼声音 唐小宝 怎么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是不是物净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耽误你事了 你该打就打 不要跟我客气哦 唐小宝挑了挑眉头 心想 果然是疼爱徒的啊 上来啥都不说 先问爱徒情况 我他妈还敢打吗 他覆飞着 随后清了清嗓子 说道 哦 物净很好 帮了我很大忙 我还没谢谢您呢 道长 只不过现在有件事 想要请教您 你说吧 我肯定知无不言 三十年前死亡的一个女孩 并没有成为厉鬼 而是顺利投胎 转身成了一个女童 但转身后的这个女童却是横死 被人掀下了降头 又做成鬼漫童 我想知道的是 道长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有可能 和这个鬼漫童的上一世对话吗 换句话说 就是可不可以 对这个鬼漫童的上辈子 进行招魂 这听筒里边沉默了良久 就在唐小宝忍不住 重复一遍问题的时候 士玄说话了 哎呀 你这小子 怎么这么能惹祸呀 士玄道长继续说道 不光招惹上了上古大日黑天图腾 又惹上了鬼漫童 你是什么呀 你招鬼温神吗你 我还招惹了上古时期的巫女大能 穿到两百年后杀了一条大黑蛇呢 我怕不是招鬼的祖师爷吧 人类入轮回 不论投胎入哪个道 灵魂都是不变的 这你知道吧 我知道 这些都是玄学基础知识嘛 但我总觉得鬼漫童 似乎应该是有哪里不同的 你说的不错 鬼漫童的确是与普通厉鬼不同 一般来说 人在轮回之中 魂魄都是完整的 生生世世入轮回 而灵魂不变 鬼漫童在生前 当然也是如此 可这个女童 一旦被炼制成鬼漫童 由于鬼漫童 必须遵守 纠缠杀害上辈子的自己的凶手 这一本能 所以会在被炼成鬼漫童的瞬间 将自己的三魂七魄中 分出去一魂一魄 用来在轮回之中 追索上辈子杀死自己的凶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1章 唐小宝一边认真听着 一边开启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打算把士玄的介绍 一字不落地录下来 士玄还继续讲话 离开了鬼满桶主体的日一魂一魄 得不到主体魂力滋养 随时都有消散的可能 而缺少了一魂一魄的鬼满桶 也并不能维持长久 笑不了多久 就会魂飞魄散 所以说鬼满桶 是世间至阴至邪的鬼物之一 不但上天海里 更加有为天道 能够炼制鬼满桶的人 无不是世间大奸大恶的魔头 因此 炼制鬼满桶的一个必须步骤就是 炼制之人 必须在鬼满桶上辈子的 埋骨之地建一个魂种 用来安放鬼满桶 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直到彻底将上辈子杀害他的凶手 折磨死 唐小宝听着 心头就划过了一丝鸣雾 小猩猩化作的鬼满桶 他的魂种绝就是 三十年前的老十八重的南墙下边 也就是现在的姑苏火车站 可恶啊 早知道就在姑苏多留一天了 为什么要着急忙慌地赶回南都啊 士玄道长还得继续说着 至于你问的招魂法子 也就是将那一魂一魄 从魂种里换出来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这办法其实还很简单 只要在午夜零点 立于其埋骨之地 方圆十米之内 以一把生了绣的铁剪刀 用白纸剪出纸人 同时口诵 剪纸作照 以照起魂 某事某某 魂期归来 就可以了 唐小宝文言一喜 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这十六字口诀就记住了 行 多谢士玄道长 大恩不言谢 哎呀妈呀 您这都帮我多少回了 等着年底啊 我回去请你吃好吃的 你小子先别得意忘形 老大我还没说完呢 用司法招魂 有两个弊端 其一 一魂一魄 只是残魂 并不是完整魂魄 一旦离开魂种 很有可能 无法与你交流 且肯定会化成 具有杀戮本能的厉鬼 会让召魂之人 处于危险之中 其二 这一魂一魄 一旦离开魂种 就再也无法返回 等于说是 就是这个魂种啊 被你破坏掉了 魂种是炼制鬼门童的魔头 用心头之血化成 一旦损毁 那魔头必然会有所感应 到时候 厉鬼加魔头一起来笑你 你还能回得来吗你 唐小宝 我操 唐小宝就知道 就不能指望这坑逼系统做个人 这坑逼降妖除魔系统 从来就不会发布阳间任务 从来不会 全是阴间的 士玄道长苦口婆心 小宝啊 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 招惹到了这么些的东西 那这么危险的活 能不能不做呀 能炼制鬼门童的魔头 其阴邪功力 绝不可小觑 没有个几十年的修炼 是绝对无法制造魂种的 你这才入行多久 你绝对敌不过呀 唐小宝不由沉默了下来 对于士玄道长这番话 他其实啊 并不是没有想到过 能给小心一下将头 且将其练成鬼曼童 并制作出魂种的人 能是什么善茬啊 恐怕比地腹灵幻宁要恐怖得多呀 再加上那个 有鬼曼童一魂一破坏成的厉鬼 到那个时候 局面肯定会更加凶险难缠 但说到底 唐小宝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毕竟 在刚入行没多久的时候 就利用系统 也就是奉天太玄俭 一举秒杀过二百年之后 称霸地球的恶难舌主啊 这炼制鬼曼童的家伙 再怎么厉害 也不能厉害得过那个恶难舌主吧 但是即便如此 唐小宝还是没有掉以轻心 他可是知道 阴沟里翻船的滋味的 更何况 他即将面对的敌人 可是一点都谈不上阴沟啊 而且 他转过头 朝小胖子的房间看了一眼 报长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物尽涉险的 这次事情 由我一个人先去 啊对了 请千万为我保密 不要对我老母亲 透露一丝一毫 道长 答案不言谢啊 拜托了 你这该死的孩子 你明明知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哎哎哎 你别挂电话呀你 可恶 然而 在电话那头 士学已经听到电话里 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了 显然是唐小宝这个怂孩子 只把电话给挂了 哎 妈的 真骂归骂 士玄道长骂完之后 就骂骂咧咧地放下了手机 走到屋子里边 开始收拾行李了 妈的 唐小宝这孩子 就是不考虑 他一个小小的孩子 怎么可能 刚得过 能炼制鬼馒头的 酱头士 哎 看来还是得 我老人家 去给他擦屁股呀 唐小宝这边啊 也很快收拾好了 简单的行李 哎呀 真是劳碌命啊 这他刚送姑苏回来 就又得马不停蹄地 往姑苏那边赶了 马白腾马上就去美国出差了 唐小宝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 在去姑苏之前 和他见上一面 毕竟 去往姑苏这一趟 要破魂肿 招鬼慢童之魂 还要对付厉鬼和降头师 这一趟啊 可谓是 要比烂尾楼里 去跟地妇灵幻宁决战 还要凶险十倍百倍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呢 呸呸呸 不说这也不吉利的 应该说呀 不知道啥时候 他能回来才对呀 如果马白腾说的 是他没有掌握的信息的话 那说不定啊 还正对他的姑苏之行 有所帮助 而如果马白腾说的是假话 反正唐小宝有那个自信 能够辨别出 马白腾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 退一万步讲吧 就算分辨不出 他也不会随便的就照着马白腾的话去做的 只不过这一趟啊 是不能带着小胖子了 唐小宝探头往屋子里边看了一眼 小胖子还在兢兢业业 两眼放光的电视电脑屏幕 这孩子真是个好孩子 就可惜呀 太菜鸡了一点 唐小宝摇里摇头 给小胖子发了一个短信 说自己有事出去一趟 让他好好看家 哪里也不许去 自己过两天就会回来的 同时又在微信上 给小胖子转了五百块钱 当作这两天他不在的生活费 唉 妈的 这世上还能有比我更好的上司吗 唐小宝在心里被自己感动了一把 想了想 又加上了一句 省着点花 多了没有 别饿着自己 而后 他背上背包 轻装剪从 离开了出租屋 深藏公寓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唉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鞋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堂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2章 离开出租屋之后 唐小宝先去了一趟 城中村唯一的一家小卖部 这家小卖部啊 破破烂烂的 也就卖点廉价的日用品 但唐小宝 亦不在此 他之前来这里 买东西的时候 刚好撞见过老板卸户 当时 老板手拿一把 秀记斑斑的大铁剪刀 咔嚓一下 就划开了 纸上的宽交代了 唐小宝 站在店外叫 老板 老板 出来做生意了 这喊了好一会儿 才有个男人 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嘴里叼着半截烟头 光着膀子 踏着的拖鞋 这老板呢 看了唐小宝一眼 有气无力地说道 拿点什么呀 老板 我记得你这儿 是不是有一把 生锈了的大剪刀啊 我就想买那个 老板就是一愣 是有 但是都生锈了 也不好用 你要那玩 干什么呀 唐小宝当然 不会告诉他原因 只是笑眯眯地说的 嗨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我有用 那老板眼珠子一转 贼兮兮地笑他 呦 那感情好啊 不过 我这把铁锈剪刀 虽然不值几个钱 但也是我爷爷的爷爷 那一半传下来的 你这就让我卖出去 我还有点舍不得呀 哎我擦雷 果然就开始了吗 这就开始 漫天要价 坐地还钱 是大开口了吗 嗨你爷爷的爷爷 那他妈不得是 清朝剪刀了 那剪刀坝上 明明还有塑料壳呢呀 怎么呢 这中国清朝 就有塑料了 唐小宝想了想 冷笑了一声 开始在脑海里 勾画出一副场景 同时默默念诵口诀 去真存尾 满天过海 叫 系统的播报 在脑海中 适时地响起 障眼法命中目标 施法成功 持续时间 十五分钟 请尽快行事 超出实现 需重新施法 嘿 不愧是道德符合度 趋近于零的 高级障眼法 即便是那种事 也可以命中成功了呢 唐小宝 嘿嘿一笑 抬起右手 用手指 比较了一个 手枪的架势 用枪口 也就是 使者指尖 对准小卖部的老板 敬酒不吃 吃罚酒是吧 赶紧的 把剪刀交出来 老实点 动作快 唐大仙 凶神恶煞的吼道 活像是一个 持枪抢劫小卖部的 亡命之徒 在被加持了障眼法 底buff的 小卖部老板眼里 这唐大小也 的确是一个 亡命之徒 这小老板 顿时两股战战 吓得直打哆嗦 只一把双手 举到头顶 屁滚尿流的说道 别别别 别杀我 别杀我 我这就给你拿去 这就给你拿去 他完全想不明白 这个十分熟悉的 竟然店里 买东西的 和善小伙子 是如何变魔术 一般的 就掏出了一把手枪来的 这照理说 本国不是禁止 民众持枪的吗 那该不会是 把玩具枪吧 但是 这小老板也不敢赌啊 于是 只能屈服于 唐小宝的手枪的淫威 咄咄嗦的 从柜台里边 扒了出那把大剪刀来 逼宫逼近地递了过去 唐小宝摇着头 接过剪刀收到包里 又扫码 付老板十块钱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哎呀 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手里拿着枪 这买东西 还自觉付款 看来这辈子 都当不了坏人了 而他其实啊 也不想用这么暴力的方法 吓唬小老板的 但奈何 时间紧迫 他也没工夫 跟这个小老板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只能是 速战速决了 唐小宝很快走出了 嘈杂拥解城中村 此时 刚过正午 这一代啊 还算僻静 唐小宝掏出手机 给马白腾打了个电话 马白腾 几乎又是秒接的 马总 你现在在哪里 方便见面吗 时间紧迫 我想现在就去找你面谈 当然方便 我就在白马集团总部 白马大厦 就在陆东路 啊 没事 我知道在哪里 我这就打车过去 半小时内就到 唐小宝匆匆地说了几句 听到马白腾答应之后 就挂掉电话 用手机APP 叫了一个网约车 午后的道路并不拥堵 虽然城中村 距离位于市中心的 白马大厦并不近 但是 在唐宝的催促之下 网约车 还只用了二十分钟 就抵达了目的地了 白马集团的 大中华区的总部 白马大厦 就位于这里 南都市绝对的市中心 也是南都市最繁华的区域 白马大厦 也是南都市第一座 超过百层的摩天大楼 顶层和大部分楼层 都是白马集团 与旗下集团的一些公司 其他一些楼层 则是出租给其他少部分企业 以及用于商场 餐厅 娱乐 和观光等用途 光是这座大楼本身 每年就能给白马集团 带来数十亿资金的流水了 可以说是 摇钱树本树了 唐小宝也懒色 给马白棠打电话了 寻思着 这马首富 应该已经安排好了 于是啊 就直接进入了 富丽堂皇的摩天大楼 直奔前台而去 唐小宝礼貌地 对前台说的 您好 小姐姐 我找马白棠 马总有事 这前台小姐姐啊 穿着光鲜亮丽的白领制服 大眼睛从下往上 发了唐小宝一眼 看到她身上 廉价的T恤和短裤 以及灰扑扑的背包 明显着经常在外奔波的脸庞 就撇了撇嘴 一股轻蔑和漠视 就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出来 前台小姐姐 从鼻子里边 往外哼着说 有预约吗 没有预约 但我刚刚才给马总打了电话 他应该已经通知你们了吧 你查一下就好 我叫唐小宝 大小的小 宝贝的宝 好随便的名字 前台小姐姐 毫不掩饰 迟笑出声来 懒洋洋地 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 而后厌恶嫌弃地 看着唐小宝 没查到啊 这位先生 我们马总可是很忙的 没有预约 我不能让你上去 哈 不能吧 我明明给他打过电话了呀 前台小姐姐更加的不耐烦 这厌恶之情是 异于言表 哈 你这种想来套近乎的人物 可见多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马总可是很忙的 不是随便什么下三滥都能见到的 您还是马流滚吧 别在这耽误大家时间了 一听这话呀 唐小宝眉头高高地挑了起来 听到这还算漂亮的小姐姐 寒沙摄影 说她是什么下三滥 可她呢 不仅没生气 还从心底里 生出了一股兴奋来 哎呦我操 传说中的装逼打脸爽文剧情 终于要轮到我了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3章 唐小宝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前台小姐姐 并没有丝毫被侮辱的修脑表情 反倒像看到什么稀罕物种一样 非常感兴趣地观察着她 毕竟 在现实生活之中遇到这种智障的人 也是颇不容易的呀 长得挺正常的 但这脑回路明显就是那些小说里边 装逼失败惨遭打脸的脑残死龙套嘛 唐小宝自觉 之前的人生太过乏味 每天忙于生计奔波 很少有什么深入发展的社交关系 然而这种奇葩 咱也是第一次见到啊 所以 当然得好好观察一下了 唐小宝就用上那种 科学家观察小白鼠的眼神 盯着前台小姐使劲地看 然而她这种表现 很明显冒犯到了人家姑娘 前台小姐姐 只被惹火了 一拍桌子 她怒声喝道 看什么看的你 让你鬼你听不到吗 臭穷鬼 别在我们百码大厦 迎向我们的楼蓉 保安 保安 肯定把这个闹事都赶走 楼蓉 那是个啥呀 这影响是蓉她知道 但这里真的可以把楼字 直接给替换过来了吗 自己造词这么简单的吗 关键是 她居然还听懂 并且毫无违和地接受了呀 唐小宝心中又涌起了 铺天盖地的一阵吐槽 这个时候 两个人高马大 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 走了过来 伸着手 就要来拉 唐小宝的胳膊 前台女孩 嘴角微挑 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唐小宝摇了摇头 哼 这些个孩子 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啊 唐小宝 实实然站在那里 看着高挑消瘦 这不开口的时候 还透了那么一股子 文弱气息 就视觉效果来说呀 一个保安大哥 就要顶他俩 两个就要顶他四个 这两位撞出的保安 一人一边 拉住了唐小宝的 左右胳膊 就开始把他往外拽 我拽 我拽 我再拽 而唐小宝 却是闻思而不动 两位保安大哥 面面相去 这唐小宝看似瘦 但就好像 一尊千金转一样 好争以侠地站立在原地 这嘴角甚至还挂着一抹微笑 任由那两个保安壮汉 拉扯着自己 就仿佛是一株高耸入云的巨树 饶有兴者盯着脚下 皮肤汉树的行为 虽然愚蠢 但还是很有趣啊 两位保安大哥 还要继续拉扯他 两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脸都别红了 唐小宝呢 硬是一小步都没有挪动过 这俩大哥都惊了呀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看似稳弱的小伙子 居然沉得像一个两千多斤的孩子 这前台女孩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只觉得这俩大哥 一直吭哧吭哧地和唐小宝玩贴贴 似乎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于是他再一拍桌子 趾高气昂 你们干嘛呢 还不赶紧把他轰走 两位保安大哥还未反应过来呢 唐小宝就轻轻哼了一声 他双臂轻轻一震 那两个大哥顿时感到一股不可抵抗的距离传了过来 两人虎口都是剧痛 痛叫着甩开了手 唐小宝摇了摇头 还真是菜鸡呀 他这还算是轻的 毕竟这里是白马大厦 他还想着给马白腾留点面子 更何况 他现在也算是挂名在白马集团总部的工作人员 之前马首富还给了他一个董事长行政助理的职位 他可还没有辞职呢呀 这个前台在大厅的东南角 属于并不是很显眼 但是也不会被人忽视的地方 看得出 白马大厦里任者都是精英人士 这大厅里边来来往往的都是西装阁里的男女 这脚步都很急促匆忙 他们这里虽然有点闹了起来 但毕竟还没有闹大 所以还并没有引起群众围观 最多就是走过路过的人回头看上一眼 而后又匆忙离开 毕竟大家都很忙啊 所以这也是唐小宝能够放下心来思维的原因之一啊 作为马总的行政助理 他可不想以这种方式在白马集团总部大厦第一次出风头啊 但是小惩大戒还是需要的 唐小宝微笑着回到了前台 掏出手机 打开通讯录 点开了马白腾的通讯页面 展示给前台小女孩看 仔细看看 然而这个前台女孩当然不可能知道集团老总的私人联系方式啊 她也更不可能相信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子会和马首富有什么私交 于是她只是扫了一眼就轻蔑地笑道 你给我看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这么一个破掉号码啊 你写谁的名字都行啊 怎么能证明是马总的 唐小宝摇了摇头 哎 真是死到临头尚不自知啊 那好 等会儿电话通了 你自己问问对面是不是马白腾啊 唐小宝耸了耸肩 满不在乎的拨打了马白腾的电话 并且按下了扬声器 那个前台女孩心中划过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张张嘴想要阻止 但又赌气地闭上了嘴巴 这小店三怎么可能有马总的电话 他肯定是在虚张声势 仿佛是为了印证女孩心里的想法 听筒里传来电信系统的女生播报 您所拨打的号码正在通话中 请您稍后再拨 唐小宝就是一愣 挂掉电话 又打了一遍 却依旧显示是战线提示 这前台女孩扑哧地笑出声来 脸上的厌恶轻蔑 简直不加掩饰 看唐小宝眼神就好像看到了鞋底 您什么脏东西一般 唐小宝却还算淡定 只在想着 这可能老马又有什么急事正在打电话吧 董事长嘛 理解理解 可是我要怎么上楼呢 难道再用一遍障眼法 这两个人在前台女孩眼里却实打实地心虚了 于是这前台女孩又开始高声呼喝那两个保安大哥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他撵出去 这两位大哥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却都不太情愿去碰那个诡异的小伙子了 保安是这个态度 那个前台女孩明显也是有点被刺激到了 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 又是休脑又是尴尬 只见她又是一拍桌子 好啊 我指挥不动你们了是吧 我这就报警 让警察来把你撵出去 一边说 一边掏出套着精致漂亮手机壳的手机 准备直接报警 然而 就在她拿出手机的同时 一旁的VIP电梯 却响了一声 电梯门打开 几个人急匆匆的朝前台这边走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4章 为首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 长得还算过得去 只是嘴角的法令纹和眉心的纹路比较明显 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套装 头发在脑后完成了一个一丝不苟的发际 浑身透出一股严厉冷淡的女强人范来 但是这位女强人 看到唐小宝的时候 那严厉冷淡就通通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堆笑的笑容 哎呀 是唐先生吧 真是不好意思 太不好意思了 马总有点急事走不开 吩咐我下来接您 但刚才YP电梯顶层门出了点故障 没有打开 我们紧急叫人来维修 才耽误了几分钟 实在是太抱歉了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这女强人一边疏一边鞠躬 她的鹅角落渗出汗珠来了 鹅前也飘下了几缕碎头发 显然是经历了一番忙碌的 而且她脸上满是交集和讨好的表情 笑容可谓是非常真诚 总之 唐小宝觉得她不像在撒谎 如果这都是在撒谎的话 那这个女人就可以去当奥斯卡影后了呀 前台那个小姑娘在旁边却都惊了 她当然认识眼前这个女强人的 不仅是认识 而且还十分敬仰和畏惧 然而女强人却看都不看她一眼 只对唐小宝陪笑她 唐先生 您可能从马总那里听过我的名字 我叫王燕 燕子的燕 目前担任马总办公室的主任 您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唐小宝恍然大悟 原来是那个王燕啊 马白腾的大秘 之前马白腾任命他做行政秘书的时候 就是给这个王燕打电话吩咐的 一旁的前台女孩早就看呆了 一脸的惊恐欲绝啊 发现自己不仅踢错了铁板 而且这块铁板还长了牙齿 还会咬人 顿时就一脸马上要得心脏病的样子 前台女孩一脸强颜欢笑 勉强开口打了招呼 王蜜 您来了 然而很可惜 王燕从VIP电梯里出来的时候 刚巧听到了前台女孩 一致气势的语气了 身为马白腾身边的大秘 王燕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 那眼光自然非常毒辣呀 看一眼唐小宝那寒酸的穿着 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 无他又是一桩很常见的狗眼看人低呗 王燕脸色立刻就冷了下来 扫练前台女孩一眼 这位是唐小宝唐先生 是前段时间 马总亲自聘请的董事长行政秘书 因一直在外公干 所以你们还没见过 现在可以认识一下 以后不要再认错人了 这前台女孩已经面色如土 瑟瑟发抖了 王燕训满了人 立刻转头看唐小宝满脸堆笑 唐先生 这是实习生 不是我们正式员工 刚进来实习不久 什么都不懂 如果冒犯了您啊 您千万别介意 您放心 我们这就把他辞了 以后也不会再绕他进来 我 王面 唐面 唐哥 真的对不起啊 刚才说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请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小妹这一次吧 这前台女孩啊 一边说 一边还哭了起来 试图用女孩子的身份 和天然优势 来软化唐小宝 但是说到底 一来呢 唐小宝一直是一个 对女孩子 没太大感觉的奇葩 除了与诗玲之外啊 二来呢 她还是一个自私自利 小心眼的人 普通人有的坏毛病 她是一样不缺 所以这种时候 就更不可能 因为女孩 哭了几嗓子 就翻篇了 啊 王姐 那啥 时间紧迫 咱们还是赶紧上楼 去见马总吧 他有急事 要见我呢 唐小宝 亲亲热热 自来熟的 叫了人一声解 眼见唐小宝 不再就见 那个智障前台了 王燕 也松了一口气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说得对 说得对 这边请 唐先生 咱们走VIP电梯 直打顶楼 唐小宝 没在理会 琪琪爱爱的 前台女孩 跟着王燕等人 走进了电梯 VIP电梯内部 十分的宽敞 像医院电梯那么大 内部装潢 简约大气 低调奢华 关键还是 这座摩天大楼 内部唯一一座 可以从一层贯穿到 顶层的观光电梯 所以视野啊 也是非常好的 享受着高速电梯 带来的顺滑感 唐小宝慢悠悠地 对王燕说道 王姐啊 刚才那小姑娘 真的只是个 实习生吗 哼 事就怪了 那肯定是正式员工啊 要是实习生的话 能哭那么惨吗 王燕擦了擦汗 陪着笑脸却没有说话 唐小宝倒是也不戳穿他 只摇着头 满条丝里 宛如一个大领导那般说的 王姐啊 说实话 前台呢 虽然不是什么决策岗位啊 但是呢 却相当于是咱们 白马大厦的门脸 你看 基本上所有来访的陌生人 都要经过前台那一关 对不对 是是是 您说的对 王燕陪着笑脸 对待唐小宝的态度 就像对待马总一样 今天 那个前台女孩实在是 有点太嚣张了 王姐 不是我说的 今天是我还好 我毕竟是咱们 白马集团的自己人 可若是 哪天从外面来的人 只是穿的不那么好而已 就被她一顿欺负 这可怎么好啊 丢的 不还是我们 白马集团的脸吗 唐先生啊 您说的太对了 不过 您可千万不要误会 这只是个别现象 咱们白马大部分员工啊 都还是很优秀的 不然 也不可能做得这么大 是不是 嗯 你放心 我和马总呢 是好朋友 我当然信得过 他的管理水平的 听到唐小宝说 自己和马白藤是好朋友 王燕早也得到过 马白藤的叮嘱 当然不会不信 而是 对着唐小宝的态度 更加郑重了三分 谨慎地问道 那您觉得 该怎么处理 那个潜台呢 我呢 大人有大量 不会和他计较的 也没必要 砸了人家饭碗 毕竟白马集团 门槛高 即便是一个潜台 也是学历很高的高材生 但那小姑娘 这种性格脾气 的确不适合 做潜台这种岗位 我建议啊 王姐看看 给她调个岗吧 不怎么需要社交的那种 就可以了 哎呦 明白明白 唐先生的决策 真是太英明了 这王燕呢 顶着一张冷淡 女强人的脸 却不断地给 唐小宝吹着彩虹屁 这反差 也真是绝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5章 唐小宝 当然是全盘笑纳 美滋滋地俯瞰着摩天大楼 外边的城市景色 这种三言两语 左右他人命运的感觉 还真是爽啊 难怪所有人都喜爱权势 不过 唐小宝也是一个有数的人 他绝不会滥用手里的权利 不然的话 他刚才肯定就直接让王燕辞退 那个前台小姑娘了 毕竟那个小姑娘 的确是有些心术不正 前台女孩这事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随着电梯逐渐向上爬升 唐小宝的思绪 又回到了正事上面 很快 电梯就到达了108层 也就是白马大厦的顶层了 电梯门缓缓敞开 穿着休闲装 颇显年轻的马白腾 竟然就站在电梯外边等候着 小宝 你怎么犯来了 马白腾像见到亲人一样 一把拉住唐小宝就往外走 这力气还挺大的 差点把唐小宝拽个跟头 王燕和其他人都是低眉顺眼的 没有任何疑义 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马白腾的董事长办公室 在走廊的尽头 那里自然是非常宽敞豪华 很符合首付董事长的水准 但唐小宝却没公布留意这些 看到马白腾关紧了办公室的门 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马总 你急着见我 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马白腾用一套看起来 就很名贵的青瓷茶具 给唐小宝倒了一杯茶 坐下来 深深吸了一口气 小宝 其实 关于老十八中的那堵南墙 我还有一件事情瞒了你 唐小宝挑了挑眉 在松软的沙发上 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摆出了喜耳宫厅的架势来 他已经猜到马白腾想要说什么了 接下来 他就听到了一个十八岁少年 和比较大五岁的年轻女教师之间 可歌可泣的师生恋情了 原来啊 由于家庭原因 马首富比同龄人上学晚了整整四年 他读初二的时候 已经是十八岁了 和同班那些个志气未托的同学比起来 十八岁的马首富 个子又高 长得也不差 当然很能够吸引异性的目光啊 当然也包括 他年轻的语文老师 吕小红啊 于是两人很快就秘密恋爱了 但是三十年前的本国社会 刚刚开始发展经济 整个社会风气还处于很保守的阶段 所以两人都不敢公开自己的关系 但是后来 这段不容于事的恋情 还是被人给撞破了 吕小红很快被停职 而马白腾多次想要出门找他 却被自己的父母锁在了家中牢牢盯着 根本没有机会出去和吕小红见面 再后来 又过了几天 马白腾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 父母离家办事 他偷偷跳窗跑了出去 想要去见自己的心上人 就算不能重新在一起 最起码也可以互相安慰一下 挺过这段艰难的时期啊 不过 却他前往吕小红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名叫赵颖的女同学 赵颖是马白腾的同班同学 平时性格内向 在班里根本没啥存在感 马白腾也只能是叫他的名字而已 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深交了 赵颖拦住了马白腾 并递上了一份酸梅汤 说是他自己家里熬的 他知道马白腾肯定是偷偷跑出来 要遇见吕小红老师的 于是特意跑过来拦住他 想让他把自己熬的这份酸梅汤 送给吕老师 原因就是他语文成绩一直不好 家里父亲也死得早 而吕老师对他一直很好 所以他也想借此机会 向吕老师表达一下自己的关心 马白腾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呀 就带上这份酸梅汤了 后来我和他见了一面 那天刚好放假 我们就一起去学校里逛了逛 我陪了他一下午 也把酸梅汤给了他 说到这里啊 马白腾眼圈都开始发红 简直堪称是猛难落泪呀 再后来 当晚就想起了鲍鱼 第二天 第二天 我就听说 他 他在那肚难墙下面 被神殿娃婆给 后来 我就收养了小星星 除了他很聪明 优秀之外 他 也是因为他幽眼下那颗泪质 实在和他太像了 简直 简直就像是他的女儿一样 小宝 你说 那什么鬼满桶 还有那些 我遭遇的诡异的事情 是不是 小红在怨我 是不是他一直在埋怨我 我实业有成 也娶了婉婉 他是不是觉得我变心了 马白腾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悔恨 唐小宝 拿死于眼睛看着他 兄弟 你他妈确实是变了心了呀 不过 这话呀 他不会说出口来 而是拍着老马的肩膀 有一搭没一搭的安慰着 忽然 仿佛电光石火一般 唐小宝猛然一个机灵 想到了一条很明显 却被忽略的线索 这会不会 其实照影那份酸梅汤里 有致命的毒素呢 而这有多酸梅汤 才是吕小红真正的死因呢 想到这 唐小宝迅速开始在脑海里边 一边推理 一边勾勒画面 马白藤和吕小红聊完天之后 已经是夜晚了 他害怕被父母发现 所以率先离开了学校 但吕小红心中惆怅万千 并没有马上离开学校 而是继续在校园里散步 并来到了马白藤 就让打篮球那堵南墙下面 这一边散步 他一边喝下酸梅汤 毒素迅速发作 吕小红在剧烈的疼痛 和濒死的痛苦当中 意识到是马白藤 带给他酸梅汤 就将自己给毒死 于是自然而然地就认为 害死自己的人 就是马白藤 但是由于毒性太烈 吕小红很快就死去 还没来及形成怨念 所以变成了一具正常的死魂 被当时的鬼差给带走了 他死后 很快下起了暴雨 他的尸体当然就被山体滑坡 给撒烂了半边了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 因山体滑坡意外死亡的时候 这样 如果这么一说的话 就全部都对上了呀 所以 其实害死吕小红的凶手 不是马白藤 而那个女同学 赵颖 想到这儿 唐小宝立刻开口问道 马总 还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那天你和吕老师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他 酸梅汤是谁做的 都三十年过去了 这闻习的细节 我不太记得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对你查案很重要吗 马白藤飞住着眉头迟疑的 唐小宝非常坚定 当然重要 很重要 太他妈重要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6章 出于某些原因 唐小宝暂时 还是没有告诉马白藤 鬼曼童纠缠前世凶手的特点 因为说到底啊 他还是没有办法 完全相信这位马首富 就算现在看起来 马白藤似乎摆脱了 三十年前的杀人的嫌疑 但还是无法保证 这其中没有圈套 万一马白藤扯谎骗他呢 万一这一切都是 马白藤安排好的呢 唐小宝摇了摇头 努力把脑子里的阴谋论 给去除掉 这违今之计啊 也暂时没别的办法 验证马首富说的话的真伪了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马白藤那边 还在努力地回忆着 这么一想的话 我应该没有告诉他的 那时候情况很特殊啊 我和小红都很久没见了 尤其是小红 他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我们都会想念对方 甚至还去了一间教室 说到这里 马白藤停顿了一下 他那张快五十岁的老男人脸 忍不住的还红了起来 反正就时间挺久的吧 完事之后天都快黑了 马白藤一边说 一边露出了一丝笑容 唐小宝面无表情 喂 不是吧 阿瑟 这破路你也能开车 然后我们就互相说了会儿话 在校园里走了走 再后来 太阳彻底落山了 我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回家 怕他们发现我跑出来见小红 我就赶紧回去了 没想到 后来 唉 说着说着 马首夫的情绪又低落了下来 唐小宝微微点了点头 截止到这里啊 如果马白藤没有说谎的话 那么事实 都唐小宝推理的一样了 不过他还是需要确认一下 马总啊 还有一个问题 你能回忆起在你走之前 吕老师有没有喝那瓶酸梅汤吗 马白藤的表情有点迷糊 他显然并不明白 为什么唐小宝一直在纠结 这些奇怪怪的问题 不是 小宝啊 这些问题真的和这件事有关系吗 倒不是我不想回答 只是一些问题都太细了 我就算回忆起来 也只是能够回忆一个大约的印象 甚至还有可能会出错啊 哦 马总 你不必担心这些 只要您有个大约的印象 那应该90%以上都是正确的 马白藤迟疑着点了点头 苦思明想了好一会儿 才犹豫着说道 应该 应该没有吧 毕竟我们当时 你也知道 并没有那么多时间 更何况呢 我当时也好像 没有工夫和他说那些 是别人送的 所以啊 他就当是我在供销社买的 所以应该是放在一边没有喝 唐小宝点了点头 心里有底了 马总 您对那个叫赵颖的女同学 还有什么印象吗 马白藤听到这话 更是一脸懵逼啊 小宝 刚才你的问题 还算是和我本人的事情有关 可惜他问起这个赵颖来 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怎么会去关注他的事情呢 唐小宝垂下眼睛 想了想 决定还是稍微和马白藤 透露一点底儿吧 马总 不瞒您说 经过种种迹象表明 我怀疑吕老师 并不是被山体滑坡砸死的 啊 马白藤看起来十分的震惊 极度惊恶 他直直瞪着唐小宝 愣了三秒 这才反应过来 直接就探过身子来 抓住唐小宝的肩膀 小宝 你说什么 小宝他不是被身体滑坡砸死的 马首富看起来十分激动 抓着唐小宝的肩膀 就摇晃了起来 马 马总 你先别激动 是自杀 还是 还是有人杀了他 马白藤的脸胀的通红 这看起来又是悲伤 又是愤怒 如果唐小宝的问心术 修炼到高级阶段 就能够看出 马白藤此刻的情绪 到底是真的 还是演技高超装出来的了 只可惜 他不久前才刚刚开启 问心术系统 又忙于奔波 根本没那个时间 沉下心了研究系统里边 那些新增的法术内容 所以 他现在啊 也只能是姑且 把马白藤的反应 当做是真的了 唐小宝 摸了两可的说道 现在呢 还不能肯定 只是有一定 他杀可能而已 如果真的是他杀 那么凶手 很可能会是这个照应 而凶器 就是那瓶酸梅汤 里面应该投放了 某种烈性毒药 当然 这些 都只是我的 不成熟的小猜测而已 马白藤听完 完全愣住了 整个人都呆呆的 僵硬地坐在沙发上 嘴里念念有词 难难地说着什么 唐小宝身距 十三太宝 横练第十层的功力 已经不是普通的 耳聪牧名 可以形容得了的了 只要他意念一动 甚至可以听到 超出人类耳朵极限 可以接受范围的 超声波和次声波 并且听到了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他听到了 马白藤嘴里的念叨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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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害死了 小红 是我把酸美汤 给小红喝的 我也是凶手 我也是凶手 一边说着 两行眼泪 又从马白藤脸上流了下来 他整个人 依旧是僵硬地 呆愣地坐在那里 没有任何哭泣的迹象 只眼泪 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 这种场景看上去啊 比嚎啕大哭 更令人心酸 唐小宝 静静地看着马首富 这一刻 他忽然觉得 或许在这件事里 马白藤是真的最无辜的人了 任由马白藤流了一会儿眼泪 唐小宝才低声开口说道 马总 死人已是 节哀顺变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了 除了怀念之外 还是连去眼前人吧 您别忘了 您还有现在的妻子 苏婉呢 果然 一提到妻子 马白藤又愣了几秒钟 总算是渐渐冷静了下来 他抽了一张纸巾 稍微擦擦眼泪 强颜欢笑 抱歉小宝 让你看笑话了 马总风雨半生 仍是性群中人 不改赤子之心 这样令人敬佩 我也怎么会笑话呢 只是 在您夫人面前 可千万不要这样 不然 可就会让她伤心了 马白藤沉重地点了点头 低声道 小宝说得对 我已经对不起小红了 又如何能再对不起婉婉 马首富顿了顿 又抬起头来 坚定的 不过 如果小红不是自杀 也不是意外而死 那我就一定会为她报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7章 听到这话呀 唐小宝就忍不住在心里边 又吐了个槽 什么报仇啊 最后还不是得本脚男 给你跑前跑后啊 果然 下一秒 马首富就激动地握住唐小宝的手 说道 小宝 一切就拜托你了 答案不言谢 唐小宝还没来得及 说声不客气 就见马首富掏出手机 啪啪啪一顿操作 而后 就听自己手机响了一下 有的短信进来了 唐小宝还没来得及 掏出手机去看 马首富就回过头来 微微红着眼睛说道 小宝 我又给你的卡上赚了一百万 你不要客气 这都是你赢得的报仇 等到此次事件解决 我还有中心 呃 唐小宝的耳康手 才伸了一半 就默默地缩了回去 要不能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呢 唐小宝就是一个大大的俗人 哪能不爱钱呢 但是 他有点被这一百万的天降巨款 给砸懵了 喀巴喀巴地转了一下脖子 木然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果然 短信提示他银行账户 已经到账一百万元人民币了 余额则是一百零九万多 放心吧 放心吧 爸爸 我保证完成人物 马首富就是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哦 小宝你可真是幽默啊 至于 那个照应 我是真的记不太轻了 已经三十年过去了 我和小宏之间很多事 我的记忆都模糊了 更何况那个 什么存在感都没有的女同学呢 唐小宝眉头皱起 点了点头 嗯 你说的是 哎 看来还是打个电话 拜托小胖这个内勤人员了呀 不过 马首富也是很给力的 不过你也放心啊 小宝 我毕竟有现在这么一份家业 钱还是不缺的 我会故人去调查赵英的一切相关消息 一旦有所收获 就微信上发给你 唐小宝点头道谢 哦 没问题 那就多谢马总配合了 俩人随后就站起身来 唐小宝在这里耽误的时间也不短了 他想在天黑之前 就赶去姑苏火车站 调查吕小红的浑肿 那么现在就该动身了 临走之前 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转头问道 哦 对了 马总 你这两天 还有没有感觉到头颈麻木了 一边问 他一边开起了阴阳眼 一边看向马白藤的左肩 只见一片黑白之中 那个金光制成的笼子依旧还在 只是比几天前要暗淡了许多 已经被炼制成鬼门童的小猩猩 依旧趴在那里 但是几天前 刚刚用太极浮鬼术 控制他的时候 他还只能够颤抖地浮在笼子里 仿佛浑身被什么天敌一般的力量 给压制住了 完全无法动它 只能够小幅度地颤抖 而现在 这小鬼依旧还是趴复的动作 但是 那张青子丑恶脑袋 却能够转动了 纯然一片乌黑的眼瞳 带着恶意盯着唐小宝 时不时 车呲牙咧嘴 露出那张满是环形历齿 如同七星慢口气一般的恐怖大嘴 这鬼慢童似乎 恢复了一些活性了呀 唐小宝皱着眉头看着他 寻思着 要不要再用一招太极浮鬼术 将身上的禁锢再加重几层呢 但在此之前 他还是谨慎地问了系统一句 系统 我现在所掌握的这些法术招式 可以降级使用吗 当宿主问心术修炼到终极阶段后 可通过技能精准控制 来精确控制各个技能的强度 从而间接达到降级使用的效果 那意思就是现在还不行呗 毕竟问心术才刚刚开启啊 以他现在高级伏伟术的境界 只怕一击轰过去 这小鬼当场就能变成渣渣 那样一来的话 小星星就会彻底魂飞魄散 消散在天地之间了 任务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毕竟当时任务发布的时候 也只是说解决鬼漫童事件而已 并没说具体该如何解决 但是这件事从三十年前开始 直到今日 吕小红和小星星可以说是 最无辜的灵魂了 恶手尚且没有除掉 就先让小星星魂飞魄散 唐小宝自问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的 他是自私 但还没有自私到这个地步 一边思索着 一边听马白腾说着 这两天 倒是没有再复发过 只不过噩梦还是一日在做 是什么噩梦 还是不断碰到的那堵墙 其实啊 倒也没有什么了 唐小宝文言松了一口气 这就说明了 并没有其他什么新情况发生 至少在找到鬼漫童的魂种 调查完他那一魂一魄之前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唐小宝点了点头 看了看手机 已经快下午两点钟了 就说道 马总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走了 我必须在天黑之前 赶到姑苏火车站才行 马白腾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表情复杂 看着唐小宝 行 那我就不多留意你了 小宝 有事 一定随时给我打电话 哪怕深夜也可以 就全部摆脱你了 唐小宝点了点头 忽然瞥见马白腾小桌旁边 摆着一打雪白打印纸 就抽了一打 放进了包里 那借点白纸用用啊 马总 离开白马大厦之后 唐小宝又叫了一辆网约车 前往火车站 坐在网约车上 看着车外的光景 唐小宝猛然反应了过来 虽然只过了短短一段时间 但是公交车和共享单车 这种交通工具 似乎已经离他很远了 毕竟现在也是 身家百万的小开了呀 这点钱还是不怕花的 嗯 等这事解决之后 就赶紧换个房子租 然后可以考虑去把车学了 想到这儿 唐小宝又赶紧低头 看了一眼手机 打开微信 看到小胖子 发了一堆未读消息 倒是没有什么未接来电 看来小胖子算是接受了 得把他抛下这个事实了 曹操看了一遍 那一通充斥着抱怨和耍赖的未读信息 唐小宝直接把电话 给小胖子拨了过去 小胖子几乎是秒接 唐哥 你怎么又把我给丢下来呀 你怎么现在到底在哪儿了你呀 由于唐小宝并没有 把自己先前的想法和推理 告诉小胖子 是直接自己出来的 所以小胖子并不了解 他的去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掩布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8章 唐小宝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的 没好气的说道 怎么 前两天还标榜自己是内情人员 不愿意涉嫌 现在又想跟我出来了 小胖子文言黑黑善笑了几声 哎呀 我这不是 哎呀 唐哥 你总不能连客气都不让我客气一下吧 是不是 我就知道你这德行 行了 你呀 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这次出来我一个人就行 用不着你跟着 不过 你还是可以帮上我的忙的 小胖子一听这话 果然来劲了 迫不及待地问道 什么呀 唐哥 你快说 只要跟电脑有关的 我绝对没问题 之前让你查的 吕小红父母的信息 有什么眉目吗 一听唐哥问到这话 小胖的声音就低沉了下来 唐哥 我刚想告诉你这事呢 呃 吕家老两口在五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他们的亲戚也死得死散了散了 唯一一个是吕家夫人最小的弟弟 但他很小的时候 就移民去欧洲了 至少也有三十多年没有回来过了 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吕小红 所以我觉得 他也不太可能知道什么 唉 真是不幸的一家呀 唐小宝也跟着唏嘘了几句 但为了保险起见 但还是让小胖子 把吕家小舅舅的联系方式和信息 都给发了过来 万一能派上用场呢 不过 哥还有个任务给你 听好了 放下电话立马去查 知道吗 好好好 没问题哥 你快说快说 马白腾读初中的时候 有个同班同学 女的 叫赵颖 聪颖的颖 据说在他班上很没有存在感 所以 马白腾也 不太记得了 啊 啊 啊 还有还有什么别的信息没有了 听筒里传来小胖子的说话声 一边传来噼里啪啦 敲打键盘的声音 显然正在记录呢 这个赵颖据说是语文成绩不太好 而且家里父亲早死 是母亲一手抚养他长大的 而吕小红老师对他很不错 还私下里辅导他功课 请他吃饭什么的 嗯 就这些信息 没有更多了 小胖子一边敲键盘 一边嗡嗡嗡嗡着 又问道 唐哥 我能问一下 为啥要查这个人吗 你给我一个方向 我以后有针对性的 深挖一些东西啊 唐小宝寻思 这小胖子是自己人呢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于是 就把马白腾和自己说的事情 转述了一番 同时加上自己的推理和逻辑 最后说道 就是这样 所以据我推论 吕小红真正的死因 很可能是中毒而死 而且凶手 很可能就是这个照应 对啊 如果这是这样的话 那就全都说得通了呀 吕小红死前 主观上认定自己 就是为马白腾给杀死的 所以 化作鬼满瞳之后 也会遇着马白腾的麻烦 看来 这鬼满瞳的追杀 还是很主观的嘛 并不能完全相信啊 没错 所以你在调查的时候 就着重往这方面调查吧 查完了之后呢 先给我发个微信 如果我能够跟你通话 我会秒回你 如果没有秒回 你就千万不要再联系我 更不要打电话 因为我今晚要做一些事情 不能被打扰 等我完事了 看到留言 就会联系你的 小胖子派着胸脯坐着保证 放心吧 唐哥 我知道轻重缓急 唐小宝嗡了一声 又嘱咐了他几句 钱省了点话的车轱辱话 就放下了电话 他望着车外的光景 陷入沉思 如果假设 这炼制鬼满瞳的降头师 是刻意要害死马白腾的话 这样一来 那么这个降头师 也就是这次事件的首恶了 必然是十分了解 三十年前的事件始末 而且也十分了解 马白腾现状的人 平心而论 三十年后的今天 马白腾功成名就 已经成为全国首富 在世界范围内的名声 都是首须一指 已经是全球的名流了 了解他的人 肯定不在少数 但三十年前 马白腾还是一个 寂寂无名的中学生 了解那个时候的 他的人可就不多了呀 这样一来 就能够把嫌疑犯 作用到很小的范围了 再比如那个赵影 当然了 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人 就比如 吕小红当时的同事 朋友 马白腾的朋友和亲人 等等等等 但是目前看来 唯一了解这件事情 来龙去脉 且对吕小红和马白腾 明显怀有恶意的人 就只有这个赵影了 唐小宝皱眉沉思 不知不觉 网约车已经到了南都火车站了 唐小宝付了钱 下了车 去购票大厅 买了一张四小时后 也就是下午六点出发的车票 这次啊 他狠狠心买了一张 一等座的票 因为 因为一等座 有比较安静的独立后车间 他实在是有些累了 想到独立后车间里边 小睡一会儿 这样才能以更好精神面貌 面对晚上那场硬仗 在车站吃过了简单的午饭 唐小宝就来到独立后车间 现在前台那边登记了身份证 和出发的车次和时间之后 然后走进了一个独立的包厢 反锁上门 拉上窗帘 定好闹钟 就躺在松软舒适的沙发上 陷入了梦乡 这里后车的人并不多 但是这不多的几个乘客 大多数也是都来午睡的 服务员们都很有经验 会记录下来这些乘客 出发的车次 在检票前的半个小时 唤醒他们 所以唐小宝睡得很是安心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他刚躺下不久 一位头戴宽颜帽 戴着一副墨镜的女乘客 走进了这间独立后车间 这女乘客身材窈窕玲珑 穿着一件简单的女士白衬衣 下边是颇有几分性感的热裤 裸落了两条修长白蝎大长腿 一路走来 都是男士们目光的焦点 这位女乘客 并没有选得进单间去午睡 而在这个后车间外边 选择了一张较为轻轻的沙发 坐了下来 放下手包 拿起手里一杯咖啡 喝了起来 他摘下宽颜帽和墨镜 露出了一头蓬松绣发 和焦好的面庞 一双秀美的眼睛一转 直接就望向了唐小宝所在的单间 而这位女乘客不是别人 正是唐小宝早上出去买早餐的时候 在城中村外围又有那个女孩 身材备养和与诗玲相差无几 但是容貌却截然不同的那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鞋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叶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09章 唐小宝躺在独立后车间的沙发上 睡的是四氧八叉 呼噜震天响 爬喇子把沙发都给弄湿 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外边的情况 他的闹钟设在了发车前的35分钟 所以在服务员进来叫醒他之前 他就已经醒了 这一觉时间虽然不长 只有三个多小时 但是很奇异的 唐小宝精神却是恢复得极好 感觉好像又可以决战到天亮一样 哎 这莫非就是横练13太宝第10层的好处 难道我以后可以极大缩短睡眠时间了 唐小宝美滋滋地想着 跟服务员道过谢之后 就离开了后车间 那个背影很像雨士玲的姑娘 自然是早就消失了 唐小宝在车站买了一杯奶茶 悠哉悠哉地回到了后车间 又等了半个小时 顺利检票上车 火车上的旅途一路平静 并没有发生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晚上八点钟 唐小宝顺利抵达了姑苏火车站 毕竟晚上是要在火车站内部忙活的 所以唐小宝并没有出站 他按照之前记录下的经纬度设置了导航 而后跟着导航一步一步地朝目的地挪了过去 一边走着 唐小宝一边心里打鼓 万一这目的地是一个人多的地方 那可咋办呢 就算是午夜零点 火车站这种地方 该人多还是会很多的呀 所幸 寻着导航越走越近 唐小宝发现 这目的地呀 应该是在一层东次一个女卫生间里 到了午夜零点 卫生间的人应该是不算多的 不过 现在的火车站还是比较拥挤的 这个卫生间甚至有排队的迹象 所以唐小宝也正在外围逛一圈 并不能进入其中去探查精确的浑种地点 唐小宝并不想被人当作是偷窥女厕所的变态 于是稍微看了看就离开了 找了一家站内的快餐店 解决了一顿晚饭 唐小宝吃着价值七十块钱的 番茄炒蛋盖焦饭 心里横横地想着 奶奶的 这车站机场的饭还真是贵到离谱吧 一边扒着饭 他一边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着 忽然 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宽颜帽 披肩的长发 白色衬衣 短短的热裤露出了一双修长洁白的笔直长腿 轻轻晃动了走路 这背影像极了于是玲 唐小宝皱了皱眉 马上意识到 这并不是于是玲本人 毕竟早上才遇到一个背影很像于是玲 但容貌又南辕北辙的妹子 该不会又是那个妹子吧 早上才遇到 晚上又在姑苏火车站见到 难道他也来姑苏办事 这也太巧了吧 唐小宝心里想着 打算再仔细看一眼 但是火车站里边是人挤人 人挨人 刚才只扫到一眼妹子的背影 不过短短几秒钟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就好像刚才他眼花了一样 唐小宝摇了摇头 唯唯皱眉 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 因为小胖子给他发信息了 唐哥 方便接电话 唐小宝直接给小胖子打了回去 怎么样 小胖 喂 唐哥 你到姑苏了吗 我到了 刚到 在火车站吃饭呢 你怎么样 查到什么没有啊 没什么特别大的进展 哎 唐哥 你说奇不奇怪 这赵颖居然也像马白藤一样 在网上留下的痕迹 特别特别的少 就好像完全不用电脑的原始人一样 听到这话 唐小宝狠狠皱起了眉头 你 确定赵颖还在人世吗 活着 是肯定还活着的 我黑进了公安系统 调查了全国所有那个时代出生的 初中曾经在姑苏老十八中 就读名叫赵颖 或者是曾经叫过赵颖的女人 发现只有一个人符合要求 只有一个人符合要求 那不是很好吗 快告诉我 这个赵颖的住址和联系方式 我本来也以为会很好查 但是仔细看才发现 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 但是每个月 依旧领了退休金 你的意思是说 也许他已经死了 但还是有人在以他的名义 冒领退休金 呃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杭江市每个月都会抽查一批 领退休金的人 上门抽查拍照那种 来确定他们是不是还在世 而这个月 准确来说就是上周 刚刚抽查到了赵颖 还给他拍了照片呢 我待会儿把照片给你发过去 汤哥 他看起来状态还挺好的 所以你到底是觉得哪里不对 唐小宝嗡了一声 又狐疑地问道 小胖子那边吱吱呜了好一会儿 很显然又是要把脑壳抓秃的架势 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但是我虽然法力低微 但到底也是学过入门倒数的 一些基本的望闻问切我也懂 这照影的照片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啊 汤哥 哈 你刚才不是说他状态看起来还好吗 只是乍一看觉得还好 但我总觉得那照片充斥一股奇怪的气息 但是我毕竟修为低 我怕我看错了 所以也不敢多说什么 待会儿发给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汤哥 可是如果真像你所说 那照片有什么问题的话 经过网络的传输 你又怎能确定那股奇怪的气息 依旧会留存在照片上呢 汤哥 这个你就尽管放心吧 我好歹也是通灵黑客界的大佬啊 通过特殊手段发送照片 保存信息的特殊性 这俩小事我还能够做到的 行 那你发过来吧 现在也天黑了 你一个人在家里锁好门 厨房天花板上那个洞你不用管 不会有人顺着洞钻进来的 等我回去了 就换个地方 重新租房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10章 知道了汤哥 你放心吧 哦对了 还有 从现在起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我接下来就要开始调查工作 不能打扰 你也早点睡吧 不用再查什么了 有工作等明天早上再做吧 嗯 汤哥 你也自己保重啊 实在不行 这任务 咱就甭做了 先不要自己搭进去啊 哼 你得了吧你 就不能怕你哥点好啊 行了 赶紧去睡吧 俩人 这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不切实际的幻想 开始啊 在孤独火车站里边到处溜弯 要观察一下目标地形才对啊 免得到时候什么准备都没有 就要直接面对鬼满桶的一魂一魄了 他左右看了看 果断进入了女厕所隔壁的南侧 非常幸运的是 这间南侧里边有马桶隔尖那一侧 这刚好是和女侧挨着那一侧 于是 唐小宝进入了最里边的隔间 锁上门开启了阴阳眼 阴阳眼开启 黑白世界瞬间降临 却险些没把唐小宝吓一跳 这间南侧里来来回回 飘荡着数十个面目呆滞的死魂 几乎把小小的卫生间给塞满了 有些死状还挺可怕 缺鼻子少眼 断胳断腿的都有 这火车站一下能死这么多人 唐小宝思索了一下 就明白了过来 要不咋说这卫生间是建筑物 阴气最盛的地方了 只怕方圆几十里之内的死魂 都集中到火车站这几个卫生间里面了 唐小宝用阴阳眼透视功能 看了一下四周 发现有几个哥们还在一边说笑着 一边扶自己小兄弟去对准便吃中间那个排水孔放水呢 要是这些哥们知道自己是在鬼魂围观之下解决问题的 那就不知道是自己尿出来的还是被吓尿的了 这围观的重鬼里边甚至还有不少小姐姐鬼呢 唐小宝恶趣味地笑了起来 而后把目光转向对面的女厕所 阴阳眼的透视功能非常给力 吃过炼魂大补汤之后啊 她的清心觉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二层的高度了 阴阳眼的透视功能又得到进一步加强 先前只是能穿透衣物和比较薄的木墙 土墙 但是现在连这种钢筋混凝土筑成 还铺了一层瓷砖的厚实墙壁 都可以无痛穿透了 在看过去之前 唐小宝在心里啊 还小金星地祈祷着 哎 拜托拜托 不要让我看到正在那啥的小姐姐啊 哎呀 要不然也太不道德了 嘿嘿嘿 然而当她看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墙面另外一侧是洗手台和洗脸台 在对面才是一排隔尖的 而正对着她的几个隔尖里边也都没有人 唐哥呀 不知是失落还是宽慰地叹了一口气 这女侧和男侧一样 都充斥着各种奇形怪状一般的死魂 但或许是因为女侧阴气比男侧更重一些 所以女侧死魂也更多一些 这看起来比男侧更为拥挤 但唐小宝的目光甚至根本没有在那些死魂身上 停留哪怕半秒钟 她的感知甚至先于她的目光 率先一步投放到了她正对面那个隔尖里边 就在那个隔尖的下方 大概位于敦坑的下方三四米深的地方 有一团暗红色的诡异光芒 正如黑暗中的邪恶之眼一般 闪烁着森然的寒光 但她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压制着 虽然源源不断地朝四周散发着邪力 但却依旧无法完全挣脱开来 而且啊 很诡异的是 这团红光周围似乎有一层无形的屏障 将那些邪力和周遭事物完美地阻隔了开来 只能在屏障之内横冲直撞 确实一丝一毫也无法振动到外界 这也是为什么这间卫生间依旧在正常使用 至今也没有恶性死亡事件的原因所在啊 唐小宝看着这一幕有点犹豫了 如果她几个小时之后破开了浑种 却没有办法搞定接踵而来的厉鬼和降头师 那自己可就很可能会难逃一死啊 这还在其次 但是否这个浑种就无法再次恢复原状呢 里边封印的那邪恶的一魂一破 就将彻底被放出来 变为厉鬼围惑人间了呢 可是如果不破浑种的话 她就无法彻底解决掉鬼满桶的世界 也就无法将那个邪恶的降头师绳之以法 送她去该去的地方 唐小宝相信 只要那个降头师还活着 肯定会继续做更多的恶事 继续祸害更多无辜的人 唐小宝坐在马桶上 艰难地抉择着 其实哪怕到了现在 她都还是有回头路的 只要现在立刻离开孤苏 返回南都 只要用高级板的太极浮鬼术 击杀鬼满桶 那这次任务就能够立刻完成了 马白腾也能够马上转危为安 至于之后那个降头师 会不会继续祸害马白腾 到那个时候 主动拳就在唐小宝的手上了 如果马白腾继续求助于她 那她肯定又能赚得盆满钵满 如果她不想以身犯险的话 也可以拒绝马白腾的请求 反正现在身上一百多万现金 租得回老家做个小生意 无忧无虑一辈子了 唐小宝想了半天 闭了闭眼睛 缓缓探出了一口长气来 她起身走出卫生间 回到了后车大厅 继续在长椅上闭目养神 她没有选择离开 也没有选择逃避 面对危险 她选择了迎难而上 这让一向标榜自私自利的唐小宝 多点为自己感动了 妈的 就没见过像老子 这么舍己为人的大好人呢 没办法 倒也不是说多么大公无私 多么济世天下 关键是 这次鬼漫童事件 不只见到马白腾一个人 这件事还关系到 她暂时的盟友 宇诗玲和主妇婆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11章 唐小宝佐斯又想 觉得 这次鬼漫童事件 并不是牵涉到马白腾一个人 这件事还关系到 她暂时的盟友 宇诗玲和主妇婆 除此之外 还关系到 她背后大日黑天图腾 关系到 上古时期的摩尼国 甚至 也和200年之后的 大boss 恶难蛇主有关联 她担心一个搞不好 自己会拔出萝卜 带出泥 这件事还没有解决好呢 就导致连锁反应 其他的事 也跟着一起爆炸了 如果到那个时候 她就真是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呀 哎 算了算了 这做人呢 也不能太怂了 不然的话 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呀 好歹她也是身负 十层 十三太宝 横练神功 十二层清心绝 高级太极浮鬼术 舍令术 玄元印之主 以及本代奉天太玄印宿主的人呢 多少大风大浪都经过来了 怎么还会怕一个小小厉鬼 和一个降头师呢 而且 降头师 这种东南亚小蛮子 传下来的东西 怎么听 怎么都感觉非常low啊 唐小宝不断地 在心里给自己壮着胆 他想着这些呀 倒不是因为自己轻敌 而是因为 如果他不去想这些的话 他可能自己就先被吓得屁滚尿流了 毕竟他还只是一个 学了一点皮毛法术 小菜鸡一枚呀 唐小宝苦笑着 坐了一会儿又坐不住 索性跑到一旁提供的 收费充电桩座椅旁边 把手机插成电 舒服地坐着 开始玩起手机游戏 消消乐了 就这样消磨着时间 期间呢 还买点零食饮料 当作夜宵 才算没那么难熬了一些 时间悄悄流逝 很快就过了十一点半了 唐小宝看了一眼时间 还有十几分钟 就到午夜零点了 后车大厅里的人呢 真的是少了很多 只有零星的几个人 还在走动 有些坐在后车椅里边打盹 还有一些流浪汉 接就贺一睡在大厅的角落里 除了几个坐在柜台后边 打磕睡的值班工作人员之外 后车大厅这个时候 已经很安静了 广播响起的频率 也低了很多 毕竟夜间发车 到站的火车 还是比较少的 唐小宝拿起了背包 若无其事地 朝那个卫生间走了过去 背包里撞着 他出生入死的亲密好兄弟 铁板砖 悬缘缘印 到了女厕所门口 唐小宝 装模作样地喊了一声 有人吗 打扫卫生 女厕所鸦雀无声 显然里边并没有人 唐小宝输了一口气 走了进去 在厕所外边摆上了 清理中 寝屋入内的立盘 而后 把门给关上 又反锁上了 这个卫生间 因为处于后车厅的角落 所以并不像中间那些那么大 这间卫生间呢 面积较小 这加起来只有单排十个隔间 隔间对面是一排六个洗点池 洗点池上方则是一整块 长方形的大洗点镜 白质灯静静地安装在房间上方 散发着明亮的白光 但不知为何 唐小宝把门反锁之后 这灯啊 就开始有些闪烁 偶尔光线会忽然按一下 而后再恢复正常 不知从哪里传来 滴答滴答的水声 但环视一圈 所有的水龙头都是关着的 并没有漏水 唐小宝咽了口唾沫 也许是由于连日来疲惫的心情 也许是由于 临近午夜零点这个邪恶的时间点 也许是由于 身处于女卫生间 这个无论是电影 还是小说里边 都经常会发生 诡异事件的恐怖场景高发地 总之 入行大半个月 也算杀了一些 冤魂厉鬼的 新晋驱魔人唐小宝 此刻呀 这真的感到 丽丝不寒而栗啊 这卫生间就是不同凡响啊 啥都没干呢 就开始吓唬人了 不行 不能再自己吓自己了 不然今晚去 逼什么事都干不着 唐小宝握了握拳头 在心中为自己打着气 想了想 他忽然换出系统 登陆通灵号 给调任去冯山县上任的 城隍老哥留了个言 城隍老哥 我现在在 姑苏火车站 一层最东头的女卫生间里 马上就要铲除 一个有鬼曼童 一魂一魄化作的厉鬼 以及炼制鬼曼童的将头师 不知此行安慰与否 凶疾未卜 如果城隍老哥有空闲的话 恳请相助 小宝必有重谢 让系统把消息发送出去之后 唐小宝苦笑了一声 他有什么可以重谢的呢 不过是空头支票一张罢了 不过 如果城隍老哥 正像他说的那样 看好自己的话 应该会来帮他的吧 毕竟好歹也是一场 性命之伯呢呀 没办法 他所认识人里边 除了地府天团这些神仙 其他几乎全都是凡人 或者法力低微的修者 至于士玄道长 他离得那么老远呢 又上了年纪 又怎么忍心让他涉险呢 这这么算起来呀 似乎足以和鬼曼童 以及那个将头师一战的 也只有这些个神仙了呀 于是 唐小宝厚着脸皮 给城隍老哥发了信息过去 城隍老哥并没有马上回复 不过唐小宝也没工夫 就等他回复了 手机屏幕上 时钟已经指向了 23点59分 秒表也指向了40多秒了 再有十几秒 就到午夜零点了 唐小宝把背包打开 并没有直接拿出悬院印来 而是先拿出一张白纸 以及那把秀气斑斑的大剪刀 手机屏幕的秒表 正在读秒 57 58 59 当午夜零点刚好到达的时候 唐小宝面对那个地下 藏有浑肿的隔间门 手持剪刀 深吸了一口气 一剪子就剪了下去 刷刷几下 一个白色纸儿 已经出现在了手中 在忽明忽暗的白纸灯照耀之下 这个白色纸儿上也出现了明明灭灭的阴影 看起来十分的鬼 就好似鬼阵微风吹来 吹得唐小宝脖子里边一凉 唐小宝如惊弓之鸟一般左看右看 妈的 老子没开门也没开窗啊 谁他妈装神弄鬼的 哎 再怂口诀也得念 自己接的任务 跪着也得做完呢 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扬起指人 口中喃喃念道 剪指作证 以招其魂 马氏星蓝 魂兮归来 鬼曼童 那个是小猩猩死后被炼制成的 所以招魂的时候 念口诀 留见他这一世的名字 所以是马星蓝 而不是吕小红 这口诀念完 卫生间里边是一片死寂 唐小宝左顾右盼 依旧是一片平静 连刚才那缕阴风都没有了 但他丝毫没敢大意啊 浑身肌肉都绷紧了 等待着一变发生那一刻 但是等了许久 依旧没有半点反应 唐小宝有点忍不下去了 终于骂出声来 妈的 又忽悠老子 但是忽然 他感觉到 有什么不对 背后 就在背后 有什么东西 在盯着自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一百一十二章 唐小宝冷汗都下来了 那种阴冷的 森然的 仿佛被毒蛇盯上的感觉 正正好好地来源于自己背后 妈的 你个狗了 这群鬼啊怪的 怎么就这么喜欢玩背后杀呢 就不能像个汉子一样 站到面前来 解决胜负吗 唐小宝骂骂咧咧 在心中沉思了三秒钟 一直站在这里不回头 跟鬼怪死扛到底的可行性之后 终于还是塌了一口气 任命一般地闭了闭眼睛 大喊了一声 妈日 要头一颗 要命一条 你爷爷我要回头了 一边喊 他一边转过了身子 身后 还是那排洗脸池 以及洗脸池上方的洗脸镜 出乎他意料的 这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白智灯依旧一闪一闪的光芒 以及镜子中 那个熟悉的 脸色苍白 略带惊慌的青年男子 那是唐小宝自己 他忍不住眨了眨眼睛 镜子里的人也跟着眨眼 他抬抬手 镜子里的人也跟着抬手 唐小宝就喃喃自语了起来 奇怪啊 一切正常啊 这镜子也没什么 哎呦 我走 就在他惊叫出声的时候 镜子里的人 忽然不再跟着动作而动作了 就好像一个影子 昏有了自我意识 这个镜子里的唐小宝 就那样垂下了手 呆呆地站着 两只眼睛紧盯着镜外的唐小宝 表情说不出的古怪诡异 哦 只是这样而已吗 不太行啊 小老弟 看到镜子里边 终于出现了异状 唐小宝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他不怕有鬼 也不怕出现异状 最起码证明着 这场战斗已经开始了 如果一直保持正常 什么异状都没有 他恐怕会一直提心吊胆 到最后恐怕自己 都被自己给吓死 然而 就在唐小宝刚刚松了一口气 打算用悬崖印 把镜子砸碎的时候 这镜中却又出现了异变 只见镜子里那个唐小宝 表情和身体 一寸寸僵硬了起来 裸露在外的胳膊腿和头和脸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正在逐渐地木质化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 镜中唐小宝 就已经变成了一尊 栩栩如成的木偶 这个木偶制作精凉 唯妙唯肖 但还是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出 这胳膊腿和头脸 都是木头上涂上清漆制成的 脸上的五官 也都是用油彩画上去的 可笑又恐怖的是 这个唐小宝木偶的面部表情 竟然还保持着和镜子外边的唐小宝 一样的古怪惊恐 唐小宝一脸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 抬腿就像做一个著名的制铁饼者的动作 用板砖胸把这恶心的镜子和恶心的木偶一起砸碎 然而下一秒 唐大仙惊悚地发现 自己的腿已经动不了了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唐小宝双腿不能动他 也抬不起来 只能弯一下腰去看 他惊恐地看到 自己脚踝以下的部分 竟然全部都木质化了 他还不信邪地用手翘翘脚踝 甚至听到了咚咚咚的木头响声 奶奶的 是该庆幸自己穿的是短裤和低帮帆布鞋 所以能第一时间看清自己的脚步情况吗 然而 让唐小宝更加惊恐的是 这木质化的情况 他的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蔓延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 就已经往上升了一大截了 到小腿肚子了 现在的小腿肚子以下的部分 已经全部变成了木头 唐小宝满头大汗 一时之间竟然是方寸大乱 哎我擦 我擦 这个怎么办啊 以前遇到的鬼物 不管是近战物理系 还是远程法工系 最起码都是直接硬碰硬 可以上去直接白头的 可今晚这个 人家鬼怪自己压根没现身 就已经用这么诡异的手法 快把自己给整死 鬼漫藤这么猛的吗 这是一魂一魄而已 就能到这份上 不太这么玩的吧 犯规啊这是 唐小宝心中不断地骂娘 眼见着木质画逐步向上 蚕食自己的血肉 现在已经越过了膝盖 开始向大腿根部蔓延了 这种诡异的情况 她是真心没有遇到过呀 甚至都没有想象过 毕竟是她自己的身体啊 总不能一把砖夯上去吧 现在她身体一大部分 已经变成了木头 这砸碎了 那就是真的碎了 再也补不回来了呀 而且 为什么系统到现在 都不声不响的呀 想到系统 唐小宝猛然发现 自从她开始对抗 BOSS级别的鬼物之后 系统出生的次数 就渐渐降低了 不像一开始 她稍微受到一点点攻击 各种属性值 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这也可以理解 毕竟呢 现在各类功法 基本上都在十层以上 各种属性值 也都在一千点以上了 像什么 这坚韧和抗性 都达到两千以上了 升级当然是 级别越高越难升啊 现在那些对她造不成威胁 或者说是 威胁很低的鬼物攻击 估计系统 也不会理睬了 等等 唐小宝眼前猛然一亮 难道说 系统之所以不吭声 是因为眼下这种 物质化的攻击 只是看着可怕 其实威胁性并不大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一想到这儿啊 一向善于自我心里 建设的唐大仙 瞬间就接受这种设定了 整个人 也顿时冷静了下来 哼 既然没什么威胁 那老子就玩把大的了 这个时候 镜子里的那个木偶 唐小宝 还僵立在那里 只是那张脸 似乎越来越是惨白了 嘴唇颜色 却越来越红 像涂了鲜血一样 那双诡异的油彩眼睛 似乎有生命一般 狠狠盯了唐小宝 妈的丑什么丑啊 老子先把你给干了 唐小宝怒骂了一声 决定先拿这面鬼的镜子开刀 此时 他身体的木质化效果 已经逼近大腿根 就快要危及命根子了 这书可忍 神也不可忍了呀 唐小宝 黑压的大喝了一声 抡圆了胳膊 还在空中转了几圈蓄力 然后狠狠地 把铁板砖兄弟 给砸了出去 同时 口中大喊了一声 射令 破 也许是因为 他如今的法力 真算比较高强 也许是因为 他心中充斥着 愤怒和宣泄 总之 这一次的玄元印 似乎发挥出了 前所未有的功效 随着他一声 射令术的加持 玄元印 似乎燃起了一团 金色的火焰 其上泛着金色光滑的 皱纹纹路 飞速流转 仿佛拖着火焰为雨的 浴火凤凰 呼啸着 朝近那个鬼的木偶 就飞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13章 唐小宝敢发誓 他几乎听到了一声 清月嘹亮的凤鸣 一阵清脆的哗啦哗啦之声 伴随着一声凡人耳朵 几乎不可能捕捉到的尖利叫声 镜子应声而碎 窝离碎片哗啦啦的 吊在了地上 露出后面的白色墙壁来 而墙上挂着 剩余镜碎片里边 可以看得出来 唐小宝的身影 已经恢复了正常 不再呈现木偶形态了 唐小宝也顾不得 去眼悬缘印了 立马低下头 捐自己的双脚 只见 那可不得灰白色的木质画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退去 一直隐没到了鞋子以下 唐小宝的脚趾 在鞋子里边活动了一下 总算又恢复了那种 如臂食指的肉体的感觉了 唐大仙暂时松了一口气 走过去想要捡起悬缘印 然而手指刚碰到 铁板砖的表面 仿佛碰到了 烧红的煤炭那样 一下子就缩了回去 我 我 这捕装头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这么疼 唐小宝确实被烫到了 甩着手上窜下跳了一阵嚎叫 一边看向悬缘印 好兄弟铁板砖 静静地躺在残缺不全的起点台上 表面的火焰已然熄灭 但上面的金色流光纹路 却依旧飞速流转 原本毫不起眼的黑色外表 此刻竟变得流光四溢 金碧辉煌 简直令人不可逼世 乌槽 铁砖变金条了 还有这好事 唐小宝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哪怕并肩坐着了这么久 他这块铁板砖的来历 也是不清不楚 只是从雨士灵的嘴里听说过 这玩意学名啊 名叫玄缘印 好像还是个什么神器 不知道 比起奉天太玄俭来说 又是个什么等级 可如果真有这么重要的话 他又为何会在200年之后的街头捡到呢 这年头 会有人把神器随随便便地 转在大街上的吗 可惜上次和雨士灵小姐姐匆匆一见 时间太紧 好多事情都买了几详谈 只说了比较重大的事情 至于这个玄缘印的来历 相比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当时他也没想起来问 雨士灵也没想起来说 以后有机会可一定要好好问问雨士小姐姐 或者问主妇婆也可以啊 不过现在这玩意这么烫 他可该怎么把它拿起来呀 唐小宝左思右想了好一阵子 忽然发现 自己在这里站了好一会儿了 却再没有发生什么诡异的灵异事件了 而身旁滚烫的玄缘印 正源源不断地散发着中正平和的暖衣 难道我的板砖兄弟还有辟鞋子哟 唐小宝不断用阴阳眼观察了一下四周 发现周围面目呆滞的死魂早已全部散去了 大半个卫生间都被黑气笼罩 但玄缘印呢 就仿佛黑暗中的一阵灯塔 散发着致阳一般的明亮的暖意 玄缘印大约照亮了方圆一米左右的范围 在这片范围之内一切如常 唐小宝还可以看到卫生间地面的瓷砖 被砸烂半边的洗脸台 以及破碎的镜片 而一米之外则全部是浓浓的黑雾 什么都看不到 更诡异的是啊 在那黑雾之中 有一个暗红色的光团在不断地飞舞 偶尔隐匿于雾气之中 偶尔飞出来一闪即逝 这一团光散发着浓郁的邪鬼的不祥之气 它似乎具有自己的生命意识 屡次想要闯入悬印照亮的范围之内 但每次稍微一接触悬印散发的光芒 就会立刻躲开 空气中就会响起一阵短促的凄厉尖叫之声 唐小宝冷笑了一声 哼 看来这就是那小小的鬼漫童的一魂一破了呀 它刚才的指人和口诀的确破除了魂种 同时也释放出鬼漫童的这一魂一破了 正如誓言道长所说 这一魂一破呀 几乎是离开魂种的一刹那就形成了恶灵 同时制造出了镜中木耳的幻术 试图杀死唐小宝 而这恶灵几乎也成功了 只可惜 由于唐小宝现在清心诀 和神态宝横链都已经修到了十层以上 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 都已经处于相当强悍的阶段了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恶灵所侵蚀的 所以他被木质化的速度也相对慢了许多 如果这几天前的唐小宝 十三太宝横链和清心诀在十层以下 当他与镜中木耳对视的第一眼 只怕就会瞬间被完全木质化 而魂魄也会被魂种吸收铜化 被魂种的主人降头师收为己用 但是如今恶灵只能一点点蚕食唐宝的身体 这就给了唐小宝足够的反应和谋划的时间 索性最后还是成功了 但是这恶灵归根结底 只是由鬼满童的一魂一魄幻化而成的 本身法力其实并不很高强 能够在最初的时候伤到唐小宝 凭借着只是一腔生成的怨念和恨意而已 当然了 这恨意是无差别释放攻击的 并不是只针对唐小宝一个人 任何胆敢闯入这里打破魂种的 都会承受恶灵的无差别攻击 但是这恶灵也只有一击之力而已 唐小宝想了想 看着黑雾中那抹张牙舞爪的暗红色光团 忽然张开嘴 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震颤喉头 发出一种人类骨膜根本无法听到的声音 是的 它发出的是只有鬼怪和部分动物才能听到的 极低频刺声波 而这种刺声波也是它从没有使用过的技能 第五级心灵怒吼 又名心灵嚎啸 自从学会这个控制技能之后 唐小宝还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呢 这等级接连的往上蹿 还没有体验过初级技能呢 这直接蹦到了第五级了 根据系统对这个技能的描述 大概就是四级以前 这心灵怒吼啊 只有控制的技能 能利用尖叫把灵体类生物震晕 最长持续时间九秒钟 但是到了四级以上 心灵怒吼就更名为心灵嚎叫了 在震晕敌人九秒钟的基础之上 还附加一定的伤害值 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 至于这个伤害 当然就是以极低频刺声波的形式来体现了 唐小宝一边持续发出低声波嚎叫 一边感受脚下地面的震颤 奶奶的 这心灵嚎叫还真是给力啊 发出了极低频次声波 总能搞出地震来 幸好悬檐印散发的光芒 自动形成了一个保护结界 笼罩了整个卫生间 保证卫生间以外的地方 不会被技能效果影响到 不然的话 唐小宝发出这一波心灵嚎叫 只怕足以把整个孤苏火车站 都给震塌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14章 可以说 心灵嚎叫 其实只是一个单体攻击技能 它建设出来的伤害 都足以震塌整个火车站 就更别提黑物之中的 鬼曼童残魂恶灵了 这个恶灵啊 可是心灵嚎叫 气机锁定的直面攻击者 只见卫生间里充斥着大量黑物 都被刺声波冲击得阵阵颤抖 很多地方的黑物 甚至都被震得消散了 露出了卫生间的本来面 而那团暗红色的光环 则更是可怜 这团光环 直接被刺声波给冲散了 散落在整个卫生间里 成了点缀在黑物之间的细小光点 而后很快又重新凝聚了些 但是 重新形成的光团 已经比先前要小了一些 但是 刚聚合成形没几秒钟 第二波心灵嚎叫 又立刻袭了过来 于是 这些可怜的光球 又再度被冲散 而后再度艰难地聚合 这光球顶着心灵嚎叫的巨大威压 一共聚集了四次 每次的聚集速度 都比上次要慢上许多 最后成型的光球 也比上次要小了很多 到了第四次 原本篮球大小的光团 已经只剩一个苹果大小了 光球不断地颤抖着 卫生间里原本充斥着 恶灵凄厉的怪叫 然而随着心灵嚎叫的不断冲击 这些立叫之声 也是越来越小 直至最后消弥无声 唐小宝啊 一边释放技能 一边看热闹 心里止不住的暗爽 嘿嘿 再叫你嚣张 再叫你吓唬老子 再叫你在镜子里面 演什么木偶戏 小猩猩的确无辜 鬼曼童也的确无辜 但在彻底制服他之前 唐小宝并不觉得自己应该心软 毕竟这恶灵对自己可是招招下杀手啊 但凡自己有点心软 只怕就要死于非命啊 他唐大仙不也一样很是无辜吗 甚至更加无辜好吗 唐小宝心里一边吐着槽 一边看那个红色光团还不老实 似乎还有要想反扑的意思 于是就续着力 打算再放一波心灵嚎叫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奇异但又好笑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团光团忽然闪了闪 颜色变浅了许多 由暗红色变成了粉白色 而后那光团形状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一个圆球状 而是变成了一面小小的旗子 浮在半空之中还晃了晃 这啥情况 这只有一魂一魄的小恶灵 就跟他摇摆旗了 话说他们这鬼怪界的摇摆旗 和人类的摇摆旗 是一个意思吗 这也是要向他投降吗 唐小宝皱了皱眉 反正主动权暂时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个恶灵要是再想使坏的话 他随时都能使出各种技能来了结他 于是 唐小宝暂时收了神通 沉声问道 你想说什么 问出这句话来 他自己都感觉有点可笑 毕竟眼前这个恶灵 只有一魂一魄 还是从被炼化到鬼曼童身上 剥离出来的 按理说 根本不可能具有自我意识 而应该只具备杀戮本能而已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回答他的问题 但自始至终 这个恶灵都显示出了 具有自我意识的迹象 刚才更是非常人性化地 摇起了白旗 所以唐小宝 又试探性地问了一问 然而 出乎他意料的是 这虚空之中 竟然果真响起了一个声音 这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的声音 哪声哪气的稚嫩腔调 听起来啊 有些受伤之后 力竭的虚弱 却又莫名带着一股阴森的阴寒质感 天真可爱和阴冷诡异 在这个女童的声音里 竟然和谐地柔和在了一起 唐小宝被吓出了一身白毛汗 深夜 卫生间 镜子 鬼影 女童 这他妈简直恐怖片 常用的元素桥段大几锦了呀 但是 即便内心被吓尿 但表面上肯定还要保持优雅呀 而且这个小女鬼 应该就是小猩猩本人 这听起来啊 还挺理智的 应该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对象 关键是 这个按理说应该只有一魂一魄的恶灵残魂 为啥这么高智商啊 唐小宝本来寻思着 这恶灵应该只具有一些初步的自我意识 但却万万没想到连话都可以说 果然 系统发布的任务都不是普通任务 而他唐大厦遇到的鬼漫童 也都不是普通的鬼漫童啊 于是唐小宝站着兢兢地问道 四周沉默了一会儿 而后传来女童冷静淡定 仿佛不含一丝感情的声音 没错 我是马香兰 大哥哥 刚才的镜中木偶树 只是为了试探一下你的能力 也确保你能自身不受到伤害的前提下来帮助我 如果吓到你的话 很不好意思 不过请相信 我没有恶意 即便刚才你全身都被默化了 我也会用自己的能力让你恢复原状 女童的声音虽然稚嫩 话语中的条理逻辑却一呼寻常的冷静连贯 说是成年人也不为过呀 唐小宝恍然记起 马白腾曾经说过 他这个养女是一个少年天才 智商奇高来着 所以你 你现在只有一魂一魄 却能和我正常交流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哥哥 我时间不多 虽出魂中已过 但我的魂魄本体 可以拖住江湖是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让他不至于马上赶来 在这段时间里 你必须挖开这间卫生间的魂中所在地 将我上一时 也就是雷小红的一节脂骨挖出来 哈 一个小时 你是说让我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这个卫生间的地面全部挖开 不是全部挖开 只要挖到魂中那里就行 那节脂骨 放在一个牵制的盒子里 外面有三层行李封印 你用阴阳眼 很容易就可以感知到 那节脂骨上面 刻有将头是本人的符文 一句本文符文 你可以感知到将头是本人的所在地 还有 说到这里 小星星顿了顿 一直冷静 镇定的不像一个孩子的语气 终于出现了一丝感情波动 还有 我的尸骨所在意 唐小宝愣了好一会儿 忽然感到极大的愤怒以及不适 这个还不到七岁的小女孩 即便智商再高 也终究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啊 这个孩子 在痛苦死去之前 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甚至连死亡 也不能让他得到安宁 这个世间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对一个小孩子 做出这样恶毒的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15章 而在唐小宝 出离愤怒的时候 小星星还在继续说话 时间虽然紧迫 但有些事情 我还是必须要交代给大哥哥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越多 在队上得送菜的时候 才会有更多的胜算 唐小宝 就是一愣 不得不打断他 啥 什么送菜 还是送菜 小星星沉默了一会儿 用十分容忍的语气说道 得送菜 那将头身是仙罗人 这名字是阴影 唐小宝恍然大悟 心里吐槽 这东南亚的老铁们的名字 可真是奇怪啊 鬼曼童威力极为强大 只要被缠上 就几乎是不死不休的结局 自鬼曼童现世以来 还没有哪个被他缠上的人能够生还 也许 正因为太不强大 所以 冥冥之中 上天为鬼曼童的将士 设置了诸多坑坑的条件 首先 必须是十岁以下的女童 被下镬头而死 其次 这女童的上女士 必须是死于分厌 且心中已有认定的凶手 第三 女童的上女士所认定的凶手 必须仍然活在世上 没有入灵魂 不然 鬼曼童就算练成 也会因为杀死自己上女士的凶手 已经转世头跑 而失去追索目标 从而在炼成的那一瞬间 灰飞烟灭 小星星继续说着 语气淡定平静 仿佛说的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一样 多愁善感的父女之友唐大仙 这听着听着又莫名伤感了起来 那 那啥你 你别太伤心啊 我肯定干掉那个酱头是给你报仇的 另外 害死你上辈子 吕小红的凶手 其实也不是你的养父 你可千万别记恨他 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戚戚爱爱的安慰了几句 顺便给马首妇洗刷一下冤屈 然而没想到的是啊 小星星的语气依旧淡定 甚至带了点还用你说的嫌弃 这我当然知道 在我成为鬼漫童的时候 前世的记忆就恢复了 我用脚趾头想一想 就明白了李小红的死 他根本不是我爸教宠的 凶手肯定也有其人 多半就是脱我爸带酸米汤的那个人 可惜李小红太愚蠢 脑子简直就像被开化的猴子了 那么多破绽都没看出来 姐姐你这样毒蛇的吐槽 你上辈子真的好吗 某种意义上那也是你自己 唐小宝定了定神 忽然意识到 小星星继承的 只上辈子吕小红的记忆 而在吕小红的记忆之中 他是不知道那瓶酸梅汤 是有人拜托马白藤带过来的 自始至终 吕小红都认为那瓶有毒的酸梅汤 是马白藤自己带给他喝的 所以想当然地认为 马白藤就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所以小星星是怎么知道 酸梅汤不是马白藤自己带过来的呢 唐小宝是这么想的 也这么问了出来 当然语气啊 还是傻兮兮的 然而很显然的 小星星也是真的认为 他很傻兮兮 那团代表小星星的暗红色光团 微微跳动了一下 不知怎么的 唐小宝竟然觉得 这个天才罗莉 就由这个动作 白了自己一眼 卧槽 感觉到受到了学霸的鄙视 暴击一万点伤害 是怎么回事啊 只听小星星继续说道 这还用问 我爸当年只是一个前学生 家境也不怎么好 而且他当时 是被父母关着偷偷跑出来的 我爷爷奶奶为了管住他 又怎么可能给他钱 我曾经读过二十世纪下半叶 本国经济发展史 那时候刚刚开始改革 民众人均购买力并不高 对于初中生来说 酸梅汤这种甜味饮料 已经属于挺奢侈的零食了 我爸那个时候绝对买不起 李小红那个脑子里 只有烟粉和水的猴子 只顾着谈情说爱和上车飞轻 连这么点破绽都看不出来 有这样愚蠢的上辈子 真是丢人死了 小猩猩本来还算淡定的语气 说到这里啊 已经微微透出了一些波动了 显然是真的为 有这样愚蠢的上辈子 而感到耻辱 行 学神你赢了 唐大仙小心翼翼地举手提问 呃 那那你 不不不 那您刚才说的您的尸骨 暗红色光臀动作呆滞了一下 过了一秒钟 有一种懊恼的语气说道 都怪你打岔 又扯远了 时间可真的不多了 我只能长话短说了 唐小宝惹战累了 索性席地而坐 摆出一个端正坐姿 乖乖听讲 正因为鬼漫童这样强大 且练制条件极为苛刻 所以 一个将头师 一生也只能练制成功一个鬼漫童 一旦成功 将头师和鬼漫童的灵魂 就会绑定在一起 将头师为鬼漫童 供养鸡血半围时 并建造魂肘 保护鬼漫童 用于追索前世凶手的一魂疑惑 而鬼漫童 也终身为将头师所驱破 趁着小星星停顿了一下 唐小宝赶紧举手 小星星老师 我有问题 既然是灵魂绑定的关系 是不是也意味着 一方受伤或死去 另一方也会受影响 不错 鬼漫童死 将头师会受重伤 而将头师死 则鬼漫童 也会魂飞魄散 卧槽 那这样你怎么办 小头师肯定是要除掉的 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不魂飞魄散的方法 就算不能复生 至少也可以再入轮回啊 唐小宝是真的有点急了 他并不希望 这个从头到尾都是无辜受害者的小姑娘 就这样枉死 小星星一阵沉默 见他不说话 唐小宝挠了挠头 忽然想起了什么 脱口问道 对了 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回事 你被炼成了鬼漫童 居然还能保留自己的意识 还能给马白森脱梦 甚至还能用残缺的一魂一魄 开口说话 甚至还可以用本体魂魄 暗中牵制降头师 小星星依旧没有说话 唐小宝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越兴奋地继续说道 我想 并不是所有鬼漫童 都能做到这些事啊 你既然有本事做到这些事 那肯定也有本事保证自己不死 对不对 这一番话问完 唐小宝期待又忐忑盯着 黑暗中的暗红色光团 期待着他的回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16章 毕竟时间紧张 小猩猩并没有沉默太久 这个从头到尾都表现得非常三无的萝莉 此时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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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口气 流露出了些许感情色彩 她的声音低沉了几分 继续说道 当时 我在后门外面拼一剑子 但冲伤了一个蒙面人 直接用镜头了有一个手帕 把我迷惘了 我只能从身体接触的一瞬间分辨出 那应该是个身材重的 年龄大概在四十多岁 快五十的女生 唐小宝真的好想问问 这学神是怎么在一瞬间就分析出这么多永恆的信息来的呀 而学神小猩猩却并没有满足她的愿望 而是继续说道 再后来 我倒也没受什么皮肉之苦 只是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那可能就是被吓了降头之后的事情 后来 我就觉得浑身轻飘飘的 有种不真实感 大概那会儿 就已经死了吧 只是年龄之中 似乎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叮嘱我 让我轻挺闭上眼睛 但不知为何 我当时心中似乎仍然保持了一丝轻语 虽然很想按照那个声音说的去做 但心里仍有一丝微弱的反抗念头 正是这丝反抗念头 促使我并没有紧闭上眼睛 而是一直张着一道缝 虽然神里看不错 只能望见一片漆黑 但我可以确定 我并没有完全闭上眼 所以 你现在能够保持自我意识 甚至还有能力牵制降头师 就是因为当初被电话的时候睁着眼睛 对吗 嗯 是的 又不知过了多久 我脱离了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但我发现 我似乎被困在了一个很狭窄的空间 虽然拥有自我意识 但却只能身不由己的听凭降头师手 所以 即便我心中不认为我爸是杀死李小平的凶手 但我的魂魄 还是遵循了鬼曼彤的可忙 纠缠上他 但我的意识却告诉我 我不能害我爸爸 所以我的意识 一直在与鬼曼彤的本能进行拉军战 而这也是为什么 我爸能坚持整整一个月 直到找到你求救 而不是几天之内就死掉的原因 好险啊 老马 渐渐的 我能感受到空气中 弥漫着许多细小的气流 好像能够吸收 我试着吸收了一些 发现它们能让我的意识 越来越强大 于是 我就没日没夜的吸收 后来有一天 我发现我的意识 居然已经强大到了 可以操控其中一回一破的程度 于是就赶忙将一部分意识 分到了魂种里 又来时刻操纵这一回一破 唐小宝静静地听着 听到这里 她沉默了一秒 第一声说道 因为你知道 只要你养父亲的男人义士 来解决这件事 那人就毕竟会找到魂种 破除魂种 而这 也是你唯一的求救机会 不错 陷入绝境也没有绝望 依旧抓住一线希望 努力向上爬的小萝莉什么 妈的 有点想哭是怎么回事 小星星没得多说废话 语速正是加快了一些 是的 索性天无绝云之路 总算让我等到了大公问你 我们已经在此耽误了半小时了 得送胎目前就在不舒适 再过半小时 我的本体魂魄就会立即 就无法隐瞒这边的情况了 它会直接得知魂种被剥 也会很快赶过来 所以 你必须尽快行动 当你挖出藏有 小红织谷的盒子之后 可以用暴力扑出上面的邪力封印 而后用法力去感知 就可以知道得送胎的老巢 也就是我的埋谷地在哪里 而那个时候 得送胎肯定已经快要赶过来了 你不必和他硬放硬 只要躲开他 而后尽快赶往他的老巢 再将我的尸骨焚毁就行了 鬼曼童的尸骨被毁之后 鬼曼童也会魂飞破散 将头是会受到伤及委员的重伤 到了那时 随便抬他小指头 都可以解决他了 小猩猩说这段话的期间 唐小宝数字想要插嘴 然而因为时间紧迫 小猩猩语速极快 所以唐小宝没能打断他 但从小猩猩 淡然笃定的语气里 他也意识到了 应该是没有两全其美的法子 既能让小猩猩不消散 又能干掉降头师 但唐小宝还是不死心呢 就 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你非得魂飞破散不成吗 小猩猩语气非常漠然 好像根本就没再说自己的事情 别再管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我成为鬼满童的这段时间 受尽折磨 能够消亡 反而是解脱 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他妈可是你自己的命啊 这是你自己的灵魂啊 小妹妹 这么洒脱的吗 虽然唐小宝心中 一如既往吐着槽 但是他心情却并不好过 入行以来第一次 他感到自己是这么的无能 如果自己再强大一点 或者说是入行再早一些的话 更多了解一些 这个神鬼世界的知识 会不会就有办法 能够救下这个无辜的小女孩呢 然而 就在他纠结无比的时候 小猩猩还是展现出了 自己务实的一面 我知道你还有很多问题要问 但我无法一一解答 因为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 全部告诉你了 我不知道绑架我的人是谁 也不知道德颂猜 是否用伪装的马甲 更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但我能告诉你的是 绑架我的人和德颂猜 并不是同一人 相信当你制服德颂猜以后 可以从他嘴里知道更多幸福 听到这话 唐小宝忽然心中一动 他想到小胖子之前 在电话里对自己说的 关于赵颖领取退休金的时候 拍摄照片的异常之处 难道或许大概赵颖就是那个德颂猜呢 唐小宝心脏砰砰狂跳了起来 这当然只是一个猜想 其中还有很多不妥的地方 就比如赵颖为什么当年要杀死刘小宏 如果赵颖就得送猜的话 他又为何要暗害马首富呢 这其中种种线索洒露 还缺少了一根线 才能把所有线索都给串联起来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17章 唐小宝思索着 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于是连忙问道 小宝想 你那个尸骨 毕竟被那个什么宋财保存得很好 却不知应该用什么的方法毁掉 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默认了接受小猩猩 必须魂飞魄散的设定了 毕竟 除了这个 也别无他法呀 而那个什么德宋猜 又是必须除掉的 像这样邪恶的酱头师 若留其存活于世间的话 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无辜的人呢 却听小猩猩说的 焚毁鬼漫头的尸骨 你自己就有最得力的武器呀 已经不知道了 啊 我以为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唉 看来你还是对这个阴间的世界太不了解了 你不说这句话 我还想不起来要问 话说 您生前不过也是一个不到七岁的小女孩而已 就算智商谈你添了点吧 学的肯定也是阳间的玩意吧 怎么这一招做了鬼漫童 就直接变成阴间世界百事通了 德宋猜虽然邪恋堕落 道行逆施 但他对于阴间的了解真的很怨恨 他的住处 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献 他不在老巢常住 所以我可以到处游荡 随便看看你就知道了一些 随便看看 学生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打击学渣啊 小星星语气里多了几分紧迫 能不能别再说废话了 你方才用来砸镜子的武器 如果我没看错 应该是悬崖玉 当你将大量能力灌输入悬崖玉叶口 上面就会燃起透明的火焰 名叫武德真火 而鬼漫童的尸骨 这世界也只有武德真火可以彻底崩毁 唐小宝目瞪口呆 低头看了眼 孤零零躺在残破洗手台的那个板砖雄 此刻他已经冷却了下来 或者说是其内部的灵力已经消耗干净了 上面不再是金光流转 而是又变回了黑黑的外表 看来以前还真是小看了板砖雄啊 虽然知道板砖雄是神器 但一直只把他当作一块普通板砖来砸人 实在是太不恭敬了呀 武德真火什么的 这听起来就好炫酷啊 肯定是级别很高的神火 堪比三味真火 地狱夜火 纯青琉璃火之类的那种 唐小宝欣喜地捡起了板砖雄 将他真爱地抱在怀里 对于板砖雄的来历更加好奇了 小 嗯 那个 马学神 您博览群书可知道这玄源印的来历是什么吗 这个我倒是不太清楚 只是好像在一本十分古咒的文献里读到过 它似乎和南极长盛大定 以及天南七秀有关 闻言 唐小宝忍不住皱起了眉来 板砖雄来头果然不小啊 就在这个时候 小猩猩语气急迫地说道 我必须得走了 我的意识真日即将练绝 我必须把这里的意识也抽掉回到本体 才能够跟你再争取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用来牵着得送财 这里的一回忆破即将相往 千万记住我说 话音刚落 黑雾中的红色光团就漠然收敛光滑 周围的黑雾瞬间被光团全部吸收干净 红色光团颤抖了一下 直接在空中就崩散了 消散于无物 小猩猩的一魂一破就这样化为了积粉 哪怕其本体能够逃过魂飞破散的结局 也无法立刻入轮回 而是需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把三魂七魄养齐全了才能够重入轮回 唐小宝整眼睁睁地看着 完全来不及阻止 随着黑雾的消散和悬运的冷却 卫生街里的结界已经消失了 一切恢复常态 白智灯也重新明亮了起来 这个时候 一阵急促的拍门声传了过来 哎 里面有人吗 赶紧开门 这打扫卫生都打扫了快两个小时了 还没好啊 再不开门可要拉裤子里了 唐小宝吓了一跳 随即翻了个白眼 火车站卫生间那么多 又不是这一个女厕所 她就不信了 那如果真的憋不住了 还会选择在这里拍门 而不是迅速离开 去找其他的卫生间吗 妈的 老子还有正事要办呢 您真要拉裤子里就随便吧 果然 没多久 外边的人呢 就不再拍门了 骂骂咧咧的走远了 而唐小宝看着 自己用砖头拍了那镜子 还有散落一地的碎镜片 和残缺不全的洗脸台 嘴角抽了抽 哎 这马上还要把地面给挖开呢 待会有人看着 估计会以为是炸弹炸的吧 到时候说不定 会觉得火车站 有恐怖分子到处安了定时炸弹 别造成恐慌啊 想是这么想啊 但是唐大仙也是爱莫能助 只能是勉为其难的开始挖地了 他重新开启了阴阳眼 只见最里边那个隔间的地下 已经没有了暗红色的光团存在 取而代之的 是一团灰蒙蒙蒙的暗淡光团 看起来死气沉沉的 那应该就是小献献所说的 装有吕小红止骨的盒子了 唐小宝想了想 干脆把悬运印拿了过来 放到隔间门旁边的地板上 并往里边重新灌注了一部分法力 悬缘印立刻开始发光发烫 并自动形成了一个方圆一米多的圆形邪气 而后唐小宝就用双手贴住地面 吼头震颤 无声地尖笑了起来 这是他刚刚想到的办法 用心灵嚎叫把这块地直接震塌了 悬缘印形成的结界 则可以保护周围的地方 不受心灵尖笑的刺声波的影响 唐小宝一边嚎一边响 唉 等这次试疗 一定要开始系统学习驱鬼法术 不然连个保护结界都不会用 以后可咋办呢 不仅是法术 还要学习阴间世界的系统的知识和常识 哦对了对了 还要搞一个像小胖子那样的空间袋 这样就不用一天到晚的拿个塑料袋 提着板转胸了 这个隔间附近的地面 以及地下的混凝土 都随着的尖笑在震动 不过短短一分多钟的时间 唐小宝就感觉到 手下坚硬的瓷砖一软 竟然直接被分解成了沙头 哎我去 好可怕 第五级的清明嚎叫 竟然是从分子级别发出攻击的吗 唐小宝小心地往下一探 一个黑油油的洞口呈现在眼前 幸好刚才有注意分寸和控制方向 不然的话 把厕所排屋管道给震碎 那景象可就太美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18章 唐小宝逐渐停止了心灵嚎叫 一个大约三米深 洞口直径大概一米宽的洞口 存在在他面前了 这洞啊并不深 所以白纸灯光 很容易就照亮了整个洞窟 这里是火车站的一层最东侧 车站的地下空间 并没有延伸到这里 挖开瓷砖之后 下面就全都是被极低频借的 刺声波震成碎渣的混凝土粉末了 以及旁边不远处横跟的数条管道了 在洞口的最下方的混凝土层里边 露出了一个黑色盒子的一角 即便相隔三米 唐小宝依旧可以感觉到 那盒子上面传来的阴冷邪恶之意 在阴阳眼的世界之中 这盒子闪烁着灰蒙蒙的光 仿佛一只如如而动的灰色眼球 再不怀好意地盯着唐小宝 唐大仙很想像小说里边 或电影里边写的那样 高贵冷艳地微微抬手 施展个什么隔空取物之类的法术 盒子就轻飘飘地脱离泥土 自动飞到他手里 然而现实是 这唐大仙啊 只能扶着老腰 费尽巴力 笨手笨脚地爬下洞去 吭吃吭吃 自己去捡盒子 好在唐小宝每天在外边奔波挣饭吃 也不算是四体不勤的人 没费多大劲就到了洞底 哎呦 看来以后学习基础法术的时候 还得多加一项隔空取物啊 哎对了 如果有那种什么挥挥手 就穿好衣服 做好饭 洗好澡 打扫完卫生之类的简便法术 那可就太棒了 唐小宝一边嘀咕着美梦 一边徒手扒了开一堆 已经成为粉末的混凝土 把那个盒子给拽了出来 盒子并不大 只有他半个手掌大小 他直接将盒子塞进了裤子口袋里边 又从洞里边爬回了地面 回到地面之后 看了看手机时间 已经过凌晨两点了 唐小宝牢记了小星星的嘱咐 虽然并不清楚现在 距离小星星出现过去了多久 但离一个小时的实现 肯定已经不远了 一个小时之后 小星星的牵制就会失效 降头时得送猜 就会察觉到浑肿被迫 也会迅速地赶来寻仇 但是唐小宝也不敢贸然 打开这个盒子 小星星说过 这盒子上加持了三层协力封印 而且解开封印之后 里面 吕小红的植骨上面 还刻有得送猜的本命符文 上面留存的协力估计也不会少 如果贸然在外边打开 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影响 虽说在外面 它可以用悬缘印 来制造结界 防备协力的陶逸 但现在时间紧迫呀 还是能快点就快点了 这样想着 唐小宝看了看悬缘印 发现上面的金色纹路已经暗淡了一些 温度也降低了许多 于是又往里边重新注入了一些法力 悬缘结界重新明亮了起来 唐小宝把盒子放在地面 这盒子上本来蒙着一层灰光 仿佛一只浑浊的眼球 但在悬缘印光芒的照耀之下 那灰光竟然暗淡了许多 看起来呀 就像一个普通的金属盒子了 唐小宝小心翼翼地将右手食指点在了盒子表面 只这样稍微一接触 唐小宝就感觉到 自己好像被熟久寒天的寒冻冰雪给冻了一下 那种带着刺骨的寒冷 只要稍微触碰一下 就几乎能将整个人冻僵 而且 与普通寒冷不同的是 这份诡异的寒冷 其中还掺杂着浓重的疯狂邪恶之意 仿佛有什么极端污秽邪恶的存在 一直在那个盒子中被束缚着 蠢蠢欲动着 想要挣脱束缚 跃出盒外 卧槽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说好的只是一节止骨呢 隔着盒子摸摸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待会儿真的打开盒子 直面那节止骨 又该是如何恐怖的协力呀 这吕小红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呐 死后直接被鬼差给带走了 连厉鬼怨魂都没得做呀 怎么她遗体的一部分 反倒成了绝佳的邪力来源了呀 就算德颂猜对这个止骨做了一些什么 那也不能达到这种地步啊 换句话说 如果那什么万年凶兽 又或者是怨力深沉的厉鬼的遗骸 辅佐相当的法术 的确是可以成为力量相当强大的邪物的 但这吕小红的半截止骨 说到底不过是一块反骨而已啊 稍微灌注一点法力 只怕都会当场化为积分 唐小宝用自己半瓶醋的玄学基础知识 努力分析着 但还是觉得并没有什么卵用 只得硬着头皮尝试去破解三层邪力封印了 然而 他又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如何破解封印 唯一能做的 也不过就是灌注更多的法力 在学习印的致阳之力的加持之下 用蛮力破碎的三层邪力封印而已 唐小宝是这么想的 也这么做了 没办法 除此之外 他也想不到别的辙呀 不然 也不会拼着 有可能毁坏盒子里边 尺骨的危险 用蛮力开盒了 但是 出乎他意料的是啊 这盒子外的协力封印 几乎没什么反抗迹象 在他的法力贯注之下 很快便土崩瓦解了 那种感觉更像是 遇到了天敌的野兽 在迅速逃窜一般 天敌 天敌 唐小宝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他回头看了眼悬原印 这板砖凶正一丝不苟地 散发了金色的光芒 仿佛能帮他将一切妖魔鬼怪 挡在光芒的照射范围之外 唐小宝心中 升起了一丝安全感 伸出手去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 除去协力封印之后 这牵制的盒子倒是不难打开 有点像是二十几年前 小说上学用的铁制文具盒 甚至啊都没有锁 把盒盖朝外稍稍一搬 盒子就打了开来 一节黑黄色的尾指指骨 静静躺在盒子里 随着唐小宝的动作 还左右滚动了一下 小小的 细细的 静静的 现在一点威胁力都没有 就是一节丧失了水分和活性的 钙化骨骼残缺物而已啊 那节指骨上面刻着 德宋太的本命符文 从符文之中 你可以了解到 它的老肠所在地 也就是我的脉骨之地 小猩猩的话语游在耳畔 但唐小宝啊 又实在不想用徒手 去拿那节看起来 就很恶心巴拉的指骨 没办法 他左右看了看 从卫生间隔尖墙壁上的卷筒上面 拽了一块卫生纸下来 隔着卫生纸 小心翼翼地 把那些纸骨给粘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诶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19章 卫生间里有白纸灯的灯光 更有悬印散发出的金光 所以光线十分明亮 唐小宝借着这明亮的光线 把纸骨放到眼前 仔细地查看着 一边皱眉 一边呲牙咧嘴的 那架势啊 就跟用镊子 粘着史前文物 仔细观察的考古老教授一样 然而 和那千枝盒子 恰恰相反 这些纸骨 普通至极 唐小宝没有感觉到 任何灵力波动 妈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萝莉明明说过 这枝骨上面 有刻印着 得送猜的 本命符文啊 这本命符文啥的 咱们想都该是用灵力 刻下来的吧 可是 这明明就是一块 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 吐克拉骨头呀 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啊 唐小宝 骂骂咧咧 就着光线 慢慢转动着那块枝骨 同时 按照小猩猩所说 将灵力缓慢注入其中 仔细地感知 但是仍然什么都没有感知到 这件事情从头至尾 虽然时间并不很长 但着实把唐小宝折腾得不轻啊 而且这期间 闲死还生数次 唐小宝已经逐渐地失去耐心了 他闭了闭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按下心头那逐渐升起的烦躁 仔仔细细继续观察那块植骨 忽然 他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什么 在植骨的一处 十分狭小的缝隙之中 好像刻着一串字符一样的东西 用肉眼去看 几乎无法看清 必须用放大镜 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骂了个把子 这算什么玩意儿 何出计啊 但是骂归骂 唐小宝心里边还是很高兴的 这总算找得里得突破口了呀 此刻在骨缝里的字符虽小 但唐小宝身具十三太宝 横链功力 视力早非常人可比 不仅可以清晰地看见 极远处的事物 同时也可以看清 极尽极微小的事物 中学生物成绩还不错的唐小宝 深刻怀疑 这什么十三太宝的横链功法 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 自己的眼部结构 但他还是欣然接受的 毕竟只有力没有弊嘛 他仔细地看着这个细小的骨缝 一边仔细辨认 一边轻轻读出了声来 古苏市五里乡路 八百四十四号 后院大槐树 南侧三十米处 什么玩意儿 说好的本命符文呢 难道所谓的本命符文 就是汉字啊 内容就是一串看起来很平常 普通的地址 这一来自仁妖国 不是 泰国的高深邪恶大法师 是酱头师 居然这么不讲究的吗 有哪个邪恶boss 会把自己重要的老巢信息 直接刻在任务物品上呢 唐小宝 估计一个小时的时限 马上就要到了 他如果继续逗留在浑种附近 肯定是极其危险的 降头师 得送菜 随时都有可能赶来和他battle 所以他必须得马上离开 而现在唯一看起来像一个去处的去处 也就是这个 五里乡路 八百四十四号 该庆幸得送菜的老巢 就在姑苏市嘛 如果是南都市的话 他就又要乘坐两小时的火车了 而现在又没有新发的火车 他就势必要在火车站持续逗留 那可就太危险了 说走就走啊 这主意已定 唐小宝整理了一下衣裳 鬼鬼祟祟地摸出了女厕所 索性 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后半夜了 后车大厅里边 只剩下几个鹤衣而睡的流浪汉 在打呼噜 连值班人员都看不到了 也就更没有什么走来走去 上厕所的人了 唐小宝做贼一样 溜出洗手间 同时 把洗手间的门给紧闭 又把清理中 请屋入内的牌子 重新立在门口 摆放好 但愿 这被炸过一样的卫生间 能够越晚发现越好吧 处理完立盘 唐小宝 刚要走出卫生间外部的玄关 忽然 做了顿脚步 停了下来 他重新打开阴阳眼 利用透视能力 透过玄关的墙壁 向上看去 果然 那里悬挂着一台隐蔽的摄像头 只要他从这些卫生间走出去 那就肯定能照到他 唐小宝皱眉想了想 将身影隐蔽在玄关的墙壁之内 启用了另外一个 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技能 是的 那就是精神突刺 以精神灵力形成尖锐的突刺 袭击目标 造成相当可观的伤害值 这个技能啊 没什么其他花哨的 就是单纯以高爆发和高伤害为卖点 随着等级的提升 这伤害也会随之提升 唐小宝虽然不知道这个技能等级有没有上限 如果没有上限的话 那这个技能的伤害又会达到什么样的强度呢 会不会有一天达到核能武器 甚至中子武器 激光武器和伽玛射线这类次世代武器的强度呢 不过 唐小宝可以确定的是 目前达到五级的精神突刺 其伤害量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至少 穿透一面墙壁 并毁坏一台监控摄像头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唐小宝躲在玄关墙壁的后面 用透视眼盯住后面那台摄像头 目光一凝 一缕荧光在铜人身处闪过 只听见嗤的一声清响 前面的墙壁多了一个手指粗细的小洞 仿佛被子弹贯穿了一样 几乎是同一刻 与这个小洞呈一条直线的方向上 那台倒霉的监控摄像头 已经冒出了一缕青烟 镜头下边的小红灯已经熄灭了 唐小宝不敢大意啊 在小洞出现同一瞬间 就立刻闪身躲到了旁边的墙壁后面 并用阴阳眼观察摄像头彻底报废 这才点了点头 随后快步离开了卫生间 但除了这台摄像头 火车站内还有很多其他监控 他总也不能全部都毁掉 于是啊 他只能是故作镇定地 快步穿过后车大厅 直到出了门 他才放开脚步跑了起来 不一会儿 他就来到了火车站对面的马路上 到这儿 才算是完全离开了 火车站的监控摄像头的范围之内啊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 但是姑苏火车站这一带 还属于较为繁华的地段 唐小宝很快叫到了一辆网约车 去五里乡路844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20章 唐小宝说完目的地 就看在椅背上 地目仰神 他已经查过地图了 五里乡路844号 距离这里不远不近 如果不堵车的话 大约是一刻钟左右的车程 但即便是闭着眼睛 只要意念一动 开启阴阳眼 还是可以利用透视效果 透过眼皮 看到外边的世界 但是在外人看来 唐小宝依旧是闭着眼睛的 而只要用意念关闭阴阳眼 就可以恢复闭眼的常态 进入睡眠 或者真正的闭目养神 这还是唐小宝最近 才发现一个小技巧 可以说是非常实用了 他就这样闭着眼睛 开着阴阳眼 百无聊赖地环视着四周 也算是在待会儿的 硬仗之前的最后的轻松了 他坐在副驾驶上 旁边就是司机 这个时间出来跑夜车的司机 赚的都是辛苦钱 这位司机大哥还算健谈 跟唐小宝有一搭没搭地聊着天 后来见唐小宝闭目养神 这司机大哥也就不再说话了 唐小宝阴阳眼看了几圈 就打算关闭阴阳眼 真正地休息一小会儿 然而 他不经意间地往司机那边一撇 却忽然发现 这位和蔼可亲的司机大哥 身子忽然顿了一下 就好比是之前还浑身松弛地靠在椅子上 但忽然之间全身肌肉收缩了一下那样 唐小宝也没在意 刚想关上阴阳眼 却只见那司机大哥浑身又顿了一下 这次顿的时间比之前还要稍长一点 这时候唐小宝就有点注意了起来 但他还并没有往怪力乱神那边去想 儿子觉得这司机大哥是不是有什么隐疾 或者心脏方面有什么问题 万一这是心脏病病发的前兆 那他可得做好准备救人呢 然而 就在他要睁开眼睛的时候 无比诡异且恐怖的事情却发生了 只见 这位司机大哥浑身大力抽搐了一下 忽然脑袋向左转去 而后继续向左转 只能整整270度 这脖子几乎被扭成了一个麻花 而后以这种无比诡异且畸形的角度 盯着唐小宝看 诶 我 这什么鬼东西 唐小宝被吓得心里一机灵 差点默念社会主义价值观来驱邪了 所幸 他也算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成熟驱鬼人士了 虽然内心被吓得不轻 但是表面上还算稳得住 至少 没因为这一下而睁开眼睛 表情也没有改变 那个司机 以这个诡异的角度 看了唐小宝大概10秒钟 而后脑袋又往回转了270度 脖子恢复了正常 重新目视起了前方 妈爷 这大哥这脖子跟麻花似的扭来扭去的 这别不是早断了吧 这最玄幻的是 这期间却能够一直正常开车 但是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 这位司机大哥呀 要么刚才那一刹那就已经死了 现在是被恶灵附身 要么他本来就不是个人 而是由厉鬼伪装而成的 唐小宝闭着眼睛 却依旧开始阴阳眼 一边是为了防止这鬼司机趁机伤害他 一边也是为了借着自己闭眼假象的伪装 默默观察这鬼司机到底要干什么 现在他已经初步断定 这个鬼司机呀 要么是德宋猜派来的手下 要么就是德宋猜自己 毕竟他现在惹上了邪恶鬼物里边 足以对现在的他造成伤害 而且也是急于对他造成伤害的 也就只有德宋猜了 看来 小星星刚才所说的一小时实现 这到期的时间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早 应该是在他离开火车站卫生间的时候 德宋猜就已经到了 用最快的速度确认了 浑肿被迫 蚀蛊被窃的事实 而后就开始追踪唐小宝 亲自追着他 或者说是派手下追着他 上了这辆车 不过 唐小宝认为 这是德宋猜手下的可能性并不高 毕竟 你德宋猜都追到火车站来了 也确认了政主了 那就干脆自己追上来好了呀 为啥还要拐个弯 再派手下来追踪呢 不过 无论如何 唐小宝都认为 这个德宋猜的力量 并不一定有多强 如果他足够强大的话 也不用装神弄鬼 也不用傅臣司机来试探他了 直接把他杀了 不是更加直爽吗 想到这儿啊 唐小宝心中略略松了一口气 忍不住 用阴阳眼看了司机一眼 然而 他却惊讶地发现 这司机的身上 竟然在慢慢地吸出一具 半透明的灰白魂魄 这魂魄的上半身 正在慢慢地脱离身体 当然是司机大哥的容貌 此时正满脸惊恐 左顾右盼 似乎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来啊 这司机已经是死了 是被德宋猜附体之后 活活动体内 给挤出了魂魄的 唐小宝感到有点愧疚 如果不是这司机大哥 倒霉遇上了他 或许这个时候 早就下了夜班 回家睡大觉去了 而另一边 司机大哥的魂魄 马上就要全部离体 只剩一双小腿和双脚了 而他脸上的表情 也渐渐地趋于平静呆滞 只是魂魄还得做出一些 下意识的挣扎动作 似乎十分地不愿意离开身体 唐小宝看得十分难受啊 哥们 你那身子和脖子 扭得跟麻花一样了 估计颈椎骨早就断了 那就算你回去 也活不过来了呀 然而 就在他为司机大哥的魂魄哀悼的时候 却没有注意到 那具已经被得送猜附体的司机的身体 竟然猛然睁开了眼睛 并狠狠地踩下了刹车 因为惯性 唐小宝的身体猛地向前一冲 转在前方的气囊板上 脑门被狠狠地磕了一下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好疼啊 你爷爷的 你这臭人妖鬼 敢害你爷爷王 唐小宝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猛然看向鬼司机 不对 应该是德宋猜 双目一凝 意念一动 第五级精神突刺 瞬间飞射了出去 唐小宝微微松了一口气 看着德宋猜 等待着他被这一击攻击 冻穿额头 然而 大出他意料的是啊 这无间不摧的一击 碰德宋猜脑门的时候 竟然像乒乓球砸到了墙上一般 又以更快的速度反弹了回来 唐小宝心下意惊 一句卧槽尚未喊出呢 身体已经先于意识做出了动作 往旁边狠狠地一侧 总算是躲过了自己的这一记 精神突刺 这刚猛的一招 直接穿透车窗玻璃 飞了出去 强劲的风 从那个小洞里边吹了进来 车窗很快就出现了 蜘蛛网一般的厉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21章 唐小宝整个人都惊呆了 虽然至今才是第二次 使用精神突刺这个技能 但他莫名的就是很有自信 毕竟 同为五级技能 心灵嚎叫就那么好用 威力也足够震撼 没道理和心灵嚎叫 同时学到精神突刺 就不好用了呀 但可惜 事实就摆在眼前了 被得送猜附体的司机 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只把这一招给反弹了回去 还差点伤了他自己 虽然之前恶战鬼物的时候 也经常遇险 但唐小宝从没有像这次一般 一记杀招放出去 还没挨着敌人的身子 就完全被反弹了回来 可谓是对敌人没造成一点损伤 要知道 这可是第五级精神突刺啊 能轻描淡写 举重若轻地把这一记反弹回去 这得送猜的实力又该有多强啊 更何况 他这还只是附身在了一具尸体上而已 还不是他的本体啊 在这一瞬间 唐小宝几乎有种绝望的感觉 自从入航以来 他行走在黑暗的边缘 与另一个世界的鬼物作战 守护尘世的安全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自己也是不断地成长 实力的一点点增强 也赋予了他强大的自信心 然而 所有这一切 都在实力完全碾压他的酱头师 得送猜面前 被击碎了 唐小宝整个人都被打击到呆愣了 完全不知该做何反应 然而 这毕竟是在战斗之中啊 而且还是轿车这种狭窄的战场 别说发愣了 就算动作慢上一秒 都有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呀 唐小宝毕竟没有经历过 系统科学的体术训练和战斗训练 所以 当发生近身肉搏战的时候 他能做出的反应就很少了 更何况 他的实力还被德颂才全面压制 唐小宝不过呆愣了半秒钟 德颂才就已经出手如电 双手狠狠地掐入他的脖子 这双手的尽力是大如牛马呀 完全超出正常人类的手劲范畴 握住唐小宝的脖子 就好像握住了一块破抹布 唐小宝脸色当时就有些发紫 眼睛往上翻 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然而 这具司机尸体的脸上 五官僵硬地动了动 竟是德颂才做出了一个 有点疑惑和惊讶的表情 按照道理来说呀 以他的实力未接 这双手全力一掐 至少也能把活人的脖子 直接捏断 连颈椎骨都能捏成碎渣啊 到时候 这活人不是因为窒息而死 而是因为直接活活被捏断颈骨而死的 然而面前这个平平无奇的年轻人 脖子肌肉却十分的坚韧 他用了好几下力 竟然都没能直接捏断这年轻人的脖子 而只是能够让他出现窒息反应而已 这种情况 德颂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呢 而且刚才这个年轻人 打出那一记精神线攻击招式 其伤害强度也是颇高啊 竟然逼他使出了南洋邪功 施魁甲树 才看看能够将其反弹回去 而他反弹的时候 也是找准了力道和角度 估摸着肯定能让这个年轻人 重伤在自己的招数之下 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然而出乎德颂才意料的是啊 那年轻人的身体反应 似乎是一乎寻常的快 竟然在肩不容发的间隙之中 躲了开去 看来这年轻人的实力 也想象中的还要高出很多呀 德颂才眼中划过了冰冷的邪恶之意 既然如此 那就更不能让这个年轻人活下去了 如果说放虎归山 那有朝一日 这年轻人实力大增 必然会前来寻仇的 德颂才可不是那种 会给自己留下隐患后患的人啊 而且 这位邪恶的大能 居高临下地看着唐小宝 看着她的脸庞死障之色逐渐加深 看着她的眼球渐渐翻白 看着她原本还在挣扎的四肢 渐渐贪软 就忍不住弯了弯嘴角 即便这嘴角 因为实际私体逐渐僵硬的缘故 弯的也不是那么顺利 哼 实力不俗又怎么样啊 前程远大又怎么样啊 她唯一做错的 就是惹上她德颂才了 就算无法直接捏断这年轩的脖子 她还是可以慢慢地把她给掐死 的确是个好苗子 但最终 还是会葬送在她德颂才的绝对实力之下呀 德颂才微微得意地想着 享受地看着唐小宝垂死挣扎 眼看着 这年轩的眼球渐渐冲雪 缓缓闭上 胳膊抽搐着 手指在空中乱舞乱化 最终无力地垂了下来 脑袋也低了下去 看来是没气了 于是 德颂才的手就稍微松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小宝却猛然睁开了眼睛 他病指如箭 指尖带起了一缕夺目的金光 仿佛一颗耀眼的彗星带起的彗尾 瞬间将黑夜划破 因为脖子被狠狠掐着 所以啊 他的声音很小 语调嘶哑到几乎破碎了 但是 他的语速却极快 德颂才还没有从这个家伙 忽然活过来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就看到 那两根带着金光的手指 狠狠戳在了自己 正掐对方脖子的手背上 由于太过震惊 而使反应速度变慢 德颂才完全没功夫施展 施魁甲术来防御 这一记凝聚了唐小宝雄雄的杀意 和必胜意志的终结计 高级太极浮鬼术 不偏不倚的命中了目标 终结计命中了司机尸体的手背 顿时光芒大胜 宝如一轮小小太阳 放射出刺眼的光芒 带着智刚智阳 万贵天敌般的浩然正气 力剑一般注入了尸体体内 并以极快的速度扩散了开去 车内响起了一声 凄厉至极的嚎叫 那司机的尸体直接寸寸瓦解 鲜血蹦践 肉块碎裂 五格断开 成为了一滩不可名状的血肉 而随着司机的尸体瓦解 一团飞舞尖叫着 从你的血肉上升腾而起 仿佛遇到什么极为可怖的天敌一般 轻刻间飞奔离去 逃得是无影无踪 唐小宝整个人如同虚脱了一般 也顾不得半个身子 都浸泡在那堆血肉里 整个人重重靠在椅背上 仰头朝天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这次是真他娘的险嘛 喘了足足有一分多钟 唐大仙才算缓过口气来 这次能够死里逃生 其实啊 还多亏了德宋猜的强大实力啊 当德宋猜一把切入唐小宝脖子的时候 那种久违的无力感和惊慌感 瞬间就蔓延了唐小宝的全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22章 除了刚入行那会儿 唐小宝已经很久没有再尝试过 被鬼物掐脖子的感觉了 但是好在 他身负十三太宝横殿第十层的功力 倒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德宋猜伤到 换句话说呀 比出手攻击的话 他可能远不如德宋猜的等级 但如果是被动防御 凭着十三太宝横殿第十层 清新节第十二层的功力 唐小宝啊 还是很能支撑一阵子的 德宋猜掐脖子 也只能是让他感觉到 呼吸不太顺畅而已 尚远不到被掐死的程度 但唐小宝灵机一动 想到刚才故意闭着眼睛 但其实开着阴阳眼 观察四周的情形 那个时候 在外人看来 会以为他是真的在闭眼休息 那如果现在 他将体内属于十三太宝横殿 和清新节的热流运转起来 让自己体外呈现出 眼球充血泛白 脸皮死胀的状态 总之就是一副 快要被掐死的样子 能不能瞒得过德宋猜呢 唐小宝脑子稍微转了转 觉得问题不大 反正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没能瞒过德宋猜 最不过也就是一个死呗 那何妨放手一搏呢 这放手一搏的话 最起码还有活命的机会啊 但是隐进旧路 可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想到就做 唐小宝立刻就操纵体内的灵力 让自己体外呈现出了 窒息濒死的特征 但其实他一直紧盯着德宋猜的脸 仔细观察他的面部表情 果然不出他所料 德宋猜的表情松弛了一点点 甚至露出了 蛮纯微笑的表情来 即便那微笑僵硬的比哭还难看 但也足够唐小宝狂喜的了 于是他努力按耐住内心的激动 依旧试图控制自己体外的特征 逐步向濒死靠拢 同时 借着手臂假装挣扎的机会 用手指在空中画出了太极鱼的符号 太极鱼完成的瞬间 他就做出了死亡的假象 不出所料 德宋猜果然放松了一瞬间 这手劲也松开那么一下 唐小宝叙事待发许久的高级太极浮鬼术 就这样施展了出来 直接命纵在没有任何防护的司机尸体之上 这可是足以将鬼曼童击杀的高级浮鬼术啊 即便德宋猜的实力比鬼曼童要高许多 但在直面这样的终极技能的时候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吧 而结果却比唐小宝想象的最好情况还要好 可怜的司机的尸体承受不住浮鬼术 那狂暴的阳刚之力 直接土崩瓦解 崩散成了一滩需要被打马的模糊血肉 而司机的尸体崩溃 也直接导致德宋猜的魂魄无法附体 甚至德宋猜的魂魄也被浮鬼术给伤到了 这才惨叫着逃顿而去 与将头是照面第一个回合 以唐小宝险胜暂时告一段落 但唐小宝并没有放松警惕 只有尽快赶去五里香路八百四十四号 把小宝的尸骨焚毁 这样一来才能真正重伤得送猜呀 如此他才有把握真正越急击杀这样一位 实力远超自己极限的邪恶大能 于是稍微喘心了一小会儿 唐小宝就重新打起了精神来 他费劲巴拉地从那堆血肉里边钻了出来 又把驾驶座上的血肉骨头打扫干 勉强坐进了驾驶座里 现在离五里香路八百四十四号 还有大概七八分钟的车程 现在正是深夜 这路上也没有别的车子 他索性就开这辆车前去木屋地好了呀 他虽然没有驾照 但也并不是不会开车 而且现在情况紧急 也只能是事急从全了 更何况他现在半身浴血 不管看起来还是闻起来都十分的不美丽 尽管现在夜深人静 但是附近公路旁边 还是有很多监控摄像头的 一旦被拍下来惊世骇俗 或者被好事者拿去报警之类的 也是一桩麻烦事啊 于是唐小宝打开导航 一脚油门直奔五里香路八百四十四号 七八分钟之后 唐小宝安全抵达了目的地 也许因为得送猜的确被高级太极浮鬼术给伤到了 所以这次他并没有及时赶过来 唐小宝把车停到路边 左右看了看 发现这里比较偏僻 并没有什么人 附近也没有监控摄像头 这得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这啊是一条小胡同 有点像是首都燕京的胡同 里边的住户并不多 但都是独门独户的小院子类型的 不是那种北方燕京市常见的四合院 而是江南水乡 姑苏特有的江南小院 总之 虽然样式不同 但价格都一样是天价就对了 五里香路八百四十四号 就是这样一座景色优美 精致玲珑的小院 外面是盖着一溜黑瓦的粉墙 有几株杨柳从墙头探到外面 现在夜色太深 根本看不清楚 但想来白天的景色肯定是极美的 唐小宝沿着院墙走到后院 这里刚好亮着一盏昏黄的路灯 借着灯光 唐小宝视线越过墙头 果然有看到 有一顶巨大的树冠 在建筑的上方 应该就是那棵大槐树了 唐小宝点了点头 二话不说 直接翻墙就进了院子 院子里的房屋黑灯瞎火 唐小宝看阴阳眼看了一下 这里边并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这显然是一座空院子 正适合隐匿一些秘密 嘿嘿 不管你藏了什么秘密 今天晚上都要毁在你唐爷爷手里了 唐小宝黑黑笑着像个反派 走到槐树底下 而后掏出手机 用指南针辨认了一下方向 就朝南方走了三十米 目的地刚好在一个小花圃里 这花圃里并没有种花 全都是裸露的泥土和一些疏于达里的疯长的野草 唐小宝随便捡了一根木头棒子 就打算开始挖土 然而 刚刚接触到脚下泥土的瞬间 他忽然顿了一下 距离他用浮鬼术制服得送菜 到他驱着前来这个小院 再到他开始挖土 至少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 但得送菜依旧没有赶来 这未免有点顺利过头了吧 唐小宝紧皱着眉头 得送菜伤到再重 也不可能重伤到无法行动啊 那毕竟是实力远超自己的真正邪灵大能啊 可以毫发无伤躲过自己的第五级精神突刺 并且还险些反伤自己 而且进行物理攻击的时候 还可以极大程度 无视时代太宝横练的坚韧防御 如果唐小宝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任他掐的话 是绝对会被他慢慢掐死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23章 唐小宝想着 眉头越皱越紧 更可怕且毋庸置疑的是 德宋猜既然知道 自己已经破除了魂种 就肯定也会知道 自己已经得到了 吕小红那半截止骨了 这也就意味着 肯定了清楚自己 已经拿到了五里乡路 八百四十四号 这个地址了的 然后 难道说德宋猜就任由 自己前来挖开他的老巢 毁掉小猩猩的尸骨 唐小宝想着 一股阴冷的不祥之感 浮上了心头 五里乡路八百四十四号 后院大槐树南侧三十米处 这个地址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其中有诈的话 我又该怎么办呢 唐小宝收起手里的木棍 抬头朝院外看了一眼 夜色低垂 浓黑如木 天空仿佛被阴云完全遮住 看不到星星 也看不到月亮 唐小宝想了想 重新开启阴阳眼 并直接向地下望去 阴阳眼的透视效果 直接穿透了厚重的土壤 只见自己脚下三四米深的地方 的确有一团灰蒙蒙的光团 在散发着暗淡的光芒 而放眼四周 其他地方却都是一片寂寥黑尘 似乎都只是普通的泥土 并没有隐藏什么可疑的事物 但唐小宝还是小心翼翼地退了开去 他想了想 莫念叨 南梨为火 火乃治阳 北侃为水 水乃治阴 怀为怨鬼招阴之树 其难属火 恰恰与其招鬼阴性 相克相冲 所以南方 是不可能埋藏紧要之物的 但凡埋到南方 就会自生阴火 自焚而毁 得宋猜 但凡有点常识 就不可能把小猩猩的尸骨 埋在大槐树南边 毕竟那是对他来说 关系到身家性命的紧要之物 所以 唐小宝就把目光转移到了 槐树的北面 在阴阳眼的世界里 那下边的泥土一片黑尘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唐小宝还是直接走了过去 数着三十米的距离 走了过去 到达目的地之后 他稍微定了定神 挥起木棍就开始挖了 拥有了十三太宝 横练第十层的功力 区区几米深的小洞 即便是用着挖土 很不衬手的木棍 唐大仙挖的也是极快 不到一分钟就挖到了地方 他手里的木棍似乎触到了什么东西 唐小宝挑了挑眉头 心里没来由的有些紧张了起来 他直接跳下了洞穴 将那个东西从土里扒拉了出来 这同样也是一个盒子 只不过呀 比如在火车站的卫生间里挖上的那个盒子 可要大了很多 准确的来说 更像是一具棺材 一具为孩童准备的棺材 奇异的是啊 这幅棺材周围 似乎施加了什么某种结界 或者是封印 将其气息掩盖的滴水不漏 所以刚才唐小宝 用阴阳眼观察四周之时 才什么都没有观察到啊 当触摸到这幅棺材 感觉到那股冰冷的森寒之意之时 唐小宝的一颗心 才重重地落回到肚子里 这股森寒之意 和小猩猩的一魂一魄 给他森寒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联系 但唐小宝就能够感知到 没错了 这棺材里边装的 绝必就是小猩猩的尸骨了 如果不是 他直播倒立拉西 想到这儿 再回头看看大槐树 南边地下那闪着 暗淡光芒的灰色光团 唐小宝心中 就止不住冷笑了起来 妈的 四人妖变态讲头师 骗了老子一回 就以为还能再骗老子第二回 唐小宝简直嗤之以鼻 他想不太清楚 为什么德颂猜到现在 还没有追过来 也不明白这个邪恶的 酱头师为什么就这样 眼睁睁的 任由他把小猩猩尸骨 给挖出来 但就凭刚才 德颂猜在车里的表现 唐小宝就认为 这并不是一个 特别缜密 狡兔三窟的人 德颂猜或许 的确挺有心机 但却只是浮于 表面的小聪明 他设置的圈套和陷阱 最多又只有一层罢了 再多拐哪怕一个弯 以他的智商 恐怕也是做不到的 更何况 这个德颂猜明显是一个 自高自大的家伙 他明显就认为 即便直射一层圈套 也足够把敌人骗得团团转了 更更何况 唐小宝对自己高达 十二层的清心觉的功力 非常有自信 清心觉除了提升他的 五感 心性和抗性之外 还对他的第六感和直觉 有很大的提高 他在火车站的卫生间 已经近距离接触过 小猩猩一次了 兜里还装着 小猩猩的前世的半截止骨 如果这世上 对小猩猩灵魂熟悉程度的人 他敢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 这具小小的棺材 给他第一感觉 就是和小猩猩的灵魂气息 一模一样 所以肯定是小猩猩的尸骨 没跑了 唐小宝抱着这具小小的棺材 爬回了地面 走到一边 将它轻轻摆放在 捷径的地面上 这具棺材表面 的确附加着一些 保护性捷径 但玄雲印上面的 武德真火 那当然是无坚不摧的呀 像是德宋猜这种 强度的实力 所设下的结界 在武德真火面前 肯定会直接被焚烧殆尽了 而后 没有任何的保护屏障 小猩猩的尸骨 就被火蛇焚烧干净 唐小宝一时有点下不去手 呆呆地看着小猩猩的棺材 心里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这个从头到尾 都极其无辜的小姑娘 真的要这样不明不白地 被烧死在火里 从此魂飞魄散 再也不得入轮回超生吗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救他一救啊 哪怕只留下最渺小的遗破 最起码 也还有重入轮回的希望啊 但唐小宝到底 还是一个务实的人 他知道 此时此刻 容不得半点耽搁 得宋猜随着有可能追杀而至 更何况 如果不杀得宋猜的话 就可能会危及更多的人 而且 连小猩猩那样年幼的女孩 都可以平静坦然地面对死亡 他这个大老爷们 怎么反倒优柔寡断了起来呢 这样想着 唐小宝努力忽略心里的悲伤和难过 从背包里边 拿出了板砖胸悬缘缘印 他轻轻把悬缘印放在了棺材上 只这么一放 他还根本没有灌注灵力呢 就似乎能听到 棺材上的斜力 发出了瑟瑟发抖的惨叫 唐小宝把手放在悬缘印上 注入足够的灵力 而后赶紧撒手 他怕被烫着 很快 悬缘印上的金色纹路 开始光滑流转了 散发出耀眼的金光和灼人的热度 一个方圆一米左右的小节气 自动张了开来 把一人一关给笼罩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野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24章 悬缘印的温度 很快上升到了 会把人烫伤的程度 若是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 这块金光溢溢的铁板砖周围 空气速都有些微微的扭曲 以唐小宝经过 十三太宝横练功夫 淬炼的眼光和视力 当然能够看得出来 那应该就是小猩猩所说的 透明的火焰 武德真火 那具棺材本来散发着 悠悠的寒气和阴冷之一 但是 在武德真火的灼烧之下 那层寒气和阴冷 就如冰雪遇到滚水一般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散去 失去了邪力洁击的支撑 这具小小的棺材 立刻恢复成了反目一具 还没来得及被武德真火 焚烧成为灰烬 就先被沉重的悬崖印给压碎了 唐小宝就听到一声闷响 棺材被压碎 破碎的木片里 露出了一些颜色发黄的白骨 很显然就是小猩猩的尸骨 那是一段大腿骨 按理来说 应该是人身体上最粗最长的骨头 可唐小宝打眼看着 还不如自己的小臂粗 她心里就是一阵不忍啊 想想 从头到尾 就这个小女孩是最无辜的 她做错了什么呀 要落到这种魂飞魄散的结局 武德真火 异常灼热 而且 似乎可以无风自燃 不需要氧气 不需要燃料 哪怕在真空之中 也可以熊熊燃烧 而且 加上那些棺材木板作为燃料 就劈劈啪啪的燃烧的更加带劲了 但是武德真火本身就是全透明的 所以唐小宝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幅诡异的景象 一堆木头 自动自发的就渐渐的焦黑卷曲 大块的渐渐变成黑色碳块 小些的就直接变成了灰烬 而在木片之下的骨头 似乎比木材耐烧一点 在透明火面铁饰之中 一点点油黄转黑 随着白骨的燃烧 渐渐有无数黑气 蒸腾到半空之中 而后化作透明无物 消散于空气之中 周围似乎若有若无营绕着 稚嫩孩童的唾气之声 虽然白骨耐烧 但是武德真火 何等刚猛霸道啊 这燃烧速度也是极快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小星星的尸骨的下半身 就已经全部烧成了灰烬 只剩下盆骨 半截脊柱 肋骨 双臂 一个小小的骷髅头了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 这具干枯恐怖的森森白骨 还是一个活不可爱的小女孩 连祖国的花朵都不是 还只是一颗刚刚冒出来 带着露珠的花孤独 然而 迎接她的不是阳光雨露 而是折磨 死亡 燃烧 以及永不超生 唐小宝呆致着看着这些小小的骨头 被武德真火吞没 蹲在那里 整个人都有些僵了 是的 哪怕到了眼下这个份上 她都还是不忍的 但是为了大局着想 她就只能如此了 透明的火焰 渐渐蚕食这具矮小的尸骨 只剩下了半截胸骨 锁骨 颈骨 以及那个小小的 只有一个小葡萄又大小的骷髅头 弥漫的黑气已经越来越大了 孩童鬼哭之声也越来越微弱 似乎昭示着 鬼漫童的灵魂 就快要消散于尘世之间了 唐小宝眼神呆滞 看着那透明的火苗 烧掉了小猩猩的胸骨 锁骨 以颈椎 火苗似乎已经烧到她的下颌骨了 那段小小的下颌骨 已经渐渐开始发黑 正是正在被灼烧的证明 西统 有没有办法既让德颂猜受重伤 又不让鬼漫童小猩猩魂飞魄散的办法 哪怕只是留下她的遗魄也可以 宿主可在三十秒内选择消耗全部功德值 兑换鬼漫童马兴兰的遗魄 并将其存放于系统主脑中温养 此外 降头师德颂猜受到的重伤程度 将因马兴兰一破的存活 而减轻百分之十 温养 在系统主脑里温养 这是什么意思 唐小宝就是一愣啊 他倒不在意德颂猜受到的伤害 会减轻百分之十什么的 反正都是危及生命 伤及本源的重伤 百分之十的程度 减不减轻什么的 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他关心的是 温养于系统的主脑之中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首先 这个系统 也就是奉天太玄解 是有一个听起来像是 中央处理器的部件 叫做主脑 所以这玩意儿 其实是一个科幻产物 而不是他一直以为的那样 是个什么法宝 是个什么玄幻 甚至是仙侠的产物 其次 把小星星的遗魄 放在主脑里面温养 会不会这系统 产生什么影响了 主脑这个词听起来 就很不一般的样子 应该是系统的 极为重要的元件 就像电脑的CPU一样 把这个小鬼魂的遗魄 放进去温养 会不会对系统 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呢 万一 常年累月的 到头来发现 他脑子里的 不再是个系统 而是一个小鬼漫童了呢 唐小宝想想 就点发抖 然而系统播报 还在继续 关于此问题 宿主目前权限不足 无法查询 解救马兴兰一破 倒计时开始 30 29 28 27 别别别别别 这咋就开始倒计时了 那啥 那我换个问法 我要是决定救他 那系统会不会直接 被鬼漫童附身啊 权限不足 无法查询 解救马兴兰一破 倒计时 20 19 18 唐小宝一阵无语 又换了一个问法 但系统依旧回复他的事 权限不足 而因为他这几次 发放的耽误 倒计时 已经进入了 十秒以内了 这人类啊 都有一种惯性 一件事情 本身并不是必须做 属于可做 可不做的范畴之内 可一旦给出 一个倒计时 并用不断地 向前走的独秒 来时刻提醒人类 再过几秒钟 这件事情 就不能做了 你将失去选择机会 你将永远 无法改变结局 这智障人类啊 往后就会选择去做了 而唐大仙 显然就是这样一个 智障人类 就在系统倒计时 数到三的时候 唐小宝怒了 妈的 不就是玩人计将法吗 老子输了 老子认栽 救 马上救 赶紧救 救退呀的 老子同意了 赶紧的 麻溜的 吃半秒钟 老子就反悔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一百二十五章 随着唐大仙的叫嚣 系统立刻停车倒计时 并忠实地给出了播报 消耗全部功德值 共一万两千一百一十二点 强行滞留鬼漫童 马兴兰一破 降头师得送餐 已受重伤 受伤量化程度 百分之八十 感谢使用 唐小宝一愣 有点诧异 强行滞留一破 用的功德值 竟然这么少吗 不对 应该说是 他的功德值库存 竟然这么少 呃 这算一下 之前在二百年之后 消灭了恶难舍主 和一波鬼王鬼将什么的 总共得到了 五万点功德值 而后升级系统 直接扣除了 四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点 这样就只剩下了 一千一百一十二点 之前在老白家里 帮他杀了弑魂恶杀 获得了功德值 一千点 在烂尾楼连环 自杀案件之中 击杀了地妇林焕宁 又获得了一万点功德值 这加起来的确是 一万两千一百一十二点功德值啊 才一万多点功德值啊 怎么想怎么都配不上 强行滞留马兴兰 一破这件事的伟大程度啊 因为 以降头师得送猜的强大 让他受到威胁生命的重伤 那要付出的代价必须足够大 而让鬼曼童魂飞魄散 彻底消亡 听起来 才稍稍符合这个代价的级别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等价交换 是符合规则 是顺应天道的 而强行留下一破 很明显就是不符合规则 也明显就是逆天的行为 这个做法 甚至比当初击杀恶难舍主 还要难得多 毕竟恶难舍主 多行不义 恶贯满盈 杀他是顺应天道的 之所以奖励那么多功德值 也是因为 恶难舍主本身就是 极高位格的存在 杀他难度很大 但强行留下鬼曼童的一破 却是逆天的行为 是有备于天道的 所以啊 当听到系统才扣了 一万两千多点功德值的时候 唐小宝觉得有点玄幻 他甚至觉得 这次扣功德值的重点 应该不在具体数值 而在于全部扣除才对 所以 如果系统账户里边 只有一点功德值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 只要消耗一点功德值 就能够办成这件事呢 妈蛋 亏大发了 血亏啊 再想通了这一截啊 唐小宝就悔恨得直拍大腿 但是目前 似乎除了击杀boss 完成高难度任务 升级系统 而扣除功德值之外 唐小宝还没有发现 有什么其他渠道 可以消耗功德值 要是这个系统 和那些小说里的系统一样 有什么系统商城 可以让他自行选购一些东西就好了 或许 等系统再升级一次 就能够有了 唐小宝做了半天美梦 才发现 面前的尸骨 已经全部烧完 只留下一堆粉末 而那个小小的骷髅头 却还留在原地 与之前不一样的是啊 它的颜色 不再发黄发黑 而是变得温润洁白 细腻柔滑 仿佛一块触手生温的 羊脂白玉 嗯 一个看上去 不伦不类的白玉骷髅头 骷髅头的两只 黑洞洞的眼眶里 竟然亮着两团 暗红色的光团 只有小支架盖那般大小 呆呆地悬浮在眼眶里 只偶尔轻微地闪一闪 一点也没有之前 在火车站卫生间里 见到那样灵动 且具有自我意识 也是啊 毕竟只是一铺而已 能够存活下来 已经是绞天之性了 下一秒 也不知什么原理 那颗白玉骷髅 忽然化成了一缕 温润的白色光芒 嗖的一声 朝唐小宝飞了过来 唐小宝还没有来及反应 只感觉眉心一凉 仿佛有一股清凉的流水 从他眉心注入 注入大脑之中 顿时整个人都是一机灵 却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反而就像是脑袋 被灵水清洗过了一般 整个人的精神都恢复了好多 不再那么疲惫了 而这个时候 系统播报声也事实响起 马兴兰一破 已沉睡于主脑之中 养魂进度0.1% 预计将于364天 23时59分59秒后养魂完毕 我操 根据唐小宝那点 微薄可怜的阴间基础知识所知 养魂这个词啊 就是指的把残缺不全的魂魄 经过种种手段的瘟养 以及漫长的岁月累积 最终重新变成一个 三魂七破其背的 完整灵魂 这样的完整灵魂 是可以重新进入轮回 重新做人的 而这个过程称之为养魂 而需要经历养魂的残魂 无不是从魂非破散的必备的结局之中 被人强行救下 这个强行救魂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逆天而行的 因为人的灵魂始终具备唯一性 在这世间代代轮回 生生不息 这是顺应天道的表现 也就是说 魂飞魄散这种事情 在天道那里 也是不常见不允许的 而一旦一个魂魄 走到了魂飞魄散的结局 那就必然是做了什么 极大的恶事天理不容 又或者执念深重 愿意以魂飞魄散的结局 来进行某种交易 换句话来说 魂飞魄散 是这种人所应得的下场 也是他们求人得人的结局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人的魂飞魄散 其实是顺应天道的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依旧有人强行 想要留住他们的魂魄 那这就是标准的逆天而行 唐小宝对此颇有了解 是因为这实在是玄学界 最基础的常识 所以他现在才有这般诧异 老实讲 听到系统说 可以强行救下 即将魂飞魄散的生物 唐小宝倒是没有特别惊讶 毕竟奉天太玄简嘛 在宇诗灵这个老家伙嘴里 都知之不详的上古神物 能做到一些逆天而行的大事 也是很正常的 他之所以觉得惊讶 是系统所用的养魂时间 居然如此之短 居然只要短短一年 就可以把玄学的魂魄 给完全养好了 从一个只剩一破的 惨得不能再惨的残魂 重新瘟样成一个 三魂七破其背的 完整灵魂 唐小宝全家的三观 都被震碎了呀 这 这他妈也太不科学了吧 在他的认知之中啊 养魂本来就是一件 极难的事情 不同魂魄 又不同魂魄的养魂方法 但是步骤 无不是极其繁琐 且要求严苛 场所就是需要 各类人际 罕着洞天伏地 同时 还可能需要 各类天才地宝 熬成的药材 来不断地浸泡 灼烧 又或者是 用气息供给 那更有甚者 还有很多 或者猎奇 或者恐怖的奇怪方法 但是无论如何 这些方法的 共同特点都是 无补 耗时 漫长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26章 唐小宝小时候 曾经听世权道长 讲过这方面的知识 一个人呢 只具有三魂六魄 其中第七魄 不知所踪 为了给这个人养魂 这方法暂且不论 光是时间 就耗费了整整七十年 等到此人魂魄其背 也已经垂垂老矣 只能等着进棺材了 而如果只有魂 没有魄的生灵 就连活着资格都没有 只能靠术士 以法术将养 总之啊 残缺程度越严重 养魂就越难 耗时也就越长 而像小猩猩这样 本来就是鬼物 为天道所不容 现在又只剩下一魄 而这养魂的时间 这怎么着 也得个上千年 才差不多吧 是需要一整个 绵延网替的家族 来供奉温养 才有可能 养魂成功的病例吧 然而 现在 他的亲亲号系统 奉天太玄俭 告诉他 居然只用一年的时间 就可以养魂完毕 唐小宝 整个人都凌乱了 这要是拿出去 专门做养魂的生意 他就不用干别的了呀 单就做这个生意 就够他一辈子花天酒地 锦衣玉食 吃香喝辣了吧 唐小宝流着口水傻笑着 一旦还有点烫手的悬崖印抓在手里 防备着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 走到近处才发现 这团黑影是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女人 而且还是熟人 唐小宝简直是目瞪狗呆呀 吭斥了半天才叫出对方的名字 我 我 王燕秘书 是的 没错 这个躺在地上 不断蠕动挣扎的女人 正是白马集团董事长 马白腾的办公室主任 大秘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风头无两的 王燕秘书 唐小宝整个人都在风中凌乱了 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 但是现在看来 这位大秘 可一点都不像当初在白马大厦里那副体面的样子了 只见他浑身黑袍 头发凌乱 脸色蜡黄 额头上画着不知用什么涂料画成的繁杂符文 只稍微打眼一看 其中蕴含的邪恶污秽之意就让人作呕 而王燕 脸色蜡黄 神色怨毒地瞪着唐小宝 他的双眼 双耳 嘴巴 还有两个鼻孔 都在滔滔地往外躺着黑形 更加恐怖的是 他的五官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和位移 唐小宝也费了点劲 才能认出他是王燕来 而之所以他的五官都有些扭曲和位移 竟然是因为他的头盖骨已经有寸许裂开 而头皮竟然还保持圆状 就好像一个皮套子里边包裹着一层流动状态的半固体一样 这就是危机本源的重伤吗 哎呦真的好可怕呀 只见王燕嘶哑着开口 我 不是 说完这句话 他居然脖子一歪就此咽气了 这他妈是啥情况啊 啊 唐小宝整个人都凌乱了 什么 我不是我呀 我还皇后杀了皇后呢 搞什么呀 以为这里是甄嬛传拍摄现场吗 唐小宝简直要抓狂了 他本能地感觉到王燕的死有蹊跷 而且 王燕身为马白腾的大秘 也算是白马集团的高层管理层了 手中肯定持有白马集团的职工股 而且还不少 白马集团两年前在纽交所上市 王燕手里的股票 足以成为国内都能数得上的女富豪了 就算不说股票 他们的年薪恐怕也不下百万啊 就算立刻辞去白马集团的所有职务 只靠自己的积蓄过活的话 王燕这位曾经要大秘都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 难道是因为人心不足 王燕渴求白马集团内部更高的地位 以及更多的话语权 可是白马集团是世界范围内部 这屈指可数的一个跨国财团 金融巨额 并不是那种私职混乱的小作坊公司啊 这里的管理层权责明确 各董事股东之间也是盘根错绝 关系复杂 期间还牵扯到很多豪门巨股的恩怨利益 而王燕说到底也不过是白马集团的一个高级打工仔 他终究只是一个孤家寡人 是绝对斗不过那些个庞然大物一般的豪门家族的呀 就更别提白手起家创立商业帝国的马白腾了 也就是说 即便马白腾今天猝死 明天白马集团照样可以有条不紊的运作下去 最多估计也就是下跌个几块钱 持续一段时间 只怕又会涨回去 在白马集团打拼了半辈子的王燕 不可能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高级打工仔 篡权夺位的难度啊 说白了 除非他能把所有的心智都给蛊惑 否则的话 哪怕是凭借邪术 匠头和鬼曼童 把马白腾给杀了 王燕也无法达到目的啊 唐小宝微皱着眉头 他看着地上的王燕的尸体 已经用灵力探测过了 这的确是王燕的尸体没错 不存在有人假扮易容的情况 而他刚才说那句古怪的 我不是我 又是什么意思呀 经过无数电影小说 电视剧洗礼的唐小宝 瞬间就想到了王燕被上身夺舍的可能 或许 王燕的意识和真正降头师的意识 一直在争夺着这具身体的控制权 而刚才那一刻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王燕的意识终于短暂地胜过了降头师 这才拼死杨信息传递出来 唐小宝挠挠头觉得自己啊都快秃了 啊 这件事情怎么还没结束啊 真正的降头师到底是谁啊 不过不管这个降头师是谁 反正不可能是王燕 不然的话 他刚才走在脑海里听到系统说任务完成的语音播报了 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向学院印内灌注了灵力 直到武德真火燃烧起来 才将他扔到王燕的尸体上 很好啊 看来除了夯人砸镜子打砸抢之外 板尔专兄又多承接了一项火葬场业务了 直到王燕的尸体和衣物都被焚烧成灰烬 唐小宝才把稍微冷却悬云印又放回了屋子里 凭着清新觉的感知 他已经知道此地已经恢复了正常 暂时不会有任何危险了 他就忍不住将目光投向那几间房屋里面 这房屋里边一片漆黑 没有亮灯 黑暗的窗口仿佛是可怖的鬼物之眼 在无声的凝视着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鞋就变墙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27章 这是一座典型的明清时代的江南小院 基本也是门口有罩壁 中间一个院子 北面正房 东西两侧有几间厢房 正房背后是几间爆煞式的形式 只是粉墙高筑 黑瓦倾斜 月洞门两旁栽满了芭蕉等江南植物 曲曲折折 可供人寻忧仿盛 总之啊 是一座很精美的小院子 同时 这里也是酱头师得送菜的老巢 也甭管真正得送菜是什么身份了 至少这座小院 是他在姑苏唯一落脚的地方 里边肯定藏着不少好东西啊 唐小宝这样想着 这心里边就有点心仰难耐了 既然来都来了 现在暂时还没有真正的降头师的线索 不如进去一探 说不定啊 能找着蛛丝马迹呢 想到这儿 唐小宝立刻理直气壮了起来 哼 爷爷进去可不是为了偷鸡摸狗的 而是为了找证据和线索的 对 就是这么着 唐小宝想到就做 不过 也都经历了这么多事了 他也不是一个莽撞人 知道降头师的老巢 恐怕会充斥着一些邪恶的机关 所以啊 就在院子里边先观察周围的房屋 阴阳眼开启之后 透视眼只可以穿过墙壁 看到屋内的事物 这东西厢房和正房 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具和杂物 没什么特别的 甚至也没有唐小宝想象中的 用来防护的什么 邪恶结界封印之类的东西 就宛如普通人的普通居所 但当他转到正房后边两间爆煞的时候 却发现了不寻常了 这两间屋子里边 东边一间放着好几个大书柜 西边一间放着好几个保险箱 而书柜和保险箱 无不散发着淡淡的灰蒙蒙的光芒 这灰光给唐小宝的感觉 颇有点像是小星星观果外边那层光芒 也很像是浑种之内 装着吕小红植果那个盒子散发的光芒 这感觉肯定就是 酱头师施展那个封印协力 没跑了 唐小宝就是一阵激动啊 知道自己果然是没白来啊 这些个书柜里啊 指不定就是小星星曾经学习过那些 阴间世界的古书和文献 而那几个保险柜 肯定就是酱头师私藏的宝物了 尼玛 这一趟收获那也太丰厚了吧 想想就刺激啊 唐小宝欢喜得抓耳挠塞 直接又走到藏有保险箱的西报纱去了 那几个书柜啊太大了 书肯定很多 但时间紧迫 他肯定看不完 还不如先来这边搜罗一下宝贝 如果能找到什么乾坤带 储物界之类的宝贝 那就太完美了 他肯定会先把东报纱的书都给放进去 东西报纱的门锁上 都有德宋财师家的协力封印 但唐小宝并不惧怕这些 他可是有铁板砖在手的人 只要用武德真火一烧 什么邪魔歪道都不给他让路嘛 果然 西报纱门锁上的封印强度 完全不如小星星棺果上那些强呢 唐小宝还没有祭出武德真火呢 只是感受到了玄远印的气息 这门锁上的那个小小结界 就瞬间土崩瓦解了 卧槽 唐小宝提起玄远印 左看右看 冷静分析 深感觉 这板砖胸 真的是不简单啊 小星星 是从东报纱里那些书中知道 玄远印和武德真火的事情的 也许他能够从中找到更多的资料 毕竟小星星无法自主行动 这报纱里的书这么多 他又只在这里待了一个月 是不可能全部看完的 想到这儿 唐小宝更是充满了干劲啊 直接推门就走了进去 由于面朝北边 后部又有高大的正房遮挡 这两间暴煞 常年累月找不到阳光 这屋里边就有些阴冷 此时正是夜间 就更平添了几分阴森 屋里面积不大 一眼可以望到底 里边放着三个落地式的保险柜 每一个都闪烁了淡淡的灰色光芒 这附近十分的偏僻 现在就已是深夜了 所以唐小宝没有迟疑 直接打开了电灯 唐小宝如法炮制 还是用悬檐印 打开了保险箱的锁 第一个保险箱里边 装的是一些钞票 有人民币 美元 欧元 还有一些的叫不出名字的货币来 但是看起来就很是不少的样子 此外还有十几根金条 估计啊 都是降偷师得来的 无益之财吧 唐小宝看得张大了嘴巴 妈爷 这老小子 这要是个贪官 这些东西都够判他个死缓了 不对不对 估计缓都没得缓 恐怕得立即执行啊 见到这么多财物 俗人唐小宝当然是心动的 虽然这账户里边 应有了一百来万的巨款了 但谁又会嫌钱多呢 但是啊 他也还算理智 目光并没有在这些财物上过多停留 如果找不到储物类的法宝的话 这么些个钞票金条 他一个人也扛不回去啊 于是 唐小宝打开了第二个保险柜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 第二个保险柜里边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只有薄薄的一个皮子做成的文件夹样的东西 看不出来是什么皮 唐小宝想了想 伸手去碰了一下那张皮子 触手柔滑 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和熟悉感 卧槽 这他娘的 难道是人皮 唐小宝心里骂了一句娘 果然不愧是酱头师啊 这身边就没点正常东西 他把那张人皮文件夹拿了出来 打开 却发现里边并没有加上什么纸张文件 而是 在人皮文件夹的内部 似乎刻了什么字 是的 只能说是似乎 因为即便将这个玩意儿拿在手里 唐小宝也无法看清 这块人皮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 就好像是蒙上了一团水雾 又好像是眼睛瞬间变成老花眼 总之 就是看不清 唐小宝就知道 这肯定又是封印了 然而奇怪的是啊 这块人皮上的封印 给他的感觉 与这里的其他封印都截然不同 简单来说 就是这封印上散发的灵力气息 十分正派 一点邪恶诡异的感觉都没有 显然并不是用邪法示弹出来的封印 而且似乎还隐隐散发着一股烈火一般的灼热之感 唐小宝皱了皱眉 这心里真的是一阵阵发痒啊 要是不让他见到 那也还好说 可是 这都拿在手里了 还油爆琵琶半遮面的 不让他看到真容 岂不是更会攻击他的好奇心吗 而且 又是什么样的宝贝东西 会藏在酱头师的老巢里 被一层又一层的封印给封锁着 却还一丝邪气都没有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一百二十八章 唐小宝只感觉是白爪挠心 迫切地想要看看 这块人皮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于是他就伸手去拿百事百灵 业务范围超广的破封印小能手 板砖胸 然而手指才接入到悬运的表面 他就熬了一声惨叫 光速地把手给缩了回来 又跳又叫地甩着手 还用手去摸耳朵 好劲儿烫了 这到底人怎么回事 邪了门了 唐小宝一边惨叫 一边转头去看悬远印 只见板砖胸静静地躺在地上 这浑身金光大掌 亮得夺目逼人 那光芒强烈地甚至盖过了 他身上流转的金纹 乍一看 就好像一轮小太阳一般明亮耀眼 卧槽 这 这他妈怎么回事啊 唐小宝一脸痴呆症 愣愣盯住自家板砖老兄 这屋子里边一直开着灯 而且唐小宝刚才呢 又一直专着盯着人皮 所以竟然没有发现悬远印 竟然自动自发地亮了起来 这也太邪门了吧 按照小星星说的 这悬远印呢 虽是神器 却绝不会自己莫名其妙地发亮了 只有在他向其内注入灵力之后 悬远印上面的金色纹路 才会开始流转 并渐渐地释放出金色的光芒 温度又很快升高 并燃起世间致阳的武德真火 但自从进入这西间爆煞以来 碰到的所有封印和结界 都是带有邪恶属性的 而这些个邪恶封印 见到悬印就仿佛遇到了天敌 根本不用唐小宝注入什么灵力 这些个封印就会自动地土崩瓦解 把尔砖凶这样给力 唐小宝当然也懒得往里灌入什么灵力了 所以悬远印一直处于休眠待机状态啊 依旧是一块黑油油的沉重的铁板砖 但是此时此刻 悬远印却自行发亮了 而且还是前所未有的亮 就显得格外的惊悚了呀 唐小宝甚至悄悄远离了几部板砖凶 生怕板砖凶突然裂开 钻出个什么哥斯拉来 把他一口吞下去 就这样僵持了几秒 看着板砖凶只是光芒大涨 并没有活过来成精的打算 唐小宝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几步 走到了悬远印两步以内的范围之内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小宝左手忽然动了动 他眼睹瞪得像杠铃一样 直愣地看着自己的左手 他的左手正担着那块人皮子 然而此时那块人皮 仿佛拥有了生命和自我意识一般 一个劲地往悬印那个方向去飘 明显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了 皮子上都被拉扯出纹路来了 然而唐小宝的手死死地拽着 这块诡异的人皮就死活挣脱不开 就好像悬远印和这块人皮 是一对苦恋的情侣 而唐小宝的左手则是棒打鸳鸯的封建大家长 唐小宝一脸懵逼啊 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他目瞪狗呆地看着悬远印 又看着手里这块人皮 忽然就有了一种诡异的自家白菜 不知道啥时候被猪给拱了的感觉 被这种诡异的感觉一下呀 唐小宝一个没注意 左手稍微松了松 然而下一秒就见那块臭不要脸的人皮 藉由这微微一松到档口 瞬间挣脱了唐小宝的掌控 奔命一般朝悬远印就扑了过去 而后这块皮子就紧紧裹在了悬远印的上面 仿佛完全不惧怕那超高的高温 和透明的武德真火的灼烧一般 紧接着 这块人皮裹在悬远印上面 不断地转换着角度 利用自身所具备的弹性和良好延展性 逐渐把悬远印的每一寸都严实实地遮住了 而后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如涟漪一般地散步开来 又猛然聚拢 以被人皮包裹的悬远印为中心 猛然收敛了起来 唐小宝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见这被人皮包裹的板砖胸 竟然缓缓地向上飘浮了起来 一直飘到与他视线齐平的位置 才悬浮不动 继而 夺目耀眼的火焰 从这块石头上燃烧了起来 是的 不在这透明的武德真火 而属于雪一般鲜红的 跳动着的超高温火苗 这温度似乎比武德真火 要稍微弱一些 但差的也绝对不多 就凭唐小宝山太宝 横练第十层的功力 也几乎耐不住那股滚烫的热浪 往后退了好几步 这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 唐小宝几乎要抓狂了 玄元印 是他最好最得力的战斗伙伴 没有之一 靠着板砖胸 他已经杀死了很多恶鬼 就连贡献了亿万点功德值的 地副灵幻宁 都是靠着这个板砖胸 才能够击杀的 就更别提其他使用的地方了 所以啊 唐小宝最紧张 也最不希望出事的 就是玄元印 但是现在 情况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 唐小宝能够控制的范围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却见那块燃烧着血色火焰 裹着一张人皮的板砖 竟然开始慢慢地改变了形状 这 这什么情况啊 就仿佛是慢动作回放一般 玄元印慢慢地变换了形状 锋利的棱角和棱边 再不能变得圆滑 圆滑 更加圆滑 而整个长方形的形状 也渐渐变成了上肩下圆的形状 不过一分多钟 这块曾经威力十足的大杀器 黑油油的铁板砖 玄元印 竟然就变成了一颗巨大的 圆润的 光芒四射的 燃烧着血色火焰的 蛋 是的 没错 就是一颗蛋 唐小宝整个人都是凌乱的 他宛如痴呆加二百五十一般 争论盯着伏在空中玄元蛋 足足愣了有十几秒钟 嘴巴开开合合 想说点什么 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而随着玄元蛋逐渐成形 那块人皮的封印 似乎也是不攻自破了 清晰的图案和文字 在上面浮现了出来 唐小宝的视力当然是极好的 哪怕隔着老远 也能够清晰地看到 上面写着什么 画着什么 只见 那块人皮上啊 先是浮现出了一个 古着质朴的图案 仿佛是远古时期的壁画 充满了狂野 但又神圣的韵味 而这个图案 是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 而后在图案之下 一行行清晰的文字 为了凤凰图案显现了出来 可惜 这不知道是甲骨文 还是蝌蚪文 总之 凭唐小宝高中文化水平 那是认不出来的 但这不妨碍唐小宝 被众多小说电视剧 经营过的大脑 展开联想啊 他定定凝视着 不远处悬缝内颗悬缘弹 这心下是一片的火热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29章 唐小宝紧紧盯着不远处 悬浮的悬缘弹 心中已经展开了一系列 走上人生巅峰的幸福遐想了 记得不久之前 在姑苏火车站 一楼东侧女卫生间 她用悬缘印砸碎镜子 以求脱身的时候 悬缘印似乎发出过一声 清月流量的鸟叫声 那一声鸟鸣 不同一般小鸟叨叨叨叨 反而更像是清月的长笑 几乎是响恶行云 让她印象深刻 她当时呢 也没有过多理会 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 这颗巨大的蛋 这红色的火焰 那块人皮上描述那个 狂野但颇具神性的凤凰图案 再联想到那时那声鸟鸣 妈了个蛋 我板砖胸其实是一颗凤凰蛋嘛 是吧是吧 绝对是的吧 照这个剧情发展走向 这不是凤凰蛋的都不科学 唐小宝喘着粗气 紧紧盯着悬浮在不远处的悬圆蛋 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为什么这种好事竟赶上我呀 我也太不给别人留活路了吧 唐小宝一边擦着口水 一边幻想着 以后养养凤凰 打打小怪 走上人生巅峰的美好日子 然而就在做美梦的时候 玄鸣蛋上面的血色火焰 忽然猛的一收 似乎全部被玄鸣蛋给吸收了一样 那块裹住巨蛋的人皮 也无影无踪了 似乎也被玄鸣蛋给一起吸收了 此时此刻的玄鸣蛋 已经变成了一枚半透明状的 蛋型红宝石 光滑璀璨的多棱面内 似乎包裹着一团流动的火焰 萦绕着梦幻般的美丽华彩 哪怕是世上最极品的割血红宝石 也敌不过这枚巨蛋宝石的 一丝一毫的风采 唐小宝看得是目眩神迷啊 两只眼睛都变成了巨蛋宝石的形状 爬拉子差点没留下来 就在他痴痴地伸出手 想要去触摸那枚巨蛋的红宝石蛋的时候 只见巨蛋的全员蛋仿佛颤了颤 而后化作了一道炫目的血红色流光 直接钻入了唐小宝的胸口 哪怕是以唐小宝如今 十三太宝横练第十层的功力 练就的肉体强度和速度 也完全没有办法躲开这一下啊 唐小宝完全懵逼了 眼睁睁地看着巨蛋化作红光 飞着自己胸口 而后一股滚烫的热流 就从胸口瞬间困到全身 仿佛整个人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 三万六千个毛孔是无不张开 变体的舒坦 简直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而这个时候系统播报也事实响了起来 感应到朱雀之卵进入宿主丹田 孵化剩余时间 一百八十天二十三十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横练十三太宝进入第十二层 清心诀进入第十三层 习得终极太极浮鬼术 受到朱雀之力的眷顾 习得法术武德真火 让你能发出一道世间至阳至刚的火焰 万邪必义 无坚不摧 此技能等级已满 无法升级 此技能熟练度已满 无法提升 此技能冷却时间两分钟 使用无任何消耗 获得物品不死鸟的卵壳膜 当穿戴在身时 可有效防御邪灵类敌人的攻击 无论其伤害强度多少 都可被强制降低百分之五十 此外 不死鸟的卵壳膜也有隐形能力 不死鸟的卵壳膜又名玄元一 第一连播报了好几篇画 系统才归于沉寂 唐小宝子张着嘴巴 久久回不过神来 唐小宝的脑子一时间都得转不过弯来 整个人都处于极度狂喜乱舞的状态 直到过了好一会儿才逐渐冷静下来 首先 他肚子里现在正孵着一枚凤凰弹 再过半年就可以孵出小凤凰了 其次 虽然没了玄元印这个得力的武器 但他继承了玄元印最具杀伤力的杀伤性武器 武德之火 一来就开了最高等级最高熟练度的卦 而且啊 冷却时间才两分钟 使用还没有任何消耗 奶奶的 这么给力的技能给了他 他不杀光世间恶鬼都说不过去啊 再来就是那件天上有 地下无 有史以来最给力 最实用 实乃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利器的玄元印了呀 天生自带减伤50%的buff 无视敌方任何等级 任何伤害强度 直接强行减伤 这他妈简直就是大战鬼怪时 最有效的防御利器了呀 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就意味着 即便是像恶难舌主那样的对手 在他穿着玄元衣的情况之下 就永远只能发挥出一半的实力 这就意味着 所有敌人只要到他唐大侠的面前 就会自动降级一半啊 这他妈也太bug了吧 这要真是网络游戏的话 唐小宝绝逼自己举报自己 妈蛋的 这开挂开的也太不要脸 太明目张胆了一点了吧 再加上玄元衣 还有隐身能力 唐小宝现在除了卧槽 已经说不出别的词来了 没办法 毕竟是个文盲嘛 不过 这话又说回来 那块人皮竟然不是人皮 而是凤凰蛋壳膜啊 难怪摸起来怪怪的 看来以前 剥鸡蛋吃的时候 那层膜就是这个手感吧 唐小宝志得意满 他想了想伸出手的 系统这次也没播报 但随着唐小宝的话音刚落 一块触感诡异的柔滑 这颜色不黄不白的奇怪 皮革状事物就吹在他手中了 看起来比之前的文件夹形态 要大了不少 至少可以从头到脚的 披在身上 还多了两条袖子 可以伸胳膊 唐小宝兴奋到不行 刚好这细胞煞 有一面视一镜 他就裹着悬缘衣 走到镜子前面 悬缘衣目前 只包住他的上半身 于是 唐小宝惊喜地发现 这镜子里边 他上半身就不见了 只剩了两条腿 他摆弄了一下衣摆 让他们裹住双脚和双腿 果然 这镜子里边 就空无一人了 自己的身影 已经凭空消失了 唐小宝发出 杠铃一样的笑声 把右胳膊伸出来 这镜子里边 就诡异地出现了一只 凭空摇摆的手臂了 唐小宝兴奋地 自己和自己玩了好一会儿 这才意犹未尽地 用意念 把悬疑给收了起来 只可惜啊 系统储物柜 似乎有自己的选择 并不是什么东西 都能够放得进去的 不然的话 他也不用急着去找 什么储类道具了呀 得到了凤凰 法术 以及给力的装备 唐小宝 志得意满 常常舒了一口气 这才把目光转移到了 第三个保险柜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谢谢 第130章 要是采访一下 唐小宝此时的心情 那当然是兴奋激动 以及期待搓手了 想想 这三个保险柜里放这东西啊 似乎是按照珍贵程度来排序的 第一个 只放了世俗界的一些钞票金条而已 唐小宝虽然也很喜欢 但是论珍贵程度 毕竟还是打了个折扣的 这第二个 看似着放了一块人皮 啊不对 是不死鸟的卵壳膜 但却一下子 送给他这么大一个惊喜 不仅有了一只小凤凰在敷养 还把太极浮贵树 升到了中级 甚至还拥有了 武德真火这种实体技能 以及玄元一这件 八个级别的辅助装备 说起来啊 一直以来 唐小宝都只靠肉身 和十三太宝恒练 在硬扛来自敌人的伤害 不管是物理的 还是法系的 都是如此 玄元一是第一件 可以穿戴在身上的防御性装备 不仅具有超级逆天的 强制减伤50%的效果 而且还有隐形效果 最重要的是 这个隐形效果是日常的 也就是说 只要穿上 就必然会隐形 没什么条件 这还仅仅是第二个保险柜 所以对于第三个保险柜里边究竟藏着什么 他就实在是无比好奇 并且怀抱着极大的希望了 不过 现在的玄元印已经变成了玄元蛋了 正在胸口处静静等着孵化小凤凰 磨的板砖来解开保险柜上的封印了 不过也并不是没有办法 唐小宝自信地看着右手 伸出十中二指 指向第三个保险柜 中二的大喊了一声 当然了 这声中二的喊声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真正起作用的 是他脑海中的意念 当他意念一动 体内的灵力就如必指使 瞬间变得灼热了起来 犹如汹涌江流一般的 向指尖奔涌而去 唐小宝就感觉到指尖一热 鼻端闻到了轻微的硝烟味 就见一股淡金色的火焰 冲出了十只指尖 冲击在了保险柜的门锁上 门锁上附着着的协力封印 飞速消融 唐小宝几乎听到了空气中传来 尖力嘶喊的声音 不过怎么是淡金色呀 不是透明的吗 唐小宝就在脑海里提问 诶 系统 武德真火是透明的 还是淡金色的呀 武德真火又名凤熙 以凤真武德构成 约德 约义 约理 约人 约信 为朱雀之言精华形成 一经使出百携臂翼万鬼同窟 为世间至阳至刚之物 外人观之其形态为完全透明 当自己使出则呈现淡金色 可为施法者所见 唐小宝听的是一愣一愣的 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打小就喜欢这些怪力乱神的 智怪故事和神话传说 所以对于凤游武德的说法也并不陌生 哦 原来武德真火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呀 现在他自己也能使出 这可令万邪避异的缝隙了 那是不是说明 他有那么一点点凤凰血脉了呀 唐小宝又挠着头黑黑傻笑了一阵子 才探头去查看第三座保险柜的情况 这第三座保险柜比另外两个保险柜都略大一些 几乎可以容纳一个瘦小成年人猫着腰钻进去 唐小宝打柜门一看 却发现里边空荡荡的 并没有放什么特别起眼的东西 只有底部中央放着一枚金属纸环 唐小宝一颗心顿时砰砰狂跳了起来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是我想的那样吧 他并没有贸然去碰那枚指环 只是用阴阳眼和清心觉感知了一下 得知那指环上并没有什么异状 才小心翼翼地将其给拿了起来 然而 一碰到指环表面 气筒播报忽然又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获得三级储物界一枚 此三级储物界内 共有一百立方米的空间 可储存普通物品 灵力物品及邪力物品 普通物品可与灵力或邪力物品共存 但灵力与邪力物品不可共存 不可储存活物 界内空间具有无限期保鲜功能 唐小宝呆愣了几秒 一股狂喜涌进心头 奶奶的 真是储物戒指啊 他终于也拥有传说中的储物戒指了呀 以后就再也不用被这大包小包 来来回回地费劲巴拉地走了 哼 看回去之后 这小胖子还拿什么在面前显呗 唐小宝高兴了一阵 又反应了过来 在脑海中询问系统 系统系统 能探测到这戒指里头 都放着什么吗 这既然曾经是降头师得送猜的物品 那也许里边藏着很厉害的邪力物品和法宝 他要是贸然将灵力探测进去 说不准就遭到邪力物品的反噬 然而系统的回答却有点出乎他的预料了 经过探测得知 该储物界内全是普通物品 并无灵力或邪力物品 诉主可放心去出查看 唐小宝愣了好一会儿 让他愣张的 倒不是借这里边没有灵力物品 或者邪力物品 好吧 当然有那么一点小失望 但还不至于让他惊讶 让他真正惊讶的是 系统这一整句话 似乎直接探测到了心中所思所想 知道才担心什么 明白他真正想知道的信息是什么 所以才给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虽然播报的句式和语气 都和往常一样非常诚实化 宛如一个人工智障 但是播报内容却展现出了 极大的人性化的趋势啊 而在今天之前 系统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唐小宝皱着眉头 回忆了一下 今天唯一发生的不同的事情 似乎也就是小星星的一破 被瘟养在了系统里面 难道这就是造成系统开始 人性化趋势的原因所在 唐小宝的一颗心 就有点忽上忽下的 系统人性化 他倒是喜闻乐见 但他本来期待的是 在系统升级的时候 系统通过较为正常的途径 开启人性化这一模块功能 而不是莫名其妙地突如其来 因为一个鬼屋的寄居 就突然人性化起来 这很吓人的好不好啊 唐小宝抓抓脑袋 塌了口气 发现自己抗拒也好 不安也罢 那都是没用的 算了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吧 不过 有了系统这句播报提示 他也松了一口气 安下心来 于是 又在脑海里提问了 出现了使用方法 不出意外 系统又给出了详尽 但有用的回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1章 对于如何从储物界里边存取物品 系统给出的回答 详尽且有用 当想要取出物品之时 如果明确知晓 储物界里放了什么东西 就只需要用意念里想一下 那东西的形状和名字 就可以取出来了 如果不知道储物界里有什么 则可以用意念传达 取出戒指内的全部物品 或者说是按形态从小到大 取出全部物品之类的意思 总之 这储物界呀 是颇具灵性的高级法宝 其取物方式 可以完全任由主人的意志所操作 至于存入物品 就更加简单了 只要用戴着戒指的手 触摸想要存入的物品 意念传达想要存入的物品的指令 就可以瞬间完成存储 但是在此之前 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使用者 必须是储物界的主人才行 而这枚看起来像是生铁打造 毫不起眼 甚至有点脏兮兮 感觉淘宝上十块钱 能买一打的纸环 现在当然还没有认唐小宝为主 系统的播报还在继续 当储物界上一任主人死亡后 储物界自动变为无主状态 可随便认主 但如果上一任主人 曾在储物界表面刻下封印 则需彻底破坏封印后 方可认主 认主方式 只需将戒指完全浸泡 自身血液之中即可 唐小宝皱了皱眉 他已经感知到 这枚储物戒指上 的确是有协力封印的 很明显就是得宋猜所施展的 但唐小宝又开始犯难了 他没学过正统的封印 与反封印的法术 从入行以来到现在 他一旦遇到封印 结界之类的障碍 一般都是靠暴力强行破除 反正板砖雄悬远印 那是无坚不摧 无封印不破的 而那些低级的邪力封印 更是稍稍感知到 悬印的气息 就会自行崩溃消散 有这么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用啊 但是此时此刻 悬远印已经变成了一颗蛋 装它肚子里边 等着浮出小筋 不对 是小凤凰了 唐小宝现在仅有的 和破除封印沾边的法术 也就是武德真火了 但是这武德真火 致阳致刚 刚蒙致吉 乃是难离神鸟诛雀的吐息 只要稍稍一点火星 唐小宝都拍着小小的铁戒指 会被那高温给直接升华了 他想了半天 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理论上似乎能够成功 但从来没有亲身实验过 于是 他放下戒指 走到了一边 空无一物的另一个 保险柜的旁边 开始运气 他小心翼翼 用意念使出了武德之火的技能 在赶到那一线灼的热流 即将冲出指尖的时候 他急忙动用意念 试图将武德之火的火苗 控制于指尖之内 然而并没有成功 一小团火苗直接冲出了指尖 瞬间将那坚固的合金保险箱 给烧出个大洞来 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继续实验 索性 他清心觉已经变到了第十三层 体内的灵力储备 如大江大河一般是绵绵不绝啊 不然的话 只怕仅仅使用一次 也会因为力竭而晕过去的 直到试了快二十次 他累出了一头大汗 才总算是能稍稍将 极少量的武德真火火苗 储存于指尖内部了 但仅能维持两秒 但是两秒 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唐小宝迅速运起了 属于清心觉的清凉真力 涌入右手指尖 将那一小团爆裂至极的武德火苗 严实实地给包裹住 而后才冲出指尖 只见一个淡青色的小光球 离开指尖 仔细观察 这个小光球内部是淡淡的金色 似乎在暴躁地跃动着 这青金色的光球 在保险柜上停射大概三秒钟 那繁铁所说的保险柜 已经变红了一小片 光球才猛然炸裂 暴怒的武德之火 瞬间冲出 又给保险柜炸出一个洞来 而这个时候 他已经把细胞剎里边 看起来稍微艰固一点东西 全部给试验了一遍 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唐小宝皱了皱眉 不行啊 他现在还不能控制着 青金色光球爆炸的方向和位置 还不能真正地实用啊 于是他又开始苦思冥想 终于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体内清心绝气流包裹住武德之火的时候 又用体内灵力牵引着这个青金色小光团 释放出体外 光团和指尖还连接着一根细细的灵力丝 这看起来啊 就好像手指系着一个溜溜球一样 又如此这般试验了N次 直到吸爆煞已经不太能看了 几乎像是炸弹肆虐过后的战场一样 他完全把这个技能给掌握纯属 而就在他掌握的那一瞬间 系统的播报声瞬间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掌握全新自创技能 法控加十 问心术进入第一层 请宿主为新技能命名 唐小宝一愣 一股喜悦涌向心间 这他娘的是真的 她也能自创技能了 唐小宝不禁一阵自豪 油然而生 不过 他毕竟刚入行不久 对于这件事情 所代表的含义还并不明确 要知道 在修者界 自创技能不仅是一点都不容易 甚至还可以说是极为困难的 毕竟 入行不久的修者 需得一步步的入门 慢慢从基础学起 光领悟基础常识 修炼法门和法术 这怎么着 也得个几十年的时间呢 直到对自身所学 掌握圆润 彻底理解法术之道 才能走上自创法术的道路 在凡尘俗世也是这样的 不论哪门学科 都得学完了基础知识 对该门学科 彻底融会贯通 才能开始研究创新呢 然而唐小宝却是 得天地造化气运所终之人 被奉天太玄俭 选中之人 如果成皇 四职公曹 士玄道长等神仙 或者说是老资格修者 得着此事的话 肯定会惊掉下巴 而后恶脸哀叹 掐柠檬 为什么自己没有这种天分呢 再然后就是努力讨好唐小宝 力求把这万年难求的 法术好苗子收入门下 而唐小宝目前还是傻白甜一个 不了解着其中的价值 他还在乐呵呵地想着 自己第一个自创法术的名字呢 想了不久 他半开玩笑地说道 叫王的溜溜球 怎么样啊 然而还没等他哈哈玩呢 就听系统播报响了起来 以确认 此项自创法术命名为 王的溜溜球 恭喜宿主 贺喜宿主 祝宿主再接再厉 创造出更多更新更好的法术 造糊修者界 随着播报的声音 系统精还应景地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和烟花声的BGM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2章 哎 我 唐小宝 双手捂住脸 扭曲了眼睛 表情惊恐 做了一个爱德华门客的名画 呐喊里的经典表情 这 啊 什么坑鼻系统啊 为什么连个二次确认对号 框都他妈没有啊 啊 啊 唐大仙简直抓狂了 奶奶的 这可是他第一次自创的法术啊 天上地下 盘古开天地的第一个呀 怎么就取了这么一个 搞笑漫画样的名字呀 早知道 就不举什么王的溜溜球了呀 王的溜溜球 算个球啊 早知道 他取名叫做唐的溜溜球了呀 好吧 毕竟是个文盲 唐小宝抓了一会儿头发 他就把自己嚎秃了 这才勉强顺了一口气出来 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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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的溜溜球就王的溜溜球吧 反正老子以后用这个技能的时候 绝对不会再中二细细的把名字喊出来了 反正这样也没人知道 这个技能有这么个丢人的名字 唉 以后可绝对要慎重啊 这坑鼻系统简直步步是坑 防不胜防啊 打定主意 唐小宝才把思绪转回到正事上面来 他呼出了一口气 拿过那枚储物戒指 小心地使出了王的溜溜球 操控着由清新觉气流降温之后的武德真火 悬浮在距离储物戒指很近的地方 小心地旋转了几圈 没办法 他费劲巴拉地花了很多时间 自创这个技能出来 也是为了安全着想啊 毕竟之前开这些保险柜的门锁 都是用玄渊印的气息就搞定了 而那个时候 玄渊印还并没有灌注灵力 所以只常温而已 但是现在 玄渊印变成了玄渊弹 钻进他体内了 而他又只有武德真火这一个技能 武德真火可是具有超高温的凤凰吐息 若是离储物戒指太近了 没准是真的把这珍贵的戒指给烧化了 事实证明 他的做法并不是启人忧天 即便经过了清新觉气流的包裹和降温 但储物戒指还是被这个小小的光团 给烤得微微发红 看了唐小宝是一个机灵 赶紧把王的溜溜球随便发射了出去 是的 他现在还没有找到妥善熄灭王的溜溜球的办法 只能够随便发射出去 让他自行燃烧熄灭 唐小宝想了想 从背包里边扒拉出半瓶矿泉水来 浇在那微微发红的储物戒指上 戒指上冒出了一阵小小的白烟 总算是冷却了下来 随之消散的 当然还有储物戒指上面那些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血力封印 唐小宝输了一口气 在屋子里边随便找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茶碗 划破手指滴了一小滩血 而后又把储物戒指放了进去 认主几乎是瞬间完成的事情 当然 坑逼系统也还是发出了贴心的播报来 恭喜宿主 已得到一枚三级储物戒的认主 宿主可即刻开启储物戒 享受您的战利品 这难道是错觉吗 这坑逼系统的感觉越来越人性化了呀 虽然这个人性化也很让人牙根痒痒就是了 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决定不跟这坑逼系统计较 他将储物戒指戴到左手食指上 是的 为了不引起误会 也为了不耽误右手的工作 他选择了左手的食指 认主的储物戒指仿佛自有灵性一般 直接变换成了适合唐小宝手指的大小 仿佛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 唐小宝想了想 走出房门 一个跳跃翻过了院墙 走到了外边较为空旷的位置 这才意念一动 让储物戒指从小到大依次取出物品 毕竟里边有一百立方米的空间呢呀 万一有体积超过细胞杀的东西 那一取出来 房子不就得塌了吗 储物戒指就以五秒为间隔 一件一件的往外吐东西了 这一件件物品凭空出在地面上 吃的喝的用的东西都有 新鲜的肉菜米面水果淡奶也有很多 甚至还有一些衣物 还有明显得送财懒的洗的脏衣服 唐小宝呕了几声 一到武德真火下去 把那脏玩意儿给烧了个干净 除了日用品和食品 还有些看起来就很诡异的东西 比如女子胎盘 婴儿的尸体 一些奇怪的眼球 毛发 以及看不出是什么的肉块和动物器官 总之看起来就很像了 酱头师举行邪术仪式 要用的诡异材料 唐小宝想了想 并没有一把火烧了他们 这些个东西虽然看着邪性 但却并不是邪力物品 只是些普通材料 也许以后还有别的用途呢 就把他们重新又放回了储物戒指里边 而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唐小宝的最爱 那就是各国钞票 唐小宝加起来算了算 用手机搜了一下各国货币的汇率 发现这储物戒指里边 竟然还有小十万的人民币呢 算是小赚了一笔 不由美滋滋啊 而这个时候 储物戒还在往外吐东西呢 只见阴暗的夜色之下 似乎有个什么大件的东西 凭空出现 落到地面的时候还晃了晃 唐小宝就是一愣 这东西 跟刚才出现的东西都大了很多呀 最重要的是 在吐出这个大东西之后 储物戒恢复了安静 不再往外吐东西了 看来里边也是没什么东西了 唐小宝点了点头 把一些新的没开放的日用品 各国钞票 以及所有的生鲜食物 又重新放了回去 把那堆衣服 一用的日用品 全部烧掉 这才走过去 查看那个大件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啊 那东西竟然是一具人体 或者说是一具尸体 在阴暗的夜色之下 离得远 唐小宝没太看清楚 此时走近了 才发现死者是一个中年女人 穿着破破烂烂短袖衬衫和短裤 脚上只穿了一只鞋 另一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由于储物界的保鲜功能 这具尸体完全没有腐烂 看起来是徐徐如生 肌肤颇有弹性 触手升温 若不是唐小宝具有阴阳眼 和超强的感知能力 恐怕没法一眼认出 这是一具死尸呢 这具尸体表情扭曲而猙獰 眼睛几乎是拖出眼眶了 嘴巴不正常的张大 舌头都吐出了一点来 似乎死前受了很大的惊吓 唐小宝愣愣地看这具尸体 这张脸十分的面熟 正是小胖子不久前发给他的 马白腾的老同学 独自了于小宝的真凶 赵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堂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3章 唐小宝瞪着地上的尸体 说不出话来 就在不久之前 小胖子在电话里跟他说过 关于这个赵颖的事情了 说他呀 已经从杭江市水利局退休了 每月都在领退休金 这周内领退休金的时候 还拍了照片 证明仍旧现在 虽然那张照片的确是有点诡异 看起来人是眉睛打彩的 面含黑气 但毕竟照片不是真人 所以即便是凭借唐小宝经过清心诀 和时代宝恒练 淬炼过的眼力 也很难看出这黑气 到底是因为生病 熬夜之类的人为原因 还是有其他什么超自然因素 却万万没想到 竟然直接的 降头是储物戒指里边 看到了他的尸体 唐小宝愣愣瞪着尸体 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系统播报居然响了起来 随着系统的播报 放在裤袋里的手机 就叮咚的一声响 想来是八十万元的 到账短信来了 唐小宝现在 也是有一百来万存款的人了 再加上这么多事情 摆在眼前 他对钱的心色 也就淡了一些 只拿出手机 确认了一下 给就放了下去 现在 已经累积了五枚网生金帘 等回去修整一下 就该履行对 与世小姐姐的承诺了 用网生金帘 回溯时光 回到过去去解决事件 以摧毁杜恶舌主的魂标 唐小宝这么想着 又盯着地上的尸体 甚至还上手 翻来覆去地看了半赏 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毕竟 这没有丝毫外伤 皮肉颜色也都很正常 并不像是被毒死的 竟像是被活活给吓死的 但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之前吕小红的鬼魂 是半透明的摸不着 看不出死因也就罢了 可现在 这里摆着这么一具尸体 他上摸下摸的 也还是不得要领 果然还是吃不得法医那碗饭 不过 先前那个上了王燕山的酱头诗 也太不讲究了吧 把自己的贴身物品 什么日用品 还有那么多吃的 就这样和一具尸体放在一起 虽说这储物空间 有无限期的保鲜功能 但这未免也太不讲究了吧 唐小宝有一搭没一搭地想着 另外 再就是这系统播报的任务完成的时间点 也颇有点可疑啊 这早不播晚不播 偏偏就在赵尹那尸体 离开储物界的时候播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虽然这坑壁系统硬价有问题 向来容易因为结算数据过多而发生卡顿 但是这次只不过得了八十万人民币 八千功德值 他会没往生金连而已啊 这数据也并不多呀 按道理来说 系统并不可能发生卡顿 而之前杀死王燕的时候 系统也没有提示任务完成 这就证明了王燕并不是酱头师 得送猜本人 而偏偏就在赵尹那尸体出现的时候 系统播报任务完成了 难道说得送猜的身份 其实这俩人一同扮演的 必须是俩人都死了 才算任务完成 可是这也说不通啊 赵尹那尸体又在厨戒指里待着 说明他早就已经死了 那么其实只要他杀死了王燕 这任务就该完成了才是啊 唐小宝左思右想 最终啊 只能得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那就是得送猜的确是王燕和赵尹 共同扮演的一个角色 当王燕死了之后 赵尹的情况其实是下落不明 而不是真正的死亡 这一点对于系统来说也是这样 而当赵尹的尸体直接出现 就从下落不明的状态变成了确认死亡 得送猜这个身份 也被彻底的抹杀了 如此 这个任务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 唐小宝勉强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但是很明显 这个答案也并不完美 因为这个答案无法回答其他的很多问题 譬如当年的中学生赵尹 到底为什么要杀死关爱自己的老师 吕小红呢 王燕和赵尹真是同谋吗 他们真的共同扮演了 降头是这样一个角色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两个女人就算不是修者 肯定也是学会了一定邪术的凡人 他们又是什么时候 如何开始学习邪术的呢 教他们邪术的人 会不会是这次事件的背后主谋呢 或者说 这次事件的幕后 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主谋 如果杀死马白藤 是这两个女人的共同目标 王燕或许还可以说是为了屠材 可赵尹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呀 小猩猩的生母 曾经对小猩猩直接实施绑架的刘爱华 在这件事情中 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刚才王燕临死之前 口中大叫我不是我 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 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同一团乱麻一样在唐宝脑子里 让他头疼欲立 不想了不想了 再多想也解决不了 我又不是私家侦探 反正任务完成了就好 老马也算脱离险境了 回去把这些问题交给他 让他去调查吧 唐小宝这么想着 又看了赵尹的尸体一眼 叹了一口气 招出了一道武德真火 把尸体一把火给烧了 但金色的火焰明明灭灭 在夜色中跳跃着 唐小宝的面容 在火光之中 也显得晦暗不明 一半明亮 一半阴霾 他默默地看着赵尹的尸体 在武德真火的超高温之下 渐渐化为乌黑的焦炭 又从焦炭化为了鸡粉 一阵风吹过 就被吹得无影无踪 唉 只能愿他下辈子做个好人 别再起什么歪心思了呀 在武德真火的超高温之下 赵尹的尸体 很快就消失无踪了 唐小宝想了想 终究还是受不了 心里的洁癖作祟 从储物界这里边 拿出那些 裸露在外的生鲜蔬果 一把火也给烧了 毕竟和尸体在一起待过 谁知道 在储物空间里边 有没有和那具尸体上蹭过呀 不能吃 绝对不能吃啊 至于有风袋保护的食品和日用品 就暂时不用扔了 虽然现在付了 但也不能太过浪费嘛 唐小宝想着 又把第一个保险柜打了开来 打算把里边的钞票和金条 都给收起来 毕竟是不义之财 他拿走 也算是劫富济贫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4章 唐小宝刚想着 把这些钞票和金条 都收到储物空间里 忽然心中一动 这些钱呢 还不能直接存到银行里 这毕竟是王燕和赵颖 收集起来的不义之财 赵颖 还责罢了 可王燕毕竟是 跨国财团的高管 自己也属于 高收入人群 和大纳税者 就看他参合到 鬼曼彤的事件当中 就能够想到 他肯定也做过一些 别的步伐勾当 他的资产 肯定被有关部门调查过 这万一 王燕和赵颖 曾经被查过水表 那他们的资产 就肯定是上过策的 安全性绝对很低 而且这些钞票上 都是有编号的 虽然说可能性比较低吧 但是也不能不防啊 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且被系统狠狠地 坑过唐小宝 现在形势不可谓 不小心警惕 风声鹤唳啊 他想了想 把储物借里那些 外国钞票也都拿了出来 和保险柜里的钞票 金条放在了一起 把右手按在上面 他脑海中问道 习统 可以把我这些现金和金条 全部兑换成民币吗 检测到人民币叉叉元 美元叉叉元 欧元叉叉元 英镑叉叉元 目前民币对各国汇率为 共计可兑换民币四百亿元 请问是否立即兑换 是 否 唐小宝不由一愣 记得在不久之前 城隍老哥曾经孝敬过他三百亿民币 那个时候还只能兑换出一万五千块钱来 而这些超批的价格 或人民币的话 加起来大概是二十万元左右 十几根金条 他目测了一下重量 又查了一下目前国内的黄金价格 大概也是二十万元左右 那么加起来应该在四十万上下呀 这四十万人民币 居然只能兑换四百亿元 民币 不过半个多月的功夫 这民币的汇率居然上升了二十倍之多 唐小宝咋吧咋吧嘴 不是很能理解阴间世界这玄幻的金融市场规律 不过以后再接鬼怪的活啊 再挣了民币 就可以兑换更多人民币了呀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唐小宝乐呵呵的 在脑海中回复了一个事 眼看着地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票子和金条 全部消失 紧接着 他又跟系统申请了全部兑换成人民币 在听到系统提示兑换成功同时 他又听到了美妙的手机短信声 掏出手机了一看 果然 四十万人民币及时到账 唐小宝给乐得是见牙不见眼哪 忽然心头一动 哎妈呀 如果用这个法子去接洗钱的活的话 那每笔单子 他从中节留一部分 岂不是分分钟就脱贫致富了 不过这个念头 也在脑海中转了一下就放弃了 不行啊 毕竟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拥有超能力可不是用来坐监犯科的呀 而且现在他也早已经脱贫了 毕竟银行卡余额已经高达229万元巨款了 这才不过半个月啊 不过有了这些钱 他和老妈的生活肯定也能够改善许多呀 而自己也可以换个地方住 找一个更清闲一点的工作了 哎 对了 或许还可以去深造一下 参加成人高考什么的 至少混个本科文凭出来呀 没办法 现在这个社会啊 对学历真是太看重了 唐小宝有一搭没搭的想着 一边走出了西报纱 打开隔壁东报纱的门 把里边的书籍一本一本的 全部收到了储物戒指里面 是的 哪怕是到了现在 唐小宝所想的 依然是普通人的工作 普通人的生活 在他内心深处啊 始终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真正的驱魔人 他始终还是认为 斩妖除魔 不过是人生中的调剂 是副业 他还是想做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 然而 他这些偏于安逸 得过且过的想法 将在不久的将来 彻底转变 把东报纱的书籍搬空之后 唐小宝约略略收拾了一下 这座小院的外观 让他不要看起来太过凌乱 就离开了这一带了 虽然这一带很偏僻 但还是有监控摄像头存在的 唐小宝生怕留下祸根 引来麻烦 索性就披上了新鲜出炉的悬原衣 直接隐身离开了 五里乡路844号 毕竟这里是降头式的居所啊 唐小宝不想跟这里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所以直到走出将近十公里远 他在路边叫了一个网约车 好在他现在已经是 深海堡横练的第十二层的公里了 不仅矫程快 而且一点疲惫感都感觉不到 坐在网约车上 唐小宝就近找了一家酒店 开房住下 冲了个澡 把身上的血污脏污都洗干净 而后 躺到酒店松软洁净的席梦斯大床上 唐小宝才感觉到一阵的身心疲惫啊 倒不是身体上的疲惫 而这些天以来几乎是不眠不休 为这几件事连轴转 连睡梦里都在想着该怎么解决事件 实在是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啊 如今 两个事件总算完全解决 心理上的轻松 顿时将疲惫铺天盖地地卷了回来 唐小宝几乎是躺下的瞬间 就要沉入梦乡了 不过 他还是勉强打起精神 给小胖子和马白腾分别发了个信息 告诉前者 事情啊已经全部解决 自己要睡个懒觉休息一下 醒了会主动联系对方 让对方闲着没事别骚扰他 至于告诉后者内容也差不多 只不过措辞上更加客气一些 小胖子这个时候估计睡得跟死猪一样 并没有回复唐小宝 而马首富在美国出差 现在正在白天 他几乎是秒回了一堆 钦佩和感激的言辞 但唐小宝也懒得细看了 他把手机上所有通信软件 包括短线提示音全部关闭 免得在睡觉的时候被吵醒 只留了电话的响铃功能 这样一来啊 万一他们有什么急事的话 也能联络到他 虽然平时大大咧咧的 但唐小宝其实还是一个 非常周全细致的人 做完这些工作 把手机电线插上充电 唐小宝大背一蒙 不过几十秒钟 就憨声震震 陷入了黑尘的梦乡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5章 唐小宝是被尿给憋醒的 他浑浑噩噩噩的爬了起来 眼睛都懒得睁开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摸着嗨往卫生间走 虽然现在手里有一笔巨款 唐小宝开房的时候 也想开一个行政套房 豪华套房之类的享受一下 但可惜啊 这家酒店 套房都被订出去了 总统套房倒还是空着 但统共就住一个晚上 即便是现在手里边 有两百多万的唐小宝 也未免觉得有点不值啊 于是到最后 他还只是开了一个小标尖 当然了 是喊早餐的 标尖这面积小啊 而且他清心觉 已经到了第13层了 五感敏锐异常 所以闭着眼睛摸去卫生间 绝对是没什么问题的 解决了生理问题 唐小宝洗了洗手 含着眼泪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就往床那边走 而这个时候 他的眼睛倒是微微地睁开了 屋子里边一片昏暗 窗帘依旧是他睡前紧紧拉上的样子 窗帘缝里边一点光亮都没有 看来现在天还没亮呢 唐小宝刚睡起的时候 才三点半多 现在还是夏天 白天长 一般四点多 天就会开始亮了 难道说现在还没到四点 才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唐小宝嘀咕着 什么鬼啊 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起来尿尿 我睡前貌似也没喝多少水啊 这才多大就开始尿瓶了 不过呀 他现在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 脑子有点不清醒 所以只感觉有点不对劲 并没有往深处去想 他感觉口干舌燥 抓起床头盖上的水 过了几口 重新躺回到床上 舒舒服服地叹了一口气 打算接茶继续睡 这习惯使然 他拿起手机想要看一下时间 手机屏幕点亮 映入眼帘的是几条未读微信消息 分别来自马白腾 小胖子和士玄道长 以及手机上方正中央的时间 手机时间显示 现在正是北京时间13点27分 唐小宝看了一眼 还没反应过来 放下手机重新闭上了眼睛 但是下一秒 他一个机灵就反应了过来 抓起了手机又看了一遍 13点28分 嗯 不错 唐小宝瞬间就清醒了 睡意跑得无影无踪 鲤鱼打挺一般地跳下床 一个剑步冲到床户边上 猛然拉开了窗帘 只见窗外是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哪怕是十三太宝横练 第十二层附与他夜市的能力 他也无法看清楚窗外的事物 仔细看去 这窗外似乎弥漫着浓郁阴沉的黑雾 在空气中缓缓流动 窗外的建筑物 车辆 人群 所有的一切事物 不知是被浓物给遮盖住了 还是凭空消失了 唐小宝看了半天 缓缓叹出了一口气来 哦 妈的心好累啊 还一剑接着一剑啊 还车轮着 要不要脸呢 就不能给我放哪怕一天的假吗 啊 啊 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还有没有人心啊 唐小宝在心中仰天怒吼了一阵子 还是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实 他压得又不知被哪路妖怪给盯上了 唐小宝试探着按下了台灯的开关 台灯瞬间亮起 黑暗的房间也被照亮了 唐小宝松了口气啊 好在这妖魔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 一点亮光都不给他 不过 这话又说回来了 现在是中午一点多呀 正是一天之中 阳气最旺的时刻呀 这妖魔 竟然在这个时间点行风作浪 看来 已经脱离了一般厉鬼的范畴了 只怕能进化成妖物了 想到这儿 唐小宝半点不敢大意 他还记得上次那个 地妇灵幻宁 从鬼入进化成妖物的他 是有多难缠 唐小宝是领教过的 于是 他正襟危坐 端端正正 坐沙发椅里 如临大敌一般等待着妖物现身 然而 等了好几分钟 周围去一点变化都没有 唐小宝盯了标间的门 看了一会儿 哇 该不会是想让我出门找吧 那可不行啊 当老子没看过恐怖片啊 这种时候出门一准是死 唐小宝觉得自己 就要和这个来路不离的妖物杠上了 所以啊 也就没那么紧张了 索性拆开酒店里边提供的收费小零食 边吃边等 收费怎么了 老子有钱 然而 又等了半晌 依旧没什么变化 窗外依旧是雾气漆黑如墨 也没什么妖物现身 唐小宝哼哼了一声 依旧八风不动 稳如泰山 坐在沙发里 把小零食给吃完了 还去卫生间刷了个牙 想了想 干脆打开房里的电视 切换到电视剧频道 津津有味的看起了狗血恶俗的 婆媳大战电视剧了 一边看 还一边给诗员道长发语音消息 喂 道长 我在酒店里睡大觉呢 睡醒了一看 发现这都中午一点了 但是窗户外面还是一片漆黑 我怀疑 我可能是被妖怪盯上了 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妖怪啊 有的话 给我支支招呗 这语音消息发送出去 然而很快 信息旁边又出现了一个红色小碳号 信号不加 点击重新发送 唐小宝心下意紧 点击了好几次 却都是信号不加 发送失败 他又是打了几个电话 却无一例外的打不出去 看来啊 这是妖物切断了 他与外界电路的通道了 至于电视嘛 这都是酒店里的闭露电视 即便切断了信号 依旧可以观看节目 唐小宝微微皱眉 觉得有点棘手了 但他想了想啊 还是懒得动他 毕竟 这一动不如一镜啊 这妖物到现在都不现身 明显是 想要打心理战 他越是惊慌失措 对于那处于暗中的妖物 肯定越有利啊 唐小宝 也是心大惯了 若是常人遭遇这种情形 只怕早就被下尿裤子了 而他呢 只皱了皱眉 想了想 就把手机扔到了一边 继续去看婆媳剧了 这看着看着 脑袋就开始一点一点的 竟然又睡着了 你他妈是不是看不起我 是不是 这妖物很生气啊 后果很严重 于是 唐小宝在睡梦之中 又一次被吵醒了 这次倒不是被尿憋醒的 而是被急速狂乐敲门声 给吵醒的 哎 妈的 这什么邪点妖怪 专跳人睡觉的时候做妖 唐小宝紧皱着眉头 带着一点被吵醒起床气 骂骂咧咧的走房门前面 透过猫眼向外看去 只见在猫眼中出现了一只 带着血丝的浑浊眼球 也在凝视着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6章 唐小宝 和猫眼外面那只血色眼球 对视了几秒钟 面无表情地转开了目光 现在的妖魔鬼怪 都已经这么不敬业了嘛 这下人好得找点新鲜招数啊 这么老套的招数 几百年前就没人再用了吧 唐小宝撑了个懒腰 甚至还对猫眼的方向 伴了个鬼脸 而后又回到了床上 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半椅子 继续看她的婆媳大戏 不知是不是她的行为 对于妖怪来说太过挑衅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总之这次啊 唐小宝的婆媳大剧 还没有看多久 这电视屏幕 就开始一片雪花了 唐小宝挑了挑眉 在酒店前台办理 入住手续的时候 服务员就告诉过她 这电视啊 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有线网络电视 一种是闭路电视 当房间里的 有线网络信号不好 或者故障的时候 这电视模式 就会自动切换为闭路模式 而她现在看的 就是闭路电视啊 也就是说 除非是酒店的中控 被人给炸了 否则 闭路电视是不会出现 雪花情况的 而中控那么大 不可能短时间 就被炸到 所有的房间电视 都出现雪花的状态吧 所以答案只有一个 唐小宝依旧动作悠闲地 歪在床上 半闭着眼睛 这看起来好像 又睡过去了 但实际上 她已经暗暗警惕了下来 浑身肌肉 已经绷紧了 其实 就在她回到床上 躺下的时候 她就已经 召唤出悬缘衣了 握在左手里 此时 她微微侧躺着 左手和悬缘衣 都被压在身子底下 这灯光又比较昏暗 乍一看上去啊 几乎完全看不到 那块灰扑扑的 磨至皮子的痕迹 终于 电视屏幕的雪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这画面变成了一个阴森的房间 房间里光秃秃的 只有一个人在画面里面 确切的来说 是一个动作和身体都很畸形的人 这人仰面朝天 四肢啊 都向下扭曲着 将身体撑了起来 就好像经典恐怖老片 驱魔人那里边 那小女孩的姿势一样 但是画面里这个人 和驱魔人里那个小女孩 还有所不同 那个小女孩最起码 还有四肢 身体还是完好的 正常的 但是画面里这个人呢 她的胳膊肘 完全是反向弯曲 看起来就好像彻底折断了一样 而她的两侧肋下 竟然又分别长出两条腿 和两条胳膊 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 急行的爬虫蜘蛛一般 这只人体蜘蛛 就仿佛蜘蛛行走的样子 在画面里的房间爬来爬去 速度还不慢 这八条不足物交替摆动 支撑整个人体爬来爬去 看起来是又恶行 又恐怖 简直令人头皮发麻 心中烦躁 这什么鬼玩意儿啊 然而 还没等唐小宝恶心完呢 就见那电视屏幕忽然一闪 那只人体蜘蛛越爬越近 而后 两只最前边的胳膊 竟然爬到了电视屏幕外边了 唐小宝心说 这还越来越他妈老套了呀 喂 不是你这个样子 当心午夜兄林告你亲权 找你赔版权费啊 吐槽归吐槽 账还是要打的 唐小宝面无表情的看着人体蜘蛛 费劲巴力的往电视机外边爬 没办法 虽然是四星级大酒店吧 但是标尖就是标尖 规格摆在那里 这电视机不可能太大呀 这人体蜘蛛的身材尚算匀称 是一个正常男人的身体 但是奈何 他的八根胳膊腿扎扎在外边 而且看起来全都是逆着关节 非常扭曲的 所以根本就收不起来 再所以 想当然的 他就卡住了 这人体蜘蛛半截身子 卡在电视外边 胳膊腿歪蹬着 另外半截身子 还留在电视机里边 这胳膊腿也都是歪蹬着 脸上 眼睛鼻子耳朵通通没有 这一张血盆大口 也是一张类似于 七星慢口气的 可不大嘴 一圈圈环形历尺 闪烁着寒光 正冲唐小宝 七里猙獰的怪叫的 本来 确实挺恐怖的 然而 配上他被卡住这副尊容 再怎么恐怖 也要打个折扣啊 唐小宝一向心大 再加上入行时间也不短了 很是见识过 一些行貌丑陋的鬼物了 所以此时此刻 他压根就不拒 不仅不拒 他还扑哧地一声 笑了出来 这他娘的 是来人搞笑剧的吗 走错片场了吧 唐小宝 大大咧咧地爬了起来 依旧警惕地 把悬疑 藏在身后 伸出另一只手来 撞着胆子 出了戳人体蜘蛛 落在电视机外边的一条胳膊 有活 还挺软的 带着一点人类肌肤特有的弹性 就是触手冰凉 一摸就知道 这不是活人 不过 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 这是真实存在的妖物 而不是幻觉 唐小宝环顾了一下四周 窗外 还是乌漆抹黑的一团雾气 看来 他是在睡梦之中 被那个妖物 拖了属于自己的领域之中了 已经不在现实世界里边了 只有时间还保持着 和现实世界同步而已 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就意味着 这个妖物的领域 其实啊 也还处于他原来 所在的那个位面之中 而不是彻底地换了一个位面 不然的话 时间也不会同步 唐小宝还煞有介绍在那分析呢 却没料到自己 这个戳一戳的动作 以及那扑车的一乐 却极大激怒了人体之珠 笑话 人家正费尽巴厉地 往电视机外面爬着呢 这么炫酷的出场 竟然被一个小电视机 给毁于一旦了 本来就危言扫地了 现在 还被这渺小的人类耻笑戏弄 这书可忍神也忍不了了呀 于是 这人体之珠 是怒向胆边生 大口一张 带着腥臭气气的尖利疗牙 就唐小宝的手 咬了过去 好恶心 好恶心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走开 走开 唐小宝 面带嫌弃 大力挥着手 光速后退 而那个人体之珠 显然是气昏了头了 忘记了自己 还在被电视机卡着 眼见唐小宝往后退 立刻就往前一挤 试图继续追杀 然而 人体之珠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这力气当然也不小啊 他这么一挤啊 没把自己挤出电视机 反而把电视机 给直接带倒了 这电视机一倒 下边的电视棍 也跟着倒了下来 电视机后边的 一大坨电线网线之类的 拉扯着旁边的家具 也跟着倒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7章 人体蜘蛛这么一带啊 这电视机 电视机棍 连带着近旁的一些家具 全部倒了下来 刚好 旁边一个架子上 有着一个 看起来颇为沉重的 矿石摆件 放在挺高的地方 这么一下啊 就跟着轰隆地滚了下来 人体蜘蛛本来被这么一带的家具 砸得有些懵逼 但毕竟是酒店标间里的家具 即便是星级酒店 也是不可能用原木的 都是一些合成板材 所以啊 就很轻 人体蜘蛛 皮糙肉厚的 被这样一些家具砸中 最多就是疼点 一时之间动弹不得 倒也不见得受什么伤 可是 那矿石摆件可不一样啊 本身就是石头 加金属的合成体 密度足够大 再加上 从高处落下重力加速度 又正正好好砸在 人体蜘蛛的脑壳上 就听见噗哧的一声 人体蜘蛛的脑壳 就像一个手头的西瓜那样 裂了开来 这红的白的留了一地 不对 准确的来说呀 应该是暗红的液体 和发黄脑浆子留了一地 毕竟已经是死透了的鬼了 体内的组织 不能像活人一样 拥有鲜亮的颜色 但即便是死透的鬼 脑袋被开了瓢之后 也就趴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了 这一系列的变故 就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从人体之珠 往电视机外边爬 倒被自己激怒 而开始作死 到最后 真把自己给作死了 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呢 唐小宝戒备地等了半晌 还伸出脚去碰了碰 人体之珠的胳膊 如同一滩死肉一样 是再也一动不动了 哇哦 唐小宝整个人都惊了 这货其实是 真的是搞笑演员吧 是吧是吧 真的是吧 不然那不能这么拉胯呀 从这货出现为止 自己除了笑了一声 除了戳这货的胳膊之外 可就再没动过 他一根手指头了 这货纯粹是自己 把自己给作死的呀 哎教练 我冤枉啊 本人与此案绝对无关 唐小宝心里边吐槽着 忍笑忍得快要怀孕了 要不是知道 肯定还有作为主持者的大妖怪 在暗处盯着 他肯定就要直接 笑得满地打滚了 他不仅没有放开来笑 还小心翼翼地 抖开了左手 一直握着悬缘衣 直接把他披在了身上 然而 就在他刚刚把衣服 披在背上 还没有完全穿好的时候 一股带着兴气的进风 从背后飞绿而至 唐小宝心头一惊 马上就好像旁边歪倒 躲开这次袭击 然而却不知为何 这入行以来第一次 他身体肌肉反应 将比他意识慢了一拍 这一步啊 他就没躲过去 那一记带着兴风的袭击 不偏不倚 郑重他的背心 唐小宝只感觉 一记剧痛袭来 这脑袋仿佛被 当头敲了一磅一般 疼得眼前都开始 跟着冒起了金星来 猴头一甜 当场吐出了一口鲜血 脚下当然也站立不稳 向前亮下了两步 跌倒在了床上 而那口鲜血 当然也就吐在了雪白的被子上 望着一片雪白之上 忽然展开了一朵鲜红的雪花 虽然不大 但也足够触目惊心了 唐小宝心下一沉 这是他入行以来 受到的最重的伤了 以往就连弑魂恶煞 地腹灵幻宁 甚至是恶难舍主 都没让他受过这么重的伤啊 连皮肉伤都少有 更慌这种内出血呢 而且这还是经过悬疑 减伤50%之后的伤害 唐小宝深吸了一口气 感到自己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强敌 同时他心里边 还有一点小小的疑问 那就是刚才那股进风 听起来其实也并不比 他以前遇到一些鬼物 强悍多少 为什么遇到其他鬼物的时候 他就能游刃有余地 躲开几乎所有的攻击 但这一次却不行了呢 感觉就好像 他十三太宝横练 第十二层的强悍体制 失灵了一样 但是那怎么可能呢 唐小宝要失笑地想着 勉励忽略心底那一丝 小小的不安 但是他向来是一个务实的人 如果真说什么事的话 那当然是早发现 比晚发现要强啊 这样想着 他没再犹豫 在意念中念了一句 武德真火 同时伸手指向身后 然而 等了足足几秒钟 那股熟悉的热流 依旧没有出现 唐小宝额头 几乎要低下冷汗来 又试了一遍武德真火 然而还是半点用处都没有 妈的 坏菜 唐小宝心中骂了一句 开始轮番使用自己 从性能里获得的技能 阴阳眼 射令术 太极浮鬼术 障眼法 心灵嚎叫 精神突刺 总之能用的 全都用了 但就是没用 一点用都没有啊 但凡是 当系统学到那些 招式和法术 都完全不能使用了 他又试着 在脑海里呼唤系统 然而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唐小宝这个时候 是真的有点慌了呀 自从系统休眠醒来之后 对他几乎就是 有问必答的 更别提 温养了小星星的疑魄之后 系统就变得 人性化了起来 对他这个宿主 就更是有求必应 像这样 完全不闻不问 一点回应都没有的情况 是绝对没有出现过的 而这一点 比所有技能 通通失灵 都更让唐小宝 感到不安 更让他感到 深深恐惧的是 这些个主动技能 失灵 倒也罢了 关键是 他那些被动的buff 到底还在不在呀 十三太宝横练 赋予他的超强体质 以刀强不如的功力 清心觉赋予他 对魅惑 昏迷 定身等等 底buff的抗性 以及对毒素的抗性 失去那些主动技能 倒还不打紧 若是失去了 这些被动的buff 那就几乎是 完全与普通人无异了 与脆弱的凡人 没有任何区别了 唐小宝额头低下了冷汗 直至此刻 他才意识到 自己对系统的依赖性 应到了什么程度 没有了系统的话 他几乎就是废人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啊 又如何去对付那些 穷凶极客的妖魔鬼怪啊 这个时候 唐小宝不禁又想起了 几个小时之前 自己睡前脑海里 转过的念头 那个时候 自己还想找一个 清闲点的工作 业余时间继续读书 深造考文凭 继续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只把驱魔除轨 当生活里的调剂品 现在看来 当真是大错特错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耶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8章 唐小宝为自己几个小时之前 还存在天真想法 而苦笑不已 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哼 不可能的呀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就像雨师小姐姐说的 她已经被恶鬼给盯上了 除非主动出击 除去恶鬼 否则这辈子都不可能安宁 最后还肯可能会死于非命 更何况现在仅仅是 和系统失联 她就已经落落到 这个屌样子了 要是系统真的 从身上剥离 只怕她也只有 任人宰割的份了 唐小宝呼出了一口气 看自己的手和脚 依旧是一片虚无 悬缘一依旧忠实地履行着 她减伤50%和隐形的功能 幸好她事先把悬缘一 从系统里拿了出来 否则 只怕连这个最后的倚仗 也要被夺走啊 她小心地 把手脚全都隐藏在 悬缘一里 静静地站在床边 看起来就好像 这个房间空无一人 她知道 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妖物 肯定很快就会现身了 对方多半是无法 看破悬缘一的隐形功能的 刚才被她打中的时候 只是刚刚把悬缘一 披上而已 只盖住了后心那一块 其他大部分身体都还露在外边 然而 当时动作很快 对方多半没有看清楚 她是如何穿上悬缘一 又是如何隐去身形的 换句话说 如果对方能看破的话 肯定早就痛打落水狗了 不会容她喘息这一会儿的 但是屋子里边 还是一片寂静 唐小宝降低了喘息的频率 耐心地等待着 虽然后心仍旧在隐隐作痛 但已经是 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了 悬缘一减伤一半的buff效果 果然不是盖的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屋子里忽然响起了一个 焦脆的声音 语气移植气实 带着点气急败坏的意思 不是都已经隔离了 她和凤天太险姐的联系了吗 这会儿人呢 怎么没影了 紧接着又响起了一个 嘶哑的 但是卑躬屈膝 带着讨好的声音 这 属下也不知道啊 共存大人 就这么大点的屋子 她现在和凡人无异 还能躲到哪儿去啊 兴许是闹怒 我厕所里边解决 骨葬挪回问题的 这话音刚落呀 只听见啪的一声 接着 是那嘶哑声音的一声痛叫 仿佛是被那个女人 给打了一巴掌 我腻腻的还拉屎 这么恐怖的场景 她一个凡人 还有嫌弃的一只去拉屎 这 这也没多恐怖啊 您没见 刚才您那个主行人 都被他给嘲笑了 这人话都没说到一半呢 就发出了一阵惨叫 其间夹杂着 那焦脆声音的怒骂 混着 胡说什么东西啊 那是他被吓了 被吓光了 所以才傻笑 明白吗 唐小宝在一旁 是一阵的无语啊 今天派这都是什么人啊 不对 都是什么妖啊 之前那只走错 遍上人体蜘蛛 倒也罢了 现在这看似 很像幕后主持妖怪的人 怎么越听越像 是说相声的呀 而且还是那种 注定扑该的 冷笑和相声 唐小宝又有点想笑了 就在他忍笑的时候 这两个妖物 终于在房间里陷了身了 领头的是一个身材苗条 面容娇好的少女 仔细一看呐 她的身影竟和与诗玲 就是七八分相似 若是单看背影的话 绝对会被人认错的 唐小宝心下一紧 这姑娘 她见过 就是之前在城中村外边 还有火车站里边 见过两次那个姑娘 奶奶的 果然 这美女接近她 都是有目的的嘛 不是有求于她 就是要杀她 这他妈也太倒霉了吧 这个姓公孙的姑娘 背后半步 跟着一个身材瘦小 整个人包裹在一件 漆黑斗篷里的男子 好像是这姑娘的跟班 任打任骂的样子 她们果然无法看穿 悬疑的隐形啊 唐小宝 略略松了一口气 只见这位公孙姑娘 跟她的跟班一起 把二十来瓶的标尖 给搜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 唐小宝的身影 那公孙姑娘 就一屁股坐在床上 嘟着嘴 生着闷气 哼 我早就跟恶难大人说了 那个语世人肯定有问题 肯定早就暗中 倒搁了这个姓唐的了 大人还不信 哼 等这次我回去 把这些天搜集到的证据 呈上去 看看那姓语世的女人 还浪不浪得起来 那跟班在旁陪笑 吹了一通彩虹屁 然而唐小宝 去了心中一紧 眼神一冷 这个女人 竟然也是 恶难舍主的手下 而且 听她话里的意思 似乎与诗灵 十分的不和 而且 跟踪自己 也有一段时间了 肯定掌握了 与诗小姐姐 和自己联络的证据 既然如此的话 就绝不能放她 和她的跟班 活着离开 不然的话 与诗小姐姐 可就危险了呀 想到这儿 唐小宝 就更加犯难了 自己现在 和系统失去了联系 自身都难保啊 又该如何 带走这个姓公孙的 和她的跟班呢 唐小宝急得是 抓耳挠腮 一时心急如焚 但就是想不出 一个稳妥的办法来 她本来就站在床边 这一急 难免就得 控制不住 心跳和呼吸了 再加上 她已经失去了 十三太宝 横练 和清心绝了功力 对体质增强 现在变得 与凡人无异 这心跳和呼吸 就更难掩饰了 而那个公孙 和跟班 不知什么时候 停止了交谈 危险的眼神 看向 唐小宝 站立的地方 我还倒是什么 高深工法 却原来不过是 隐形的障眼法而已 雕虫小鸡米粒之中 已放光滑 一边说 她就一边急步 走了过来 眼看就要走到 唐小宝 审判了 一边走 她两只洁白的束手 也变成了恐怖 害人的扭曲力爪 显然是打算 要立弊 唐小宝与手下呀 然而 就在这危急时刻 唐小宝 集中生智 忽然扶持心灵 她只是被切断了 和系统的联系而已 但她身上的 非凡之物 除了系统和 玄约一之外 还有一样啊 那就是 空间储物界呀 虽然储物界 只有一些 吃的和用的 没有武器和法宝 但是 系统不是说过吗 这戒指里边 不能放活物啊 如果把这两个妖物 给放进去的话 那又会发生什么呀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容不得唐小宝多想 唐小宝眼神一立 猛然掀起了玄约一 抢先一步 抓住了公孙的手腕 同时 一念一动 储物界质 存物功能 瞬间开启 几乎是瞬间的事情 这公孙的脸上 还保持着扭曲的兴奋笑容呢 就整个人 被储物戒指 给吸了进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定列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39章 那个公孙 被储物界 掀去的同时 唐小宝 整个人都惊了 哎我嘴 这法子还真行啊 这么一大活人 就这么凭空 被我放进储物界里了 唐小宝 简直是又惊又喜啊 而一旁的黑斗篷跟班熊 却是又懵逼又恐惧 他主子的实力 他当然是最清楚的 这个姓公孙的姑娘 看似年轻 但其实啊 已有了几万岁的高龄了 一身邪功 也是深不可测 她名叫公孙宁 是恶难舍主 坐下第一猛将 公孙退的女儿 说起公孙退啊 这来历 其实颇为有趣 十几万年之前 恶难舍主 曾退下一层舌退 因这个恶难舍主 当时有点泛滥 没有来得及收拾舌窝 这舌退啊 就跟着恶难舍主身边 待了有千把年的时光 吸收恶难舍主 练功时精神的邪气 最终有了神志 从而化成了人形 于是恶难舍主 赐他公孙之姓 他未表忠心 自己给自己取名为 公孙退 以表示自己永远是 恶难舍主大人的奴仆 如同他的舍退一样 而恶难舍主 对公孙退 也是很放心的 可以说 在诸多部下之中 恶难舍主最放心的 就属公孙退了 毕竟公孙退 是由他的舍退 划行而来的 两人灵魂 细出同源 但恶难舍主是本体 公孙退 只是一层舍退 永生永世 只能作为恶难舍主的 附庸存在 恶难舍主死 他就会死 而他死了 恶难舍主 就没有半点影响 有这样的田蹄条件 再加上公孙退 自己的实力 也非常高深 而且脑子也很不错 除了是恶难舍主 坐下第一打手之外 同时也是第一狗头军师 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 一腰之下 万腰之上啊 公孙退 倚仗恶难舍主的势力 祸害了不少 人族妖族女子 毕竟 这舍性本音嘛 他虽然是舍退 但这个方面 也是不遑多让啊 不过 虽然公孙退 比较能祸祸 但是播种能力 却委舍不太行 十几万年下来 也才得了一子一女 这个公孙宁 就是他唯一的女儿 是公孙退 与豹妖女王所生 长相酷似女版的公孙退 继承了母族豹子 和父亲的勇猛 以及修炼方面的优越天赋 出生到现在 短短几万年 一身邪功 竟已达到了 其父亲六成左右的实力了 可谓是妖族当中 冉冉生起的一颗新星 这样的资质 当然得到了 恶难舍主的重视啊 再加上其父亲公孙退 在妖族地位 公孙宁可谓是 像小公主一样长大的 然而 美中不足的是 这公孙小公主啊 哪里都好 就是其身材 从背面看去 实在是像极了 妖族中的大巫 与诗灵 其实 这本来也没什么 公孙宁纵横尘世几万年了 也不是没有遇到过 长相和自己相似的雌性 一般最常规的处理方法就是 二话不说 直接杀掉 但 与诗灵可不行啊 与诗灵是硬查成的战斗查 没有人知道 这位妖族中的地位超人的大巫 是从哪里来的 更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有多少年岁 有传闻说呀 他甚至比妖族之主 恶难舍主 还要年长 总之 即便强悍于恶难舍主 对与诗灵也是理静有瞎 与诗灵或许不是恶难舍主 最信任的人 但是就绝对是恶难舍主 最敬重之人 准确来说是戒备而敬重 总之 有一次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公主公孙宁 听有人说自己的背影很像大巫 当时就气不大一处来 先手认了传话的人 而后提着兵刃 气冲动地赶往大巫居住的哀世神庙 打算把大巫也给手认了 被父母宠坏了的他 心里可从不把除了恶难舍主之外的人和妖 放在眼里 却然而 公孙宁有生以来第一次踢到了铁板 他根本连宇世灵的面都没有见到 哀部神庙庞大厚重的防御结界 就把他挡得严严实实的 公孙宁在神庙外边骂了一整天 也没人理睬他 当然是气怒交加呀 后来 这神庙里边走出来一位巫柱 好像是要外出取水 十分倒霉的被公孙宁给看到了 直接就丧命在这位小公子的刀下 这可捅了一个大娄子呀 那一日 公孙退本来在鸟妖们的花月境内 寻欢作乐 被恶难舍主急召回妖族王庭 刚好赶上大巫 与诗灵爆发雷霆之怒 一定要把自己最宠爱的女儿 给一名小小的巫柱偿命 公孙退能有今日在恶难舍主手下的地位 肯定不是光靠一身肌肉芒上来的 这心肌手腕是一样不可缺呀 他当然知道大巫在妖族的地位 也知道恶难舍主是如何敬重大巫 心下并不敢有任何怨怼之意 只是深恨自己和爆妖女王太过宠溺女儿 到底还是把她捧杀了 但她也不可能眼睁得看着掌上明珠 就此丧命啊 爆女王更是联合了全部兽妖族 向大巫和恶难舍主求情 许下了无数好处 只求保下女儿一命 恶难舍主原本是一个阴险狡诈 狠辣无情的性子 在她眼里啊 人只分两种 有用的和没用的 而大巫羽诗灵和公孙退 在她的眼里 恰恰都属于很有用的那一波 但凡是有一个地位稍微低一些的 惹到了羽诗灵的话 恶难舍主都会二话不说 亲手将其千刀万剐 给羽诗灵出气 可是这公孙退不同啊 恶难舍主还要靠她给自己打天下呢 于是在多方劝说求情之下 羽诗灵好歹算是给了恶难舍主一个面子 只说要公孙宁上了那条手臂 手臂一砍 其余的就一笔勾销 对于大巫的这个决定 不论是恶难舍主 还是公孙退 又或是暴族女王 都没什么好说的 非但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还感激涕灵 毕竟这妖族而非凡人哪 不论是公孙退 还是暴族女王 还是公孙宁自己 也都属于妖力深圳的大能 砍了一条胳膊 再长出个十条八条的 也都不在话下呀 大巫提出这个条件 那是给足了恶难舍主面子了 基本上就和捏着鼻子刃了 完全不要公孙宁付出一点代价 没什么两样 所以啊 上到公孙退和暴族女王 都是足感盛情 然而 在年幼而又跋扈的公孙宁心里 却已经恨毒了这个 装模作样的白脸表大巫了 他完全不觉得自己 有做错的地方 只觉得 这全天下都应该捧着自己 顺着自己的 稍有不顺 就应该立马自裁在自己面前 那多喘一口气都是罪过呀 于是公孙宁单方面的和大巫宇士林的梁子 就这样截下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40章 这公孙宁啊 虽然骄纵跋扈 却也是一个 咬钢脚铁的性子 被砍掉一条手臂之后 他当然很快就长出了新的手臂 但是砍手的时候 那种追心的痛楚和羞辱 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所以在后来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他真正做到了闭门不出 埋头苦练 等到长达万年的死官闭完 出官的时候 实力又长了一大截的公孙宁 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和宇诗玲 摆摆手腕了 然而他却发现 大巫给他的感觉 依旧和万年前那种高山扬指 高深莫测 依旧没什么区别 甚至因为他自己实力的提升 反而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 大巫的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可怕了 公孙宁非常的不甘呢 但在强者为尊的妖界 他就算再不甘 也只能是忍着 最多就只能是时不时地 给大巫找点小茶 试图抓住些大巫的错处 但是到底也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了 生怕再提到什么铁板 再断去一条胳膊去 而在这期间 他收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跟班 那是一只乌鸦精 名字挺奇怪 叫羊蛇 这羊蛇啊 法力不高 但是有一个很神奇的能力 算是他下生自带的天赋技能 名叫玻璃 可以将任何一人 与他的本命法宝之间的联系 强行隔离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技能啊 说神奇也很神奇 但说鸡肋也很鸡肋 神奇之处在于 不论敌人有多强 不论法宝等级多高 羊蛇这个玻璃技能都会生效 都会强行百分之百的 玻璃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 即便是恶难蛇主 与施灵这样的等级的人物 对上羊蛇 在他发动玻璃的半个小时之内 他们的本命法宝 都是无法使用的 而鸡肋之处则是 大能身上 不可能只带一件法宝 本命法宝没了 还有别的可以用啊 更何况 这大能往往都是内外兼修的 注重自身的修炼 鲜少介立于外物 这法宝 往往是锦上添花之用 绝不可能是 主要的对敌手段 所以即便隔离了大能 和他的本命法宝之间的联系 大能也有的是办法击杀羊蛇 至于那些不是大能的人 笑话 那种蝼蚁 公孙小公主自己 就可以直接击杀了 还犯得着羊蛇用技能吗 但是这一次啊 情况却十分罕见 也十分特殊 公孙宁日复一日的 给与氏灵找茬 到底也还是探听出了一些消息 就比如 最近大巫在人界 和一个叫唐小宝的凡人 过从甚密 并且这个唐小宝的身上 似乎还带着上古神物 奉天太玄俭 这只是公孙宁自己探听到的消息 他并不了解 与氏灵和唐小宝之间的恩怨纠葛 但他似乎隐约曾听闻过 恶难舍主大人 在二百年之后 有一个宿敌 那个宿敌似乎就是姓唐 而他更加知道 奉天太玄俭 那是漫年难求的好东西啊 只要想办法 把这姓唐的给杀了 把奉天太玄俭抢过来 献给舍主大人 再把与氏灵和姓唐的之间的 暗通款取的事情 告诉大人 那简直就是一举三的大好事啊 哼 看这个白脸表 与氏灵以后还怎么得意 于是公孙宁就带着杨蛇 从南都一路跟踪唐小宝 来到了姑苏 其间还利用自己 酷似与氏灵的背影 去试探唐小宝 果然是一事一个准啊 公孙宁心中是欣喜若狂 但除了杨蛇 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告诉其他人 她想等事情彻底完成 再带着凤天太玄简 和唐小宝人头 去给舍主大人一个惊喜 再后来 事情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了 从公孙宁开始调查唐小宝 一直到被唐小宝拽进储物戒指 所有这一切 杨蛇会在旁边看的是一清二楚 所以最震惊的也是她呀 她根本无法想象 自己引以为豪的剥离技能 虽然命中了目标 凤天太玄简 也成功剥离了 但对方似乎丝毫不受影响 不仅能够隐身 还能使出十分诡异的技能 瞬间把公孙大人给大便活人了 明明公孙大人交代过的呀 这个凡人看似很强 其实很弱 就是一个绣花枕头 只能依靠奉天太玄简活着 离了这个神器就什么都不是了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也不可能派到羊蛇过来呀 这羊蛇又是恐惧又是迷惑 它本来就只是一个弱小的乌鸦精 几乎是一点法力都没有 如果不是还有一项 看起来很神奇的技能 恐怕根本就不会 被公孙大人看在眼里 他这样想着 浑身瑟瑟发抖 恐惧地盯着唐小宝 缓步走近 唐小宝却并不想跟这个 一看就是一个跟班的小妖废话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羊蛇 冷冷地说道 刚才就是你把我和我的 凤天太玄简隔离了是吧 赶紧给我解开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一边说 他一边挥了挥手 杨石色索了一下 结巴着说道 是 上行 小妖 无能为力 那个力 我这技能名为 玻璃 会持续半个小时 时间到后会自行解开 在这之前 小妖 小妖 也 无能为力啊 这话 唐小宝压根就不信 他眼睛一眯 一把拉过羊蛇的手 少给我少花样 快给我解开 要是不老实 当心我把你也塞到我那法宝里去 你就会和你主子一样 化为浓水 这羊蛇的胆子是真的小啊 他看上去都快要哭了 整个人是抖炉筛坑 上行 给小妖 一万个胆子 小妖 也不敢骗你呢 小妖 这真的 没 没办法呀 唐小宝 瞇着眼睛 看了他一会儿 看了这只乌鸦精 是冷汗直冒 才缓缓收回了视线 嗯 这个黑曲曲的小妖怪 应该是没说话 不然 他刚才都死到临头了 也犯不着死撑着吧 那算了 不如就等上一会儿吧 刚才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 估摸着现在 应该也就不到一刻钟 就能解开了吧 这样想着 唐小宝心下 略略松了一口气 但是表面上 他还得一直紧绷着 毕竟 他现在身体和凡人 就没什么区别 只有这神体的储物戒指 可以用作自保 万一在这个小妖面前 露了窃 那个就小命休矣啊 这样想着 唐小宝一屁股 坐进了沙发椅里 你 过去 在那边床上 坐下 对 坐下 老实点 老实坐着 坐着 唐小宝指挥着杨舌 坐在床上 杨舌 不敢反抗 唯唯诺诺地 坐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定列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41章 唐小宝双手抱胸 一副有恃无恐 毫不畏惧的样子 哼 我就姑且信你 再等一会儿 要是时间到了 还没解开 你就等死吧 杨蛇陪着笑说道 一定会解开的 一定会解开的 上线不用担心 唐小宝冷哼了一声 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抵在沙发上 一边无聊地看着手机 一边时不时抬眼 瞥一眼杨蛇 过了没一会儿啊 杨蛇就被他看得 有点手足无措了 杨蛇小心翼翼 陪着笑脸说道 那那个上线 您看 跟您打个商量成不 那什么 不 不如您就放我走吧 我这一走 保证远走高飞 绝对不会再来打扰您的 反正公孙大人 已经被您干掉了 我这一走 您可以安心等待 您 您您看 怎么样啊 这话还没说完呢 唐小宝就抬起眼皮 撇了他一眼 弱小可怜无助的乌鸦精 顿时脖子一缩 不敢说话了 唐小宝当然也想让他走 毕竟自己现在没有法力 只有一个奇奇怪怪的 储物戒指 放着一个 有法力的妖怪在眼前 这终究也是个定时炸弹啊 但是现在他难以判断这个小妖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 万一他说的全都是假的 自己好心放他走了 他再躲在暗处偷袭自己 那该怎么办呢 到那个时候啊 自己就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呀 还不如就把这个小妖放在眼前 等到自己恢复了和系统的联系 也就不怕他了 到那个时候 如果验证了他说的都是真话 那再放他走也不迟了 这样想着 唐大仙就按耐不住了 安静了一小会儿 就开始扒扒起来了 小妖怪 你叫什么呀 羊羊羊蛇 羊蛇 你是蛇羊啊 不 不是 是山羊的羊 舌头的蛇 小妖是乌鸦精 你明明是只乌鸦 怎么起名叫山羊舌头 那怎么不得叫乌鸦舌头呀 也许是唐小宝语气和善 看起来也挺和善的 羊蛇的胆子竟然大了一些 他小声嘀咕 那你们人类 可有起名叫人舌的 他这样顶嘴 唐小宝为人随和 倒也不以为伍 只笑了笑 哦 那我们人类 也没有用别的动物的舌头 当自己名字的呀 羊蛇摇了摇头 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 唐小宝看着 依旧漆黑一片的窗外 说道 那啥 那羊口条 你要不先把这窗外的黑雾散了 这都快下午三点了 一点阳光不见 这也怪吓人的 一边说 一边还看了看手机右上角 果然依旧是没有信号的状态 羊蛇就是一愣 上线 这位摩艳领域是公孙大人施展出来的 您既然已经困住了他 不妨直接请他来解除吧 一听这话 唐小宝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妈的 羊口条这什么意思 那姓公孙的小娘皮明明已经被我塞到活人棺材储物界里了呀 不是说储机里不能放活物的吗 那小娘皮进去好久了 就算没有真的化为浓水 那这会儿怎么也该死透了吧 国际惯例施展法术的人死了 那法术也应该随之消散的呀 难道说 我走 公孙小娘皮还没死啊 一想到这儿 唐小宝瞬间就冒出了一身冷汗 兴许是因为那个小娘皮的确邪功高强 所以虽然进入了储物戒指 但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不过按道理来说 储物界应该是另外一个次元空间了 是另一个卫面了 到了另一个卫面 这小娘皮依然还能维持这个世界的领域 唐小宝有点不相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浑身一清 头顶一股温热暖流灌了下来 脚底一股清凉的气流也升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系统亲切的声音 宿主宿主 方才遇到不明外部力量攻击 导致系统信号被屏蔽 目前已恢复正常 敢问宿主一切可好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总之这系统冰冷的机械音里 好像带上了一丝机器 但唐小宝的感觉可就没那么细腻了 他就仿佛父母双亡的儿子 重新见到了爹妈一样 一个绷不住啊 差点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 他在脑海里开始哭哭啼啼 系统你总算回来了 哥哥我可想死你了 你这个死鬼去哪鬼混了 请宿主保持冷静 检测到宿主面前有一只乌鸦腰 强度极低可忽略不计 但它正式造成系统信号被屏蔽的干扰源 请宿主一切小心 检测到宿主储物界内 有奇怪信号不停发出 宿主如有查看需求 请在做好防护措施后进行查看 一听这话 唐小宝忽然清醒了过来 赶忙问道 哎 系统啊 我这储物界如果进入了活物会怎样 储物界内唯无重力 无压力 无空气 无微生物的理论绝对真空环境 故可无限期保鲜 地球活物进入其中会立即惨死 其他未免活物进入其中 存活时间是其身体素质及元所处环境而决定 但基本都是个死 基本都是个死 这样口语化的用词把唐小宝给震了一下 印象之中 系统的措辞都是一板一眼的 而且十分正式 根本不会出现这么口语化的用词 那这是不是侧面证明了 系统越来越有人性化的迹象了呢 不过 无重力 无压力 无空气的绝对理论真空啊 而且居然还没有微生物 如果那个姓公孙的小娘皮 能在里边一直接近到现在的话 那身体素质的确是非常强悍了 不愧是大妖啊 不过早晚也会憋死在储物戒指里边的 唐小宝想着 称了个懒腰 感觉到重新回归体内的轻盈感 和爆炸性的力量 心中却并未感觉到轻松 嗯 看来 真正的驱轨训练 必须马上提上日程啊 实在不能太过依赖系统 不然哪天 要是又来个什么人 把我系统给尽了 那我不就抓瞎了 唐小宝这样想着 扭了扭脖子 活动了一下筋骨 杨舌见状十分高兴 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 那啥 上线 您与法宝的联系 是不是恢复原状了 小 小妖 可以走了吧 唐小宝瞥了他一眼 刚想大发慈悲地点点头 左手却忽然不由自主地一振 一振 又是一振 是 储物戒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42章 唐小宝紧紧盯了储物戒指 看着自己的手 被无形的力量带着震动 而就在这个时候 系统又忽然响起了播报 警报 危险 危险 检测到七万灵蛇退腰攻击 请宿主立即 然而 还没等系统这句话说完 唐小宝就感觉到 左手的左手一阵巨头 仿佛被什么毒物给遮了一下似的 而后他就眼睁睁地看到 自己那枚戒指里面竟钻出了一个血淋淋的人头 不 那简直不能称之为人头了 而是不知什么生物的头颅 这颗头颅呈扭曲的葫芦状 上面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露出了大片大片血肉模糊的筋膜和肌肉 甚至有几片头盖骨也都裂了开来 从皮肉里边白惨惨地戳了出来 带着黄白色的脑浆 致创口往下躺 五官那更是扭曲又骇人 两只眼珠 一只已经划到了嘴角 只剩下几根神经和眼窝连接着 悬挂在那里晃来晃去 另外一只则突出眼眶之外 要掉不掉的 鼻子则只有两个狭长的鼻孔 完全没有鼻梁骨的样子 嘴角一边裂到耳根 如同深渊巨怪一样的张合着 里面时不时突出一根乌黑细长的杏子 就像是一条巨蛇的大口 然而本应是蛇口当中最大威胁两根毒牙 却是一根都不见 只剩下两个还在滴着鲜血的血洞 总之这颗脑袋就像是一个扭曲的血葫芦 一半已经破碎 但仍旧被筋膜和肌肉藕断丝连的连在一起 就好像一个煮得半熟的鸡蛋 里边的蛋清蛋黄已经是半固体了 外边还包裹着一层已经破碎蛋壳 就是这么个东西 从那个储物戒指里边钻了出来 这乍一看去啊 就像他手上长了这么个东西出来一样 这什么鬼东西啊 赶紧给我走开 好恶心 唐小宝又是恶心又是恐惧 就像甩掉什么脏东西一般猛然甩手 那血点子和脑僵子甩得满屋都是 还有几片头盖骨被甩到了墙上 然而 那颗头颅却死活就是甩不掉 与此同时 一片嘈杂混乱之中 系统仍旧不屈不挠地 试图播报完刚才的提示 请宿主立即摘下戒指 立即摘下戒指 唐小宝直接破口大骂 你奶奶个腿的坑鼻系统 前面说那么一堆废话 直接说摘戒指不行吗 现在戒指里长出这么个玩意儿了 我还摘得掉吗 这变故途生 不论是唐小宝 还是戒指里钻出了一个头的怪物 都处于短暂的忙乱之中 于是 存在感本来就薄弱的小乌鸦羊蛇 左右看看 见两个大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自己 于是就捏手捏脚地脚开流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戒指里的人头怪物 脑袋竟然偏折了一下 那只还在眼眶里的眼睛 往羊蛇那边看了一眼 忽然张大了嘴巴 那条乌黑的蛇信子 竟然突然暴涨 就好像生化危机里边 铁士者一样 那抱着那蛇信子 马如一根利剑 瞬间射出 直接洞穿了羊蛇的左心 这羊蛇痛叫了一声 整个人不受控制一般的 被往后牵扯 眼看就要被怪物给咬住了 唐小宝当然不能做事 不管呢 他抬手就是一道武德真火 打向怪物的舌头 武德真火燃烧而出 至刚至羊的气息和灼热的高温 仿佛把黑浓的雾气都给驱散了一些 但是令唐小宝惊讶的是 这武德真火竟然没有直接烧断怪物的舌头 只把它烧出了一些残缺而已 怪物疼痛的尖身撕叫 仿佛才意识到唐小宝的存在一般 一边往回收舌头 一边竟然又从戒指里边 冒出了一根只剩白骨 灵星挂着一点肉丝血丝的手臂 准确地抓住了唐小宝的手臂 卧槽 那你这恶心玩意儿你要干嘛呀 这唐小宝毕竟没练过体术啊 完全来不及反应 就被怪物给抓住了 好在 他十三代宝横列已经恢复了 倒是没被怪物家里的爪子给抓破 这个时候 杨蛇已经被怪物的舌头给拖了过来 两人紧紧地挨在了一起 这危机之际 唐小宝还有点疑惑 这怪物到底想干啥呀 然而下一秒 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 也直接回答了他刚才心中所想 杨蛇肩膀流淌了鲜血 整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忽然被那个舌头拽得 整个人都被吸进了戒指里了 唐小宝简直是目瞪口呆啊 宿主宿主快摘下戒指啊 系统几乎是喊破了音了 依旧是那种冷冰冰的机械音 但听起来真的特别人性化 唐小宝几乎快要哭了 这玩意儿几乎从我戒指里长出来的 我怎么摘戒指啊 我右手一凑近这玩意儿 他就要咬我的呀 而且关键是啊 他本来空着 可以用来摘戒指的右手 正被怪物只剩白骨的手紧紧地攥着 不知道为何 这怪物竟然是力大无穷 被他这么一握呀 唐小宝也就是堪堪能够保持手臂不受外伤 不为他捏断骨头而已 至于说想要挣脱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要知道 他可是身负山太宝横练的第十二层的功力啊 这练到第十二层 徒手抬一辆小汽车都完全不在话下 可就是没办法从怪物的掌控之中挣脱开去 唐小宝急得满头大汗 不断地释放出武德真火去烧那怪物 同时心灵嚎叫和精神突刺 也是一股脑地往怪物身上砸 反正是有啥用啥 然而 这怪物却是一乎寻常的皮糙肉厚 心灵嚎叫和精神突刺 似乎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 看来 在精神领域 这个怪物是有免疫能力的 即便现在身受重伤 这种天赋的免疫能力 却依然没有被消退 只有凤凤的吐息 武德真火能对造成一点伤害 但伤害速度却也是不快啊 怪物的头和手臂上已经处处焦黑 还有很多地方冒着小火星 怪物也疼得是惨叫连连 但一时半会儿就是很难形成致命的伤势 唐小宝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几手对手呢 连武德真火都无法迅速击退对方 奶奶的 这就是七万灵的蛇退妖马 整整七万岁啊 唐小宝急的是满头大汉 就趁武德真火去烧戒指了 但这毕竟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得到第一枚空间戒指 而且还是三级的 有一百立方米的储物空间 就这样烧掉实在是可惜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43章 就在唐小宝还在纠结 要不要烧掉戒指的时候 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终于发生了 只见 那怪物仰头尖笑了一声 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 手抓一紧 唐小宝立刻感到 一股巨大的犀利 正拉扯自己的身体 他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在系统的尖叫播报之中 眼前一黑 浑身一阵剧痛 这眼前已经变了一个世界 妈的 早知道就直接把箭子烧了 真是犹豫坏大事啊 这间布满雪屋的酒店房间里 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一枚金属纸环 当郎的掉在了地上 滴溜转了几圈 滚到了床底 而窗外 黑浓的雾气渐渐散去 天光大亮 楼下恰是喧闹的马路 隐隐传来嘈杂的人声 和喧闹的车辆引擎声 阳光照进这间笼罩阴气的房间 阴气渐渐散去 那只倒霉的人体蜘蛛的尸体 竟也如同青烟一般消失了 只留下东岛西外的家具 电气以及床上墙上的血污 是一片的狼藉 却说 被扯进储物界里的唐小宝 目前也并不好过呀 扯他进来的始作俑者 那只怪物 也就是公孙宁 这个时候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尸体静静地漂浮在空间之中 因为没有重力 那两只脱出眼眶的眼球 还在那变形着头颅两旁 漫无目的地漂浮着 看起来十分猙獰 但也有些滑稽 而小乌鸦羊蛇 还在苦苦挣扎 他身上的黑斗篷 已经被鲜血浸染了 但是即便如此 他周身也是笼罩 这一层淡淡的白光 仿佛有什么独门法门 或者是法宝 在保护着他 但是那白光已经是相当暗淡了 显然支撑不了太久 不过 唐小宝现在可没工具观察别人啊 他正自顾不暇呢 系统说了 这是一个无重力 无压力 无空气 也没有微生物的空间 比太空还狠啊 这无重力 无微生物环泽罢了 无重力 只让人家漂着而已 无微生物嘛 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最起码短时间内 不会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 但是 无压力和无空气 那可就麻烦了呀 人体处于地球之中 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空气压力的影响 可以说 大气压 是维持人类正常生存的必备条件之一啊 如果没有气压的话 人体就会无限的膨胀 最终像气球一样 整个人炸掉 这就是为什么 宇航员在太空行走的时候 必须穿宇航服的原因呢 至于没有空气 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没空气 这就会被憋死的 唐小宝目前暂时还没事 可以说是完全仰仗于系统了 他在进入空间戒指的一瞬间 系统就已经非常人性化地放弃了大喊大叫 而是恢复了正常的冷冰冰的机械音了 检测到宿主已进入异空间 十三太宝横链第十二层 清心诀第十三层功法已自动结合 并具象化于体外 形成可持续三小时的真气宇航服 在穿着真气宇航服期间 宿主将不会受到一空间内 无压力 无空气debuff的影响 真气宇航服持续时间 由宿主十三太宝横链 及清心诀修炼等级综合决定 无法延长 无法缩短 当真气宇航服消失时 宿主将即刻受到一空间内 无压力 无空气debuff影响 请宿主在真气宇航服消失前离开一空间 宿主可随时向系统询问 真气宇航服剩余时间 听着这一串播报 唐小宝整个人都有点懵逼 原来十三太宝横链和清心诀 还有这种妙用呢 难怪他到现在还没觉得有什么不适 除了整个人都是飘着的之外 那他以后是不是 职场也可以冲出外太空玩一圈再下来啊 货真价实的上天呢 那可是啊 唐小宝畅想了一会儿 好容易从春秋大梦中醒了过来 挣扎着面对现实 好吧 三个小时啊 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哦对 应该现在只剩下两小时五十几分钟了 在那什么真气宇航服到时间之前 他必须得想办法离开储物空间 不然的话 就会落得跟那个姓公孙的小娘皮 不对 老女人 一样的下场了 唐小宝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 漂浮在不远处的公孙宁的尸体 此时的公孙宁 已经死得透透了 完全无法维持人形了 他整个脑袋 彻底变成了三角形的舌头 当然是破碎不成形的那种 下半身变成了巨大粗长的蛇尾 但是也是千疮百孔 皮开肉绽 雪白的蛇骨都露了出来 那些肉丝和各类软组织 由于没有重力束缚 就向四周飘来荡去 这远远看着 就仿佛是一朵巨大的血肉之花一样 在邪恶和死亡之中盛开着 唐小宝几乎是不忍促赌了 即便是七万年的老妖怪 法力如此高深 也无法在异空间里边支撑多久 看看这尸体的惨样吧 整个腰几乎都炸开了呀 唐小宝心有余悸 但同时 他也感到丽丝丝 隐隐的疑惑来 这无空气无压力 真就这么厉害吗 即便是七万岁高龄 一身邪功身不可测的妖物 也只能维持十几分钟 而且死得这么惨 难道这一空间里边 还有别的什么隐藏的危险吗 连系统奉天太玄俭 都能瞒得过去 唐小宝心里想着 环视了一圈整个空间 的确是一百来平米的大小 周围空间里漂浮了 他之前放进去的一些 日用品和食品 有些离公孙境的尸体 比较近的东西 上面还沾染了很多血肉 和脑浆之类的污物 有几件离得最近的内衣裤 已经完全泡在血肉里了 眼见着是不能穿了呀 唐小宝呕了几声 心里想着等出去了 一定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扔了 哪怕外边有风套的也得扔 不行啊 心里阴影真是太大太大了 唐小宝像游泳一样 在原地划了几下空气 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原地 无重力空间就是有这么个问题 如果没有额外的作用力的话 就根本无法移动 唐小宝 在脑海里边请示一下系统 系统给的答案是 可以利用十三太宝横电的真气 逼到脚底来产生气流 从而移动 但这样一来的话 真气就会产生额外的消耗 这真气宇航服围车时间 也就会更加的短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诶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44章 唐小宝塌了一口气呀 这形势比人强啊 他必须得四处查看一下 就这么原地干等着 靠脑子想 肯定是找不到办法的 只有三个小车逃成时间 这个四四方方的空间 一眼可以望到底 整体呈现灰蒙蒙的状态 这么乍一看去呀 完全看不出任何奇怪的地方 唐小宝就稍稍掉了一点点真气 运行到脚底 产生了一股微量的气流 顶着它离开原来所处的位置 它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方向和速度 毕竟这速度越快 真气消耗的也越多呀 就这么缓缓逛了一圈 就像它开始预料的那样 完全没有半点的异样之处啊 唐小宝深感焦虑 奶奶的 就这短短两个多小时 它总不能凭空变出一个办法 来离开这该死的储物戒指吧 唐小宝开始在脑海里和系统扯皮了 我说 系统啊 到底该怎么离开这破戒指啊 你总得给我点提示吧 无可奉告 请宿主自行探索 我 这么 我在一入行不到一个月的萌新 你让我自行探索 我怎么探索啊 无可奉告 请宿主自行探索 哎我去 这他们又不是RPG网游 自行探索个蛋啊探索 唐小宝气急败坏 但是这句话显然是得不到系统的任何回应的 唐小宝深吸了一口气啊 勉强压下火气 看在系统好几次救自己的份上 决定不和这个人工智障计较太多了 他缓了一口气 心平气和地说道 你也别无可奉告了 总得给点方向吧 不然 我死在这空间里 对你也没好处啊 系统依旧沉默 不知为何 原本已经颇为人性化的系统 在这个时候又变得冷冰冰的了 唐小宝抓耳挠腮半场 忽然灵光一闪 对了 我可是这除去的主人啊 经过滴血认清的 不滴血认主的 如假包换的主人啊 这总能意味着点什么吧 难道主人的身份 还不能让我自由来去 系统又沉默了许久 不得不说呀 在沉默这件事上 系统的表现还是很人性化的 就在唐小宝要失去耐心的时候 系统终于回应他了 宿主 异空间难出难入是法则之一 不会被任何形式的契约所影响 请宿主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专心找出离开异空间的方法 此外 无可奉告之意 在于宿主所查询的条目过于宽泛 系统尚未升级 无法进行模糊搜索 听到这番话 唐小宝仔细地品了品 居然就是一喜 这查询条目过于宽泛 难道意思就是 如果他找到了具体的方法 甚至大概的方向 再去询问系统 说不定就可以得到 详尽的回答了呀 一想到这儿 唐小宝顿时精神一震哪 感觉 在两多小时里边 找到离开空间的办法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想到这儿 他又立刻又问道 系统 现在真气宇航符 维持时间还剩多久 当前真气宇航符 维持剩余时间为 两小时二十三分四十九秒 周八皮啊你 只不过用真气 在空间里逛了一圈而已 速度还放到最慢 怎么这一下子 就用了我快四十分钟啊 唐小宝骂骂咧咧的一阵子 这到底也是没用啊 只得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他抓了抓头发 关于如何离开一空间 一时之间 还是一筹莫展的 忽然他心中一动 那个姓公孙小娘皮 他刚才不是把脑袋和胳膊 都伸出戒指之外了吗 虽然看起来比较凄惨就是了 但是那至少也是小半个身子 都离开一空间了呀 唐小宝想到这儿 觉得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了 环视一圈之后 目光就锁定在了 仍旧在苦苦挣扎的 羊神的身上了 这个弱小可怜无助的小乌鸦精 此时已经完全维持不住人形了 而是变回了一只小小的漆黑的小乌鸦了 乌鸦身上笼罩的白光更加暗淡了 几乎只剩薄薄的一层了 勉强维持他的生命体征 这只乌鸦悬浮在空中 轻轻地颤抖着 左边翅膀还有一个冻穿的伤口 显然就是之前被公孙宁舌头穿透的伤口了 唐小宝缓缓移动到羊蛇身旁 皱着眉看着他 这层白光应该是羊蛇自成的保命技能 或者法宝 如果不是这层白光的话 弱小的羊蛇根本不可能在显恶的储物戒指里边 坚持这么久的 连他那个主子 七万岁高龄的蛇退腰都不能做到啊 嗯 看起来这弱小的生物都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 虽然弱小 但能存活这么久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呀 唐小宝想了想 在脑海中再次询问了起来 西头 一空间中 还有另外一个尚且存活的生命体 我可否将它也纳入真气宇航符的保护范围内 真气宇航符可容纳多个生命体共同使用 具体维持时长 由宿主十三太宝恒链及清心诀等级决定 检测到宿主周围 有一只二百零乌鸦精存活 若宿主将真气宇航符与其共享 维持时间将立刻缩短一小时 是否立刻与其共享真气宇航符 是否 听到系统的回答 唐小宝顿时一阵肉疼 奶奶的 竟然要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么多吗 这只是一只弱小的小乌鸦而已啊 和一只蚂蚁也没什么区别吧 唐小宝飞快地估算着 现在真气宇航符的维持时间只剩两小时二十分钟了 分出去一小时 那就是一小时二十分钟 然而 他还不知道把羊蛇唤醒是否有用 也不知道 他是否知道公孙宁离开除戒指的办法 才两百岁的年轻小妖怪 想也不能知道这么诡异莫测的事情吧 而且就算他知道并且告诉了自己 自己也不一定能用得出来啊 如果他不知道或者说自己不能用的话 那这一个小时不是白费了吗 奶奶的 奸商系统啊 唐小宝抓了自己的头发 几乎把自己给嚎吐了 他在纠结和为难之中又浪费了一分钟 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 只得长叹了一口气 系统 立刻将真气宇航符与乌鸦精共享 系统没有再多说话 只是唐小宝的身体上 忽然泛起了一层淡青色的光芒 而后分出了一缕细细的线 直接接触到了小乌鸦精的小小的身体上 继而将它全面的包裹覆盖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定列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45章 得到了真气宇航符的保护 小乌鸦的情况 肉眼可见地好转了起来 它身上那层暗淡的白光 已经彻底消失无踪了 但是原本起伏微弱的胸膛 却开始有力地呼吸了起来 乌黑的羽毛 本来已经干枯卷曲了 但是现在 也重新变得有光泽了起来 而唐小宝的脑海中 也听到了系统的播报了 已成功将真气宇航符 与乌鸦精羊蛇共享 持续时间缩短一小时 目前 真气宇航符维持剩余时间为 一小时19分53秒 唐小宝心疼地 差点掉下眼泪来 他紧紧盯着小乌鸦的身子 狠狠地说道 妈的 你这鸟人 可一定得给出我想要的答案啊 不然 不然 我就把你做成烤乌鸦 青顿乌鸦 红烧乌鸦 就在唐小宝开始欢乐畅想着乌鸦有几种做法 并开始流口水的时候 羊蛇的身体终于有反应了 它并没有变回人形 而是依旧维持着乌鸦的形态 只是小小鸟身子 微微颤了颤 翅膀和爪子跟着动了动 乌黑精亮 就让小黑豆的眼睛睁了开来 这羊蛇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唐小宝的大脸凑得极近 正阴沉地看着他 这小乌鸦吓得一哆嗦 下意识就往后躲闪 然而左边翅膀的贯穿伤 就让他感觉到钻心的疼痛 顿时就不敢动了 上 上贤 您怎么野心来了 羊蛇战战兢兢地发问 却忽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感觉 比刚进入到异空间的时候 要好了太多 不对 其实好了太多呀 简直就和出于正常世界 完全没两样了呀 杨蛇有点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 又抬起右边玩好的翅膀看了看 却见自己的身体上 似乎被一层淡的金光所笼罩 这金光虽然并不强烈 却显得生机勃勃 绵绵不绝 远不是自己之前身上 那暗淡的白光能够比拟的 小乌鸦整个鸟都震惊了 记得刚进这异空间的时候 他就感应到了 这异空间的可怕了 没有空气 没有压力 杨蛇当时直观感受 还不是窒息 而是自己的身体啊 马上要像一个充满气的气球一样 炸了开来 而索性啊 他并非烦鸟 虽然法力低微 但好歹有些修为啊 而且 他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绝招 可以在极端环境之下 存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虽然他的法力 连公分间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但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正因为杨蛇弱小 所以啊 他在逃命和保命方面 也是有着压箱里的招式的 之前他身上那层越来越暗淡的白光 就是他们杜鸭族的独门秘书 明熙公 可以保住杜鸭一族族人 在真空 极冷 极热 甚至灵鸭墙的宇宙空间中 存活一段时间 当然了 功力越深 存活时间也就越长 这杨蛇并不是什么修炼天才 资质也非常的一般 所以他对自己非常有资质之名 专门捡那些逃脱和保命的方法修炼 并且从懂事开始 就专心修炼明熙公 几乎可以说是日夜不坠啊 连睡觉的时候也都在练功 所以尽管只有二百多岁 还是一只年轻的小乌鸦 但是杨蛇的明熙公的修为 已经比大部分同龄鸭都要高深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空间之中 他可以坚持的时间 比七万岁大能公孙宁 都要久的缘故 不过他能坚持时间呢 也就是那么长了 当唐小宝进入一空间之后不久 他就无法维持人形了 只有化成原形 才能让明熙公的时间 坚持得久一点 毕竟乌鸦的体型 比人类小了太多太多了 但是这明熙公啊 若到了不得不变换体型的程度 那就可以说是强弩之末了 而到了后来 那层白光越来越暗淡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程度了 若是唐小宝再晚几分钟做决定的话 杨蛇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呀 到那个时候 唐小宝就会看到一只乌鸦 瞬间暴体而亡 连全尸都没有 也甭想吃什么全鸭咽了 而杨蛇对这个异空间的危险 也十分有逼数 他没有去过真正的太空 但是在杜鸦族领地里边 为了训练年轻的族人 修炼明熙公 修为高尘的长老们 都会用灵力 共同构建一个大型的领域 里面通常都会是 某种类型的极端环境 什么真空啊 灵压墙啊 极冷 极热 又或者超重力 高压墙 等等等等 这训练方法当然就是 直接把族人丢进领域里 让他们在实地演练之中 不断地提升明熙公的功力 反正全城都有长老们在盯着 也不会出什么危险 但是再怎么 这些个领域和结界 也都是教学工具 其强度不会太高 维持时间也不会太长 结界最高的难度 持续的时间 也不过十分钟而已啊 最重要的是 这些个领域和结界 每一个最多 也只有一种极端条件而已 而不会出现两种 或多种极端条件 叠加的状态 毕竟是用来训练年轻人的 也不能太变态了不是吗 作为明熙公的佼佼者 杨蛇每次都能坚持到最后 并且毫发无伤地从领域里出来 但这次进入到这个异空间 与以往那些小打小闹的训练领域 则完全不同了 不仅同时叠加了真空和灵压墙 两种极端条件 而且每一种强度 都是训练的好几倍啊 以至于杨蛇 一进入这一空间 就料定自己会死在这里了 这也是为何 当他看到自己的前任主子 公孙宁 血肉模糊地 从劲里边钻出来的样子 会怕成那个样子的原因呢 正是因为 对这种极端环境十分了解 所以唐小宝 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 就越发地让杨蛇感到震撼了 刚才刚醒过来的时候 乍一看到唐小宝的脸 想到这个男人举手之间 就把自己的大能主子 公孙宁 给扔进了一空间 杨蛇当然是恐惧无比的 但随即 他就看到了身上淡淡的金光了 他瞬间就明白了 是这层金光救了自己 而那位姓唐的上仙身上 也笼罩着一样的淡金光芒 杨蛇就更加缺陷了这一点了 而当看到唐小宝 可以自如地说话移动 甚至自己也可以自如地 说话移动的时候 杨蛇就更加震惊了 这在从小就习惯了 极端环境的杨蛇眼中看来 简直就是一种 神迹一般的存在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定列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46章 在杨蛇的认知里 一旦深处恐怖的极端环境 即便是修为高尚族中长老 也必须是十分重视的 比如法力最深 修为最高的族长 他老人家甚至能够在极端环境中 存活一年以上 然而 这也必须是处于冬眠状态才行 简单来讲 就是化为度压原形 令自己陷入强制昏迷 心跳 呼吸 心沉代谢 尽可能消除一切生命体征 尽量降低体能消耗 把所有的体能和法力 都用来维持明熙宫的运转 毕竟 这可是保命的唯一前提啊 想顶着明熙宫 还想要正常腰那样 说话行走 走来走去 可以啊 但要做好明熙宫 在十几秒内就消散 最终死于非命的心理准备才行 再看看唐小宝 人家不仅可以在一空间内存活 自由自在地说话移动 甚至还可以让他也一样存活 并且同样正常自如 这就不是一般的修为高身能够做到的了 这是他们修为高身到身不可测了呀 杨蛇现在就说是毁清了肠子也不为过呀 早知道会惹上这样一位身不可测的大能 他就算拼着被公孙宁狠狠折磨 也不会跟他一起来了呀 这位上仙看起来年轻 才不过二十来岁的样子 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超越了二十万龄了 说不定是和妖族之主 恶难蛇主大人同级别的存在呢 杨蛇在心中恐惧脑补着 思维不断地发散 其实啊 在某种意义上 他的确是猜对了 毕竟 唐小宝也算是首任过他们的恶难蛇主大人了 杨蛇不知道 这位上仙会如何处置自己 禁不住地越想越慌 现在啊 他只能安慰自己 这位上仙费劲地救了自己 还为自己加持了 可以在极端环境中自由行动的护盾 那就是肯定不希望自己死的 说不定 这位上仙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到自己呢 像杨蛇这样法力低微的小妖怪 也是有自己的小聪明和生存之道的 不然 也不可能在性情凶残暴虐的通孙宁手下 活到现在啊 想到这儿 他的态度越发地恭敬了起来 鸟脸上的小黑豆眼睛 毕恭毕敬地看唐小宝脖子以下的部位 完全不敢直视上仙的脸庞 而唐小宝还在皱眉看着这只鸟 他从没有见过鸟能够吐人盐的 这一时还觉得挺新鲜 不过想想 这已经是一个崩坏的世界了 仙妖魔鬼一起现世 还能够穿越时空 相比起来鸟儿能说话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想着 却见这只乌鸦又开口了 这语气啊明显变得恭敬了许多 小妖杨蛇 多谢上仙救命之恩 若非上仙 小妖此刻怕是泡铁而亡了 上仙神匿通天 实力山高海深 却仍旧摘一心人厚 小妖实在赶赶赶在心 这个语气实在是太恭敬了 都有点谄媚 甚至还在这颤音 哎我去 刚才怎么没看出来 你这黑老瓜这么能挺啊 唐小宝摆了摆手 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哎好了好了好了 别拍马屁了 我又不是白救你的 是有事想要问你 你别瞎感激了 杨蛇闻言顿时狂喜 上仙果然是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啊 想着 这杨蛇啊 就又开始阿谀奉承了 上仙 咱可如此说呀 即便如此 上仙与小妖 有救命之恩 也是事实 小妖无以为报 冤为上仙 骂前卒 干脑土地 赴汤蹈火 唐小宝 翻了一个天大的白眼 无奈道 你在这里吹啥彩虹屁啊 我这是有事问你才救你的 又不是白救你 我闲的我还白救你 这叫公平交易 各取所需 知道吗 像上仙这种任中龙凤 自然是无法体会到 我等这种卑微小妖的处境的 以往 小妖在公孙宁回下听令 主人对小妖 生杀欲夺 欲取欲求 即便小妖立下了许多功劳 主人也不褒奖 反而是更加严厉苛责 小妖还算是幸运的 有许多主人的下属 都被主人折磨至死了 哎 连命都保不住呢 哎 又谈何公平之说呢 如今 一上仙的天人之尊 竟愿意与小妖这等卑劣之徒 公平交易 小妖实在是 实在是 唐小宝看着那张鸟嘴 巴巴巴的上下开合 竟然还发出了人类哭泣的声音 顿时感觉一阵无语 也感觉到微微的好笑 但她现在时间紧迫 完全容不得耽搁呀 只得再次打断她 语气也变得凶狠了一点 阿婷 啰嗦什么呀 赶紧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就把你做成炖乌鸦汤 杨蛇被吓得一机灵 看到唐小宝眉宇间的不耐之色 知道这位上仙呢 是一个务实之人 并不像自己的前任主的那样 喜欢拍马屁 想到这儿 杨蛇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这就表明 这位上仙呢 是一个干实事的 既然干实事 那就肯定脑回路正常 不会像是以前的前任主子一样 疯疯癫癫 喜怒无常 经常喜欢打骂折磨下属 这样想着 杨蛇连忙说道 上仙尽管问 小妖必定是 知无不言 焉无不尽 见着小杨蛇还算上道 唐小宝就点了点头 实话跟你说啊 我呢 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上仙 只是一个人类修者而已 这毕竟所处环境极端复杂 时间又刻不容缓 必须两人通力合作 才有可能脱险 所以 唐小宝决定 有选择性的 跟杨蛇说实话 我呢 有一些独门的手法 可以保证 我们在这个异空间 存活一段时间 但时间不长 目前看来呢 也只有一小时十分了 杨蛇再度震惊 组长在上 这位上仙 竟然能够在 这么险恶的空间里 存活一小时以上 还能说能跳能跑的 哎呀 他感觉是实力 真不可测的上仙 没跑了 上仙也太谦虚了 唐小宝完全不知 杨蛇脑内活动 只是发现 这蠢鸟的两只小豆豆眼睛 几乎都泪眼汪汪了 挑了挑眉毛 他完全不明所以 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等时间到了 我这独门秘法 失去效用 咱俩就都会暴体而亡 但我看到刚才 那个姓公孙的小娘 我说是你主子 似乎能够自主从空间里拖出 虽然比较惨不忍睹吧 而且只钻出了脑袋和胳膊 但是也值得参考 不是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47章 杨蛇并不傻 甚至还有点小聪明 他立刻接到 上线是想问 公孙宁的情况 对 尤其是他的修为如何 还有哪些独门秘法之类的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说完 唐小宝就有点紧张 万一这个小乌鸦 啥都不知道 那该咋办呢 这浪费一个小蛇 真气宇航服时间是小 两个人都会在这里狗带 那才是大事啊 所幸 这个叫养口条的小妖怪 还是有那么几分聪明劲的 上线的意思 小妖明白了 正如上线所说 眼下时间紧迫 上线可能没时间听小妖啰嗦 公孙宁的生平 幸而 小妖平日里 形势还算周密 虽然经常被公孙宁打骂折磨 但是 多少 还是得了他一些信任的 平时他行事 也多将小妖带在身边 听到这话 唐小宝立刻精神一阵 一边感叹自己的运气 好到爆棚 这碰也能碰上一个 对公孙小娘皮 很了解的小妖 一边追问道 那你对他平日惯用的 招式法术 肯定是比较了解了 小乌鸦 矜持地点了点小九的鸟头 您上线说得不错 妖族领地与人间 并不处于同一个位面之上 过而平时 第一等妖族 是根本不可能来到人界的 而在 恶难大人的王庭中 又传送到魔界和人界的传送阵 高界妖魔和鬼物 是可以通过传送阵 去往人界和魔界的 唐小宝挑了挑眉 纳闷 他一个法力低微的小小乌鸦精 是如何得知 这种堪称机密的信息的呢 但想想 他时常跟在公孙宁的身边效力 而这个公孙宁明显是 恶难舌主手下大将啊 能知道这些信息 也并不奇怪 嗯 继续说 但公孙宁与大巫不睦 他父母又对他有颇多的约束 不许他在妖族界内忽来 恶难大人也不太肯 把传送阵借给公孙宁用 公孙宁又是这样的暴虐的脾气 当然是坐不住的 于是呢 他私下里自闯了 许多撕裂空间的法术 凭借着强悍的肉身 在一空间中旅行 以达到肆虐各界的目的 这羊蛇一边说 一边在心下默默地想道 即便是这样强悍的七万零蛇退遥公孙宁 也无法在这个异空间里 支撑15分钟 最终惨死 足见这位上仙的实力强大地恐怖了 然而实力上仙唐小宝此刻却瑟瑟发抖 妈呀 能凭空撕裂空间单凭肉身在一空间旅行的强悍大妖竟然无声无息地死在我的储物界里了 这听起来也太玄幻了吧 这破戒指果然有鬼啊 有鬼 这样一想 他也开始担心了起来 撕裂空间 这种即便在玄幻小说里都属于高端逆天的技能 这根本不是现阶段的他能够效仿了吧 这怎么想都不行啊 而羊蛇还在继续说着 至于这种撕裂空间的法术 是公孙宁的得意技能 小人也只是听说过 并未有幸旁观 但想来公孙宁肯定是通过这种看家本领思维了空间 才钻出空间的 但尚先这一空间太过凶险了 想必公孙宁之能也是无法逃脱的 唐小宝心中汗颜 但表面上却还是打肿脸充大佬 那是 我这空间自然不同于别的那些垃圾空间 把我这个主人也困住喽 这小乌鸦点头哈腰 又冒出了一串意美之词 看他这副样子 唐小宝觉得他也不可能知道更多了 不过好在 这一个小时的真气宇航服时间 似乎并没有多少浪费 至少总算是问到了一些值得参考的方向了 最起码他有具体的问题可以去询问系统了 不再受那个什么模糊搜索的限制了呀 于是唐大仙继续故作高深地说道 我现在要闭目冥想一阵 你先自己玩会泥巴吧 说完他就煞有介事地闭上了眼睛 小乌鸦当然感觉到 这上仙在生死攸关之际 忽然闭眼冥想这种行为是很迷惑的 但是弱小可怜无助的他 并没有什么资格智慧 只好漂浮着滚到一边去了 焦虑地去玩泥巴去了 唐小宝在脑海中直接发问 系统 撕裂空间 撕裂空间 而系统几乎是唐小宝话音还没落的时候 就秒回了 依旧还是冷冰冰的机械音 但那个语气呀 怎么听怎么有种 我的老天爷呀 你终于来问了的感觉 七万灵蛇退腰公孙宁得意技能撕裂空间 并以此技能撕裂储物界内易空间 将头颅和手臂伸出外界 在公孙宁撕裂储 至今仍留有一道空间裂缝 是整个储物界易空间的薄弱点 宿主可对此薄弱点造成破坏 并脱离易空间 闻言 唐小宝顿时一阵狂喜 卧槽 总算找到靠谱的办法了呀 他立马又发问 可以给出那个薄弱点的具体坐标吗 已将该处坐标进行标记 宿主可自行寻找 找到后系统会及时通知 唐小宝不敢多言 毕竟这系统无法直接作用于他体外的事物 也就意味着不可能直接在一空间内进行标记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 他本人把这一百立方米的空间逛个遍 到了地方系统自然会发出提示的 所幸这空间并不算太大 唐小宝调整了脚底的喷气速度 用较快的速度开始在空间内游异 杨蛇看唐大仙动了起来还吓了一跳 但唐小宝中打了一个手势 让他在原地等着 这次唐小宝的好运气又发挥了作用了 他只犹豫了没多久 系统就发出了提示 他找到了那个薄弱点了 唐小宝漂浮在那个薄弱点附近 打开阴阳眼 果然看到一道小臂长的裂缝横跟在那里 通过裂缝往外看 竟然能看到刚才的酒店房间 唐小宝简直欣喜若狂 热泪盈眶啊 但同时他也能看到 这个裂缝啊 正在慢慢的愈合缩小 估计要不了多少时间 就会彻底愈合 连这个薄弱点也会彻底消失了 唐小宝眉头紧皱 发射了一道武德真火在那裂缝之上 被超高温真火灼烧 那裂缝的愈合速度暂时停滞了 但是没过多久 武德真火熄灭 裂缝的愈合就再度开始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48章 唐小宝眉头微微皱着 盯着那个裂缝 这个裂缝只有小孩小臂那么长 唐小宝掂领了一下自己的大头 觉得一个脑袋根本钻不出去啊 毕竟现在距离公孙宁撕开裂缝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 这道裂缝肯定也愈合了很多 唐小宝持续不断地释放武德真火 让这道裂缝不至于愈合 一边又飘身过去 用手去拽那道裂缝 反正 他体内孕育着朱雀卵 这武德真火根本不会伤害他 当他的手碰到裂缝边缘的时候 唐小宝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只感觉好像握住了一块 似不非不似麻非麻的奇异纺织品 感觉上很有丝绸的光滑质感 但又远比丝绸更加坚韧 总之啊 唐小宝又拉又扯了好半天 用上他十三太宝横练第十二层的功力 累的是满头大汉 那裂缝却仍旧是一丝变化都没有 他妈的 这什么鬼啊 裂缝找到了也没用啊 唐小宝糟心地抓着头发 又向系统询问了一遍 真气宇航服还用多少时间 在得到还剩五十九分钟的时候 唐小宝整个人都有点焦虑了 他看着那道狭小的裂缝 心中忽然生起了悲凉之感 妈的 老子阴命一事 难道今天要葬送在这小小的厨界里了 唐小宝抓着头发 烦躁地环顾四周 试图找到合适的工具来撕裂空间 哪怕死马当活马医呢 但是一撇 他竟然发现 那个名叫羊口条的小乌鸦 竟划了翅膀 一点一点地朝公孙宁那个巨大的蛇腿 尸体那边移动过去了 唐小宝一皱眉头 他大声喝道 喂 小乌鸦 你干啥呢 一边说 一边紧了紧手里的灵力丝 小乌鸦身上真气宇航符 本来就与他本体相连接着 他这么一拽啊 小乌鸦顿时朝他飘了过来 刚才奋力移动的一点点距离 全都白费了 杨蛇 听唐小宝喊自己的时候 顿时一个机灵 整个身子都颤抖了起来 而后就被拽到唐小宝的身边了 唐小宝随口问道 干啥呢你 但忽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忍不住吐槽道 我总 我记得你们乌鸦是师傅的吧 你该不会是想去吃那蛇退腰的尸体吧 一边说一边还做了一个呕吐的表情 杨蛇愣了愣有些无奈 尚先堕虑啊 乌鸦损人确实是以食府为天性的 但那都是无知无食的野兽才有的习性 我们渡鸦祖自从可以修炼成人形之后 吃穿住行 早就和人类没区别了 那你刚才挨过去想要做什么 别告诉我你是突然开始怀念救助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不过小妖的确是想要去吃那些蛇退腰的血肉 却不是因为食府什么的 只是因为公孙宁这等七万灵的大妖 即便已经生死 血肉之中也会含有精纯的妖力 过很久才会散去 而这种妖力对我们妖族是一大不之物啊 所以你想去吃点公孙宁的血肉 想要恢复一些元气 上线莫怪小妖自作主张 只是大妖本就实力强悍 轻易不可能死于非面 即便偶尔有些大妖会在野外云命 尸身也会很快地被其他大妖挂分 像小妖这样的墨流妖怪 是绝无可能分一杯羹的 心死大妖的血肉 对于妖族来说 都是真心羞美味 小妖又受了些伤 元气有损 所以更是无法抵抗诱惑 轻伤先说罪 这一边说着 羊蛇的乌鸦身子就开始微微发抖了 记得还在公孙宁手底下讨生活的时候 那位残暴的蛇退大妖 欲下是非常严苛呀 像是刚才这等自作主张的行为 要是还在公孙宁的手底下 可是绝对会被抽筋扒皮的呀 却不知 这位连公孙宁都能够秒杀掉的上线 又会如何处置他呀 想到这儿 小乌鸦整个鸟都忍不住地瑟瑟发抖 用翅膀盖住了鸟头 脑补这位上线会使出如何的手段来惩治他 却不料 等了一会儿 都没有显出那剧痛传来 取而代之的 是唐小宝轻松随意 又带着点笑意的声音 哦 原来是这样 简直就像猫和猫薄荷一样嘛 你早跟我说呀 也不用这么费劲自己划了 我带你过去不就行了吗 一边说 唐小宝一边把小乌鸦 轻轻拢在掌心 脚底运行真气 飘到了蛇退腰的尸体旁边 唐小宝把小乌鸦 放在蛇退腰开的脊柱旁边 好了 敞开吃吧 而羊蛇此时 还处于懵逼状态之中呢 他根本不敢相信 这种在公孙宁那里会演变成 满清十大酷刑演练现场的事情 到了唐小宝这里 居然这么轻易的就接过去了 这位唐上仙不仅不怪罪他 还亲自带着他 来到了蛇退腰的尸体旁边 还让他敞开了吃 甚至都没有猜疑一下 自己吸收尸体的腰力之后 会不会实力增长 从而对他形成威胁 这简直就是尔虞我诈 弱肉强食的修者界的一股清流啊 作为一只卑微弱小的乌鸦精 一直以来 羊蛇当然都有自己的一套 生存法则和处世原则 见惯了世间冷暖 又常年在公孙宁那样 残暴的主人手下讨生活 羊蛇可以很轻易地就做出 卑躬屈膝 或者说是软弱恐惧的样子 但让他付出感动和信任 却是难上加难 但唐小宝的这一系列操作 显然让羊蛇开始动摇了起来 当然 还远没有达到 能够毫无保留的 信任唐小宝的程度 但是这个乌鸦精啊 被暗黑哲学和丛林法则 淬炼过的保护壳 还是出现了一丝裂痕了 羊蛇在心中这样对自己说着 而后不再犹豫 一头扎进蛇腿腰小山一般的血肉之中 开始大吃特吃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49章 羊蛇怀着满腔复杂的心情 对着蛇退腰的尸体 大嚼特嚼 殊不知 他在这边又是怀疑又是动摇的 矫情脑补半天 而唐小宝那边 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 唐大仙只是眼眶微酸地 看着大块躲一的小乌鸦 心中哀叹 唐小宝感叹着 这光看小乌鸦吃大餐 竟然呢 还看出兴趣来了 他发现 这小乌鸦果然没说错 蛇退腰的血肉内 果然含有对妖物来说 是大补的东西啊 就看小乌鸦自己吧 他身上原本暗淡的羽毛 重新变得油光水滑了 甚至 连左边翅膀那个可怖的窟窿 竟也已在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愈合着 但这小乌鸦似乎是 食量太小了 吃到自己的伤势刚好痊愈 就停了嘴 似乎是吃不下去了 果然 只听杨舌带着浓烈的惋惜 说道 小腰到底是实力低位 只吃了这些就吃不下了 可惜 可惜了这么多的腰力啊 唐小宝瞄了一眼 就觉得呀 这具尸体 吃之前和吃之后 简直就没啥两样啊 毕竟是一只小鸟 吃不了太多 也是很正常的 唐小宝 踏了一口气 心道 唉 那 不是哥们不讲义强 本来呢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戒指 无限其保鲜 估计也能保住 这尸体里的妖气 永不散意 但现在呢 咱俩啊 就快要打伙上路了 所以 说与不说 也没什么区别 想到这儿 唐小宝忽然一愣 好像有什么念头飞快的 在脑海里滑过去了 妖力 唉 对 妖力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忘了 唐小宝立马在脑海里问道 西董 这蛇退腰尸体里蕴含的妖力 我可以吸收吗 如果这些妖力 能够吸收用来增强实力的话 从而撕裂空间逃生 哪怕生吃蛇肉 老子也认了呀 然而 西董的回答 却令他大失所望 宿主可在 有转换阵过滤邪气的情况下 吸收妖力 如没有转换阵过滤 则不可吸收妖力 否则经脉逆行 暴体而亡 啊 混蛋 暴体而亡 暴体而亡 怎么什么都你妈爱搞暴体而亡啊 唐小宝叹了一口气 忽然灵光再次一闪 他激动地问道 那 那内丹啊 这么大一条蛇退腰 七万岁高龄啊 不可能没有内丹的吧 内丹 我总可以吸收的吧 连一个小小的弑魂扼煞 都一枚魂珠可以用来服用 这七万年的蛇退腰 不可能啥都没有吧 果然 系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蛇退腰内丹附着于其胸骨之上 内含蛇退腰七万年力量精华 腰力精纯纯正 无需过滤即可服用 唐小宝大喜 正打算转头去挖内丹呢 确定系统又说道 七万灵蛇退腰内丹腰力过于庞大 贸然服食会有暴体而亡的危险 我你 唐小宝只得硬撑撑的杀主车 没好气的说道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比如只吃一部分之类的 只要足够支撑 让我能撕裂空间就行 宿主可消耗五千点功德值 将多余内丹腰力储存于系统之中 再加一千点功德值 可兑换提醒服用功能 即当宿主修为足够消耗一部分腰力时 系统会播报提醒宿主及时服用 哎我去 这坑逼系统现在都学会捆绑销售和套餐服务了 以及说话不要大喘气好吗 这跟谁学的 唐小宝感觉自己啊 快被气出心脏病来了 忍气吞声的说道 啊知道了知道了 我记得上次解决鬼万童事件的时候 不是得了八千点功德值吗 那就消耗六千点来兑换吧 还有 你说的那个什么提醒吃药服务啊 在消耗功德值买买买这件事情上 系统的动作快得简直令人发指 几乎是秒回道 以消耗六千点功德值 用于兑换腰力储存 及提醒服务功能 功德值余额两千点 宿主现在可以放心服用蛇退腰内单 听到这话 唐小宝尝出了一口气啊 虽然这系统经常坑他 但在这种性命攸关的事情之上 系统啊 还是比较靠谱的 甚至最近呢 还有非常人性化的 显得比他自己还要焦急 有了系统的保证 唐小宝当然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他定了定神 笑着看下了小乌鸦 放心吧 苦条兄 我这戒指里的异空间 无空气 无重力 零压强 还不存在任何的微生物 所以一切事物都可以无限期保鲜 当然也包括这尸体了 以后啊 尽管慢慢吃就是了 唐小宝说这番话 纯属为了宽扬神的心而已 但敏感多思的卑微小乌鸦 又开始百般脑补了起来 比如大佬的戒指 到底是一个什么神物了 这一空间居然同时叠加了四种极端环境 之前还是他想的太简单了 又比如 大佬的实力到底有多么深不可测了 再比如 大佬居然说到以后 难道说大佬想把弱小可怜无助的自己收入麾下吗 自己又要再有一位新主人了吗 卑微的小乌鸦 当然向往自由和强大的实力 不愿再被人给奴役 但是 自身的弱小和依附强者的天性 再加上这位唐大仙的和蔼可亲 都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犹豫和动摇之中了 至于唐小宝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随口的一句话 就让口条胸脑补了这么多呀 唐小宝生怕自己服用内丹的时候 会在周围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于是就嘱咐杨蛇退到空间另一端离自己最远的地方 这才开始着手挖内丹 他开启了阴阳眼 果然发现 蛇退腰尸体中段的位置 有淡淡的白光在闪烁着 他飘了过去 生怕武德真火 桌子的高温烧坏了内丹 于是 干脆像个扳砖弓一样 趴在尸体上徒手开挖 由于戒指里的保鲜功能 这太过给力 导致这具尸体就如同那刚死那一刻 没啥区别 依旧还是肌肤饱满 血液鲜活 他这么一挖呀 历时就有很多血肉 溅到了衣服和脸上 所幸 他现在体外 被十三太宝恒练和清心诀 共同组成的真气宇航服包裹着 就好像戴了一层塑胶手套 即便手上沾再多的血污 在真气散去那一刻 他的身体和衣服也会恢复洁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50章 杨蛇在远处漂浮着 杜鸭一族的势力啊 即便不能和猛禽相提并论 却也是鸟类中相当优秀的了 他当然看到唐小宝在干什么了 跟随着公孙宁身边一百多年 杨蛇对于这位强大胸团的 蛇退腰的了解 当然比唐小宝要多得多 对于蛇退腰胸骨上 附着那颗内丹 乌鸦精当然不可能没有遐想过 但凭他这点微目的力量 连蛇退腰血肉里的那点腰力 都能消化一点点 如果碰那颗内丹的话 只怕呀 还没吃到嘴里呢 只要闻到一点气息 就足够称爆他的可怜的经脉了 所以 杨蛇也只能是干看着 望阳兴叹 而且呀 出于一点小小的私心 他并没有告诉唐小宝 关于内丹的事情 但现在 这位唐上仙自己 发现内丹所在的位置了 也可以说是 并不出杨蛇意料啊 只是唐小宝让杨蛇 去往远离自己的位置 却让杨蛇内心 又开始复杂了起来 这位上仙 到底是出于私心 想要独占内丹 才把他赶走 还是担心内丹 现实会有危险 才让他去往 较为安全的所在呢 这多愁善感 神经细如发丝的小乌鸦 又开始纠结了起来 与此同时 唐小宝的挖单工程 已经告一段落了 这蛇退腰虽然是蛇退成精 但其体型 具蛇类一模一样 而且要更为巨大 胸骨微蛇退腰的中段位置 当唐小宝 把这里的血肉 剔除一小半之后 鲜红的血肉 和血白的骨骼之间 就散发出了一股柔和的白光 而且扑鼻而来的 竟是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 宛如天才地宝 炼成灵丹妙药 才有的味道 把周围妖物血肉的 腥骚之气 完全给压下去了 竟全然不像是蛇类妖物 能够接出来的内丹呢 当唐小宝把这一袋的血肉 完全剔除之时 这颗内丹的原貌 才显现了出来 这竟是一块 散发着银白色光芒的胸骨 骨骼上不规则的纹路 和凹凸不平的表面 以及银润洁白 如阳指暖玉的质地 让这块白玉胸骨 严丝合缝的 与周围的其他真正的肋骨 和后部的脊柱 吻合在了一起 可以说呀 这块骨骼形状的内丹 已经彻底地 与蛇退腰的身体 融为了一体 变成了蛇退腰的骨架的一部分了 唐小宝愣了愣 还是伸出手去 左手按在了白玉胸骨之上 右手加了几分力道 将周围的肋骨和软骨 轻轻地卸了下来 不多时 这块手掌大小 盈润洁白的白玉胸骨 就被取了下来 仔细看去呀 这块胸骨内丹 简直是美轮美奂 如同杨纸玉一般 盈润骨霞的外表 内部又不同于一般的玉石 好像融入了一汪春水 又好像是一团云霞 在里面缓缓地流动着 这内丹离体 那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愈发浓烈了 仅仅是闻了闻这股清香 唐小宝就感觉 整个人就仿佛 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 通体舒态 不过时间紧迫呀 这所剩时间估计 已经不到四十分钟了 唐小宝虽然有些惋惜 不能多多把玩 这美丽的胸骨一会儿 但还是决定 尽快地扶下它 唐小宝在内心发问 洗 洗头啊 那 那啥 我 我该怎么吃它呢 虽然这白玉胸骨 离开尸体之后 所有的血污和碎肉骨穴 就全部自行脱落 一尘不染的样子 但唐小宝还是有点犯难呢 这么大一块怎么吃啊 难道像啃排骨那样 嘎吱嘎吱地直接上嘴砍 系统人性化地沉默了一会儿 宿主只需将其放入口中即可 这说了等于没说呀 唐小宝摇了摇头 还是选择相信系统的话 将白玉胸骨最上端的一角 放入了口中 这说也奇怪呀 这白玉胸骨一入口 竟然就化作了一汪清甜的液体 还带着一丝果香 像枝叶一般 自动自发 就往唐小宝的嘴里涌去 哎呦 卧槽 这玩意怎么一点反应时间 都不给人家的 唐小宝一时手忙脚乱 生怕拿在手里的半截也化成水 那掉在地上可不就浪费了吗 于是他忙不迭地 把整块胸骨全都塞进了嘴里 胸骨入口即化 全都化成清甜的果汁 直接滑进了唐小宝的石道 随着内丹的融化 唐小宝渐渐感到了一股热流 充斥于四肢百害之间 而就在同时 唐小宝似乎听到了 从自己体内传出 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 一声凄厉绝望的惨叫 那声惨叫如魔音穿脑 直接就把唐小宝给震在了原地 浪费了好几分钟 才彻底地回过神来 可是即便如此 那声惨叫仿佛依旧营绕在耳畔 久久挥之不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气筒的播报声也适时响起 成功击杀七万灵蛇退妖公孙宁 获得公德值两万点 公德值余额两万两千点 十三太宝横练进入第十五层 法术身清如燕 踢云纵合并 习得初级飞行术 星星诀进入第十六层 习得法术归西宫 唐小宝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他妈意外之喜啊 他这经历过无数脑洞小说 习里过的脑子 直接就反应了过来 看来 这七万岁的老妖怪 果然不简单呢 即便在一空间里 被争成这样 依旧还没死透 估计是肉身崩溃 但灵魂还龟缩在内单里边 等待机会呢 直到他吃下内单之后 才彻底地杀死了这头七万岁的 妖界大能啊 那一声惨叫 也就是公孙宁在这世间 发出了最后的声音了 就说嘛 他刚才还纳闷呢 他好歹也算杀死了一头 七万岁的强大老妖怪 怎么系统就没点表示啊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他呢 什么 初级飞行术 归西弓 还听起来就嘲哭啊 那 飞行术不用说了 肯定是可以飞的 归西弓 又是什么呢 难道是像小说里写的 在水下也可以呼吸 还是专门避弃假死那种弓法 哎呀 还是希望是前者呀 不过唐小宝高兴归高兴 却知道现在时间紧迫 只能等出去了 再仔细研究 新学这些技能吧 而就在这个时候 系统播报道 恭喜宿主 内单中多余妖力 已存入系统保险箱中 现在宿主可以尝试 撕开空间裂缝了 唐小宝文言就是一喜 立马拉动灵力丝 把远处还在脑补 决起的小乌鸦 给拽了过来 走吧口交兄 是时候离开这鬼地方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富莱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51章 一听这话 杨蛇也是十分高兴 不过 相较于唐小宝 他倒只是普通的高兴 并没有惊讶的感觉 毕竟 在《小乌鸦经》的心目中 唐小宝的实力 纵使不会比公孙宁更厉害 但至少也是公孙宁一样强悍的 在这个四种极端条件 共同存在一空间里边 都可以毫发无损地 行动自如 又怎么可能找不到办法 离开一空间呢 嗯 上仙 先前说的 什么时间紧迫了 找不到办法出去了之类的话 肯定都是唐上仙 为人忍匿 为了考验他才这么说的 脑补地杨时 对于这一点呢 十分的笃定 但是表面上 他肯定还是要兴高采烈的 恭喜唐小宝 上仙实力 神不可测 高山扬指 对小妖恩同再造 救命之人如滔滔江水 小妖愿劫草闲还 做牛做马 停停停停 别吹了 唐小宝赶紧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指了指远处 好了 你别逼 就在那待着 一步也别动 我撕裂空间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 待会我确认安全了 叫你过来 你再过来 知道吗 杨蛇就是一愣 他赶忙说道 是是 小的 金尊上仙吩咐 一边说着 他一边心情复杂地想着 难道 刚刚错过了唐上仙 他并不是想要独占内灯 才让我远离 而是考虑到可能会有的危险 把我受到波及 才让我远离的 而另一边 唐小宝已经凑近了那道 小臂长的缝隙了 伸出手 试探着握住了缝隙破裂的边缘 老实说呀 他心里并没有多大的把握 原因倒也很简单 服用了一部分 蛇腿腰的内灯之后 虽然实力的确提升了不少 系统也提示他 十三太宝 恒练和清心诀等基础功法 都提升了好几层 也学会了新的法术技能了 但就好像上一次 他服用魂珠熬制十全大补汤一样 尽管服下之后实力大增 但就体感来说 实在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什么剧痛 也没有洗经法髓 更没有脱胎换骨 也没什么经脉拓宽 破而厚利 甚至 连小说里边电视剧里边 常写的什么必死官 用很长时间 来消化灵药的现象都没有 就直接成功了 他觉得自己仍旧是普通人一个 然而实力却的确是 莫名其妙地增长了 这次也是一样的 按照道理来说呀 七万年蛇腿腰的内灯 白玉胸骨 其功效肯定比小小的魂珠 要强大很多 但唐小宝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上次服用魂珠的时候 毕竟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当时 唐小宝自身 没有任何危险 这提升实力 也并不是刚需 然而眼下 却是有性命之忧啊 这实力是否真的提升了 可这关系到 和小乌鸦 能否活着离开这里啊 所以 即便再如何信任系统 唐小宝此刻也是相当忐忑和怀疑的 更何况 他对于为何实力增长之时 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件事情的原因 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 如果啊 如果说 增长这些实力 学到这些法术和技能 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学到呢 也就是说 本质上的其实啊 还是凡人一个 也只是因为成为了系统 也就是奉天太玄奸的宿主 才能够借用这些神奇的法术和技能呢 如果 如果呢 想到那个可怕的假设 唐小宝这样大大咧咧的人 都忍不住冷汗湿透了后背啊 如果说一直以来 其实不是他在升级 而是奉天太玄奸在升级呢 奉天太玄奸这种上古神物 因为某种机缘巧合 而失去了理智 只能成为最简单的人工智能系统 随即选择绑定了一个凡人 也就是他 而后就开始引导他走入修者界 解决一系列和驱轨有关的疑难事件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借助他的力量不断升级 不断复苏 而那些各种各样的功法的升级和提升 其实都是奉天太玄奸自身本来拥有的神力 而他自己其实一直都在为他人做嫁衣 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 那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每次他看似实力大增 实在确实一点真实的感觉都没有 也就更可以解释 为什么杨蛇一旦将他与凤天太玄奸隔离开来 他就立马变成了 手无腹肌之力的凡人了 唐小宝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把这些害人可不的念头压到心底深处 不行 现在正处于西名攸关之间 不可以胡思乱想 更何况 我现在实力还是太弱 我已经被卷入了处处凶险的修真世界 还被恶男舍主这样的大boss盯上 这根本不可能再脱身了 不管刚才的假设是不是真的 不管系统到底怀有什么目的才找上我 至少现阶段来讲 系统还没有展现出恶意 更何况 在我真正强大起来之前 也只有仰仗系统 才能暂时保住一条小命咯 唐小宝苦笑了一声 本以为自己走狗屎运 捡到了这么一个神奇的系统 研究了一身奇异的本领 行走于阴阳世界的交界之中 看常人所不能看 为常人所不能为 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强悍了 却不料 其实还是别人手里的棋子 砧板上的鱼肉啊 唐小宝想着 踏了一口气 闭上眼睛摇里摇头 仿佛要把这一切纷繁杂乱念头 从脑子里边给甩出去 他双手紧紧抓那道裂缝的两端 深吸了一口气 狠狠向两个相反的方向 用力的一扯 只听得呲拉的一声 就如同颈部被蛮力 硬生生的撕开了一样 唐小宝几乎感到了那种 真实的组织感 刚才还纹丝不动的空间裂缝 此时撕扯起来 竟真的像撕一块布那样简单 但是令人惊喜的是 那道空间裂缝 竟然真的像被撕烂的布条一样 裂了开来 随着唐小宝不断地向两旁用力 那道裂缝 已经渐渐长一道一米多宽了 已经足够两个人并排钻出了 终于他收了手 欣喜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从这道宽敞的裂缝里 可以看到外边的情况 似乎是戒指滚到了一个黑暗的角落 周围有些常年无法打扫的灰尘和毛发 哦 妈的 总算可以重见天日了 小布鸭 快过来 你先出去 裂缝仍旧在不断地愈合着 但唐小宝怕武德真火 会对身为妖的羊蛇造成伤害 所以暂时就没在裂缝上放火 来阻止裂缝的愈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壮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绝世好书 第152章 在远处观望的杨蛇 一听这话 一时间就有点愣着 然后就是国际惯例的胡思乱想乱猜忌 大老让我先出去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那刀撕开的裂缝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大老想让我去当小白手 我刚才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 惹大老不开心了 大老只是用张颜法骗我空间打开了 实际上是想对我用心惩罚我 但是唐上仙和我前主子又不太一样 毕竟刚才还那么大方的让我去吃蛇退腰的血肉 所以大老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敏感多疑的小乌鸦 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之中 神经大条的唐小宝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又被从头到尾 过度脑补了一遍 只是不明白 这养口条又在那发什么呆 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呀 是能耽搁的吗 唐小宝不耐烦地撇了撇嘴 索性动了动手指 用真气宇航符上面连接的灵力丝 直接把羊蛇给拉了过来 唐小宝在虚空中做了一个标准投篮的姿势 直接把小乌鸦精从裂缝口给扔了出去 而后他自己也紧跟着从裂缝里钻了出去 这灰尘和霉味扑鼻而来并不好闻 但是对于唐小宝来说 却是富裕心香无比呀 都快感动哭了有没有啊 但是下一瞬 唐小宝就感觉到自己脑袋碰着什么硬物了 哦 的确 之前呢 从那个小裂缝往外看 戒指好像掉进了床底下之类的地方了 于是唐小宝就发力一顶 毕竟 十三太宝横链刚升到第十五层 一张床的重量 对于他来说还是算不了什么的 然而下一秒 唐小宝就听到了一阵嘈杂之声 呼山翅膀的声音 鸟类的鸣叫 以及女性的尖叫 哎我操 这屋里怎么有人呢 难道是来打扫 卫生的酒店保洁员 哎妈的 那我这屋子里可到处都是血点子和脑腔子呀 把人吓到报警怎么办 唐小宝抹了一把脸上的灰尘 根本来不及清理什么 灰头土脸的就冲人喊道 哎哎哎 别怕别怕啊 不要怕不要怕 我们没有恶意的 我们是朋友 不是爹 冷静 你冷静 然而回应他的 是女人一声高过一声的惊恐尖叫 同时响起的 还有这个保洁员 邀请了对讲机 只听见几个粗犷男生 同时七嘴八舌的发问 刘姐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那个闹鬼房间呢 我们这就上来 紧接着 就是一阵急痛痛的脚步声 对哦 这个房间又是血点子 又是脑浆子 一事狼急 甚至还凭空冒出了 一人一乌鸦 大便活人活鸟 哎 对了 乌鸦呢 唐小宝赶紧左顾右盼了一番 只见养口条 早已经把自己小小的身子 藏在窗帘后边 见唐小宝望过来 还讨好的 冲到眨了眨小黑豆一样的眼睛 你小子倒是会躲 就在这个时候 急促的脚步声 已经来到了房间门口 三四个 穿着保安制服的标型大汉 一同挤在房间门口 领头的大汉 火急火燎地问道 怎么刘姐 出什么事了 但他们虽然表现得非常急切 三四个壮汉呢 就在门口急急叉叉的 都快门框给挤断了 却仍然没有人走进屋里 显然是忌讳着什么 不敢进去 唐小宝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个保洁员刘姐 也就是站在距离房门非常近的地方 完全不敢走进房间内部的样子 唐小宝弱弱地想道 这是被我这一屋子 血点子脑浆子吓得吗 还真是对不起了 一看到这三个保安 这刘姐仿佛见到了旧姓一样 铺天抹泪地就冲出了屋外 走到保安的身后去了 一边还尖声哭着 这里面 这里面凭空出来一个人 还有只鸟 鸟没了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人孩子里面 这房间 这房间鬼人在闹鬼啊 接着就保安去安抚他 那个领头的保安 好像是保安队长的样子 探头探脑地往里边瞅着 看到唐小宝一点无辜地站在那里 身上还沾了一些灰尘 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青年一样 并没什么危险性 更不是他想象中 清明了牙的鬼怪 保安队长似乎自己给自己撞了撞胆 抖着嗓子问道 你 你是谁啊你啊 我可告诉你啊 你给我老实点 你要是不老实 我们就要报警了啊 唐小宝愣了愣 忽然就笑了 不是 几位保安大哥 你们 你们说什么呢 说完 他摸了摸裤兜 他记得自己开房的时候 交押金的收据 还有身份证之类的皮夹子 都放在裤兜里呢 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冲屋外的人们一亮 我就是这间房间的房客啊 那个保学员刘姐的视线被保安们给挡住了 看不见屋里的情形 但却能听到唐小宝说话的声音 文言他顿时尖叫了起来 他骗人 他骗人 我刚才进屋子里面的时候 分明一个人都没有 他撒谎 他撒谎 他就是评宫出来的 这保安队长却是将信将疑 给手下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安抚住保洁元 同时看见唐小宝 这刘姐说的跟真的似的 而且 这房间里的情况 里边的血迹是满哪都是 就跟杀人现场一样 而他们早些时候也都看过了 别看保安队长这么强壮一大老爷们 却还是很怕这些脏东西的 于是他站着兢兢地说道 你 把那个 这证件 收据 都 都给我放过来 放在我能够着的地方 我自己看 唐小宝挑了挑眉毛 仰手一致 就见收据和身份证一起 稳稳地飞到了门口 落在了保安队长的脚下 这一手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保安队长的眼神 立刻就不一样了 他接近唐小宝 抛过来的证件和收据 自自欺欺地看了一遍 又抬头上下打上了唐小宝 发现这年轻人的确身份上的照片 长得是一样的 而且 他一脸无辜地站在那里 脸上还带着点疑惑 惊讶 以及被人冤枉的委屈和不愤 就好像刘宝杰冤枉他了一样 最重要的是 这年轻人脚下有影子 保安队长胆子也大了一些 再加上证件和收据都是真实的 他心里啊 就渐渐倾向了 唐小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53章 没有亲眼见过 大便活人和活鸟的保安队长 此时此刻 就有点要相信唐小宝 但是态度还是要摆出来的 于是 保安队长板着脸 呃 这位陶先生啊 就算 你是我们的客人 但是 房间里被你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 还是要问一句的 而且 你 肯定也是要赔偿的 这个需要重新粉刷 光靠打扫 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 这唐小宝演技也着实可以啊 他脸上的不愤和委屈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淡淡的惶恐 他仰装害怕 你 你们放心 我 我会照价赔偿的 不 不过 我钱不多啊 你们可不许狮子大开口啊 报价明信 必须得给我仔细看才行 他表现的这样啰嗦 又这样抠门 反倒让保安队长 松了一口气 嗯 呃 鬼是不可能这么在乎凡人的钱的呀 只有正常人才会这么在乎钱吧 想到这儿 保安队长语气缓和了一些 但是探头看着那满屋子里 杀人现场一样的血迹 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唐先生 这屋子 这到底是怎么弄成这样的呀 你还是得给我们说说才行啊 老实说呀 我们一开始啊 是打算报警的 但是经理怕给酒店造成不好的影响 就暂时压下来 没让报警 但 你还是得解释一下吧 真是不好意思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真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是这样的 我养了只宠物乌鸦 今天其实是在房间里训练他来着 狗条 过来 唐小宝一边呼唤 一边作起嘴唇 发出嘶嘶嘶嘶的呼唤小动物的声音 同时伸出一只手来 像是训鹰人那样弯曲着手臂 他早就看出来了 这个小乌鸦精可是精明的很 对于目前房间里的形势 他肯定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所以肯定会配合他的表演的 果然 羊蛇呱呱叫了几声 就像一只被训练好的宠物乌鸦一样 噗啷的就飞到唐小宝的手臂上 站定之后 用脚爪挠挠脖子 还故作亲热的 在唐小宝脸上蹭了蹭 喂 别这样大哥 大家都是大老爷们 别因为你现在是想想形态 我就会忘记你身为操老爷们的真相啊 唐小宝并不想配合羊蛇的 这主宠情神的表演 嫌弃的皱了皱脸 这鸟呢 我惯着长大的特别黏糊 见笑了 见笑了 而后 唐小宝指挥着羊蛇 做了几个高难度的 空中后空翻之类的动作 羊蛇心里妈买皮 但是身体啊 还是诚实的做了出来 几个保安 包括那个保洁刘大姐 都给看呆了 就没见过哪个玩鸟的 能整出这么多花活的 这鸟呢 平时喜欢吃些雪色糊辣的生肉 生下水什么的 又喜欢叼着到处飞 所以就把墙上也甩了一些 真是真是抱歉 保安队长皱了皱眉 到了这会儿啊 他已经彻底打消了 对唐小宝的怀疑了 唐先生啊 我们酒店是不允许带宠物入住的 这一点你应该也知道 我们无法处理这种情况了 我这就打电话 给客房部经理 让他跟您谈吧 唐小宝点了点头 带着一点愧疚的说道 好说 好说好说 我都会赔偿的 只要你们要价别太过分就好 保安队长果然掏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 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一下 这里的情况 不一会儿 西装革履的客房经理 就匆匆地走了过来 这位经理显然已经见过了 房间里的惨状 此时倒是并不惊讶 只是脸上带着 有些不耐的假笑 把一张纸递给唐小宝 唐先生 真是抱歉啊 这是需要您赔付的报价明细 请您看一下 同时啊 您在姑苏有亲属朋友嘛 要不让他们马上过来 把您的宠物接走什么的 不然的话嘛 我们就只能很遗憾地 请您退房了 唐小宝在姑苏的事情 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 也无意在姑苏多做滞留 于是说道 哦 没事 我在姑苏已经办完事了 就打算离开了 给你们添麻烦 只是不好意思 他一边说着 一边看了一眼报价单 顿时被上面的数字给惊到了 卧槽 整整十万啊 他又不是把血迹弄得 整个房间都是 只是半边天花板和墙壁好吧 再加上被砸碎了电视棍啥的 这总共加起来 能有五万就已经很不错了呀 哇 这不对吧 经理 统共半个房间的粉刷费 墙纸费 再加上家具损坏 加起来就要十万 你他妈是不是在逗我 唐小宝就开始和经理掰扯了起来 事实证明 唐大仙的嘴皮子功夫 还是相当了得的 经过一番理论 他总算把赔偿价 讲到了六万五千元左右 这才稍稍满意 经理气急败坏的 回办公室去重新打印明细了 剩下几个保安 还有保洁刘大姐 都用崇拜的目光 看着唐小宝 到了这个时候 即便是亲眼目睹 大便活人活鸟的刘大姐 也开始有点相信 这次眼花了 而唐小宝还在骂骂咧咧 妈的 什么臭经理 老子给你讲讲价 你就哭丧着脸 老子跟你用嘴皮子讲价 这叫遵守武德好吗 要是不讲武德 老子直接给你来个高级障眼法 你怕不是还得倒贴给我钱 让你内裤都赔掉了 唐小宝脑补了一阵 西装经理脱掉内裤卖钱的画面 这总算是舒服了一点 不一会儿 经理就拿着新的明细单 和pose机回来了 唐小宝自嘻嘻地对过款项 这才不情不愿地刷卡付了钱 而后就被酒店给扫地出门了 唐小宝坐在大街上 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太阳西斜已经是黄昏了 感受着阳光照在自己的身上 以及夏日晚风的吹拂 即便时间并不长 但唐小宝几乎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他好像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感受到这样轻松的时刻了 这样不紧不慢地在大街上散着步 没有鬼怪追杀 没有迫在眉睫的死亡任务要完成 就好像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普通人一样 但是他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呀 唐小宝心中是无比明晰 他已经彻底告别了以往普通人的生活了 也彻底终结了回到那种平凡 但幸福的生活的最后一丝可能性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入了一本绝世好书 谢谢 唐小宝在附近餐馆吃了一顿饭 就去了姑苏火车站 到了车站之后 才刚过下午六点 天都还没黑呢 但唐小宝在姑苏做了太多事情 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危机 实在是这座城市里也待够了 就买了一小时之后的动车 回到南都了 给小胖子和士玄道长打电话 报过平安之后 唐小宝在车站里边等了一会儿 就检票上了车了 一路无话 晚上九点多 唐小宝在南都火车站 就下了车 还没出站台呢 隔着玻璃 就看见小胖子和白虎子士玄道长 站在外边接客的地方 小胖子眼神好啊 一眼就看到唐小宝了 兴奋地朝他挥手 士玄道长也冲上点了点头 唐小宝就是一愣 快步走出站台 和两人身边 道长 你怎么也来了 士玄道长还背了个包 拖着个行李箱呢 这连行李都没放下 显然是刚来到南都 就跟着小胖子来接他了 士玄道长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哼 你自己惹上那么些个厉害鬼物 却从没有系统地学过法术修炼 只知道些个野鹿子小来的驱鬼皮猫 那我能放心得下吗 这刚见面就被老人家一顿发作 小胖子抱着膀子 站在一旁 幸灾乐祸地看着自家堂哥 唐小宝隐晦地瞪了他一眼 陪着笑脸 您老说什么呢 我这不是好端端呢 一点事都没有吗 鬼曼童和酱头师啊 现在都被我解决了 我也全虚全伪回来了 您说 您还亲自跑这一趟 不知道不知道 小胖子也在旁边笑嘻嘻地说道 哎呀就是嘛 师父 你反过来想想 这些个厉害鬼物 能找上我堂哥 不也侧面说明我堂哥厉害吗 要是一个无名小卒的话 鬼物找他干什么呢 你闭嘴 士玄呵斥了一回徒弟 又看唐小宝满脸担忧 哎呀 你这孩子 自从你离开老家 来大城市里闯荡 你妈就没有一天是不担心的 但是她也不够担心一些 你的吃穿冷暖问题而已 我确实担心 你以前从来不问阴阳修炼之事 但最近却突然惹上了 这么多阴间之事 前因后果 我都不知道 你就入行了 这也太突然了 哎呀 老大我是担心的 你小子是不是受了什么人 什么东西的蛊惑 又或者是给了你什么捷径 才让你没忍住入了行 你半点基础都没有 从来没学过这些东西 就算有法宝捷径 可以保你一时 却没法保你一世啊 士玄还在唠叨着 但唐小宝去了心里一咯噔啊 这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 他和士玄道长少说 也有五六年没见面了 之前也就是每年逢年过节 打几个电话报个平安 就是最近一两个月 才联系频繁了一些 可是 这才刚见面 士玄道长就慧眼如炬 一语道破了他目前最大的隐患 他现在可不就是 自己全无基础 全都依赖着系统吗 唐小宝想着 这脸色呀 就有点复杂了 士玄道长立刻就看出 他脸色不对了 眼睛一眯 怎么 被我说中了 唐小宝未知可否 只是接过士玄道长的包 背在肩上 引着士玄和小胖子往外走 火车站这人来人往的 不好说话 我先给道长去找家酒店安置一下 然后去吃晚饭 我请客啊 边吃边说 就 看来果然是富贵选中求啊 你这一软 也变财主了 话虽这么说 老道是眼中却露出几分赞赏之意来 前段时间 唐小宝给他老娘打了好几次钱 这每次钱都不少 他就知道 这孩子并没有在外面 被他花花世界给迷了眼睛 忘了本 还是知道笑着那亲妈的 这年轻人呢 就该有这样的进取心才对 不然年纪轻轻 就在家游手好闲 混吃等死 那倒还真不如直接去死了算了 不过 士玄呢 还是紧跟着劝道 你能赚到钱 是挺好 但是也不要为了赚钱 就不要命啊 这几年 我们照看着你嘛 他身体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了 现在 唯一就惦记着你 要我说 你还是离开南都回家去吧 就在附近找些事做 或者开个小店铺什么的 守着你嘛 他也不用天天担心了 多好 唐小宝面上笑着应付老道士 这心里边觉得较苦 娘哎 我身上遇到这些麻烦事 哪里是换个地方 换个工作就能解决的呀 唉 别说那什么恶难舍主了 就单是我身上 这还不知是敌是友的系统 怕也是要跟我绑定一辈子了 哎 算了 等待会儿把道长安顿下来 就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和他合盘拖出吧 这道长毕竟是年纪大了 从小就在道上混 见过的事情肯定比自己多得多呀 兴许就能有解决办法呢 唐小宝是一个很惜命的人 虽然自小家境贫寒 生活也美美不如意 但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他还是很热爱生活的 能拥有超能力呼风唤雨 纵横阴阳 还家财万贯 那自然是最好啊 可如果这些个好处 全都是基于一个来历不明 随时都有可能爆雷的系统 要赌上性命才能换来 那还是算了 他之前每天送外卖 出力气活 不也照样能生活吗 可以说呀 唐小宝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正因为太过务实 就导致他有点谨慎 有点雄无大志 尤其是经过这段时间 周璇于阴阳两界 天天和妖魔鬼怪打交道 就更是让他对这种刀口甜血的生活 有点抵触了 与其用性命薄富贵 还不如过这平淡的生活 挣点钱够花就行啊 可是转念一想 他又想起了自己 对于诗玲的承诺了 顿时又是一阵头大呀 当那位美绝人寰的上古巫女 站他面前的时候 他觉得 哪怕为其上刀山下火海 那也是在所不辞啊 可是人一旦不在他跟前了 唐小宝瞬间就没了那种 冲冠一怒魏红颜的感觉了 心里的小九九也多了 退堂鼓也来了 哎呀 可是说到底 承诺人家的事情 不对线那肯定是不行啊 唐小宝还是很有点人品包袱的 自己虽然只是楼一样的小人物 但也得讲究一言九鼎的品德才对 但是这样就更加麻烦了 算了 等待会儿安顿下来 先问问道长 有没有解决系统这个问题的办法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55章 唐小宝潜意识 李赛时还不想把 与诗灵有关的事情 透露给世权知道 因为他隐隐觉得 事关上古摩尼国 和恶难舍主这种事情 哪怕是世权道长 也不一定能够有办法解决呀 相反的 如果贸然让世权道长 知道这件事情了 还很可能把他老人家 也给卷入危险之中啊 想到这儿 唐小宝就轻轻塌了一口气 说话间 三人已经离开了 姑苏火车站 唐小宝叫了一辆网约车 把视频的行李 都放在了后备箱里 又让司机把车开到南都 斯利卡尔顿酒店 直接订了三个行政胡警房 一人一间 直到把行李 拿进装潢奢华典雅的客房 坐在柔软舒适的扶手仪里的时候 士权整个人都还是懵逼的 什么坐高铁呀 叫网约车呀 住酒店呀什么的 其实士权都想到了 驱轨这行暴力 士权那更是知晓 毕竟 能有渠道有本事 打听到他们这些修者 并且付的几钱 请他们出手的 也都是有钱人 所以想都不用想 小宝这小子一定是赚了一些钱的 但是高铁一等座 五星级酒店行政胡警套房 还一开就是三间 这小子不过日子了 士权当时又吹呼瞪眼睛 打算搬出一套艰苦朴素的革命家屎 来教育唐小宝这熊孩子 唐小宝什么人呢 打小就是士权交大的 不大恭敬地说呀 这士权定一决他就知道这老道士 要拉什么屎 道长 道长 您息怒 息怒啊 我这又不打算常住 这不是您难得来一趟南都 做晚辈的 怎么不得孝敬孝敬您啊 让您吃好住好吗 那也不至于这么过意的 那您放心 最多最多三个晚上 更何况这几天 悟庆也帮了我很大的忙 让他跟我一起住我那破房子 也是委屈孩子了 就让他舒坦几天 我前两天练功 不小心把我租的那房子 天花板还捅了个窟窿呢 我这正打算一回来 就重新租房呢 所以也得有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所以就定了三件吧 这么一解释啊 士权也就不惊讶了 练功出事的例子很多 士权并不觉得多么稀奇 捅破天花板的 那还算是轻的呢 重者又把一间房子 都给炸了的呢 士权就瞪了他一眼 气哼哼地说道 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现在跟我说说吧 在火车站的时候 就瞧这小子脸色不对 可是火车站实在不是一个 说话的地方 士权呢也就忍了 一直忍到酒店 订了个房间 暂时也安顿了下来 小胖子又被唐小宝支走 去酒店餐厅里点菜去了 明显就是有事要请教他到人家 唐小宝把房间门关紧 甚至把房盗所也给挂上了 甚至还左右看看 就好像这间酒店房间里面 除了他们爷俩之外 还能有第三个人似的 行了 就赶紧说吧 这鬼鬼醉醉的 做什么 唐小宝烧上一壶开水 礼貌地给士权道长 倒上了一杯茶 这才坐了下来 与士权道长细细地说起话来 这回啊 他打算把系统 也就是奉天太玄俭的事情 全部说给士权道长听 关于与诗灵 主妇婆和恶难舍主之类的事情 也稍有透露 却并不说太过详细 毕竟他目前连一次的网生经典 都还没有用过 如果用过了 确定不会有波及到旁人的危险 他才会选择与士权说的 而这些事啊 小胖子也是知道的 但其实所知的也没那么详细 唐小宝 即便是严谨一概地说 也说了快有半个小时了 期间 士权只专注地盯着他 并没有插嘴 直到唐小宝闭上嘴巴 开始喝茶 士权才慢悠悠地说道 你身上有这么个系统存在 你却敢直接把你心中的怀疑说出来 可见 士并不害怕被那系统察觉到 对吗 是的 道长 其实我并不确定系统能不能察觉到外界的情况 更不敢肯定他能不能听到我说的话 看到我做的事 我想着他感觉不到是最好 但即便能感觉到 暂时应该也不会对我做什么 他既然已经与我绑定了 那就肯定非常重视我的生命安危 之前凭着休眠也要救我 我就能看出来 那说不定士觉得你还有用 一时不想折腾死你呢 你也说了是暂时 那万一要是以后你做过越来越多 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 这东西的元气被延好了 到时候跟你解除绑定直接离开 也还算是好的 你最多不过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可若是临走的时候 还要坑你一下 要你半条命什么的 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唐小宝陪着笑脸说道 是啊 我这不也担心着嘛 这才找道长你来请教呀 士玄哼起了一阵子 很是拿了一会儿长辈的臭架子 才又说到 你说的这个什么奉天太玄俭 我是真的压着没听说个 连道观里那些个老掉牙的古籍里 也一个字都没有提起 那看来这是比摩尼国还要久远的神物啊 毕竟连十几万年前的摩尼国 也还是能在古籍上见到记载的 谁说不是呢 想是这等上古神物 这平时连听都难得听过 更别提见一见了 也就是你 不知道走了什么高使运 竟然绑定了这个神器 这件事 别说是我 哪怕是咱们正一教的开山老祖下坟 怕也没法妥善解决 是啊 毕竟正一教也才几千年历史而已 少拼嘴 不过不管怎么样 不断增强自身绝对是没错的 为了防止你再冲倒覆辙 不再离了系统就变成弱级一个 从今天起 你就开始系统的学习 我正一派法门 正式入行吧 这其实啊 也正是唐小宝所想的 扎着实实的 从基础的东西开始学习 对这些怪力乱成的东西 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 也正是他目前最需要的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这么想着 唐小宝十分高兴 当时就要开口应允并道谢了 哎 你等等 可士玄 却立刻开口阻止了他 捋着胡子说道 我要叫你的这些 可都是咱们正一派的不传之谜 只有门内弟子才能休息啊 一边说着呀 士玄道长一边贼嘻嘻地笑了起来 唐小宝就叹了一口气 哎呀 这老道士又来了 唐小宝无奈地说道 道长 几年前我就跟你说过 要我拜师 OK 没问题 可是我实在不可能 关在山里一练功就练 试好几年 我还要在外面讨生活 攒钱寄回家 养我妈呢 更何况 他现在还肩负着 与诗玲托付的重任 要用往生金帘穿梭时空 去解决事件摧毁魂镖呢 而那往生金帘 就是他现实中不断地完成任务 才能获得的 到目前为止 似乎还没有找到 能够获得往生金帘的其他渠道 也不知道 穿梭时空完成的任务 会不会再奖励额外的往生金帘 不过 在确认这一点之前 唐小宝是绝对不会离开大城市的 要知道 他的家乡 在东南部的贫困小山村里 哪怕是如今这个年代 那个闭色的山村 总人口也不超过一千人呢 就连去最近的县城 开着拖拉机 也得足足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 这样荒僻的小村子 人本来就不多 而且还紧靠着正一教的道场 真的大妖小鬼 就没一个敢作乱呢 所以说呀 贫困是贫困 可要说是闹鬼作妖 却这么多年来都含有听闻 这样的地方 唐小宝又怎么能开展业务呢 士玄听闻气得是吹火瞪眼睛 又去了他好一阵子 见唐小宝态度坚决 才稍微妥协了一些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唐先生是什么天仙大能 我们正一教是什么三五小作坊的 哭着喊着求你你都不肯来 这 这不是行事所迫啊吗 实在不行 这 道长 你在南都都待一段日子 教导着我入了门 您也能放心了 您再走 如何 一切食宿费用 我都包了 士玄却是沉默了半晌 看着唐小宝啪了一口气 哎呀 其实啊 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你妈妈在家里 可想你想的是 妄言欲串哪 你想留在大城市继续打拼也好 但一定要记得 常跟你妈联系 啊 唐小宝一时也是沉默着 他低声说道 我知道的 我也想我妈呀 过年 我肯定回去 两人又说了一阵唐妈妈的事情 士玄又想起来 唐妈妈托他带给唐小宝的一些东西 便都从自己的乾坤袋里边取了出来 无非就是一些吃的东西和土特产之类的 唐小宝就问 道长 你们这一觉每人都有个乾坤袋吧 你怎么不把行李 放进乾坤袋啊 还大包小包拖过来 士玄又瞪了他一眼 傻小子 没见识 我所有行李换起衣服啥的都在乾坤袋里呢 这行李箱 它就是个空箱子 啊 那还费劲 带个行李箱干什么呀 说你没见识你还真没见识 不知道我老人的第一次出门远游啊 带个行李箱 那是旅游的仪式感 仪式感 你懂不 土鳖 呃 一本小册子 递给唐小宝 唐小宝接了过来 一看呐 是一本印制粗糙 封面还挺花哨的小册子 上面歪歪扭扭 印着几个大字 正一叫新弟子入门手册 都印歪了 简直就像火车站里边 十块钱十本那种盗版小房书 唐小宝忍下吐槽的欲望 正打算请教士玄 却只见那老头动作敏捷地 把自己仰面摔在宋人大床上 而后掏出手机 迅速戳了几下 就听见手机里传来一个 英气凛冽的女声 欢迎来到王者农药 那那啥 道长 你要是想玩 我和你一起开黑啊 士玄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这一边说 一边埋头游戏去了 唐小宝低头流下眼泪了 难怪你这个糟老头的最近 都不跟我一起玩了呀 唐小宝唯唯唯唯唯的 朝房门口走去 刚打开房门 刚好在走廊上撞见了 抱着一个大冰激凌 往这边走的小胖子 唐小宝皱了皱眉 小胖 你不是去点菜了吗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晚餐什么时候才能送到 他之前让小胖子 去餐厅点菜 顺便约了送餐 到客房的服务来着呀 小胖子黑黑笑着 舔了舔嘴边奶油 唐哥 你明显是有话 要和师父说呀 我就给你们呢 多留点时间和空间 这不是挺好的吗 唐小宝就白了他一眼 哎呀唐哥你放心 餐呐已经点好了 再过半个小时 就能送上来了 唐小宝看小胖子 嘴边可疑的油渍 以及什么 自然辣椒的痕迹 他问道 你呀 是不是自己已经吃了一顿了 小胖子 撇了撇嘴 黑黑笑着 哎呀 我这不是饿了吗 唐小宝 没好气的说道 哼 反正账单 会送到我这来的 我可告诉你啊 超过五百块 我不付账 你自己解决 小胖子一听这话 就急了 哎哎 唐哥 你别这样啊 咱这兄弟一场的 别这么绝情嘛 唐小宝当然 不会不给他付账 可是 看着小胖子 这贪吃的样子 就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 就闷头 往自己的房间走 也不理会小胖子 小胖子急得乱抓头 忽然眼睛一亮 紧走几步 追上唐小宝 巴巴来说的 哎 那啥 唐哥 你别生气啊 我这顿饭 也不是白吃的 我打听了一件怪事 就是餐厅的服务员 跟我聊八卦说的 你不是 再管这些事了吗 唐小宝一挑眉 果然停下了脚步 有怪事好啊 最好还是 有钱人身上 发生的怪事 那这样 就又可以 赚上一笔了呀 快说快说 什么怪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哎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都市悬疑搞笑多人有声剧 撞邪就变强 作者半块板糖 老夫来也配音组 倾情演播 订阅专辑 你就收录了一本 绝世好书 第157章 小胖子贼嘻嘻地看了一眼四周 像生怕有人听去了似的 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 这一层楼是利斯卡尔顿的第15层 只有12个房间 全是行政套间 豪华湖景房之类的 这价格贵不说 现在又不是旺季 今晚入住这一层的 只有唐小宝三个人 所以此刻 这走廊上当真是鸦雀无声啊 除了他俩 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小胖子 还是推荡了唐哥 去了自己的房间 把房门关上 房道所挂上 定在沙发上 这才神秘兮兮的开口说 唐哥 那个 陆阿飞事件 你知道吧 就去年夏天 在网上闹挺大的那个 唐小宝就皱起了眉头 可能看过 他没什么印象了 他那个时候 刚来南都 一穷二白的 连城中村的出租屋都租不起啊 只能住地下室 而且那个时候 他刚刚接触送外卖的活 为了多挣几块钱 恨不得一天24小时 都在外边接单呢 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天不亮就睁开眼睛 哪里有什么时间 玩手机刷微博呢 不过 蹲厕所的时候 倒是有那么几分钟闲暇时间 他偶尔的 也会刷刷手机看一下 所以对陆阿飞这个名字 稍微有点印象 但是毕竟是忙啊 所以呢 只匆匆一撇 从来没有仔细地看过 来龙去脉 不过 连当时忙得 完全没时间刷手机 唐小宝 都有点印象 也可见这个事件 当时闹得有多大了呀 小胖子 坐在那里笑而不语 唐小宝 没好气地说道 你卖什么关子 你再装逼老子自己上网去查了啊 说着做事就要掏手机 却没想到这回小胖子 却完全没中招 只老神在在 不慌不忙地说道 哥 你先查查也好 先知道个大概 然后我才好跟你说 不过 我知道这些 可都是内部人员 透了给我内部消息 你在网上 那可是查不到的 嘿嘿 唐小宝半信半疑地 看了他一眼 还是决定自己 先查一下 他就打开浏览器 在搜索引擎里边 输入 骆阿飞三个字 瞬间就跳出来 好多个信息链接来 唐小宝看到第一条链接 不由挑高了眉毛 看来这事儿 的确闹得挺大的 都有自己的百度百科词条了 百科词条 一般概括都会比较全面 甚至还会列出很多 出处来源的网址链接 很方便 于是唐小宝就点进去 开始看了起来 原来啊 陆阿飞是 杭江大学一名女大学生 去年夏天过暑假的时候 来南都找男朋友玩 可是来了没两天 就在自己下他的酒店里边 失踪了 还是他男朋友 怎么都联系不到他 这才报了警 警方到底效率还是高啊 找了大半天 就在陆阿飞住的酒店的 某个隐秘的角落 找到了陆阿飞的尸体 但却一直找不到凶手 到后来 警方就以陆阿飞自杀起案了 这陆阿飞啊 父母双亡 是一个靠住学贷款求学 半工半读 养活自己的穷学生 而他男朋友虽然已经参加工作了 但也才是刚入职不到两年 所以也并不富裕 这个小伙子 对陆阿飞倒是的确是真爱啊 一直在找朋友 脱关系 找律师 奔波了足有大半年 听说后来都辞职了 只为了能让警方重启这个案子 只为还他女朋友一个公道 然而无权无钱又无事 身为一个普通的社畜上班族 这小伙子能做的 也实在是非常有限啊 所以到现在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了 这事的热度已经彻底熄灭 再也翻不起任何浪花了 毕竟大众都是健忘的呀 唐小宝皱着眉 把网页从头拉到尾 又点了几个别的网页看看 可内容都是大同小异 并没有查到什么更多的信息了 就连那个女孩住的是哪家酒店 死在酒店的什么地方都没有说明 唐小宝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 忽然惊讶地看见小胖子 哎我说 这洛阿飞该不会就是死在 咱们现在住的这酒店吧 哟不愧是我堂哥 题材就中啊 我不是吧 这里利斯卡尔顿 你确定 这可是全世界连锁的 顶级酒店集团啊 就算最低档的标签 一晚上也得五百多块呢 这女生还拿着助学贷款呢 男生也不过就是个小白领 能住得起利斯卡尔顿 这个洛阿飞好像是之前 在微博上参加了一个 什么转发抽奖的活动 奖品就是 在南都利斯卡尔顿酒店 免费体验整整一周的 湖景房套餐之旅 你咋知道的 你知道洛阿飞微博 嗯 据说去年事情闹得最大的时候 是有网友曾经扒出过 洛阿飞的微博 但是他的微博 后来就很快被注销了 我根本没来得及看到 你就矫情吧 凭你通灵黑客的水平 别说区区被注销的微博 就算是五角大楼 你不也照样能黑进去 能黑进去 是能黑进去 但我杀物净 怎么可能白干活呢 除非是唐哥你去那接这活了 否则我干嘛又白做工啊 唐小少并没有说是接还是不接 虽然他心里想的是 尽量多多地接业务 就算接不到有钱人的业务 可以给自己转转外快 但最起码 也可以多拿几朵网生金链 更何况 还可以继续提升自己那些 法术技能呢呀 但他到底还是为人谨慎 所以啊 并没急着表态 他只是问道 那这些信息你都是从哪知道的 难道你刚才上楼之前 就用通灵黑客的技能查过了 嗨 唐哥 你说啥呢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如果不想接这活啊 我就不会自己查了呀 这都是刚才我在下面点菜的时候 听餐厅的服务生跟我说的 他这么一说 反倒引起唐小宝宝的怀疑 普通人网上都查不到的事 这个服务生为什么会知道 就算他知道 又为什么要跟你说啊 而这一句啊 这把小胖子给问懵逼了 呃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唉 你要是能抢这么周到 你也就不是小胖子了 行了 先别管了 先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唉 别走啊 下集更精彩 晚安 晚安 伤懈 保佑 洪 叫 estava